天命之畏性 率性之畏道 修道之畏教 道也者 不可虚于离也 可离非道也 事故君子 借圣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 莫显乎微 故君子 圣其独也 中周之盼 山川为龙之处 隐隐可以听得到 郎郎读书声 顺着读书声 往前数十步 竹林相隐 曲折回廊 一座竹楼立于此处 往里看去 数十名年少子弟 在此诵读先贤典籍 摇头晃脑 很是专注 一名身穿如服 年约不惑的青山男子 坐于上方 听着这些孩童稚嫩声音 念诵鼠遍之后 则是将其中精益拆解 细细地告知于这些蒙童 直日上三竿 竹园后院响起情音 这青山夫子 方才停下讲述 面带微笑地 结束了今日的讲述 留下了些功课 孩童们轰然散开 其中或者已开始玩耍 或者彼此交谈 结架安排 不乏身穿绫罗 家是颇好的子弟 而木簪竖发的先生 却是转眸 看向竹林一侧 果然见到了一根 手腕粗细的青竹 微微晃动 面露微笑 起身而去 窗边已无人 倒是青竹之上 距地六尺处 挂着一只肥瘦的兔子 先生伸出手碾了碾 这兔子肥瘦 倒是成熟 而今临近入冬 兔子为了挨过冬日 大多肥美 抱油烹汁 所以冬笋 口味极好 琴声剑指 脚步渐进 背后传来了妻子声音 又是那个孩子吗 叫 其无惑 青山先生恩了一声 抬起头 还可以隐约望见 从这山腰小竹楼 到山下小镇的方向上 一个少年身影 穿寻常短打 浅褐色衣服 背影看去寻常 为身量挺的笔直 隐隐已有风雪渐起 那少年于这朔风山雪之中 渐行渐远 本是大家小姐出身 后因经历而变得 稍有严酷泼辣的女子 微微抿了抿唇 难得稍有示弱道 何苦如此 明明夫君你已让她旁听 她却不肯再接受好意 本身生活寻常 却还要拿这些东西来 声音顿了顿 傅又有些懊悔 难道她还记恨 当年我对她态度 不很好的事情吗 青山男子笑一声 宽慰道 她不是如此的性格 我倒是也问过她 为何不愿进来 本来我觉得 不过是孩子 面皮挂不住 我自负财学 也曾为一地县城 手下处理过百十个案件 当可以说服一小小孩童 但是最后 我确实没能如此 反倒是被她震住了 声音微顿 奇奇狐一看了她一眼 那孩子说了什么 青山男子抚须道 她说万事万物 不患寡而患不均 当讲求公平 我记收了那许多孩童家中 述修 才让他们入堂 也有些的孩童家中 是家中不怎么富裕的 家中咬紧牙关 才让他们来蒙学 若是因心声怜悯 这样让她入堂 那些学童家中 当有些许怨言 却也对我名声有爱 她说 她从我处学文十字 却要损我而立她 不可为也 而这些东西 算是她给我的学费 奇奇不由亚异 不换馆而换不均 这样的言语 岂能是一小镇 童而说得出来的 青山男子道 确实如此 不过也着实倔强 我问过镇中百姓 他并不是此地乡民 是五年前锦州遭灾 顺流明来这里的 世事艰难 为了活下去 许多人什么事情都做 还能如此方正刚直 却又好学者 难得一见 他持出了下 一只手牵住自己妻子的手 温声道 夫人 我打算年后让诸学子比试一番 若他真有才学 便收其为弟子 他日渐其科举 也不必让这样的人 才流落于山间 你觉得如何 那女子白了丈夫一眼 道 举剑才学 本该是你这样读书人的天职 他若是真有才学 你不举剑才是师职 我也愿联系青族 为其密得良配 那青山文士大喜 拥夫人入怀 暂且不提 那少年从学堂之中出来 于心中默念今日所讲述的内容 又默默温习了这些文字的写法含义 不知不觉已走入了山中 这一阵风雪不大 似是别处山上有雪 随风刮来至此 已经慢慢停了 他年少时 家乡遭了大灾 颗粒无收 亦并妖魔横行 父母将仅存粮食给他 才勉强活下来 混杂难民之中 逃难来此 幸亏是此地收留 才得了落脚之地 没有父母长辈看顾 本来会沦为那些泼皮破落户 但是他自年少时 每日梦中就会梦到奇异之事 梦中的世界有铁鸟冲天起 人人来去 高楼大厦 密布于城池之中 也有诸多方块文字 梦中遗忘许多事情 但是也有许多事情还记得 尤其是那些方块文字 学不可以以 是不可以不红意 任重而道远 仿佛有些声音在念诵这些 他总觉得梦中这些 对他极为重要 故而对于这些话语讲述道理 深信不疑 今日天寒 之后更怕有大雪封山 须得多减时柴火 方可度过之后的寒冬 奇无或背着贝蕾步步登山 偶尔还可以减时到落下的松果 运气颇好 比往日早了一时三刻 就已经减时了满满一贝蕾 约摸着可以度过这一次大雪 方才慢慢转环 只是不知何时 此刻山中竟然起了业务 奇无或肉体繁胎 并不能察觉 只是神魂有益于常人 多少察觉些许异样 微微皱眉 手持一根长而起整的树枝 慢慢地朝着山下走去 若是寻常凡人 自是不知不觉下山 但是他神魂更强数倍 误打误撞 却入了旁处 回首已不得前路 行不过百余步 忽而听得一阵苍凉声音 打着拍子高歌 声音苍老轻悦 犹如金铁交鸣 却又有玉石之志 不觉刺耳 中周奇异之处颇多 冬日有虫 亮如烛火 玄起玄灭 已到尽前 奇无或脚步微顿 不自觉已走入深谷 其不知周身虫鸟相随 业务之中猛虎垂眸 百兽驻灵都在 未听得到那诗句 吟唱之声月发清楚 手掌击打节拍 长声高歌 不着人间一点沉 满堂尽是学仙人 衣衫总带烟霞色 杖旅相随云水深 铁笛横吹苍海月 绣袍揽进洞天春 而今汇聚十方刻 任看何人是洞兵 一 刻来一眼 小客人 请上前一屑 其无或听的入神 闻言下意识往前 傅又走了几步 避开山岩 圆月高悬于中天 月色如水流淌而下 眼前视线 豁然大开 吟诗之人已映入眼中 在圆月之下 轻石之上 一名穿着紫袍的老者 盘腿坐在上面 白发白须 但是精神却很好 腰间悬着一个葫芦 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正自伸手招呼他过去 临近冬夜 山中却又遇到一名老翁 可能是迷失了道路的路人 但是也可能是妖魔幻化 其无或敏了敏唇 左手拉着自己背着背篓的地方 右手往下按在腰间 那里有一口不大的匕首 磨得锋利 年幼却能在镇子里 不受那些泼皮们欺负 自不可能只是靠着书本的知识 往前几步 道 天色已经晚了 快要入冬 山上尤其寒冷 到了丑时 几乎要冻死个人 老丈怎么还在这里逗留 少年的动作 自然瞒不过周围 这许多的学仙人 周围隐蔽了的 诸多鸟兽精怪健壮 几乎肝胆都害绝 眼前老者自是有身份有神通的 来此射了一玄妙无比的法咒 引来了许许多多精怪讲道 众精怪虽然不知其身份 却都极恭敬 这少年不知怎么闯进来 还如此有胆量 旁边一只吊金白鹅大虎虎找眼嘴 眼睛瞪大如尘世大猫 都给震住 出生牛独不怕虎 这幼年孩童 竟然也什么都不怕吗 那老翁却不觉得如何 只是微微抚须 忽而笑着指了指自己的腿 道 老夫家在京城城西 来此省亲 看望青棚 见到这山的景色很好 上山晚赏 不知不觉悟了时候 着急着下山的时候 一脚踏错 把腿给摔着了 前不见人后 不见路的 只能在这里稍微坐一坐 弄出些声音 盼着 还有侨夫 山客没有下山 能引过来 帮手择个 要不然 就今日这大雪封山 老夫怕是要死在这山上 被野兽啃食啊 这一句玩笑 倒是让整个山上的妖怪们 打了个好几个寒战 其无惑看了看 月色之下 老者的腿脚 果然呈现出异样 放下些许警惕 走上前去 检查伤口 确确实实有血肉之感 世人无疑 又见到是年迈老者 心中游移去了大半 当即微微半跪 让那老者伸出伤腿 稍稍按压检查 松了口气道 还好还好 没有伤及筋骨 给伤口处敷药敬养 约莫一个月就可以恢复了 他先是给老者震骨 又取出干粮 并竹筒装着的清水 让老者服下冲击 老者微笑道 小兄弟懂得医术吗 齐乌霍帮忙 以布条困住伤腿 不抬头道 五年前大灾逃难 和一位先生 同行过一段时间 他教了我一点东西 老者神色微有意思 道 那算是你的老师了 他现在呢 齐乌霍动作顿了顿 回答 路过宾州的时候 不慎落入妖国 当时琉璃失所的百姓 有几十万 妖鬼在路边 做菜市的买卖 以人为菜 要过妖国 关卡得出菜肉 百斤两 他自己走到菜市里面 换我出来了 约 年幼者活 老者面色越残 忽而感觉腿脚一紧 却是其无惑 用力把他的伤腿捆腹起来 而后少年微松了口气 抬头笑道 这样的话 老丈的腿就没有大碍了 不过时候已经不早了 这几天 恐怕会有大雪 雪蓉的时候 山中极寒冷 连熊瞎子都会找地方猫起来睡着 老丈如果不嫌弃的话 不如去我家带一段时间 等到了伤好再说其他 或者我将老丈 背到山下镇子里面 镇子虽然偏僻 但是也有一家客栈 老丈可以在那里闲居 老者抚须微笑道 我觉得和小兄弟很是投缘 如果不觉得老头子我打扰你 倒是很想再和你多相处一段时间呢 于是齐乌霍将背搂用一绳索打了个圈 挂在脖子上 放在自己身前 微微蹲下 让那老者趴在自己背上 而后起身 他常常来去山林之中 砍柴复兴 体魄其实很好 背着一个老者 不算是什么 仍旧脚步如飞 先前的业务 却仍旧浓重 现在齐乌霍也可以看见了 老者微微垂眸 有心意是他心性 故而没有让这一层雾气散去 而是越发幽深 让这山路似是险峻 而自身之重量也逐步提升 齐乌霍走出十步的时候 仍旧只是寻常老者般 走出二十步 已如三十岁的壮年男子分量 等到了百余步后 几乎如背着一个石像 恰恰接近齐乌霍气力的上限 是极为疲累 却又能够支撑得住的 齐乌霍脚步渐渐缓慢下来 却终究不曾停步 夜色终于深了 临近冬日 山里的野兽饿得发狂 都要为了挨过这严寒冬日 而积蓄足够的脂肪 天色幽蓝 树木剪影重重 耳畔听得到一阵一阵的狼嚎 似乎已到了近前 如果是常人的话 大多都已经肝胆颤抖 齐乌霍呼吸有些乱了 但是脚步却仍旧沉稳 只是右手往下 搭住了腰间的匕首 除此之外 也就是少年人被汗水浸湿的衣衫 和脖子上的热气 证明他确实是体力损耗极大 老者微赞许汗手 忽而齐乌霍低语开口 道 老先生 刚刚我初次见面 按住匕首 之后又邀您下山 都有些许冒昧了 还希望您不要在意 是我闻到了有妖怪的味道 所以担心 老者貌似惊恶 妖怪 齐乌霍道 是 老人道 你可以闻得到妖怪的味道吗 齐乌霍顿了顿 而后回答道 妖怪见得多了的话 就能够稍微闻得到的 老者无言 联系先前妖国 大灾 也可以知道 这绝不是什么常人愿意接触的回忆 忽然觉得 如此失恋心性也是无趣 这少年性情 不要如同明月一样清晰了吗 暗叹生气 索性散去法术 其乌霍没有察觉背后的老者 分量刹那减弱 更有一股玄奇之感 涌入他身体内 抚平那次大灾留下的诸多暗伤 其乌霍只觉得浑身经脉刹那舒畅 阳气生于足底 损耗的体力 一刹那就已经恢复过来 再抬头 那夜雾已散 前路隐隐可以见到灯火 其乌霍不由松了口气 欣喜道 老丈 我家镇子到了 岩霸脚步生风 背着老者走下山去 天上月色明朗 少年大步而行 夜行于山本是极为危险的事情 可在肉眼不可见的地方 有群妖精怪庇护 驱逐妖鬼 无声无息 宛如遗仗 一度威严森然 灵狐闲逐于前 猛虎暗爪于后 那些恶昏了的群狼野兽 丝毫不敢过来 山中阴气聚集的游魂野鬼 更是不敢欺身 由此地山神夜游而出 逍遥自在 远远望见群妖精怪夜行 瞠目结舌 害得退后百余里 一回头 竟然还在那一片雾气笼罩范围 前不见来路 后不见归途 更是心计不已 惧怕是有何等妖魔大圣陆地 真仙出巡 慌忙焚香 已告天神 其无惑走下山来 那老者回眸 笼罩山川百里的业务 骤然收敛 雾气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到了最后 竟也不过冒上一片紫沙 除此之外 山川明镜 风轻月朗 如此而已 走吧 回小兄弟住处 你赴我千二百步 当劫善园 善园 其无惑闻言摇头 说了一句梦境中的话 举手之劳 何足挂齿 顿了顿 又多少有些少年人倔强 给自己身边道 我也不是为了暴打 才帮老丈的 老人笑起来 道 我当然知道 富又不言 打个人打着帮子走过来 瞥了一眼其无惑 倒像是 没能看到他背上的老人似的 只是不耐烦道 今夜怕是有雪 你这单薄衣裳在外面 怕不是要被冻杀 快快回家去吧 打更人穿着深蓝色的棉袄 但是似乎很久没有洗过 戴了一层黑色 瘦皮做的手套 腰间挂了一个水囊 但是里面是烈酒 冬日夜行打更是苦差事 喝口烈酒润喉提神 也可暖暖身子 只要不过分 不要醉倒在旁 便也无妨 其无惑道谢一声 让开道路 等打更人过去 才背着老人 一步步朝着家中方向走去 打更的人往前走了几步 忽而想到一事 正要回头去说 却看到那少年步步踏前 姿态从容 却又速度极快 龙形虎步一般 撞入风雪中 几步就没了影 不由地愣住 奇怪 这小子今日脚力怎么如此之快 走得和跑起来一样 难不成不累的吗 擦了擦眼睛 又看了看酒壶 一晃 尚有大半 于是越发狐疑 我也没喝多啊 奇灾怪灾 小镇颇大 驻湖万鱼 最中间是官员处理事务的地方 以此为中心 次一级的是镇中富虎 园外 再次一级 是些家中有鱼才的 而其无或本事外来流民 虽被收留 也只在镇子边缘处 有一小木屋 那原是二十余年前 守灵人所住 抵御野兽 后来官家数次派遣军队上山 野兽活动范围后退 守灵人这一直未消失 此屋被废弃也有十多年 早已经破败不堪 当年来到这里的流民 虽多 却也没有谁看得上 宁愿再往前走 去此周周府去 反倒是当时方才九岁的 奇无祸 留在了这里 背负老者 行不过片刻就已经到了 被那一道奇异气息入体 体力轻健 近似是比起奇无祸 自己下山回家还要快些 他没能感知到 先前那一道气息入体 只当作是今日风雪催逼 自己脚步也快了 推开门去 让老者先坐在板凳之上 赋又以甘草生火 不片刻 满屋 都暖和起来 又取出一个薄沙座的小囊 里面放着不少一虫 夜间放光 犹如灯火 至于中央 满是皆明 老者接过奇无祸 递过来的一碗热水 看了看那重灯 亚裔笑道 哼 小朋友倒是灵巧 奇无祸到 家无余才 就只好想办法了 老人抚须环顾 这个不大的木屋 原本破败的地方 都被好好修缮过 屋子里的气物不多 但是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 窗台一侧 还放着几盆冬日 也能生长的绿植 整体清爽干净 一侧还挂着几条腊肉 看去都是山中野兽 被包去皮毛 晾晒成了肉干 当今之事 许多草木丰盛 那些无害野兽也多的地方 都被皇家王族 化为了自己的狩猎猎场 春秋两季 权贵纵马游猎 而平时 则是让这些野兽猎物 繁衍生息 寻常百姓万不可持功 入内狩猎 否则一旦被抓住 轻则被鞭吃数十 卧床三月 众则有可能被 寻游的甲氏当场抓住 投放入狱内 这些兔之类的野兽 偶尔才能遇到抓住 而这里树木却有不少 可见这少年吉林巧 年关将近 这大约是为了过冬而准备的 虽然穷苦 但是对于生活 倒也充满期待 老者微微汗手 却已见到 其屋或研磨药草的功夫 已取了些粗糙粮食于瓮中 加水没过三指煮着 带得姜熟未熟的时候 取了一块辣兔肉 本来打算切一小部分 可是想了想 稍微切多了些下来 在桌案上切做小块 于冬日打了霜后 口味越甜的白菜 一并放入瓮中共煮 片刻便已有香气弥漫 暖意生疼 等到了给那老者换好了药 这一锅肉粥也已经做好了 将一侧竖着放在桌子 扳倒放平 成了两碗粥 又有一叠醋烟白菜 放在桌上 少年到 家中贫寒 没有什么能够招待的 还希望老先生不要见惯 老者看着眼前 这个眉清目秀 却一本正经的少年 隐隐倒是感觉得到 这个孩子 似乎对于回家之后 能够和人一并吃饭 而不是自己孤零零 这个事情 颇为开心 但是纵然开心 脸上却仍旧从容平静 老者喝了口粥 只觉得颇为鲜美 又加了一筷子腌菜 清脆爽口 笑道 好吃啊 还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你呢 小朋友 不知道高姓大名啊 齐无货放下碗筷 道 高姓大名算不上的 我姓齐 名字叫做无货 希望一生无有困惑的意思 老人感叹 齐无货 无货两个字 说起来简单 但是却是难得 老夫姓李 说来感慨 倒是和那位道祖同姓 活得太久 名字已经许久不曾用过了呀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声音微顿 看着眼前少年 自己初时只是见到他 神魂强大引诱异常 以为是什么邪魔外道 夺赦于人 可是被他背了一路 感觉到其神魂契合 绝无夺赦之可能 声音顿了顿 略作思索 转而笑道 不过 你背了我一路 又给我智商 又给我吃饭的 老夫得要好好报答你啊 来来来 小兄弟你想要什么 尽数都可说来 我一定满足你 齐无或摇头道 我就李老不是为了这些 老人抚须 伸手笑道 慢来 慢来 且先听完了再说不迟 他看了看齐无或的生活 伸出手指着那破败门房 笑道 这样 我给你金银千辆 可得车马十胜 仆从百人 家宅三进三出 富贵一生 子嗣数十 如何 齐无或摇头 老者笑问为何 齐无或想了想 回答道 万中则不便礼 一而受之 万中与我何加烟 受之有愧 这是他梦中所 曾经见到的文字 老人愣住 想了想 又道 这样啊 那这样如何 我看你独自生活孤苦 老夫也算是小有名望 认得五姓七宗 崔家小女儿貌美非常 如同哲仙人 你救我一命 我愿意为你求娶过来 怎么样 由此家族相助 娇妻相伴 美人在旁 两情相悦 红袖天香 不快活吗 其无或皱眉摇头道 老丈您说 为了报答我 却要因为我 让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 命运都改变了 这是陷我于不义 况且我不认得她 若是答应的话 那不只是贪图肉体姿色吗 还说什么两情相悦 老者还要说话 其无或止了指舟 老先生 舟要凉了 顿了顿 又加了一句 少年觉得最大的威胁 你不吃的话 我吃了 老者不觉得 数次被拒绝是被冒犯 反倒是笑意更浓了些 笑着点头 喝了口舟 最后摇头道 这也不要 那也不要 这样吧 他放下舟 黑色的眼睛 温润如同玉石 嘴角微勾 轻描淡写道 你赴我千二百步 当劫善员 门为道 金为静 我开一门 于耳寿人间千二百年 如何 赴千二百步 寿千二百岁 这句话的口气 何等之大 砂囊之中的虫儿灯火 似乎都微微恍惚了下 其无或抬起头 看了看前面的老者 咀嚼的动作都慢了下 宁媒道 老丈 莫不是在开玩笑 相传就连彭祖 才有八百年寿数 一千两百岁 老者贪手玩味笑道 谁叫你这家伙 这也不要 那也不要 老头子心中灼脑 自然是 给你开个玩笑了 哼哼 小子误要灼脑 且留下老夫的肉粥 老人还要玩笑几句 却见到这个小镇少年 动作力索 都要把老人的肉粥也拿走 不由得失笑 换了几声 那少年才把肉粥给他放回去 其无或平日里素来沉默 端正刚直 也就只有这个时候 才能看得出些十三四岁少年人的性格来 老者抚须微笑 自此不复提起所谓善缘 其无或住的地方 是小镇偏移遥远处 但是消息传播却是非常迅速 外来的 其家小儿背回来一个老人的事情 很快就传遍了附近的几条街道 有说这是和他同中的长辈的 有说这是认了门亲似的 也有的说是 其无或贪图这老者身家 这才好生公养 要问为何 且看那身上索穿紫袍 只是那一身衣服 就整个小镇都找不出能比得上的 若非如此 那穷酸到了极点的破落 护其无或 怎么会把他带回来呢 这些杂言虽语传来传去 但是其无或并不理睬 君子持身正大 无救 那些人便也自觉地没去 慢慢地这个消息 就又被其他人的大消息 新谈资给压了下去 小镇村落 大抵如此 又有十日 大雪茫茫落下 整个镇子都越发清静 仿佛与世隔绝 那位自称姓李 耗了烦的老者 慢悠悠地煮着一壶茶 其无或在院子里 提府匹柴 不知道为什么 他只觉得 这十天里面 气力越发滋长起来 大碗碗口粗细的木柴 就是壮汉都得两三下 才可劈开 以前他也得五六下 现在却只一府下去便可以 又是一府劈下 木柴只是咔嚓一下 就已经被劈开来 但是斧头的去世不绝 竟然深深劈砍在了地面上 夫人都镶嵌了进去 一时拔不出来 其无或正神 泡茶的老者 忽而也于笑道 气力自生 没有想到 无或你 竟然还有几份江湖武艺在身 是不是练过什么神功典籍 其无或摇头道 不曾 想了想 俯身下去撵了撵那木柴 道 大概是这木柴放的时间太长了些 木质变松了 才这样好批吧 正想着 门外忽而传来敲门声 这小木屋 也有一个小院子 门妃原先早已破败 其无或用木桩做了个简单的木飞 只是一推即开 有些粗暴的人更是直接一脚踹开 来人却仍旧敲门 其无或心中已大约知道 来者是谁 放下匹柴的斧头 稍微整理一容 快步前去开门 支押声中 木门打开 门上有雪 开门的时候 随着动作飘落在地 门外路旁老松三珠 松下有人 其无或抬眼望去 正是穿着青袍的先生 身上的袍子厚重却也不显得累赘 一侧是穿白色对筋绣大碗牡丹袄的女子 手持一轻竹鼓伞 以遮风雪 男女气质轻雅 和这小镇格格不入 旁人看去和那穿褐色短袍 只是草绳扎住头发 不至于棚头垢面的穷苦少年 相差何其之大 其无或微微拱手 与其平和道 不知道是苏先生和夫人来访 还请入内 苏圣元伸出手指住 微笑道 不了 不了 天将大雪 我陪着夫人回家省亲 今夜续到下一城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不进去了 其无或微微抬眸 这才看到了 在道路一侧 距离这偏远小巷 稍有数百步距离的大道上 隐隐可以看到 一辆凉匹马 拉着的清香马车 上面似乎还有一道火红身影 拉开了车厢帘子 朝着这边张望 见到其无或的时候 颇为开心地摇晃手掌 苏圣元看了一眼夫人 微咳嗽了下 那位气质颇高雅的女子 白了夫君一眼 而后主动将怀中一个包裹递过去 为其无或稍微整理了下衣领 嗓音宽柔道 冬日严寒 物要冻坏了 里面是两件棉衣裳 兼一双细针眼后底鞋 全当你这三月穿用 可不许拒绝 其无或正主 道 这如何使得 苏圣元笑着抬手道 知道你性格轻直 但是岂不闻长者刺 不可辞呼 好了 好了 无或 你师母好意 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傅佑呼出一口冷气 问道 这些十日 大雪隆冬 不曾开讲 这几年学的东西 你掌握得怎么样了 我起来问你几个问题如何 玄吉在少年汉手之后 便及询问 其无或一一作答 苏圣元抚恤良久 叹息道 好 好啊 他伸出手 用力拍了拍其无或肩膀 道 三月之后的春世 我当为你举荐 以你之才 当一战而罢 三年之内 名声动于周郡之间 免之 免之 其无或隐隐似乎听到了院子里老者不懈吃声 但是不知为何 苏圣元却是没有听到似的 傅佑寒暄片刻 苏圣元勉力其无或许多 方才在夫人的暗字催促之下离去 回到那马车之上 仍恶自感慨不已 就连他的夫人 都有些惊恶丈夫的表现 道 那孩子 才华当真如此厉害 苏圣元探道 何止 简直是生而知之者也 每每发言 都有让人惊叹的地方 我行走于九州四野三十多年 或者有学识超过他的 却没有见过 比他更有才气的 想了想 看向一侧 有少女年方十三 双锤条羽 而这红衣 手中玩弄着一枚小巧机关 正是苏家的女儿 家中宠爱她 穿着的衣服 都是火狐皮毛做的 袖口和衣领处翻卷过来 露出白色绒毛 越发衬托她眉与可爱 想来再过数年 便是美貌非常 苏圣元陈寅道 月儿 记得其无惑吗 那少女嘻嘻笑道 记得啊 那个总是挺得笔直 像是竹子似的 总是第一个来的那个家伙 父亲你说过很有才气的那个 当然记得 苏圣元陈寅 忽儿道 若让你三年后 和吴霍定亲 如何 声音落下 咔哒一声 那红衣少女手中的机关 就已经落在了车厢地毯上 发出当的一声沉闷响声 而她似是 还没有能反应过来父亲说的话 过了片刻 方才面色煞白 道 父亲是在开玩笑吗 苏圣元正色道 而女婴亲这种大事 为父怎么可能亲一而戏 实在是这个孩子天赋飞扬 犹如腾龙在野 只待其时 不过数年时间 必然腾云而上 翱翔于九州四野之间 到了那个时候 就是天下之名 恐怕皇城的那些世家 都会绑下桌绪了 她本来想说 那时候女儿你也很难和她来往 但是声音顿了顿 没有开口 只是道 而她性格刚直 又有气节 现在虽然穷困了些 却绝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在她穷苦的时候 你若能够真心相待 他日她纵然腾云直上 明冻四野的时候 也绝不会相复于你 可谓良配 苏圣元缓缓道来 父母之为 子女积极深远 如此龙在浅滩之际 是她所能遇见到 女儿最好的归宿了 只是那红衣少女 却是面色煞白 手指搅在一起 最终顶着父亲的目光 摇了摇牙 缓缓摇头 道 女儿 不愿 苏圣元正住 不曾恼怒 只是温声问道 为何 红衣少女正要回答 可却从那少年行为秉性上 挑不出半点的问题 外貌不是俊美 却也是坚毅从容 自有风骨 迟疑了下 只得轻咬下唇 说出本来想法 道 她 她家穷苦 更无长辈提携 纵然有才学 又能在仕途之上 走多远呢 话一说出 已觉得不妙 可是出口难回 只好硬着头皮道 爹爹让我看史书 自古以来 天纵其才者代代皆有 可是又有几人 能到上游 而五姓七宗者 哪怕是平庸之辈 也能得荣因观身 出入显贵 她的才华 比起五姓七宗更厉害吗 女儿 女儿不愿 苏圣元正住许久 看着自己的女儿 眼底复杂 让你读史 看来 却是读出了些东西 车厢门帘掀开 一名穿紧袍 带玉冠的俊朗少年入内 朗声笑道 苏叔 月儿妹妹说的 虽然略有不妥当之处 但是不也有三分道理所在 那个其无惑 或许有才 但是天下如此广阔 他有才学 又从何处得其门而入 况且我虽不才 但是自负也有几份本领 就算是没有身后世家 也未必差了那其无惑 这个俊朗少年 唇角带笑 风姿俊朗 是苏圣元七族而来 专程接他们 传说和那五姓七宗之一的 崔家稍有渊源 苏圣元看到那少年气盛 又见到自己女儿脸颊 稍有红韵 忽而暗叹生气 道一声自然 自此再不复提起此事 其无惑将苏先生送出 目送他们乘坐的马车 一路急行 车轮催开风雪 从整个小镇 唯一宽敞的大道上 轰然而去 方才回转 打开包裹 里面除去了几件衣服 尚且还有些许碎银子 约莫有三吊大钱之用 而金米价稍贵 一斤也不过十枚大钱 猪肉羊肉 割一条后腿那么多的回来 也不过百多文 城中丫鬟小丝 不过五两银子 三吊大钱 足够一户人家过此寒冬 绰绰有余 除此之外 还有几卷书籍 上面写满了批注 其无惑捧着这些东西 只觉得比起先前更为沉重 忽而院中老者敲了敲桌子 常笑道 小子 愣着做什么 茶主好了 过来陪老夫喝几杯 其无惑将东西收好 回答道 还没有做饭 老者倒也不在意 只是提起茶壶 倒了两杯 捧着一杯茶 看着其无惑收拾煮饭 少年把饭煮上了 这才洗净了手 过来坐在石桌旁边 老者烹茶的手艺很好 茶香轻远飘渺 哪怕是 没有喝过什么好茶的其无惑 也能感觉得出来 这茶恐怕要比起苏先生 极为珍视的那一小罐茶 更好许多 老者喝了口茶 看一眼屋子 笑道 先前那苏先生 是在这小镇子里面教书的 我听他好像 对你期望很高啊 怎么 小家伙看不上满事的经营 也不喜欢如仙女一样的美人 反而想要读书考科举吗 其无惑端坐喝茶 点了点头 老者抚须 为何 其无惑手指摸索杯盏 两酒后道 我少时家父读书 曾以守抚我辈 说要男儿当读书 以章才学 上报家国 内身志向 家乡遭遇大灾 一路而行 见到了流离失所的百姓 几十万之多 当时的官员不作为 若是能够作为的话 我想 应该能少许多人死在那里 如果能做文官 就在朝中修正法案 施行良策 造福百姓 如果做将领 则能够统帅禁足 去讨伐妖国 为那些枉死于妖魔手中的 百姓复仇 仅可以施展自己的报复 声音顿了顿 又道 出入往来 也都可认识当时的豪杰之辈 见到人世间的诸多繁华 不会朝不保夕 功成名就 名垂青史之上 老者只是吃笑 少年道 我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吗 老者抚恤摇头道 全都是错 可谓是大错特错 说什么为文为武 你若为官 不过只是 皇帝手中一柄刀 是被圈养的鹰犬 皇帝 让你往哪处去 你便去哪里 所作所为 所谓政绩百姓 抵御妖族 都是要皇帝首肯 方可以调动人力 而皇帝若是没这意愿 纵然有天大的本领 也没有用 等到了你没有利用价值 便把你抛弃 你说不会朝不保夕 半君如半虎 你怎么知道 朝中鬼祟和方外妖魔 两者之间 谁更可不呢 哼 不妨放下 功名利禄 不过是繁星而已 老者叹道 如有天资 能窥破善恶 知到荣辱 不屑于财宝富贵 是美人如烟尘 酒色财气不可恶君 为何窥不破 名之一字呢 其无惑成因良久 坦然道 老丈肺腑之言 但是我还年少 这世间诸多繁华 财子佳人 两情相怨 豪杰猛事 我都还没有见识过 可能我见过这些之后 我会得出和老丈一样的结论吧 不过那时我也老了 其无惑感慨自语 明之一字 此生破之 老者笑言道 此生破之 何须如此 说了这句话 却不负再言 只是邀其无惑饮茶闲谈 如事者三 请客间一壶茶已经喝尽了 其无惑忽而觉得困倦 眼皮子打架 而那边的黄粮饭 却还远远没能做好 老者笑道 无惑困乎 若是困了的话 且去休息吧 其无惑本来打算拒绝 但是实在是困倦之意太浓郁了 于是指得阴郁 起身的时候脚步踉呛 回去了 才发现自己的枕头不见了 找了半晌找不到 本来打算直接入睡 老者又取出一个枕头 似是玉石置地 白玉无瑕 笑着招呼他道 来来来 我这里 有一个枕头 是一个游方道士给我的 听说能在梦中见诸多奇景 且拿去睡吧 不用担心 饭做好了 我再来叫你 其无惑困倦之意更甚 点了点头 抱着那个枕头回去睡了 老者坐在院中 抚须微笑 道 功名利禄 酒色才气 今日给你机缘 且看你是沉迷利禄 还是可破烦心 且去大梦一场 老者独自侦查 明明刚刚已经喝完了 此刻却又圆圆不绝 抬眸自语 西斋 有茶无花可赏 忽而吐破 有一草迎风便长 须余间便已经化作了一株寒梅 刹那盛放 花香幽远 与茶香配合 更是绝妙 又道 西斋 有花而无雪 寝客之间 已有飞雪飘落 却不沾染入这院落 茶香 寒梅 飞雪 实在是妙不可言的景色 老者饮茶 飘渺孤绝 非此世人 手持杯盏轻点石桌 每点一下便是自语一声 美人 豪杰 功名 利禄 财位 喝 摇头笑罢 不过尽数梦幻泡影 饮茶一杯 手捏杯盏 垂眸看那冬日枯草 额儿平淡低盈 繁华看破 可入仙门 却说其无或抱着那预诊回去 躺在床上 一闭眼便已经昏昏沉沉地睡着 这预诊中空 迷迷呼呼着 眼见着预诊中空的地方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忽然便将自己容纳进去 其无或如坠深渊 浑身出了一身冷汗 模模糊糊的时候 似乎是睁开了眼睛 却看到天已日暮 却是一觉睡了好长时间 外面又下起了鹅毛大雪 整个天地一片寂静 其无或抬起手按着额头 想了半天才回过神来 旁边一看 包裹还在 里面书籍 衣物 铜钱 一应俱全 这才想起来 先前苏先生送来了东西 自己独自一人在家 竟然迷迷糊糊睡着了 实属是不应该 当日吃饭饮食 字不必提 有了苏先生给的铜钱 这大冬天的 其无或总算不用钱 去镇子里面做些零工换钱 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时间 去刻苦读书 再加上书本上的知识批注极详细 进展更快 来年开春的时候 苏先生果将其举荐 其无或摘得春世榜首 名动于四方 此别苏先生去城中读书 又三年 秋世之时 亦是一战而胜 文词炼达 笔风伶俐 声名传于四野之间 动周郡之府 初入往来 皆高门大姓 世家子弟 哪怕是周府官员 对待他一波为礼遇 只是其无或的性格刚直 生活之上 不愿接受世家的资助 哪怕是有世家 看上他的财学 想要提前押宝 采纳他为家中 主卖分支的夫婿 也是不愿 那些少女眉目传情 却遇到个呆木头 自是愤愤不平 自此不愿理睬 而其无或 也在文人圈里流传出 其不好色 若非君子 便是龙阳的名头 世家少女们 美美谈及 无不大笑 笑声之中 亦多有对其不解风情的 暗暗咬牙 道也有好友相寻 其无或 则是疑惑回答 只是未曾遇到 两情相悦 得罢了 若我真是龙阳之好 君则或是也 好友面色煞白 以首富臀 辟一树里 后上经游学 住的地方也很偏僻 靠近周围山脉的部分 一日在睡梦之中 忽而惊醒 正自疑惑 就听到了叩门之声 这里毕竟是 京城外城的边缘 那些武功高强的 江湖贼人 或者懂得 些许竖法的 浮道之流 毕竟是有些本领 可以来到这里 这个点来的 肯定不是什么正常人 已经17岁的 其无或 持剑起身 一只手扣剑于后 一只手 则是轻推开门 本以为外面是贼人 但是抬眼望去的时候 却是微微一正 月色之下站着的 分明是一名 才16、7岁的少女 身穿轻衣 神色轻雅 见其无或开门 便及诗理 唇红齿白 笑意盈盈 裙带衣礼 其雅致美丽之处 比起那些世家小姐 更甚三分 而气质高雅 更不必说 其无或独身游学 苏先生传授剑术 掌中的剑斩杀过人 也曾在古寺读书 遇到鬼物 年少读书 养气游慎 并无惧怕 只是拱手道 不知小姐半夜扣门 所为何事 那轻易垂条的貌美少女 直敏唇微笑 道 当不起君子如此待遇 我只是一介侍女而已 我家小姐素日 曾听闻君子言谈 迟出已久 今日听到公子 抚情清幽 心自欢喜 按捺不住 愿意一见 以乐会友 只是不知道 是否冒昧 故而让再下来询问 其无或心之有意 微微抬眸 看了看月色 心中思考 自认为妖意上门 躲之也是不急 故而自笑道 故所愿 不敢擒耳 在下再次等待 不知道贵小姐 何日何地相会 扑辞 君子悟要有疑心 当在今日 那轻易女子微笑 而后转环离去 其无或沉吟许久 一身轻步长袍 坐在门外石桌 不远处便是大山 闭目名思 常见横于西前 风声依旧 竹林婆娑 虽之是异类 却绝无半点畏惧 不片刻 果然听到有人来声 其无或缓缓睁开眼睛 膝前的剑微微鸣笑 只是饶事心有准备 还是因为来人的阵仗 而微微诧异 月色之下 来人数百 揭穿绫罗绸缎 一架轿子被抬过来 前后都有提灯侍女 皆明念动人 环佩叮当 轿子一侧 则是先前所见 轻衣少女 嘴角含笑 其无或所居住的地方 已经是整个京城外城的边缘 说是外城 其实不过是 围绕着京城的聚集地 靠近山脉 更有水流 这些来人再次摆设 诸多华贵之物 铺上由三百种 珍贵异兽皮毛 做成的毯子 更有诸多灵果 美酒 佳肴 请客之间 仿佛达观贵人 艳影之处 哪怕是周骏浮影的春游宴 也没有这么奢侈的 其无或心中略有惊讶 面不变色 坦然落座 那位小姐却并不下来 只是道 久在家中 今日听闻公子的情音 心中欢喜 招待韩宝 还希望君子不要嫌弃 之后寒暄片刻 那位小姐只在轿子里面 抚琴竖曲 接大家手笔 其无或不喜欢弹琴 只是苏先生说 君子六亿 不能不学 被逼着学习 也听过许多 这位听起来年纪不大的小姐 琴声之悠扬清悦 竟是她游学至今所听到的最佳 之后 琴无或用言语试探 但是这位不露面的少女 却是聪明机敏 每每有高言大论 其眼光见识 对于当今天下局势的判断 无不精准 更在琴无或的老实之上 而那位小姐 似乎也因为 琴无或言语之中的部分言辞 而惊讶 时有叹息 两人相谈极为投缘 不知不觉已要日出 方才离别 那时候 东方日出 临终薄雾 其无或手持长剑 远送那女子乘坐轿子离去 沉思许久 而在那之后 那位少女时常前来 每每都是在夜色浓郁之时前来 而等到日出的时候就会离去 如是者已有数月 其无或渐渐放下了戒心 时而抚情 时而闲下来交谈 能有此两有切磋 其学识和对世间的了解 也逐渐提升 心里面也知道这位少女绝非常人 但是其虽非我辈 却是持身正大 却也无妨 中秋十五之夜 饮茶方霸 言谈几句 其无或正在调情 忽儿那穿着轻衣的美貌侍女 擒着微笑 侧耳倾听了几句 轻笑一声 左右自有力士 搬来厚厚毯子扑在地上 玄机那轻衣少女 抬眸看了其无或一眼 笑意狡黠玩味 手持一柄金玉如意 俯身已如意勾住了帘子 轻轻将这叫帘打开 其无或正自抚情 本来心静如水 见状却是心中亚异 情音微顿 乱音未觉 叫终人已出 青丝水云旅 轻轻踏在地毯上 鹅儿嗓音轻柔 却又落落大方 玩笑道 无或缘和情音乱言 情音余韵不绝 散入风里 其无或抬谋所见 晚风动也 斜月在灵 旋即看到了一名 年约十六七的少女 从教中走出 观玉莲 披子霄 配红玉 叶凤瑶 名谋浩万 举步艳也 处类颜媚 目所未睹 眸光流转 灿然生辉 其无或神色 平静坦然 请问姓名 少女如实相告 自称呼为穷玉 二人仍旧相交莫逆 引以为有至交好友 这样过去了数月时间 大考之前 学子们也曾经要去山中游玩 也去各地的道观寺庙之中 为自己的大考祈福 讨个彩头 其无或随着好友们 登上了京城外名气 最大的那座鼎年峰 其中最高的地方 是一座道观 供奉的乃是传说之中的神女 听说极为灵验 来这里求院的人 十有八九 都可以有所收获 其无或碾了三根香 踏入大殿之中 大殿供奉着神女 神女的脸上 笼罩着一层薄纱 整个大殿修得又是极高 肉眼几乎看不穿 其无或也没有兴趣 去看这所谓神女面容 只是他正要上香的时候 视线朝着一侧撇了一下 却是神色骤宁 旁人顺着视线去看 却看到 那里是大殿神女 随式身旁的侍女 身穿轻衣 手捧如意 双锤条发 笑意灿烂脚霞 其无或死死盯着那轻衣侍女 其面容神韵 和每夜夜间所见到的那位 竟然一模一样 旁边道长见到其无或 动作顿住 询问道 公子为何不上香 而是在这里站立 其无或神色不变 只是道 还不知这位神女尊称如何 是以未曾上香 道长微笑回答 穷玉神女 其无或缓缓汉手 几倍笔直 将香插入香炉之中 穷玉 事业 他等于往日相见之处 再度见到好友之时 后者却是来对他告别 感慨着道 本来只是以情会友 但是公子 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 那么我们之间就很难 再以平等的方式交流了呀 我本是贵家女 因人陷害而死 因为年少的时候 修行过正统功法 是以未曾死尽 修行数年 出的阴神百里 是以御君 其污或微微皱眉 山神 神灵 当真可得长生吗 穷玉摇头道 算不得长生 只如阴灵 狗活而已 以你之才 将来必然名震天下 这一卷是当年 我在参峡洞得到的养神法 便传之于君 便当使你我一场相识 少女伸出首点 在其无或眉心 一股悬之又悬 无法表述于文字的韵味 流入她的眉心之中 精神微微晃动 已经散开 明明感觉一刹那之间 睁开眼睛 却已经是第二天早上 衣衫沾满尘露 眼前不见故人 凯然许久 转身离去 后其无或科举 一举而胜 近视登地 任命为秘书省教书郎 后因为性格刚直清冷 一年后 选择智科 这一门考试 调任为淮南县位 七年后 其无或二十五岁之时 升任为监察御史 后 又于三十六岁之时 回京升迁为 起居舍人 奸署之至高 三年之后 离京出掌 同州刺史 又升任中州都督 迎来送往 养气游慎 因为年少时候的饥饿经历 对于百姓尤其和善 新修水利 开凿运河 减低任内税赋 自己俸禄大半 用于帮助百姓 百姓甚至于给他 刻下石碑 记录功德 后任期满之后 又调任为 汴州节度史 于四十六岁时 被征召入皇城 任皇城经召尹 这个时期 家国不宁 人族皇帝 自号为神武年间 正和妖族征战 竹龙部将领 突入边关 施展腾云 驾雾之法 节度使大将军被杀 需要有人前去镇压局面 齐乌霍素来不和人结党 这样送死的任务 自然落在他的身上 被任命为御史忠诚 前往统帅军队 在外行走二十余年 其乌霍也认得了许多豪杰之辈 此战豪杰奋勇 而永族孝死 耗费数年 大破妖国 开拓边关九百余里 建造三座城池 以三才之阵 镇压抵御妖族冲击 边将百姓在原本的妖族盛山之上 给他立碑克攻 凯旋而归之后 声望越发龙胜 转任为礼部侍郎 后又积累功劳 升迁为户部上书兼御史大夫 人人皆称其出将入相 名声吉盛 甚至于压过了宰相 宰相吉恨 暗中的流言蜚语之下 其乌霍被贬处 外放为刺史 这个时候 心中仍旧还有一股不平之气 常自己在院子里 独自抚情的时候 就按住琴弦 长声叹息 言谈之中 显得极为不服气 对于奸相当道 甚是愤恨 三年之后 其乌霍又被征兆入京 此次清明吉盛 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室 权室滔天 和中书令 室中一并执掌朝政 只是这一次入京的时候 却是异性阑珊 曾经和朋友叹息道 我名声圣的时候 皇上就打压我 扶持宰相 现在宰相是大 就将我换回 又找来其他二人 和我彼此制衡 在这朝堂之上 竟都只是皇帝的棋子 就连想要给百姓做点事情 都要勾心斗角 说起来 我年少的时候 家里也没有什么钱 只在一个小山下面 但是春日的时候 自己耕种 夏天的时候 去山上乘凉采风 秋日各类野果 实在是比起 现在自在的多了 再想如当年那样 年少无忧 上山石柴 已经是梦一般了 我多想要回到少年时 和你在竹林叛 抚情对谈 真想要回去 可是这怎么还能回得去呢 怎么可能回去 其无惑惆怅难言 又是数年 其无惑几乎已经是天下第一名士 却忽而有传言 说他和边疆将领勾结 欲要图谋不轨 前一天还是上殿不屈 入朝不败的重臣 第二日就被收入赵狱之中 其无惑神色冷淡平和 已经不在意这些事情 等到了那些手持利刃 锁链的酷吏 踢开门进来的时候 一身不袍的天下第一名士 不过是平淡吃一碗米粥 毛子平和一扫 风轻云淡 便已将那数十名酷吏镇主 而后从容就负 因其功高 名震天下 故而不杀 只是流放于荒原之地 下一个皇帝即位 立刻便为其无惑平反 照其入京 任中书令 奉其国公 以仙长公主妻之 其无惑婉拒 曾经语气平淡 和自己的弟子 也是皇帝的耳目说道 老皇帝要死了 要给下一个皇帝 留下一把剑 所以他把我罢处 而让他儿子为我平反吗 恩威病师 以我为剑 帝王心术 也不过如此了 那少年道 黄泉高远 先生金巨佛 满头白发的老者 毛子仍旧忧深 淡淡笑着道 只觉得乏味啊 玄疾不顾那少年的隐隐惊惧 只是平淡询问 你不喜财色 不好奢侈享受 不爱美人 可能堪破明之一字 聪颖俊朗的少年 许久后回答 学生年少 还不曾便利红尘 看尽世 明之一字 此生破之 其无惑饮酒大笑 后伐 挥秀令弟子出 弟子走出 便急急赴皇宫中 将其无惑所言 尽数道出 帝王总是威严 年少皇帝心中的波涛汹涌 谁都不知道 而后来的野史 只用了简单的言语 记录了这一日 皇帝心中的挣扎和结果 第一句 潜敬畏而出 等到了这些披着铠甲的敬畏 冲入了那奢豪宅底的时候 老者已安然坐在屋子里面 闭着眼睛 其气势游身如渊海 众人不敢动 却已弃绝 其一生名动天下 家中赏赐的诸多财宝 不知道多少 而车马 田宅 更是数不胜数 宅底空洞 而墙壁之上 只留一句诗 其无惑 性刚直 出降入相 不喜诗词 甚少留存 这是唯一的一句 是对他这一生 幻海的回望 七十年来狼藉 那库利忽儿觉得 这六个字里面 满是怅然悲伤 七十年来狼藉啊 京城外城 其无惑神魂走出 他修行养魂之法 生死之时 神魂仍存 一步已走出百里 所见天下繁华 而当初自己苦读的屋子 已经破败 少年时曾经见过的 山神穹玉出现 似乎是知道了 其无惑的命数已尽了 眼底隐隐悲怆 此刻的其无惑 鹤发鸡皮 脸上已经有了老人般 而穷玉 仍旧一如几十年前 所见的那样 亲历如同仙人神女 我已经老成这个样子了 可你还是当年那样 其无惑感慨 忽而笑道 世上 可得长生否 这是几十年间的 唯一一次见面 询问和当年一样 但是项巡的情绪 却是截然不同 少女回答 镜中花 水中月 可见不可得也 白发苍延的老者抚情 情运已洞山色 令云海滔滔 机已入道 异曲敬霸 那山峰依旧 忽而想到年少时候的经历 再想要回去 已不可能 这七十年追逐名利 所谓是什么呢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其无惑案情低营道 七十年来狼藉 东壁达到西壁 而今收拾归来 仍旧水连天壁 曲终人静 和睦而浑散 围山依旧 水流不绝 亦如当年 亦是惆怅 忽而却有人用力地 推了一下他的肩膀 仿佛梦中一脚 踏入悬崖坠下 浑身冷汗 其无惑打了个寒颤 猛地睁开眼睛 正恍恍惚惚 看到一老者指着自己 笑道 小子 你做梦也就做梦吧 怎么一副要哭的样子 其无惑茫然许久 这是哪里 是 什么时候了 老者笑骂 你家都不认得了 至于时候 抬手咬指锅灶 蒸汽腾腾 答曰 天已日中 落雪未停 黄粮饭 尚有一刻方熟矣 黄粮饭 尚且未熟 这一句话 似乎是将其无或唤醒了 他的视线缓缓一开 看到了一侧桌子上的包袱 看到了旁边摊开的几本书 还有苏先生送来的三吊铜钱 看到了一侧自己养着的绿植 看到墙角堆积着的白菜 看到了外面的院落 没有劈完的柴火 自己躺在自己亲自坐的木床上面 床榻之上 尚且还有残留的暖意 闭了闭眼睛 眼底重新恢复了灵光 是啊 我家的黄粮饭还没有说 少年人在老者的催促之下起身 收拾了饭菜 将锅灶里面的黄粮饭盛出 傅又切了一盘小菜 放在桌子上 端坐于此 下块吃饭 但是却动作炖煮 小子 饭菜都要凉了 还愣着做什么呢 饭桌之上 老者吃了一口黄粮饭 又加了一筷子脆爽的下饭小菜 方才指着其无或笑颜 道 怎么了 梦都醒了 还在想吗 其无或抬了抬毛子 没有答话 眼神之中 带了一丝丝沉吟思考 窗外大雪已停 鸟雀落于枝梢之上 整理羽毛 树枝晃动 落下积雪 一派山野风趣 桌子上有盛着黄粮饭的粗桃碗 有脆爽的小菜 白菜之上点缀辣子圈 入眼可爱 此刻距离其无或梦醒 已经有了好些时候 黄粮饭都慢慢变凉了 其无或饮食无味 放下了筷子 对着那老者平和道 老丈 方才 我做了一个梦 声音顿了顿 看向一侧的床铺 那个预诊 老者笑着道 哦 预诊啊 那是一个游方道士送给我的 说有利于睡眠 安神入梦 其无或沉默点头 老者笑问道 看来 果如那游方道人所说 你睡得挺香的 不过 不管你是 做了怎么样的一个梦 都不必太过于在意 人生游梦 梦如人生 你我活在这个世上 安知道自己不是梦中之身 做了这个梦 无或有什么收获吗 其无或垂谋 虽然说是梦境 但是在那梦境之中 所经历的一切 却又是如此的清晰 或许小的事情 已经没有办法回忆起来 但是诸多大事 却又如此的清晰 如此的可被把握 若是可以重走此路的话 当可以比起之前更为顺畅 可更为轻易地做到 前世中老才做到的工业 但是又如何呢 少年忽而觉得乏味 七十年来云烟去 八百里外道人归 只是梦吗 其无或凯然良久 答曰 服从辱之道 穷达之运 得丧之礼 死生之情 尽见之矣 老者抚须 大笑道 上膳 一顿饭吃完 其无或洗完套碗 擦干了手 要将苏先生 给的东西收拾起来 将其中的两吊大钱放起来 其中一吊则是收在柜子里 以方便取用 匹柴 扫院 洗衣 一如往日 并无不同 而后空闲下来 才拿起苏先生 给的几卷古书 这是为了来年春世 准备的典籍 上面都是科举取士的知识 而其中 或有尖色难懂之处 有苏先生 以朱砂红笔小凯 写下的注解 用以解释其中的知识 这些对于奇无或来说 都是尚未学到的部分 甚至于某些官僚世子 都未必能够 将其彻底解释通透 苏先生对其理解深入 鞭辟入理 哪怕是在整个周郡之中 都是富有盛名的 也因为这一点 才有如此达官贵人之家 将自己的孩子们 送到这小镇之中的书院中学习 其无或掀开几页 还没有看 心中就有许多文字 如流水一般的流淌而过 正是这几本书卷的内容 就仿佛这些东西 他都已经了然于胸 曾经不止十几遍地翻阅过 还没有看 就以字在心底涌现出来一般 其无或的动作微顿 他确定自己 从不曾读过这本书 除了梦中 一个荒谬的念头 在他的心底生腾起来 难道说 那个梦 他迅速地在脑海之中 回忆了一遍 这本书籍的内容 哪怕是以前 从没有读过这本书 这本书的文字仍旧无比清楚地在心底声浮现出来 而后掀开书卷 迅速翻阅 其中内容 果然和自己脑海中浮现出的一模一样 傅佑去翻阅其余几本书 全部如此 非但对其内容极为娴熟 而各种精妙奥义 更是身孕于心 了如指掌 此刻再去看苏先生留下的批注 苏先生在周骏之中 亦有大名 称为名士 但是现在其无或 却隐隐可以看得出 苏先生对于这几本经典 讲解事宜的疏漏之处 虽然仍旧精妙 却有不足 仿佛此刻的他 不是才14岁的少年人 而是好手穷精 出将入相 天下名士无双无对的 无惑夫子一般 许久后 其无或将三本书全部放回 神色安静平和 心中猜测逐渐清晰 梦境之中 所经历的事情 那些强烈的个人情感 已经散去 但是读书经历 却似乎还在 平时不显山露水 但是一旦遇到 又可以如本能一样 运转思考 那虽然只是梦 但是读过的书 见到过的事情 却并不是虚无 其无或起身 看向那一枚预枕 那枕头 通体以白玉为材质 上下皆有六颗蝌蚪蚪 浮雕云气缭绕 似乎是道家之物 伸手触碰的时候 似是触动了什么 其上云蚪 似有刹那亮起 又似只是虚无梦幻 旋即伴随咔嚓碎裂之声 其上密密麻麻 以尽失裂痕 背后传来了那老者的遗憾之声 一 西斋 西斋 自那游方道士 手中得来 已经二十七年了 未曾想到 其至清脆至此 才用了一次就碎掉了 那道人果是戏弄于我 其无或转身 看到那老者 站在身后 紫袍半隐于光 半隐于暗 一打眼看去 倒像是紫色道袍似的 琴着微笑注视着自己 其无或知道 这老者绝非常人 沉默了下 道 老丈说 道人 老者笑言道 就是啊 那家伙自称是火龙真人 二十多年前 和我倒左相逢 连续输给我三次赌局 把这个枕头给我抵债了 左右不过只是一个睡觉用的器物 不值什么钱 无或你倒是也不用在意 反正我记得 这个枕头应该不止一个 约某还有一个的 下次我见到他的时候 再讨回来就是了 其无或收敛疑惑 真茶倒水 对老者态度和先前一般无二 并未因心中知晓其身份 而变得越发尊重 也不曾因梦中经历 而变得轻挑傲慢 手捧茶盏 回忆过往 自语道 世间妖魔鬼怪 妖不过是野兽通灵 也有生死 鬼不过是执念留存 可 其无或言语沉默 双目微合 梦中那四真四假的画面 在自己的脑海里面翻腾着 七十年来荒唐梦 读书 入关 出将入相 繁华红尘 帝王将相 功名美人 尽数字身边流过 忽而正作 脸容 询问道 敢问老丈 世间当真 有神仙否 老者嘴角微笑收敛 答道 有 少者负问 可得长生否 老者整理一关 正作 脸容 对而答曰 可 两次问答 回答越发简练 其无或于是起身 抬手手指相对 行李下拜道 请老丈教我 老者受了他一礼 然后抬手将他搀扶起来 笑道 看起来这梦里对你颇有好处 所以受你一礼 但是 你求的东西 我没有办法教你 大道长生是要找 是要寻的 不像是人间的老师教导学生那样 你想要便能给你 也不是一本书 你拿到这本书 看到了 就会了呀 你我的缘分不在这里 而后无论如何 不肯再谈论这些东西 其无或的秉性 并不是得寸进尺 强迫询问的人 故而也不再继续下去 老者吃完饭菜之后 又去院子里泡茶喝 其无或闭目回忆那梦中的经历 具体某年某月经历的事情 已经散去淡忘了 唯独几件大事之后的自我领悟还残留 梦中的时候 各国的争锋 妖族的强横都有 但是仔细回忆 梦中的人间 似乎并没有修行之法 似不合理 凡人如何和妖怪争法 看来终究是梦境 梦里的世界 或许和自己认为的世界 是有关联的 其无或见过野兽通灵化身的妖魔 所以 妖国仍旧在 其无或知道 有科举书卷 所以有 但是他那时不认为有神仙道法 所以梦中 关于此节尤其模糊 可是那位山神穷玉 又是为何 其无或不知 梦中是与现实关联如何 其无或亦不知 只是闭目安坐 心神平和 气息悠长 仿佛能感知到风吹过竹林的声音 仿佛能够感应到 外面的雪花慢慢消融的声音 能听到八百里风 掠过镇子外山川小道的感觉 仿佛看到了幼年所见妖魔之国 人间惨剧 看到了自己七十年狼藉 终究不过棋子 未能真正做出些什么 然 一路不通 尚有他路 慢慢地 其无或眉宇舒展 神色平和 眉心之中 自有灵光滋生出来 老者正在泡茶 抬眸看去 微微汗手 养神有灵 约莫是五十年的养神道横 现在又能自发运转 看起来纵然不遇到老夫 以他的悟性也会接触到修行的事情啊 不过 精气神三者之中 一强二弱 虽然有了向道之心 却有隐患 不是好事 一不小心 却去给城隍勾走 做了阴神 如此 离去之前 也该再给他一场机缘 老者云游天下 点化苍生 其无或能在一场大梦之中 打破自我烦心 他也已满足 不会再做那种拔苗助长的事情 缘尽于此 本来就要离开的 但是没有想到 其无或的表现 比他预料的还要好些 梦中的所作所为 一如本心 善者仍旧善 恶者也不会改变 那是一种明星见性 见此一生的法门 自神女处得到了功法之后 其无或的五十年养神功夫 和真的苦修了五十年 没有多少区别 不过 常人五十年的养神功夫 一梦而成 也难怪这个枕头会直接碎裂开 老者点头 其无或安心正坐 不知不觉 进入了一种似梦非梦的状态之中 冥冥之中 意识仿佛升高了 看到了家的周围 看到了来往的行人 天高云淡 忽而看到 外面似乎有一辆马车 在巷子外面停下 而后一人下了马车 正朝着自己家而来 冥冥隔了至少五百步 其无或却一眼 看到了那人的模样 那是丽仆裕 丽仆裕是苏先生门下的弟子 而丽家是城中第一大户 数年前突然到来这里 家中有千金之财 很快就置办了很大的产业 又把自己的孩子 送到了明氏的门下读书 出入都有那些江湖上的豪手保护 俨然是一方豪强的模样 其无或虽然素来 和他们没有什么交集 但是毕竟 对方是苏先生的弟子 而且似乎是直接来找自己的 不可以失礼 所以打算去开门 心神一动 忽而下坠了似的 就像是在梦中 而后要起身一样 身躯自有反应 自然而然 丽仆裕脚下踏着乌雪 身一脚浅一脚地往前面走 可恶 真是难走 这里是城镇的边缘处 居住的人口不少 人来人去 又加上土路上 尘土永远没法子扫干净 雪化了 掺入泥土变黑 变黑又和雪 和冰混在一起 脏且不说 很难下脚 丽仆裕看着自己的鞋面上 沾染了黑漆漆的脏雪 眼角一直在跳 这个可是在俯成天之方定制的靴子 而金物价 白面石金 价银子石钱 冬日没土七小车 也才银二钱一分 而丹芝这一双靴子 就已经有三辆银子了 相当于一粮仓 勘仓人一年的薪水 这个时候就很羡慕旁边这个家中雇佣的江湖好手了 脚步踏着脏雪 也不会踩他下去 一双鞋子和一摆 仍旧是干干净净 呼 丽仆裕收回视线 呼出一口气 压住了心中烦躁 抬眸看着几百米外的破屋子 今日二叔从京城行商归来 数日后家中大宴 可是父亲却要邀请这个连夫子的门都没能踏入的破落户 非但是要邀请 还要自己亲自来登门拜访 自己什么身份 眼前这穷小子什么身份 随便喊一个吓人来 这穷小子怕不是要毕恭毕敬的了 要自己亲自来 但是 父亲在家中极微深重 利仆欲不敢不听 哪怕心中不语 也还是老老实实过来 这五百步的距离 比起大路上的无礼 都来得艰难 最终好不容易站定在了 吐出口气 额头已是出了些汗 拍了拍脸 让脸上堆积出和善可亲的笑容 一只手抬起扣指敲门 一只手拉着这只手垂落的袖口 手指还没有落下 支压声中 木门已向内打开 仿佛来人未卜先知 利仆欲的手指 恰好就擦着门滑落 院子里面的花束随风而动 花瓣夹杂白雪 落在开门那少年尖头 一身简单不一 黑发整洁 双目安然漆黑如星子 安静看着利仆欲 后客酒 利仆欲正主 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这 这是其无惑 他在那一瞬间 仿佛看到了苏夫子 仿佛当年年少走入了京城 看到那巍峨城池一般的平和沉静 一时间甚至于有了几分胆怯 就连身体都似乎僵硬了 利兄 所来何事 其无惑开口 利仆欲方才意识到了 自己要做什么 先是本能抬手 然后顿主 又下意识拱手一礼 结结巴巴道 齐师兄 是家父要我来邀请你 去我家中吃一顿便饭 就只是 只是这样 我的叔叔从京城回来了 也可以聊一聊京城的风物 其无惑本来打算婉拒的 但是听到这个话 忽而微顿 想起自己梦中所见京城 不知是真是假 正可以询问一二 拒绝地话一顿 回里道 那么 我就打扰了 利仆欲大松了口气 啊 不打扰不打扰 一点都不打扰 反倒是我来找你 实在是麻烦齐师兄你了 齐乌或让开一步 道 要进来坐一会儿吗 不了不了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 今天就不打扰师兄了 师兄物要再送了 师兄留步 师兄告辞 利仆欲几乎承受不住那种莫名其妙的压迫感 落荒而逃 齐乌或还有几分不解的时候 忽而脚步一晃 只觉得头晕眼花 差点扑倒在前 只是一股流风纠缠住了他 接住了他 然后打了个线回来 把齐乌或放在了石桌前 稀查的老者摇头道 资质不错 悟性更好 但是你将神 外放 却是太过于莽撞 齐乌或额头剧痛 疑惑 神 老者指了指他眉心 简单直接道 你方才将神外放 笼罩周围树里 这是那梦中积累而来的 而你的身躯 却仍旧虚弱 无法支撑如此的消耗 万物都是一点真灵 一生二 是阴与阳 性与命 性则心也 神也 命则气息也 血肉也 大道所在 皆是性命双修 你现在神强身弱 虽然可以有超过常人的些许手段 但是还要说你一句 命之不存 性将焉存 只有你的身体足够强大 才能够支撑你的心神 否则的话 你甚至有可能因为你的心神太过于强大 硬生生脱垮肉体 把你自己杀死 这便是人世间所谓的天度英才的原因 所谓的情深不受 会疾病伤 都是因为如此 你需要解决此事 否则难免早邀 老者皱眉看着其无惑 摇头自笑道 罢了 方才说了 不能教你 而今只传你一招 也不算是食言 不算食言 过来 其无惑坐在石桌旁边 老人让他喝了一杯茶 茶香入口 只觉得分作两股 一股安心定神 一股责入眉心 让原本散开 令其头痛欲裂的心神 渐渐缓和下来 不负如原本那般痛苦 老者等到了他状态恢复 低音道 道自虚无生遗弃 便从遗弃产阴阳 阴阳再合成三宝 三宝重生万物昌 你牢牢记住 这是我这一脉的总纲 其无或道 总纲 老者抚须 总领诸法 以一统万 视为总纲 这虽不是修行之法 却又直指大道 你需牢牢记住 以免行将踏错 此生不能弥补 因此提前告知于你 至于教导你的东西 老者抚须 指了指其无惑 福天下大道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天地一气 化分为阴阳 阴阳在体内 以心为性 以肾为命 心为离为阳 肾为坎为阴 阴阳生出三气 即精气神三宝 而修行者 须知此造化 然后逆而修之 归三为二 化二为一 亦归于道 我道门 起手功夫 是为命功 精气神三者 催生到生命极限 而后何为阴阳 是为元气阳神 元气阳神在和二为一 方可以说踏入大道 游游入无 你的心神已经养得很好 接下来可以养精 而后化气 其无或道 气 是指的呼吸之气吗 老者笑着摇头道 呼吸 错了 上要三品 神语气精 恍恍惚惚 摇摇明明 这经不是交感经 气非呼吸气 神非思虑神 那是后天法门 我道门之中 气为后天 气为先天 两个字念法一样 气含义在道藏之中 却是截然不同 修行为气 而调息为气 炼经化气是武者之道 而炼经化气 则是道家观俏 气是丹姆 而这个丹的意思 是为圆融 一生二 二生三 最终又重返于大道 虚无之境的意思 老者说是只传授一招 但是因为修行的法门 和道筒里面 一首诗 可能就是一道传承 每一个字 都有各自的含义 故而 其实是将基础 仔仔细细地讲述了一番 道门修行的第一个阶段 视为三才权 也称为栽三花 不管是修道 还是成仙 第一步绕不开这个 人有精气神 需要全部修行到 自身这个身体的极致 达到全精 全神 全气 老人指着其无或的 上中下三丹田 道 称呼为权 是因为人生在世上 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病痛 熬夜久坐 损伤 精气神必然会受到损伤 不是全胜的状态 这一个步骤 需要慢慢调养 历久方程 等到你到了精气神圆满 就可以聚合而成先天仪器了 而哪怕是没能够聚合成先天仪器 你也可以活到人类的寿数极限 其无或到 寿命极限 是 因各自的身体不同 约莫在120岁到130岁之间 而后可得一生无忧 无病无痛 梦中去世 去世之时人黑发 牙齿完好 皮肤不皱 这也是为何称之为 全的原因 可得全寿也 其无或沉吟思考 道 那么 如果没能够抵达全精 全气 全神的境界 就去聚合的话 可以吗 老者笑道 大到修持艰难久 自然会有想要钻空子的人啊 他们大多都是将 精气神中的某一个 修行到极为高的程度 而后 以其他二者 依附于其上 就可以在短时间内 跨越三才权这个境界 自生出神通法术 快则快矣 却不能够持久 或许能短时间内 笑傲一方 自称真人 但是越是修行到了后面 这种取巧法门的弊端 就会越发地凸显出来 或许三十年 五十年都不能够跨越过去 故而称之为 旁门 左道 各种神通手段虽然多 但是寿命却未必 比起三才权这个阶段 正经修行的修行者 强出多少 甚至于可能更低 很多修者 因为忍受不住寂寞 和人前险上的诱惑 而走了这一条道路 最终一哈而终 无惑你要记住 老者指了指旁边的树木 我们的目的是修行 是境界 如同这一棵树木 要越发地扎根于下 延伸向上 而诸多神通 法门 不过是在修行的时候 结出来的果子 一味地去追逐神通 就像是树木将自己的养分 全部用来长出果子 这样的话 如何可以长成摩天巨树 如被修士 当祭之 借之 甚之 老者府须道 好了 现在盘坐于此 无传你一门土 那氧气的口诀 先将后天之气养足 未来方可以聚而成为先天之气 而后才有可能抵达顶居三花的境界 其无惑如老者所说的那样盘坐 五星朝天 而后老者手指 在其丹田之处须指 其无惑体内血肉流转 自然诞生一丝丝气息 而后伴随着其身体气血 而存在于身躯之中 老者道 存神观想 记住 精气神三字和常人眼中不同 于道门典籍之中的含义 纯一步杂为精 通融血脉为气 虚灵活动为神 视为元精 元气 元神 元者 一元初始 亦为先天所有 一切的核心 正是元神 以神御气 以神炼经 记住其流转之法门 老者传宫 并不利于文字 而是直接带着其无惑 感悟一番 何为大道流转 而后 其无惑的身躯 自然会懂得 如何存神 如何观想 如何运转调息 其无惑的心神 跟随老者的指引而流动 老者道 无者修行 吞咽肉食 强大躯体 气血强横之后 自然感悟气息流动 流动到了极致 以强横之身躯 反补心灵庞大 催动心神 而无这一脉修道 截然不同 心虚而神宁 神宁而气聚 气聚而今生 以意以生万 涉万而归一 皆我之神也 其无惑冥冥之中 陷入入定之中的状态 而他此刻的心神强大 牵引流转气息入门 也是极为顺畅 不知不觉 就已经是金屋西坠 玉土东生 天地之间一片昏尘 竟然已经入夜了 冬日雪容的时候 远远要比下雪的时候更冷 冬天的夜晚 哪怕是打羹的羹肤 都要穿着厚厚的衣服 要用烈酒去驱寒 其无或只是稍微厚实些的布衣 坐在外面 外面寒风凌冽 可是体内却又有一股热流 内外水火交错 而神则凌驾于其上 俯瞰着这一切的发生 气息悠长平和 渐渐地归于平静 和这山川 水流 树木 自然合而为一 人本就是天地的一份子 日未生 天空中已有了鸟雀的声音 一只雀儿落在院子里面 灼着草莉 一下跳在了少年的肩膀上 而后回过身来 用嘴巴梳理羽毛 少年人的黑发微微垂落 沾染沉露 眸子自然而然睁开 看到一轮大日自天边升起 紫气生疼 少年安坐于梅花树下 沐浴阳光 气质安静 鸟雀在肩膀整理羽毛 天地万物皆安静 老者抚须笑问 可得之乎 其无或看向老者 点头回应 而他一动作 原本那种贴合自然的气息散去了 鸟雀受惊飞走 老者看着鸟雀飞走 笑道 等到了你炼化出先天仪气 则可以和天地自然融合 那时候 百兽鸟雀都不会被你惊动 老人一眼看去 就知道其无或 已经养出元气 这不像是江湖舞者们追求的那一气 没有多少杀敌的效果 元气 元经 元神 本就是要将一个人的身心状态 都推升到最完美的阶段 而后在这最完美的状态里面 踏入道图 老者收回视线 抚须道 今日是你第一次打坐吐纳 足足五个时辰 往日不可如此 长时间地打坐名思 不单坏了身体 也会伤了心神 半个时辰即可 其无或汗手 他闭着眼睛 感受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 呼吸变得更为悠长 元神在上 气息已成 元气流转不停 通融血肉 有某种特殊的感觉 仿佛身躯在经历一种 潜移默化的提升 虽然缓慢 却又长久不停 而先前那种 动用元神之后 就会头痛欲裂 虚弱不堪的感觉也消失了 前后的感觉对比就仿佛是 先前是双脚悬空 现在终于脚踏实地 心中刹那间 安稳了许多 老者在旁边 红泥小火炉 煮茶 但笑着道 我道家入门功夫和高深功夫 分为命功 性学 性学讲求火中灾连 而命功则是水底求玄 其无或道 水底求玄 坎为水 指圣功 为元经 老者笑而扶掌 道 不错 这便是指的 元经功夫 乃是第一等一重要的 多有流派 不知道气和气的差别 单纯以元气 会合元神 踏足入道 修出阴神出窍 往后面少不得苦楚 实气者不死 而神明者长存 气与神河 抛弃了元经 看似是得到了逍遥 可最终不过是个 种中枯骨的结局 只能够修成 师姐先罢了 其无或询问道 如何才能够将元经 修到极致 老者道 常人修行的话 那就是吞噬大量的血肉 然后以五道淬炼 强化自身的血肉 气血如拱 磅礴如烟 但是这是后天 逆反先天的路子 道门之中 经视为纯一不杂 核心在于纯粹 你的话 元神已经成就 以元神催动元气 元气通融血脉 接下来是水魔功夫 一点一点 自然能够成就 元经纯粹 不过 老者声音顿了顿 看着那双目 神光流转的少年 玩味笑道 因为火龙道人的 那个预枕头 你的元神远远比 你的气息和元经强大 如果不愿意走旁门左道 想要将三者修行 到类似极限的话 或许需要三五十年 那时候搞不好 气血衰败 元气溃散 终究无法踏足大道 只能得到个全寿 如何 修出个师姐先 也可以注视三五百年 身躯腐烂之后 元神不死 运到好的话 领了天地福照 吃些天才地宝 还能够活些时间 少年拱手道 愿求大道 好志向 老者大笑 而后白手道 不过 老夫说过 只教你一招 这一招随你自处 和人交换也好 外赚也罢 但是我却不会传你第二招了 绝不会食言的 其无惑正色道 传法之恩 已经是莫尺难忘 怎么还能奢望更多 他做了早饭 杂粮做成的窝窝头 小菜是风干的 兔肉炒的白菜 苏夫子所赠送的三罐钱 购买力上面 稍微逊色于三两银子 约莫是二两八钱左右 然而当今之事 十斤白面 才得一钱银子 十斤茶 才耗的一两银子 三两银子 对于现在的奇无货来说 是很大的一笔钱了 生活上也不必如此的拮据 吃过了饭菜 老者言道 昨夜守着他守了一夜 而经困倦了 打着哈欠侧躺睡去 奇无货走到了一侧的小库房里面 打开之后 里面阴气逼人 各类用不着的物件 都摆放在这里面 有只剩下了一个的车轮子 有老木头做的乘杆 已经出现了裂痕 各种各样的有很多 经历过了灾荒之年的人 总是下意识地 把各种可能用得到的东西 都搜集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其无或倾点着自己的小宝库 然后推开了半个手推车 下面是一个石墨 再奋起力气 把石墨盘推开 下面是一个圆形的洞 中间 悬着一根丝线 其无或吐一口气 提起线来 这本就有几分阴冷的库房 刹那间变得更为冷了些 一丝丝寒光闪烁出来 那是一口剑 伏兵的剑 当年的灾荒 最终连军队都有滑遍的 被裹挟着来到这里的路上 他也剪食了一柄剑 一把匕首 在那样的时候 没有力气护身 他很难活到这里 把这一口剑取出来 其无或手指伏过这剑 感觉到了剑身的寒意 心中安定 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熟悉是在梦中 他年少游学天下 曾经学习过剑术 而陌生则是因为 这毕竟只是梦中的事情了 握着剑 将石墨放回去 其无或站在院子里 这口剑对于他来说 本该是有些沉重的 没有办法轻松挥舞 但是此刻提在手中 却是恰到好处 自身此刻能发挥出来的气力 约莫等同于梦中十六七岁的自己 其无或手掌握合剑柄 手腕稍微用力 长剑横扫而过 发出污的一声 剑术 或者说 武功 除去了杀伤的战斗力量之外 也会有淬炼身躯的部分 只有强大的身体 才有可能发挥出 剑术的杀伤效果 虽然说和 纯化元经这个步骤 并不完全相符 但是其入门的部分 经其无或验证 还是有淬炼身躯的效果的 其无或握着剑 缓慢而均衡的速度 施展出一个个剑招的姿态 筋骨拉扯 锻炼气血 而元气 视为气血圆容 伴随着动作 能够感觉到 元气在血肉之中的流转速度 逐渐提升 暖意散发着 这就代表着 元经的淬炼快了一丝 元经 元气 元神 三者修持圆满 可入大道 其无或垂眸 回忆梦中诸般经历 岁月流逝 红尘繁华 而我苍老 动作越发沉静 施展过三十遍之后 已经出了一身的细汗 在这大冬天里面 身上隐隐冒着些热气 忽而脚步踏地 腰脂用力 原本缓慢地常见猛地加速 撕裂空气 发出沉闷一声响 留下一道寒光 声势颇为害人 见落 风起 其无或气息刹那收敛 如归鹤 重新练习梦中的剑术 一是 希望能够从这上面 寻找到加速圆精淬炼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是要给自己一种防身之手段 欲求长生 需要有法门护持 而自己求的是大道 寻的是长生 非得要养出全精全气全神 才肯走下一步 在这之前 没有什么法门手段 剑术是最方便 也是最简单的了 少年 徐徐呼出一口气 庞大元神 欲气行走于四肢百骸 血肉之中 身躯细微颤抖 散去疲惫 睁开眼睛 徐徐呼出一口气来 右手持剑平端 左手背负身后 黑发垂落并角 一枚落花 落在剑身之上 剑花开花落 如剑我一生 其无或眼底平静坚定 抖散了落花 当球 大盗 丽家 家宅 丽扑玉在邀请了 其无货之后 回家之后才松了口气 之后自是随意去玩 毕竟只是十五岁的少年人 本来打算要去找自己二叔 问问他京城中的去世 但是自己的父亲 却把二叔叫走了 于是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去 跟着请来的夫子练琴 而这个时候 丽扑玉的父亲 看着前面那和自己 有三分相似的中年男子 以及桌子上的金子 面色刹那凝固 你 你说 在外面是做买卖 做的什么买卖 一年时间 得金百两 竟然有如此的利益 丽扑玉的二叔 丽一先道 只是买卖 丽月灵面色难看到 如此暴力 买卖 你难道买卖人口 丽一先道 不是卖人 他叹了口气 微微厚痒 而是 卖鬼 卖鬼 丽月灵面色微致 世间有各类的买卖 但是却从没有听过 有人卖鬼的 心中又是焦急 又是疑惑 连忙催促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快快说来 丽一先喝了口茶 略作回忆 这才慢慢讲述起来 那是一个夜路了 我本来在京城的附近 做买卖 我精打细算 总觉得 就算是不赚多少 至少攀附了那些大人物 总不至于血本无归的 可惜啊 我还是赔了 我太蠢了 太蠢了呀 皇朝里面的那些大人物 表面上和和气气的 但是下其手来 比起谁都要黑 比起谁都要狠辣的 抽干骨髓 八光血肉 一点老本 都没能留下来啊 赔钱啦 没有脸回老家 我就只好 在外面转悠着 想啊想 看着能不能找到 个翻本的法子 可是还是想不到 想着回家吧 但是就这样灰头土脸的回老家 心里面又实在是不甘心 不甘心啊 走来走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 走到了城外三里道的 老槐树下面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 遇到鬼的 当时他忽然出现 我壮着胆子 问他 他是谁 他说 我激鬼眼 然后问我 亲父谁 我当时候穷得要死 但是还是怕死 说人免不了一死 一咬牙道 我一鬼眼 鬼疑惑不已 绕着我走了半晌 道 那你要去哪里 我回答他说 我要去完成大事 那鬼大喜道 我也要去完成大事 我一下 就浑身手脚冰凉 知道这大事 可能不是一回事 可是话已出口 也没有办法再吞回去 所以 那鬼跟上我了 我迫不得已 只好和他一起走 一只鬼在后面 我浑身的手脚都僵硬了 那鬼倒是轻松自在 这样走太慢了 也太累了 不如我们互相背着彼此 怎么样 那鬼瞪着我看 一双眼睛 绿油油的 我不敢拒绝 怕被他看出什么来 只要咬着牙答应 那只鬼先是背着我 一口气走了十里地 然后问道 亲怎么如此之重 非鬼爷 那鬼说着话的时候 眼珠子发绿 嘴角里面伸出獠牙 流出口水来 我当时心脏都要停跳了 只好强行道 我刚死 所以比较重而已 不要多想 而后换我背着他 鬼轻飘飘的 所以我能脚步加快 这样彼此互换着背着走 足足有三回 我心里面的恐惧稍微少了点 想了想 这样时间长了 肯定露线 难免被鬼所食 所以骗他道 我才刚死 刚做鬼 做鬼有什么禁忌吗 鬼回答道 唯不洗舌尖血 接着往前走的时候 遇到了一条河流 鬼过去的时候 几乎是飘着过去 没有半点声音 我过去的时候 声音很大 那只鬼又开始怀疑我 这一次 他的眼底冒着红色的光 嘴角的口水 已经流淌下来了 就连手指头 都伸出黑色的指甲 弯钩一样 手指变成了惨绿 何以作声 如此之大 我心脏都要跳出来 但是他似乎没有察觉 只好强撑着面皮道 我才刚刚死了呀 心死成鬼 不习惯用当鬼的法子过河 误怪误怪 那鬼上上下下盯着我 没有作声 我觉得 他不是认不出来 而是把我当成了牲畜作棋 是打算要到了鬼市上面 才把我卖了 挖开心肝 抽筋把水 他果然没有去常规的大事 而是到了晚城外面的 大槐树下面 敲门三下 大喊好几声开门 然后前面出来了路 我已狠心 趁着彼此互换着 背着的机会 一下扛起来他 快速往里面跑 大喊道 卖鬼 卖鬼 那鬼没有想到 人穷了 鬼都会卖 那鬼在我的身上大喊 要爬下来的时候 施展了变化之术 变成了一只羊 一下正脱开 我咬破了舌头 舌尖血喷在他的身上 他就不能够再变化 可我担心时间长了 他会变回来 所以就把他卖给了一个老道士 那个老道士 用一根镶嵌玉石的绳子 牵着羊 把他拉走了 给了我一个包裹 我心脏跳得厉害 跑回了安全的地方 打开来看 差点晃花了眼睛 里面有足足150辆金子 一壶茶喝完了 丽一线的故事也说完了 他说话的时候 手掌都在颤抖 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 可以知道 哪怕他现在 回忆起来条理清晰 但是当时是有多恐惧 行将踏错 哪怕一步 可能就已经死了 丽月聆听得 几乎要忘记喝茶 而后好生安慰兄弟 而丽一先呼出一口气来 道 不过 现在好了 我们有了这么多的金子 这么多 这么多的金子 我们家不单单 能够在这里立足 还可以走出去 去府城 去郡城 去更大的地方 光宗要左 我没有对不起祖先 没有对不起爹娘 丽一先的话语 又有些乱起来 丽月灵安慰他 忽而想到了一件事情 看着那桌子上的金子 道 不过这些金子 毕竟是那个鬼市里面 卖了恶鬼才得到的 会不会引来更多的恶鬼 丽一先摇头道 放心大哥 我就是担心这样的事情 所以才专门去了一趟京城 在那里的道观里面 前行祈祷 又请了道长驱邪避凶 这才安下心来 折返回中州的家中 这次回家 我就不打算在外出了 娶妻成亲 安顿下来 放心 丽一先笑着安慰道 绝对 绝对不会有事的 咔嚓 斧头披落 将木柴劈开来 齐乌霍提起斧头 看着旁边 已经劈开来堆积起来的柴 然后抬起头 看着远处的山 阳光之下 这一座山 给人一种安宁静谜的感觉 雪不大 没有封了山 是好事啊 说起来 明天就是 立仆欲邀 他去立家的时候了 齐乌霍看了他那山 心中思考了下 决定上山转一转 落雪之后 山上积雪 不像城里 这么快融化 走过有痕 所以冬日雪后 如果没有封山的话 往往能够有很多的收获 不提冬日肥瘦的兔子了 若是能够找到冬笋的话 今日晚上 可是有口福了 冬笋炖拉肉 再加上几个星座的魔 算一算 明日去立家的时候了 总是要带着些礼物的 冬笋也正是合适 少年想了想 把匕首别在腰后 把剑扔到背楼里面 拿一个蓝布给遮住 然后背着背楼 和老者说了一声 就往山上走去 感应到元气之后 脚步也更为轻贱起来 以神玉气 流转周身 脚下生风一般 气血圆融 也不会觉得疲累 很快便顺着习惯的小路上了山 山上银装素果 一片洁白 寒风吹来 不觉冷意 只是清爽 其无或放轻了脚步 按照当年那个患自己 活着出来的大夫 随口说的话 冬日山中 可去寻隔藤的根 墨碎便是隔根粉 可冲击 味道还不错 可寻野山药 还有金刚藤 金刚藤的果实 在冬天接出来 红彤彤的 在冬天非常显眼 又叫做红灯果 根也可以用来煲汤 卖到药铺里面 他们也收的 酒馆也要 可以入药 也可以泡酒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这一座山如宝藏 一年四季 都能够在里面 找到可以吃的东西 总是饿不死的 齐乌霍在 《黄粱一梦》之中 得到了上城机缘 原神充沛 体现在外 就是观察力 也提升很多 比起往日来 更容易找到 各种山货 很快 身后的贝楼里面 就已经装了小半 大多是冬笋 和金刚藤 至于隔藤根 若是能找到的话 一个就有十几斤了 只是可惜 齐乌霍在 秋日标记过的 几个地方 已经没有了 看起来 并不只有他一个人 发现了那些隔藤 齐乌霍倒也不在意这些 只是继续寻找 忽而在一处山岩下面 发现了一种 类似百合的叶子 虽然干枯 但是形体大概还在 毛子微亮 快步走去 仔细观察 这是老虎江 运气真的很好啊 齐乌霍脸上 浮现出开心的笑意 除去了七十年 辗转如梦 欲求长生的顿悟 梦中残留的 只是领悟 和些许如梦的印象 他毕竟只是个十四岁的少年 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匕首 小心翼翼开始围绕着 这百合状的叶子挖掘 挖出来的根筋像是竹边 又有点像是生姜 齐乌霍 眼睛都亮起来 老虎江 又叫做鸡爪身 药铺里面是一种 更文雅些的名字 叫它黄金 收的价钱 是这一座山上 产出的药材里面最贵的 说是什么 仙人鱼良 所以 前几年好些人上山找黄金 越来越少 没有想到这里 还能够找到 齐乌霍小心翼翼地收回来 想着回去卖掉 能够换些钱 然后又想到 这老虎江 似乎也是可以吃的 迟疑了下 家里现在有了三罐钱 可以稍微留下点吧 嗯 给苏先生留下三分之一 然后卖掉一点 剩下的和老先生一起吃了吧 虽然说 家里有点钱就乱花 是很糟糕的习惯 但是 这是我自己挖到的 稍微奢侈一点点 也可以的吧 齐乌霍用粗布 把黄金小心翼翼包起来 然后才放到贝蕾 最上面的地方 这才支起身子 环顾自周 希望能够再找到些黄金 有风拂过 心中有念 神随之洞 便已是法 法通天地 便是神通 元气生腾 元神放出 刹那之间扫过周围 竟然又发现了一株黄金 其乌霍没有去取这一株 而是当找到第三颗的时候 才去挖了一部分 这黄金也是山中造物 齐乌霍不愿意将根子都全部拿走 只取其中三成 哪怕是如此 也已经无比的心满意足 这些黄金 要去买的话 大约要花一两三千的银子的 齐乌霍这样去走去踩 元神散开 以元气为托举 这一座山上的所有的黄金 都逃不过这一门搜寻的神通雏形 就这样 忽而齐乌霍有一种元神 撞破了什么东西的感觉 而后在一座山壁之下 发现了尤其粗壮的百合叶 哪怕是在隆冬之中 也有一股闭光 齐乌霍懂得些医术 买卖黄金药材的时候 也要根据年份 来确定买卖的价钱 稍稍辨认叶片上的纹路 不敢相信 这是几乎要一千年的黄金 黄金可以长这么大的吗 他下意识提起了匕首 这样大的黄金 怕不是可以换得万两银子 可是这个时候 那有着手掌粗细叶片的黄金 却忽而开始颤抖起来 叶片如同手一样聚拢起来 在地上一滚 化作了个小人 梳着双环 只带着一个肚兜 在地上不住地扣手下败 咿咿压压地说个不停 虽然听不懂这是在说什么 但是对方元神的恐惧请求 却清晰无比 齐乌霍道 你是说 请我不要摘了你 那小人 又连连地点头叩拜 齐乌霍看着那黄金 心中想着 那些一年生的黄金便也罢了 黄金这种植物 一般长几年就会腐烂 这样能够生长到千年的 肯定经历了 不知道多少的苦难和寂寞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自己为了些银子 何苦要坏了旁人千年的等待呢 于是放下了匕首 微笑道 好 我不会摘你的 不过 你怎么就藏在这里 这样显眼 不怕被发现吗 小人哭丧着脸 周围其实是有着药箱自然形成的患症的 只有那些修出原神法力的真人能进来 但是这个人又没有法力 就这样进来了 齐乌霍看到这个小人 双手拖着下巴 满脸困惑和挫败的模样 微微笑着 伸出手指 轻轻戳了下他的脸颊 道 下次可要藏好了 不要再被人找到了 那小人连连点头 齐乌霍正要起身 忽而山壁上传来了一声大骂声音 强盗 强盗啊 强盗 我吗 齐乌霍下意识抬起头 却是没能看到有哪个人在喊叫 他这样的姿态 似乎反倒是激怒了那个大喊的人 让他的叫喊声音更大了些 这样齐乌霍才锁定了目标 看到山壁上 一只鹿瞪着他 大声道 当然是你啊 你 你 人类 你为什么偷我们好不容易种下的黄金 黄金 齐乌霍下意识拉拉拉背后的贝罗 道 这些黄金 是你们种的 那花露动了下蹄子 委屈道 当然是 你们人之前 就把我们山上种好的黄金都挖光了 我们好不容易又重新种下来了 好不容易又长出来了 你们怎么又来了 齐乌霍想了想 道 那怎么能证明 这是你们种的药材 而不是这山里面独有的 那鹿气急道 肯定是我们种下的呀 我们都已经做好编号了 不信的话你看 鹿三两下就从石壁上跳了下来 动作轻快 指引着齐乌霍去看 果然 每一个种着黄金的地方 都有做标记 或者是小石块摆动起来 或者是在树木后面 藏了个小石板 无疑不对应 而那只鹿 在指出来这些的时候 满脸的得意洋洋 和齐乌霍少年时 桃荒落入妖国 那些动辄食人的怪物 截然不同 元神所见 其周身清零之气 齐乌霍好奇道 你是鹿妖 那鹿强调道 是鹿灵 哎呀 不要问我了 你看 这是我们自己种下了的 所以你要还给我 齐乌霍点头道 是你种下的 本该是你的 说完果然解下了贝褂 将里面的黄金拿出来 那鹿数出来一部分 然后却又将其中一小部分 分给了齐乌霍 道 这是你的 我的 是啊 你帮着我们挖出来 算是报酬 那小鹿是一齐乌霍 用不把黄金包起来 成了一个包裹背在了小鹿背上 还打了个结 这才心满意足地甩着小尾巴往前走 跳了几步 想了想 回过头来 看着齐乌霍道 不过 你是个好家伙 今天我们有宴会 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身穿蓝布衣服的少年想了想 指着自己笑道 我也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是山里的宴会吗 山中银庄素果 一只小鹿在前面跳着走 身穿蓝衣的少年黑发扎好 背着贝褂 穿着朴素的针底鞋子 踩在鸡血上 一步步往前走 手拉着贝褂的背带 好奇道 不过 你会说话 是从哪里学的 路尔德意洋洋地抬起头来 道 我当然会说话啊 瞧 我已经炼化了横骨 可以说话了 养出了圆精 哼哼 一般的路 只有二十年的寿命 我可是能活一百年的 背着贝褂的少年道 修行之后 只能活一百多年吗 那路哼了一声 道 你以为 所有的生灵 都像是人一样 是长生种吗 其无或疑或 长生种 人也只是能活到七八十岁啊 路一副你身在福中 不知福的语气 回答道 但是十五年以后的路 就是老路了呀 他跳起来到一块石头上 道 我的爷爷是被人里面的 道士收养的 那时候是山火 那个道士把他抱回去了 我的爷爷小时候 那个道士就是那样大 我的爷爷长大了 可以在山里面来来去去 道士是那个样子 我的爷爷老死的时候 那个道士是那个样子 山里面的很多野兽 从生到死 人的面貌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强大又有漫长的寿命 拥有着五倍于我们的寿命 那不就是长生种吗 小路疑惑不已 然后道 我能修行到 活到一百多岁 就已经很厉害了 其无或文言想了一会儿 笑道 也有道理 心中则是想着 如此看来 寿命 长生 其实也并不那么绝对 对于路来说 五年一代 修行到有了人类的极限寿命 就已经能够活过二世代的路 称得上是个老祖宗了 但是对于人来说 这不过只是 三才权的境界 而对于浮游来说 招生募死 就连路的寿命 在他们看来 已经漫长的不可思议了吧 少年人心中清朗 自语道 岁月漫长 人生天地之间 想百年寿 可和天地相比 也不过是浮游而已 招生募死 陆灵在前面跳跃 听到了后面的人说的话 觉得好奇怪啊 人能活七八十年 七八十年 怎么能够说和浮游一样呢 不过 浮游又是什么 奇怪的人 奇怪 忽而前面传来了一声 洪亮大笑着的声音 哈哈哈哈 好一句 和天地相比 也不过是浮游而已 万物生于天地之间 又有谁不是如此 看起来 这一头小路是 找到了了不得的客人啊 朋友 请进来吧 声音豪迈不已 震得前面的树林 都抖动不已 那鹿林几个跳跃 从树木山林的间隙 里面钻进去 然后停下脚步 回过头来 黑亮亮的眼睛 看着奇无惑 似乎是让他进来 少年笑了一下 抬手拨开栏 在身前的松枝 弯腰 松枝抖动 落雪入阑山 不宜干净 毛子黑亮如沉心 走了进去 道一声打扰了 视线陡然开阔起来 这是一片开阔平整的地面 雪落未融 中间放着在冬日 仍旧碧绿的大片芭蕉叶 芭蕉叶上面 摆满了各类的瓜果和药物 前面的石台上 趴握着一只掉金白鹅虎 体长一眼看去 足足有仗鱼 尾巴漫不经心地落下骚动 站起身来 其额头到地面 就已要和奇无祸一般高了 琥珀色的毛子 带着一股静谧的感觉 看着那阑珊的少年 奇无祸看到那猛虎 身躯本能僵了一下 旋即感受到了 那猛虎身上的清零之气 紧张感放松下来 猛虎看到奇无祸 认出这是前些十日 将那位高深莫测的老者 背下山区的少年人 当日他虽没有凑进去听到 却听得有其余的虎兽提及过 心下只觉得 果然不愧是被那老者看中的人 能说出方才那番话语 开口说话 声音豪迈 小兄弟 无奈此山的山神 今日年末大雁 你是正当骑士 奇无祸拱手道 倒是恰逢奇会了 然后看到那猛虎旁边一座青铜顶 小鹿跳去 将背后的包裹解下来 里面的黄金一股脑的 全部都倒进去了 小鹿退开之后 一只只猿猴攀远而来 将各类又大又饱满的果实 放到了那顶里面 而后世狐狸叼来灵草 白蛇带着人参 全部都放入其中 奇无祸在那小鹿的视线提示下 也将背后包裹里面的黄金放进去了 猛虎说话的时候 也带着低沉的虎啸 道 此事无之宝 年末一会 诸多灵果放入其中 淬炼灵液 饮食之 可延寿一年 淬炼体魄 精纯元金 于修行之上 大有弊异 我正以此 成为山君 年末一句 已成灵液 三年一会 以论道法 奇无祸到 精纯元金 猛虎汉手 旁的精怪可不知道 元金二字的含义 他也就随意说出 看到奇无祸的反应 似乎知道 于是笑问道 君知元金法门否 奇无祸摇头道 不知道法门 只是知道元金 猛虎微微汗手 而后又道 如此 君可愿听我知道 修行法门 若是走旁门左道 此刻奇无祸 已尽可以去入道 修行神通 而若是要走 那堂皇正道 须得要全金全器全神 元神已成就 元器已养出 只是元金并无法门 这斑斓猛虎正色询问 可要听我知道 神态庄重的 仿佛是在这雪地竹林之畔 观雪论道的粗狂道人 少年正主 而后将竹篓放下 整理衣服 拱手回应道 故所愿 不敢擒耳 猛虎大笑 深圳树里 让松树林都震动 树干上的雪花落下来 猛虎笑道 请君落座 这被白雪覆盖的地面 俨然便是一座道场 猛虎端坐于最上的侵蚀之上 而其无惑正坐于一侧 诸多通了灵性的野兽 都一一地坐下来 猿猴抓耳挠腮 灵蟒盘起 吞吐蛇性 飞鸟脸翅 落于枝干之上 猛虎毛子扫过 而后缓缓开口 今日有心道有入宴 特此讲道 修行之时 守中原经 所谓原经 视为万物生灵 血肉本源之物 寻常舞者 旁门左道 都说经视为气血筋骨 实则谬之原也 以此修行 如原木求于 越修越远 何为原经 大道有言曰 恍惚之中寻有相 咬名之内密真经 有无有此自相入 未见如何想得成 而道祖道经之中 第二十一篇有言 道之为物 为谎为乎 呼吸谎兮 其中有相 谎兮呼吸 其中有物 咬兮明兮 其中有经 这经 便是原经的意思 称谎呼 称咬名 一极是指 此原经并非有形 有质的存在 而是因于于五脏六腑 四肢百骸之中 傅佑说 是咬名之中密真经 什么是密呢 便是寻找 以什么寻找 以神去寻找 道祖此言的意思便是 原经深深地藏在了四肢百骸之中 却又不是能够在平常感知到的 唯独恍恍惚惚之时 能够感应到 当以神为体 以意为用 于似有若无之际 在四肢百骸之中 踩而炼之 这便是炼经化器之中的 炼经功夫 意思是 寻找到四肢百骸的原经 踩而炼化 而为什么要炼化它 以一物之真 观万物之性 无非众此出气 是因为这原经是 所有生命的本源物质 是生命的根基 在有些大法脉之中 称之为 命宝 自天地化身之中 取回自己的命宝 修行之生灵 到此境界 可得全受 不受天灾 不受人祸 能摆病不轻 可无疾而终 称为道长 猛虎低沉声音回荡 讲述道门的修行法门 徐徐到来之后 却又摇头探道 炼经 化器 本是两个步骤 是采炼五脏六腑的原经 自天地造化之中 取回我之命宝 方知我命有我 而后再以神御器 器与经合 化作先天仪器 自此不受拘束 摆脱凡俗 更踏一步 人可称呼真人 受得托寿行 可受供奉 可是在道门外转之时 悦有谬误 成了一个步骤 到了后面 竟然要采炼自身的血肉 去淬炼那起 何等的谬传啊 修的是自身圆满 血肉重要不逊色圆神 岂可采而炼之 道门先辈 将其官窍和要诀 藏匿于枝言片语之中 非得道同者 不得其真传 甚是遗憾 猛虎叹息的时候 像是一位行走于天地之中 许久的老道人似的 对于道门先祖的做法 极为不理解 但是他的身躯 却是雄壮伟岸 气魄也是宏大 仿佛豪霞 而其无或听的恍然大悟 喃喃自语 炼精 化气 先前那自称和道祖 同性的老者 告诉他的那些知识 仿佛也越发清晰了起来 猛虎看了他一眼 嗓音低沉 继续道 道祖道经之中有言 其今甚真 其中有幸 自古积今 其名不去 以月重甫 无何以之重甫之壮灾 其今甚真 意思是 原今的存在真实不虚 而以月重甫 月 丙也 甫 实也 意思是 原今便是万物开源 是万物始生也 尤其重要 一只羽毛 散发着奇异光彩的鸟 听得目中放出异彩 喜不自胜 垂首道 原今羞耻之法 今已得知 恳求山君 传我正法 一只猿猴也抓耳挠塞 而后拜扶下来 道 求山君祖师 传我正法 传授正法 猛虎气息威严 皱眉摇头 开口 嗓音低沉 化气之道 乃是真人之道 而等气尚未圆容 而神不能离体 圆经还没能采链而出 传授给你们 哪怕是正法大道 也会被修成了旁门左道 猛虎看了一眼 其无惑 而其无惑 双目微垂 心中思索 先前老者所告诉他的是 最基础的法门 以神欲气 以气洗炼血肉 血肉圆容精纯 自然凝聚圆经 而眼前猛虎 却又传一道祖法门 乃是于摇摇冥冥之中 踩而炼经 夺我命宝 两者一再无为 一再见修 却仿佛可以彼此印证 正在这个时候 那猛虎看了一眼 那青色的小顶 抬找一拍 这顶猛地悬浮在虚空之中 只是一晃 刹那之间 已经散发出无穷闭塞 刹那之间 就从一座小顶 化作了一方巨顶 其上有上骨掏铁纹 嘴摇铁环 共有三个 乘三才位 睁然作响 顶在虚空 以火弥漫周身 转之以酒转 将这附近十余座山中 所有精怪灵性们 找来的药材 都融住入其中 以火火淬炼 渐渐地 已经有浓郁无比的 药香散发出来 虽然飞酒 却醉得这满堂的 精怪灵性 一个个摇头晃脑 脚步跌下 视线晃啊晃 仿佛这天 都要醉倒了呀 只有阑山少年 正坐 那猛虎一拍大顶 轰隆隆的声音 像是水流转折 来 请诸位影之 碧色的灵液炼化出来 而后有莲花叶 在空中卷曲起来 变化出了一个又一个杯子 盛放着的灵液 碧绿如玉石 却又有晶莹剔透之感 猛虎当先一饮而尽 其无惑原神 并未察觉恶意 端着酒夜 猛虎劝他在药效 退去前素饮 也一饮而尽 灵液入侯 似有醉意微醺 旋即却能感觉到了 不同之处 身躯醉也 气血定也 原神出也 其无惑清晰无比地感觉到了 原神微微出窍 血肉凝聚 元气流转于四肢百骸 摇摇冥冥之中 踩而炼金 群兽最倒的东倒西歪 少年盘坐落雪之中 那猛虎虎虎劝青石之上 击打着大顶 发出宏大的声音 而后长生大笑 道之为物 为谎为乎 求之求也 终不可得 修道也 求仙也 长生也 君看世界大如盘 此事无价一利丹 若要了时便出没 修将色向作新官 笑霸引灵液如饮酒 山间落雪 蒙虎讲道 其无或双目微合 运转气息 万物有大药 采而炼化之 脱去造化身 还我本来气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隐隐约约感觉到 四肢百骸 有一种精纯无比的存在 被聚集 蒙虎抬眸 瞪大眼睛 如此之快 圆金 聚眼 在蒙虎的注视之下 其无或周身 隐隐约约 有一丝丝的灵光浮现出来 少年双目微合 自身原神 在正道敌传的方法之影下 驾驭元气 周游全身 在这灵液的辅助之下 就连稍有灵性的山中灵湖 也可以进入到冥思之中 踏入遥遥明明之状态 在本能之下修行 何况是其无或 很轻易就进入了这等状态 于这状态之下 能够隐隐约约感觉得到 四肢百骸之中的玄奇存在 难以用言语形容 却可以感知到其无比珍贵 其无或下意识地 按照猛虎传授的法门 将这些无形无质的 万物出气收拢起来 踩而炼化之 速度缓慢 而进程却又真实不虚 只是在这时候 其无或的元气自然而然 在血肉之中流转 而他心底忽而生起了 老者先前讲述的法门 心虚而神宁 神宁而气聚 气聚而今生 所谓道 有为无为之间也 踩而炼化是有为 而气聚而今生 则是无为 二者并不需要分什么彼此 在这刹那 其无或忽而有种名物 就仿佛阴阳与气合在了一起 踩炼元经的进程 忽而加快了许多 虽然加快 却又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 不疾不徐 如风符荷花 其无或元神凌驾于其上 明白了老者所说的 以神玉气的玄妙之处 恍恍惚惚 不知身在何处 也不知道已过去了多久 最终来自于四肢百孩的玄妙之感 在下丹田处凝聚 隐隐结成一点灵光 就仿佛是开辟了河道 周深的元经 开始自然而然地汇聚起来 元经在下丹田 元气在中丹田 元神则在眉心泥丸 三者隐隐诚意循环 元经是生命之本 元气是血肉通融 元神视我之为我 在这三宝期限的瞬间 其无或终于生出了一种 踏上修行的感觉和不同 就仿佛往日看这个世界 看着自己 只是雾里看花 而现在虽然不能够说是 大物一朝散尽 眼前所见 再无遮掩 却也是稍微散开了些 忽而有所感应 元经沉下 元气生疼 元神应接而动 少年本能偏了下头 而此刻 其实只是其无或发烧落了一枚枯叶 一只白色元猴好奇伸出手去碰其无或 要帮助他把叶子拿下来 但是元猴之迅捷机名 却没能碰到他 其无或微微歪了下头 便是恰到好处擦过 他都愣住 旋即看到那少年睁开毛子 神色平和 身上沾染沉露 元猴方才反应过来 瞪大眼睛 被避开了 不是避开 是一种像是提前就知道自己要伸出爪子一样 提前做出了动作 元猴疑惑不已 看着自己的爪子 自己明明已经有了一丝灵韵的呀 以元经为核心 吞噬了灵药 后来又机缘巧合之下 得了三百年耕金元铁上一缕煞气 修出了耕金法力 这个人类身上 却还是普普通通 竟能未卜先知 避开自己 那位常以仗于 极微猛地猛虎起身 看了看其无惑 惊疑不定 你是第一次采练元经 其无惑点头 还要谢过山神解惑 不 不必 猛虎摇头 虎珀色的眸子 看着其无惑 嗓音低沉道 好天赋 好天赋啊 他见到其无惑 似乎不明白自己的感慨来自于何处 凯叹一声 重新夺不到了 那一大片平整的青石之上 趴握于此 道 元经是众生命宝 是走向大道必须取回的 沉思许久 又道 军官我修行如何 其无惑看着这掌有仗鱼的吊金白鹅虎 想到他的那一座大顶 火炼九转 似乎连整座山都被醉倒了似的 又回忆自己幼年时见过的妖怪 道 极为厉害 那蒙虎接下了这句称赞 感慨道 无修行至于此 占据十六座山的地脉 遗养无元气 炼无神通 来往交友者 接山神地址 土地成黄 见我则称山君 群妖真灵 遇我必道而行 来往真修敬我 魂魄幽鬼拒我 占一地之轻浮 得享五百载寿元 然而我养出元经 也是因为 年幼吞浮一五百年黄金 机缘巧合之下 而后修持三十年 元经成元气生 金与气和 成先天一气 却远不如你啊 蒙虎感慨道 是该说 人终归是比兽类通灵 还是说 你非凡俗之辈呢 其无或忽而道 五百年黄金 那斑斓蒙虎笑答道 正是你寻找到的 那一株千年黄金 无年幼时候 吞噬了它一半 差点坏了它的道横 后来游览一十八周 答应它要护持 它修行道一千年 因为你没有对它动手 我才邀请你来此听道 这一只五百岁的蒙虎 注视着奇无惑 这个人的资质如此之强 虽然说修行大道 一步一关爱 但是这个人的潜力 未来是有可能 修出先天一气的 更进一步 三花俱顶 那样的境界 可以被道门称呼为真人 旁门修者见面也要尽知 整体的实力上 是寻衣山水 清秀的地方 开一道派法脉的层次 是以这一只斑斓猛虎 在态度上 相较于一开始的爽朗豪迈 不知不觉 也就多出了些许 平等对待的从容 稍微品出了 这些味道的山间灵兽 都是神色略有 差异惊恶之色 不知道这个连神通 都没有修出来的凡人 为何竟然能够 让一位山神如此看重 奇无惑和这猛虎山神 谈论袁金命宝的采炼和羞耻之法 一直到了日上三竿的时候才停下来 山神看到了奇无惑脸上出现了离去之意 笑着询问道 我看无惑你是背着背篓上来的 是来这里找药材的吗 需要什么东西 且说说看 只要是这几座山上有的 都可以尽数拿出来给你 奇无惑看到那露林身子一僵 连甩动的尾巴都停下来 看到青蛇土蛇顿住 灵狐低头 知道它们是种植灵药的 山神对它们有点话和传道之恩 他提出的要求 这些山间百灵是不会拒绝的 但是虽然如此 也是害怕奇无惑狮子大开口 一下子拿走它们 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灵药 少年人冲着那只小鹿眨了下右眼 然后提了提背篓 笑着回答道 正午了 家中还有老者在 我是来山上采点山货的 如果可以的话 有冬损就好了 明天的时候 要去拜访一个朋友 带点礼物 山神听完了奇无惑 来这里的原因后 爽快大笑着 道 山中没有其他的好东西 但是冬天的山货却是很多 要多少有多少 来 为我的客人送上鉴别的礼物 于是 这山间的诸多灵兽 就行动了起来 碗口粗细的灵蛇头上 顶着珠红色的果实 灵狐闲着人参 那修出了更经法力的猿猴 抱着一葫芦的酒 除此之外 冬笋 山菜 隔根不知道取来了多少 其无惑正主 这是 少年反应过来 道 太多了 猛虎大笑着道 你当我们是朋友 没有敲诈我们去要灵药 所以我也把你当作朋友 我的朋友第一次来见面的话 怎么能两手空空地回去呢 胡找空风 让其无惑不要阻拦 傅佑笑着解释道 放心 这都是我自己游走天下时的积累 不会拿了他们的 不用客气 不等其无惑拒绝的时候 那个小被楼里面 已经装满了各种山货 里面还夹杂着上了年份的灵药 人参 黄金 枝草 并一葫芦百花百果酿造的酒 那只熟悉的鹿灵 还送了一枚颇大的黄金给他 其无惑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 让这鹿灵非常舒服地眯起了眼睛 蹭了蹭他掌心 山神猛虎一直将其无惑送到了这山腰之处 方才停了下来 嘱咐道 山中无杂事 君若有闲暇 可常上山来 论道说法 目送其无惑离去 方才转身回到山上 其无惑脚步清洁 一路下的山来 回到了家中 推开门来 老者仍旧烹茶 在等着他做饭 其无惑把备楼里面的东西放到了库房里面 提了十来文钱 去买了一斤腊肉 并些蔬菜 回来之后 将那冬笋切片 将那小鹿灵送的黄金 也一并炖煮进去 主食仍旧是黄粮米饭 并一叠脆爽小菜 老者烹茶抬眸 看到其无惑的时候 眸子微抬 动作微顿 你的圆惊 其无惑知道老者高深莫测 将东西放下 想了想 拱手答曰 我修成了 老者上上下下看着其无惑 最后微笑着汉手 道 善 我曾经见过不少的修行人 你的资质算不上有多好 但是悟性很不错 不过 圆经之法 若是以水魔功夫的话 不会这么快修行出来 说说看 你遇到了什么 于是 其无惑便将先前上山的时候 遇到了那猛虎山神的事情 都说了一遍 又将其传授的采炼 圆经之法说出 老者抚须道 原来如此 是得了这一门 炼圆经的法门 你能够从这门法门里面 又明悟 有为无为之间 修行的诀窍 不错 老者看着其无惑 笑着道 不过 这一门 圆经炼画法 过于基础 也属当年草创 而今看去 总是有些不恰当的地方 其无惑疑或道 当年草创 可这似乎是道祖 老者大笑着道 不是所有署名道祖的功法 都是道祖写的 否则天下如此之多的法门 岂不是要累死他 来来来 你过来 老夫与你说道说道 老者将其无惑换来 让他坐在旁边 又详细将这圆经法 又讲述了一遍 和那猛虎山神五百年的领悟相比 却又更为不同 且两相对比之下 老者所说 鞭辟入礼 更为简练 而猛虎的炼画法四世 从很早之前就已得到 初始领悟不够 现在看去 有不少问题 讲完之后 老人抚须白手道 这是那老虎的机缘法门 老夫只是觉得有趣 与你说说 可不是我传你的 不算实言 话还没有说完 就连老者自己 都有些忍郡不惊 摇头笑起来 指了指那些山货 里面有人参 黄金各类药材 外物虽然说不可长久依仗 但是你现在是打基础的时候 倒是也可以吃一吃 你现在只是将三花的种子栽种下来了 耗费些年岁 有朝一日三才权 在京与契合 总是可以修出点东西来 其无惑看了下那些山货 似有话要说 老者抚须笑着道 想要说什么 说吧 其无惑拱手道 关于这一篇圆金法的错漏和改修之法 我可否告诉那位山神 老者随意道 我已说了 这本就是那猛虎寻道的法门 非我传念 老夫只是讲述罢了 你想要怎么做 由你自己处理便是 其无惑深深拱手一败 玄机提起了护身用的剑气 转身掀开帘子 老人笑着唤他道 现在便去吗 嗯 何时回来 其无惑看了一眼外面 讲法到现在 天色已经昏沉了 回答道 转告之后 便要离开 老者笑道 那先做上饭 其无惑给老者 做好了晚上饭菜 而后方才离去 上山 猛虎正在山上堆月饮酒 一月养神 周围并没有多少的灵兽伴随 倒是显得有些萧瑟从容 他修行至今 已经有五百余年 元经和元气 已抵达了极为高的境界 早在三百年前 就已经 金与弃合 修出了先天一气 之后 又是三百年修持 一日不曾懈怠 若是他愿意的话 自由法门踏入下一个境界 或者吞月引路 举峡而飞 或者财尔炼气 凝聚地煞 亦或者直接将山神福禄吞了 彻底和地脉连接 化作地址 最不济 想法子去求一道天地的福照 且混事是随流水 都可以傲笑一方 但是 不可 不可 蒙虎趴握于此 将心中浮现出的诸多杂念展出 自年幼之时 有机缘建修行大道 便下定决心 要以真正的大道根基 踏入那一步 炼经 化气 修行至此 可称真人 而他的境界 已经完成了下一步 原经 原气 合而为气 视为大药 他耗费了足足数百年的功夫 将大药的阴质 一一打磨干净 化为纯阳 这便是 炼气 的过程 再进一步 纯阳之气和原神相合 便是 还神 这个修行阶段 那样的境界 道家称呼为阳神 可三花俱顶 已非凡俗 但是也是这个关爱 困住了他足足的三百年 也或许 终其老死在这山上 也无法踏出这一步吧 山神正自这月下 血缘之中饮酒 忽而微微抬眸 察觉到了一丝丝 极为细微的声音 他抬眸看去 看到了这群山下山道路之上 枯枝交叠 一身蓝衣的少年 抬手拨开了堆着雪的树枝 大步走了过来 月下人来 嗯 其无惑 山神认出来人 抬眸玩笑问道 夜以深矣 缘何匆匆而来 是灵药不够吗 少年答道 是得到了山神 你给我的圆经练法的补充 哦 哈哈 既然如此的话 我当静心听之 山神本来不以为意的 但是当其无惑 就这样掀起一百 坐在了石头上 将那老者补充完善过的 彩炼元经的法门 道出的时候 山神的神色 从从容不迫变得绷紧 少年武官并不出色 只是寻常 但是坐在这里 在月色之下 将这些道法 讲述出来的时候 神色温和宁静 山神听完 正正失神许久 自己久久困住的官窍 似乎隐隐有些被打开了 但是 这怎么可能 其无惑讲述完 又道 元经 元气 元神 三者不可虚于理也 必须要将三者 都养到了全的层次 才能踏足下一步 否则的话 初时进步飞快 但是修行到了后面 总会被官窍卡住 或许三十年 或许五十年 不得寸进 我家中长者告诉了我 这一门法觉的错漏 我就来告诉你 何苦争迟早 大道可徐行 在月色下 山神看到这位 正做一丝不苟的少年 发烧稍微乱了些 衣摆上有着夜间 行走于雪原山路时候 沾染的脏血和痕迹 毫无疑问 眼前的少年人 是在得知了这些的时候 才在夜间赶路来此 将此事告知于自己 蒙虎感慨道 何必如此 君可明日再来不迟 其无惑笑着没有说话 而后起身告辞 少年并没有再答应山神 邀请他留在这里 引灵久论道的邀约 而是在月色之下 踢着一柄简朴 但是干净的剑 伸一脚浅一脚地走下山去 回了家中 邪以尽失以 老者翻看一本贤书 并不抬头 道 告诉他了 嗯 怎么没有留下来 其无惑回答 因为要做的事情 已经做完了 而且 饭也快熟了 老丈 该要吃饭了 老者抬眸 看着眼前 比起寻常时候 表现得开心了一些的 其无惑 微微笑了下 道 善 第二日早上 其无惑起床之后 氧气土纳 炼化圆精 又给老者做好了饭菜 这才提起了清洗好的冬笋 山珍 朝着利仆玉的家中走去 而这个时候 坐了一夜的山神终于感觉到 阻拦自己的关爱 终于要被打破了 于是邀请了附近的水神 土地 让他们来着自己的山中道场 这些地址们 起起赶到了 才知道 猛虎是希望和他们交换些养神之物 猛虎将自己积累的东西 都拿了出来 眼下或许需要颇多的代价 才能将过去自己的片刻心急弥补 但是猛虎也不觉得心疼 却又有一位土地来得比较慢 来了之后 连忙告罪一声 方才入席 其余的地址们 玩笑要他赔罪罚酒 他也不含糊 连喝了三杯 方才在朋友的戏弄下 说出了来得迟了的原因 哎 还不是职责所在 也不知道怎么的 今日 我管辖的镇子里面 有一个大宅上面 死气浓郁的厉害 怕是惹了什么煞 我好不容易才隔绝了这煞气 不影响地脉 怕是有人贪了不该贪的金子 真是好死 土地山神这些地址目的是梳理地脉 人间是不去掺和的 旁人询问 是什么宅子 那土地一只手捏着酒杯 抬手摇摇指着西北角 道 就是那里 一家信力的人家 今天邀请很多客人上门的那个 本来狂瘾的山神猛虎 动作一顿 嗯 谁家 而在同时 齐乌霍台眸 看着那大门上面的 厉宅 两个大字牌匾 敲响了门 才敲了几下门 那漆成了黑色的大门 就已经被打开来 今日有客人来 这门本来就是虚眼着 准备打开来 一名身高六尺有余 但是肩膀宽阔的中年男人 拉开了门 擦了把因为快步跑出了的细汗 先是拱了拱手 道 罪过罪过 刚刚在帮着搬了一缸的酸菜 没有在这开门 倒是让小先生在这里站着了 先是把门打开 旁边还有桌椅 桌子上笔墨纸燕都有 纸上已写了些东西 都是客人的名字 和送来的东西 都是些贵重的 有些是府城的绫罗 也有的是难得的金凤奸 这是那些文人雅客们喜欢的 上城文房四宝 价格昂贵 那中年男人落座 问过了齐无货的姓名 看着少年提着的山货 笑着道 好啊 有劳小先生了 这个时候的山货 可是难得呢 老爷夫人 有口福了 就是不知道 我们这些做工的 能不能分润些吃吃 他笑着记录下来 然后从旁边取出了一个 红纸封着的信封 看模样 里面至少有五十枚大钱 可换七斤猪肉 或者五只好的毛笔 亦或者上成好墨一户 可算是不少的 中年男人笑着道 只是邀请客人们来吃些便饭 又不是敛财 有来有回才是正常 倒是小先生这些山货 来得不容易呢 已经有脚步声响起来 齐师兄呢 是齐师兄到了 换了一身新衣服的利仆玉 脚步匆匆赶来 自上一次见过齐无货 被后者无意散发原神震慑之后 他便对齐无货 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敬畏感 今日一早就在里面等着了 听到外面交谈声便是快步跑了来 在看到齐无货的时候 只是觉得后者气息温和成澈 却没有了之前那样无形的压迫感 丽仆玉也不知为何 暗自松了口气 齐无货道 丽兄 丽仆玉道 叫什么丽兄 叫我仆玉就好了 来 不要在这里站着了 你说 这些东西就麻烦你了 来 齐师兄 家父听说你要来也很开心 等你很久了 丽仆玉也只是15岁少年 拉住了齐无货的手臂 往里面快步跑去 当先进去是一座石屏风 上面写着个符字 再绕过去 是有些窄的过道 在里面就视野打开了 丽仆玉的父亲丽月灵 是一位看上去慈眉善目的中年人 比起有钱的园外 更像是个过日子的老农民 似乎是好神过度 已有了不少白发 齐无货见礼之后 丽月灵态度和善 颇为亲切 只是关心寒暄了些日常生活 又说自己的儿子没有什么出息 还要无货多多关照云云 齐无货道 丽 声音顿了顿 我是说 仆玉她天资聪颖 自然吉人天相 丽月灵笑着摇头 轻飘飘道 她几分几两 我还能不知道吗 丽仆玉脸色僵硬 当着外人损儿子 爹 您真是轻便 丽月灵没有去管 脸色都绷不住了的儿子 从宽大的袖子里面 取出了一封银子 抓住其屋后的手道 笑呵呵地道 还有一个月便是年节了 其实现在也勉勉强强 算是来家中拜年 过年的时候 我们家要去府城了 今日正好 把今年的压岁钱给你 不多 去买点肉吃一吃 看看你 这么瘦 说起来吴霍你也有十四岁了 年后就是十五岁 有没有重义的姑娘 可曾谈下 丽仆玉头皮发麻 爹 我们先去找二叔了 爹 你喝茶 爹 到此 拉着其吴霍的手臂 快步就走 绕过了两个院子 才松开来 松了口气 抱歉道 不好意思啊 齐师兄 我家老爹就是这样 虽然说大事情上说一不二 生活上又这么碎嘴 喜欢讲大道理 丽仆玉的二叔 是个看上去年轻些的男子 只是似乎在外面奔波了很久 脸上有风霜之色 听说在外行商 走南闯北 见多识广 今年赚到了大钱 就回来了老家 打算安顿下来 丽仆玉带着其无或去的时候 这位新近的富豪郑 一个人坐在阳光下的桃木椅子上 斜椅着 旁边桌子上 放着一个长巾酒壶 自真自饮 破有些懒散颓唐气 只有见到丽仆玉的时候 才稍微抬起眸子笑了下 仆玉来了 二叔你不要再喝了 怎么大白天的就这么喝 丽仆玉抢下来了 二叔丽仪仙的酒杯 而后道 这是我的师兄 其无或 对于京城的风物很有些兴趣 二叔 你不是在京城里犹伤的吗 再说说看京城怎么样吗 末了还补充一句 我也很有兴趣 丽仪仙哈哈大笑 原来如此 看起来你很敬重你的这位骑师兄啊 来 就坐在我这里吧 其无或道谢一声 坐在旁边 丽仪仙身上满是酒气 颇为颓唐 闲散聊些各地的风物 说的都是些简单行商 能够接触到的事情 也是最能够唬住 其无或这个岁数少年人的 其无或看到他的身上 穿着绫罗绸缎 但是身上的颓唐 却是难以遮掩 实在不像是一位 富贵还乡的商人 不知道梦中之事和现实中有几分关联 是单纯之梦 还是带着了几分对于未来之事的推演 在听丽仪仙闲聊的时候 丽家的家宴也开始了 丽月灵坐在最上手的主位 从其余各个镇子赶来的丽家人 彼此闲谈 丽仙盯着那一壶酒 似乎是不打算再说下去 其无或取来了酒杯 忽而道 不过 丽先生很厉害 丽仙迷迷糊糊 嗯 其无或道 朝堂三年前颁布了登基德英 严英署诸军诸史斯等在村乡 及方式店铺经济者 已与百姓一例岔科 不得望有引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京城做生意 还能够大赚一笔 非常人眼 这是三年前皇帝登基的时候颁布的法令 说是 军队和官员经商的时候 不能有任何的优待 应该和普通百姓一样的待遇 丽仙半醉半醒 下意识到 这不是好事吗 好事吗 我还以为 这样的情况下 是默许军中和官员去经商 他们的关系和权位 甚至于提前知道朝堂动向的方便 都不是普通人能比的 普通百姓和他们合作 会被吃干扒尽 不要说挣到钱 就连自己经商的本钱 也会被吃掉 最后狼狈地离开了京城 又不愿意归乡 往往在路上失踪 丽仙几倍呼喊 醉酒之感瞬间消失 猛地抬头 看到那身穿简单阑珊的少年 看着自己 眸子安静 就仿佛自己的经历 全部都被这个距离京城 还有很远的少年 轻易地看穿了 其无或道 是苏先生如此说的 啊 这 这样啊 自有这样的人 但是我是不同的 丽仪先僵硬笑着 然后低下头来吃酒 现在这个时候 丽月灵的开场白之后 就开始要求小辈们 在众多长辈面前展现才艺 坐在奇无祸旁边的丽仆玉 身躯都僵硬了下 她一直都苦练着情 先前她拜访完奇无祸 原本打算来找自己的二叔 最后还是被拉走恋情 就是为了不在这一天丢人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这些小辈们 谈情的事情上 只有丽仪先被奇无祸说的话震慑住 下意识地更多注意力 放在奇无祸的身上 不自觉地说出了更多的东西 说出了在京城里的各种见闻 和奇无祸曾经经历过 听说过的名字 部分还能够对应上 但是发生的事情 却未能够全部契合 似梦非梦 似真非真 奇无祸安静了好一会儿 道 那么 京城的山外有一座山 叫做顶烟峰 丽先生知道吗 知道的 山形似顶 白日生烟 上面还有一间道观呢 我去拜过的 是吗 那么 道观里面供奉的是山神穷玉吗 丽仪先喝酒的动作顿了顿 疑惑到 道观供奉的自然是道门祖师 怎么会是山神呢 穷玉 这是哪位山神的名字吗 奇无祸安静了下 笑着回答道 原来如此啊 应该是我记错了吧 奇无祸低下头 看着杯子里面泛起的涟漪 忽而笑了下 有种奇妙的感觉 那个京城里面 曾经和自己为友 曾经和自己为敌的那些名字 经历着和自己所知道的 熟悉却又不同的人生 甚至于有些人的名字和自己梦中对不上 似真似假 非真非假 而我独存 他忽而觉得 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像是自己走出来了 又像是那梦的延续 是梦是真 是奇无或梦中出降入相 还是出降入相之后 重返年少呢 庄周梦叠 叠梦庄周 丽仪先听不到少年的发问 疑惑抬头看去 看到那蓝衣少年坐在那里 不知道在想什么 这个时候 丽仆玉终于勉勉强强地弹完一首曲子 顶着父亲越来越皱起的眉头 和那个教习夫子 几乎要揪下自己胡须的压迫力 长松一口气 把这琴往旁边一推 道 该你了 该你了 坐下之后 才记起来 自己的旁边是奇无或 而不是下一个本该弹琴的足地 奇无或素来贫寒 想来应该不会抚琴 正要开口的时候 看到那蓝衫少年手指按在鼓琴之上 手指微用力 下一刻 琴音响起如裂博 正在闲谈琐碎的屋子 一下安静下来 琴音轻悦 整个厅堂内都听得清清楚楚 如被勾动心神 屋内屋外 人与非人 一时间都安静下来 琴音入道 原神运生 立家之外 一名道人瞬间变了脸色 琴音轻悦 立家家中 那位先前听众子弟 抚琴一脸苦涩的娇媳先生 脸色也柔和下来 蓝衫少年一抚琴 才骑手 就已经大气扑开 与繁俗决然不同 屋子里面的其他人的脸色也变了下 那些少年人安静下来 而年长者 则是停下了交谈 或者素容敬听 或者闭着眼睛 微微摇头晃脑 那蓝衫少年端坐抚琴 垂眸安静 琴音悠扬 年少者闭着眼睛 仿佛已经看到自己科举功成 志得意满 年老者黯然神伤 似乎看到世间百态 看到自己遭遇的挫折 立一仙则是回忆起 在京城时的诸多经历 一时间吃住了 屋内沉浸于情音之中 屋外那道人 却只觉得脚步抬起来 进去也不是 不进去也不是 一双乱糟糟的眉毛 已经彻底揪住了 他只是想要来买点羊兽 但是却没有想到 自己选择的这一家人里面 竟然还有这样的高人 想了想 抬手一拍后脑 张口喷出一口黑风 将整个立家都笼罩起来 而后 有一只一只幽名鬼物浮现出来 都穿着暗黄色的衣服 腰部以上的模样清楚 唯独脸庞一片模糊 而腰部往下 则是彻底地透明 手中或者拿着锁链 或者提着刀键 欲要一拥而上 都已经蒙了本性 那道人抬手一指前面 道 去 将这屋子里面的魂魄 给拘了回来 谁勾一个魂魄回来 道爷便给你们勾去了名字 放你们回归天地 去幽名求个英寿 就算是不能够苟活 也至少能够不再受到驱使 这些鬼物刹那间 鼓动起了阴风 朝着院子里扑去 一时间阴风阵阵 常人进来 必然会觉得脊背发寒 浑身僵硬 阳气都被逼迫 但是这些鬼才 踏入了院子里面 动作就开始凝制了起来 踏前十步 已是煞气溃散 近百二十步 情音在耳 听情音 如果我一声 蕴含黄梁一梦 是梦非梦之感 其无惑又无意识 以原神催动 落入这些鬼物的耳中 效果更强 诸多鬼物模糊的脸庞 都逐渐浮现出五官 或者是秀美的女子 或者是威武粗狂的男人 也有老者 不翼而足 竟然似乎被情音之中 蕴含的原神和意境 唤醒了被法术神通蒙蔽的灵性 那道人面色骤变 急急以袖袍一扫 那袖口兜兜转转 仿佛化作了一个大口袋似的 黑风密流 直接将这十多个鬼物 全部都拉扯回来 而道士则是 粘着自己的山羊胡须 眼角都在跳 只是靠着抚情 就差一点把我这十多只鬼都给超度了 这是佛家的 还是道家的 原神强横如此 又有这样的领悟 是入过世的那种 是哪家的真人在此吗 法脉里面有这样手段的 是方仙道 还是楼官道 先度我 再度人的小圣佛法 总不至于真的有鬼差无常 在这吃茶吧 乖乖 道人来来回回踱步 一咬牙 不管 若是拿不回阴寿 我也难活 左右是个死 不管是谁家真人在这里 我也都得要见过了 以后再说 当即碾了一个法绝 隐去了身子 往前走了几步 一回头看到了个一百还在外面 没能隐去 落在空中 道士摇头自嘲到 嗨 一百三十岁了 还是胆小 还不知道是不是真人呢 就吓得我连法术都没能用好 修行啊 他伸出右手抓住一百 用力拽了几下 旁人眼中 就仿佛看到那 挂在空中的布料抖了几下 而后似乎被拉直 搜一下就被拽到了另一个地方似的 再看不到 那道人用力过猛 往前扑了几步 站稳了脚步后 放下一百 扶掌得意笑道 一 乘以 而后抬手整理了衣冠 理了下袖口 却真真像是个游方道士模样 方才大摇大摆地往里面走去 跨过了石屏风 窄道 有人们来来去去 却都对他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还从旁边做菜的大厨桌子上 拿了一个点心吃 走到了大堂前面 这才紧张起来 整理衣冠 右手在袖口上一点 一点光从袖子里飞出来 越飞越大 最后化作了一张拜帖 双手托着 却见上面有蝌蚪云文 写着一行行文字 据位小赵真人陈某 锦上其九天太上道君 太上丈人 九老先都大神 九弃丈人 三皇真君 这是他师承的来历 自不可能是从这些大神 先赚下来的法脉 但是往上追溯 硬生生靠上去的 传法脉的时候 会有着玉铁三份 一份归于师门 一份自己随身携带 另外一份则是焚烧成烟 以柄上天 恭恭敬敬 往前走去 而后道 不知道前辈是何处真人 小道 声音和神态 都急恭敬谦卑 抬起头 看到了正在抚琴的奇无惑 这个道人脸上挤出来的微笑 一下子凝固住了 他瞪大了眼睛 就像是被人 给狠狠地打了一拳头 脸上的表情皱起来 从谦卑僵住 而后化作了狂傲 连那勾搂着的脊背 都一下子挺直了起来 刹那之间就转变了气质 原来 他看着那少年人 痴笑道 是一个 只修信 不修命 的旁门左道 只是元神强大而已 哼 道爷还以为 真的有什么本事啊 吓我一跳 袖袍一扫 直接解开了隐身法 丽月灵正沉醉在 其无惑的情音之中 回忆起了年少的 志得意满 和壮年时候的诸多波折 正感怀的时候 忽而看到了自家大厅里面 多出了个道士 穿着有些破败的道袍 白发苍苍 木簪上面浸满了油 看去拉里拉他 心底忽而咯噔一声 下意识 看向自己的弟弟 丽一仙已经往后坐倒在地上 看到这个道士 脸色煞白 道 你 你 道人笑着拱手道 当日你收下了我的金子 我来拿东西来了 丽一仙结结巴巴道 我不是 已经把那个货物 交给你了吗 道士笑着道 那是已经给了 但是我给你的钱 本该是属于阴私的 你拿了鬼差的钱 还自己花了不少 你不知道吗 十两金子 买你的一年阳寿 你阳寿寿数五十 今年三十五岁 这一百五十两金子 是你的买命钱啊 丽一仙背后发寒 只觉得手脚都冰冷下来 动弹不得 丽月灵呼而道 且慢 钱未曾花过 还在这里 道人抬眸 哦 丽月灵抬手拿出了一个口袋 起身拱手道 这是你的金子 我在里面还加了三十两 算是给道长的鹤里 还请您高抬贵手 放过我这兄弟吧 丽一仙正住 兄长 道人大笑着道 好一个兄弟情深 不错 不错 可是你先看看 你拿出来的是什么 丽月灵正住 忽而似乎想到了什么 猛地打开了口袋 里面原本准备好的黄金 竟然已经变成了一口袋的黄豆 提起来 倒在地上 哗哗作响 而那道人伸手入怀 取出了一口袋的金子 笑眯眯地看着他 丽月灵脱口出道 这是 我的金子 而后立刻收住声音 陪着笑道 不 看来道长你已经接下了 道人哈哈大笑道 什么你的金子 这个可是倒是 我在地上捡到了的 有谁说这是你的吗 你 丽月灵祈求道 道长 还请高抬贵手 只要你放过我的弟弟 什么要求我都可以 道人抚恤道 放过他吗 道也不是不可以 丽一仙和丽月灵脸上 浮现出些期许 道人抬手 直接指着那停下抚琴的少年 干脆利落地道 将他的魂魄元神交给我 不单单可以买下你弟弟的命 道爷还可以给你们莫大的好处 如何 丽月灵和丽一仙的面色骤变 丽仆玉师声道 这 这怎么可能 那道人笑着道 若不然 丽一仙就随我来 丽一仙脸色绝望 脸上出现了许多挣扎 最后闭着眼睛 叹了口气道 是我不该贪财的 和那个孩子没有关系 你带我走吧 道是笑一声 视线却仍旧落在 奇无惑的身上 奇无惑按着琴弦 忽而道 我同意了 他抬起头 看着那年迈的道人 毛子幽黑 道 只是我很好奇 你要怎么样带走我的原神 我修行的时间不长 没有见过这样的手段 你可以凑近过来 让我亲眼看看吗 那老麦道人大笑着道 小子狡猾 但是 你也只有区区的养神功夫 算是不错 既然是将死之人的恳求 老夫也没有那么小气 且让你看我神通 死得明白 严霸走进前去 自傲娇纵 给你机会 来 看 丽依先看着那道人 走向奇无惑 张了张口 想要再劝说奇无惑 不必如此 却是完全开不了口 甚至不必说开口了 就连手脚都齐齐瘫软了起来 就在他还挣扎的时候 那道人已经靠近了奇无惑 一抬手 便是牵扯黑风 仿佛有阴魂的凄力叫喊 黑风化作了锁链 把奇无惑的手脚捆住 那道人手指 才朝着奇无惑的眉心落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 奇无惑膝盖忽而猛地一顶 那一张琴直接被顶起 朝着那道人砸下 后者一惊 奇无惑镜已经挣脱 开了那周围的黑风 借助顶琴的动作起身 直接扑入那老道士怀中 一道寒光闪过 随身携带的匕首 已经刺入那老道的心口 干脆利落 毫不迟疑 吐起胡落 谁都没能反应过来 那道人眼睛瞪大 周身的黑风散开 奇无惑的元神极强 修的又是堂皇大道 隐隐是可以看得出来 那道人周围的黑风 其实是以元神操控 以元气柔和另一种 天地元气形成的状态 这个时候 奇无惑才隐隐明白 为什么那位和道祖 同性的老者说 修行必须要三才全 以及 若是没有抵达这样的状态 就去修出法力 会是个什么模样 那些法力 在得了老者 传承的他眼中 简直如同空中楼阁一样 以奇无惑的元神强度 直接可以撞破这些粗浅法术 匕首刺入心口 顺势以体重压下去 而后手腕微动 直接扭了一下 那道人面色难看 忽而一阵狂风升起 被奇无惑刺穿了心口的道人 直接化作了风散开 匕首之上 穿着一张黄色的服录 上面以朱砂写着 风都阴司斥令 替死还魂法咒 哗啦 被匕首刺穿的服录 无风自燃 刹那之间就已经焚尽了 连灰都没有留下来 下一刻 狂风汇聚 先前被刺穿心口的道士 出现在了十五米外 面色苍白至极 捂着胸口坐在那里 大口喘气 不敢置信看着奇无惑 你 你怎么可能挣脱开我的法咒 奇无惑不达 悬伸 暴退 蓝山一百扬起垂落 右手一伸抓起旁边一名学子 展现君子六翼实用的功 后撤一步 拉弓上剑 毫不迟疑 也不回答 我拉长弓如满院 弓弦剧烈阵战 嗡 一剑直接朝着那道人眉心射去 旁人会被这道士的障眼法 遮掩住无感 他可不会 你 那道人面色骤变 施了个御风法 身子一下掠开许久 看到那少年人连珠射击不停 下手很辣直接 那模样不像是个乡村少年 倒像是曾经指挥过一场战争的速将 冷冽很辣 元神且强 自己的诸多法术都瞒不过他 最后也顾不得自己此刻的状态 一拍额头 眉心飞出一道流光 化作了的玄铁剑侠 散发清光 蒸蒸蒸地吐出流光 剑气吞吐 直接将这些剑矢 全部撕裂绞碎 其吴霍动作顿主 看着前方 剑气汇聚如化作风暴一般 连地都给撕裂开来 而那道人站在中间 像是被簇拥着的仙神 狂暴的剑气流转变化 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整个院落都变得极为压抑 让人喘不过气来 其吴霍看着眼前这风暴之气息 因为自身元神强大 它可以看破元气的流动 但是自身的元气 还不能够随心所欲地驱使着 无法打破这种凝聚着的元气流动 现在的剑矢 甚至于无法靠近那道士的三尺之内 射出急速的剑矢 只是在虚空中定住 嗡嗡地震战着 最后从中间撑出一个弧度 齐齐碎脸 其吴霍握着长弓的手松开 这便是神通 那道人的发迹散开了 脸上浮现一股清气 道士我小去了你 小小年剑 推也毒辣 本不愿动法宝 今日就将你这邪道修饰给宰了 收了你的魂魄 也可淬炼成我的几年阳寿 众人都面色惊慌恐惧 就连丽蒲玉都一样 先前齐吴霍虽然张弓连射 施展出一手了不得的剑术 但是比起这样的神仙手段 还是差得太远 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周围的风暴 似乎越发地巨大起来 齐吴霍把弓放下 借了旁边那下注的利家学子的一柄剑 就在这个时候 似是因为狂风鼓动 他看到那道人的道袍一摆下面 一个木制的令牌被吹得起伏 那上面一个俘虏文字 如同舞动的雷蛇 其无惑的毛子忽而微宁 他见过这个俘虏文字 在五年前 那一场如噩梦般的天下大灾之中 那一场百万黎明 皆死尽的妖国大灾之中 总算能喘了口气的道人 施了个法咒 道 狂风 骑 狂风大胜 即一拍剑侠 要一封席卷剑气风暴 化作了一片个人首级 如斩麦草的神通 道人一手指添 一只手捏了个剑绝 直指着那面色仍旧平和的 让自己心头火起的少年人 本来打算一气呼出 便成法咒 但是这小子 推也邪乎 自己尚且不是真人 还是稳妥些好 于是踏钢不斗 口中颂持神咒约 原始安镇 普告万灵 阅读真观 山神之灵 太上有命 搜捕歇经 及及如律令 此乃真传法咒 通告十方土地 山神地址 借其之力 斩妖除魔 并与之结缘 是行地界法事之机 也是根本神咒 脚下隐隐已成一大法阵 风暴骤然大胜 大有黑云压 层层欲催之感 就连那道士 自己都觉得诧异了 自己何时有了 如此的大神通 哈 许是被这小贼子所激 怒乃心之火 心眼 信眼 法力自是强胜三分 当即也不去细想 抬手一指其无惑 即有几分意气风发 喝道 沙 低沉的风声 越发的狂暴化 一股鼓风 似乎是听从 这个道人的命令 而出现风席卷着云气 云气碰撞 几乎形成了 雷霆一般的威势 整个立家 甚至于整个山下的镇子 似乎都被这一股难以想象 仿佛天灾的风暴 笼罩起来了 树木被吹动的 花花作响 在这个瞬间的时候 忽而激昂暴力 下一刻 狂风猛的汇聚 下压 轰鸣的声音 几乎已经超过了 风暴的极限 如枪如锤 如劈如杂 倒是毫无准备 直接被那无边恐怖的风暴席卷 苦而后狠狠地砸下 风骤及 屋檐下的铃铛 鸣响不停 那种巨大的风压 直接让道人的脸色呆滞 五脏六腑之中气血反弹 张口便是一口金血喷出 这 这怎么可能 本以为必死的立家众人 也因这样的变化正主 倒是直接被砸得五脏六腑都翻腾 神区动弹不得 看到自己摔出去的玉帖上有一个名字亮起来 而后赤裂地燃烧 神色缓缓凝固 这是一桩质宝 记录了他这一脉 祖师曾经见过的诸多山神地址 宗门中人 持此物施展地址神咒 方才可以阴传四方 引来地址相助 否则的话 既无缘法 也没有祖师渔蒙 山神地址 各自逍遥 甚至于不受天地管辖 谁会专门出来帮忙 哪怕是有着这样祖上的缘法 那也只是一面之缘 勤奋不多 请他们出手帮忙一次 便是损一份的勤面 而现在 这金光赤裂如此 道人挣扎不能 哄 狂风汇聚 那压制住了道士的风 隐隐化作了一只巨大无比的胡爪 仍旧散发风暴之气 而这风往后面蔓延 在整个过程中撕扯着流光 利家众人面色苍白 看到那遮天蔽日的狂风中 仿佛隐隐约约 有一只高达十丈的黑色猛虎 双目如日月 于黑压压的雾气之中 散发冰冷光芒 利扑玉面色煞白 众人腿脚酸软 或者瘫软在桌子旁边 或者坐在地上 唯独那阑山少年 一百分钟而动 和那恐怖猛虎真身直视 猛虎垂眸 少年仰头 一时四方死寂 无人敢于作声 那倒是吐血泥南的声音 犹如雷震 连鹤群山 一时六座山神之首 连鹤山主 恕罪 恕罪 利扑玉 利月灵的身躯僵硬 不知道眼前何等情况 而曾在外面闯荡的利一仙 则是知道 这两句话代表着的是什么 脸色惨白 哗啦啦一片人倒下 是恐惧 也是禁句 向着山神行礼 脚步声音响起 猛虎法乡之前 风暴散开 一名身高八尺的男子 迈步走出 一只手提着酒 一只手挟持长枪 穿着明黄色的长袍 黑白两种颜色的长发垂落 神色漠然 眉宇伶俐 迈步向前 而背后那猛虎法乡 并不曾收起来 而是俯瞰 夺步往前 真实虚幻 刹那气韵悠远 在众人都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时候 利扑玉却发现 其无或没有低头行礼 心中着急 哪怕下败 都伸手拉了下其无或一百 一片压抑死寂之中 那神灵呼儿微笑 提了提手里的酒壶 对那阑珊少年玩笑道 昨夜说得分明 今日来寻我饮酒 君池不来 我只好自己来找你了 语气轻松 众人思维刹那凝致 君池不来 我只好来寻你 落入了那道人的耳朵里面 犹如平地雷霆 让她的脸上一点一点地散去了全部的血色 身躯微微颤抖 因为她听出了这句话里面蕴含着的平等态度 不要说她这个仰仗长辈渔蒙的后人 哪怕是三百年前的祖师 也没有做到和山神有这样好的关系 可恶 这般人物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若是没有她的话 我今日必然攻城 这道人心中暗恨不已 丽蒲玉则是呆滞住 想要抬起头 看看自己旁边的奇无惑 又担心 这样会惹恼了山神 但是还是想看 但是不敢 身子都僵住 在这里的所有人 脑海中都是一片空白 恍恍惚惚 如坠梦中 就仿佛整个大堂中都压抑下来 直到那少年的声音响起 多谢 是我迟了些 还要你来找我 自是没有约定饮酒的 只是山神随口说的一个由头 但是其无或仍是如此回应 猛虎大笑 无形中有狂风升起 将这屋子里面的人们给拖起来 丽月灵很快地恢复了理智 恭恭敬敬道 今日有着妖人骇人 信得山神庇佑 大显神威 他日善难避在山下 为宁肃今生神庙 年年岁岁 供奉不停 山神道 不必 吾不是兽儿等香火供奉的那些所谓神器 吾吉如山 而等入山不败 见我亦当如是 严爸爸助其吾祸手臂 往外走去的时候 眸子微垂 看了一眼那蜷缩起来的道士 后者努力地收敛气息 装作生死 以防止自己被察觉到 但是这自然不可能 山神问道 此人如何处理 其吾祸看到这道人 记在了腰间腰带上的木牌 往日模糊记忆又有声腾 顿了顿 道 我有事情想要问他 山神点头 平淡道 那就先不杀 平淡无奇的五个字 杀气纵横 那道人面色刹那煞白 欲要讨饶 却听得了一声震天汗地 也是的猛虎咆哮 直接神魂都僵硬住 纵然他这一脉也有 修行元神的手段 可以抵御诸多的法术蛊惑 但是在此刻 却是毫无半点的用处 直接被震散了元神 废了他的修为 是杀戮活人 以活人的阳寿 延续自己寿命的邪修啊 不能够让他活在这个世界上 山神低语着 猛虎法香只是一张口 狂风席卷 只将那道士一卷 越边越小 越边越小 直接吞了进去 山神所化的男子秀袍一扫 背后蒙虎法香如风散去 回头对着众人道 那我便将客人借走了 打扰到诸位的雅信 实在是抱歉 丽月灵恭敬至极道 理该如此 理该如此 其无惑冲着众人拱手一礼 而后才随山神迈步往前 行不过三五步 云气渐声 风声呼啸 一杯大片云气托举 眼见着便远去了 再回头去 看到了丽家的宅子越来越小 越小越小 最后 就连有着万余户住宅的镇子 都像是画中一般 大道上面人来人往 脚步匆匆 其无或呼而想到了年幼的时候 在门外的大柳树下面蹲着 看着白日里蚂蚁辛苦 来来去去 此刻想来 众人不义如此 自己不义如此 一时恍惚 乘空欲风而去 转眼之间已来到了山上 云气散开 风也平息下来 其无或认出来 这里正是先前猛虎论道的地方 只是 今天没有了那些通晓灵性的灵兽 而是几位老者 为首者穿着颇为宽大的圆外服饰 满头银丝 主着比自己还要高大的拐杖 慈眉善目 笑容温和 其无或疑惑道 这是 山神道 今日本来和几位好友闲谈 感觉到了那立家有煞气 故而顺便去看上一看 这巡河镇土地疑惑抬头 心中疑惑 奇怪 方才这山神 不是听闻煞气所在的地方 就直接驾驭起狂风奔去了吗 这样怎么可能是顺便 为何不索性明说是 亲自去救人的 若是直接说自己是去救人解灾的 岂不又是一份大大的人情 放着送上门的人情不要 真真是奇灾怪也 山神又对几位土地道 我今日来为几位引荐一位好朋友 那门湖指着那穿着罪事讲究 一身员外袍的老者道 这乃是巡河镇服的正神 名为陶尘 一地的土地 曾经也是修行中人 走的是悬门正统 一手遇风奔雷 不比道门真人差多少的 那老人笑着抚恤道 只是个土地小神罢了 哪里能够和真人们比呢 倒是捧我了 一边客气地说着 一边张开眼睛 眸子里面有灵光流转 左右看去 但是却不曾看到 什么能让这修行极高的山神 如此看重介绍的人 不由诧异 山神又指着另外一个额头硕大 穿着褐色不一的老者 道 这是新达乡 至这苍林山之中区域的土地 名为深洪穴 执掌的区域辽阔 在这范围之内 无论是走兽妖媚 还是人间修士 都得静香三根 若是有什么争执 都是要寻他来做个裁断 德高望重 最后指着唯一一位身材颇高大的老者 白发白须 像是个道士的模样 道 这个是旁边那苍林山下一片区域的土地 福德正神 名为洛伊真 曾为修真之士 寿述到了 不愿走鬼先阴神之路 便选择与地脉相合 调理地脉手段高深 我也是从他那里学了许多 白发老者摇头道 你的手段明明在我之上 就不要折杀于我了 山神这才看向一身阑珊的奇无惑 道 这位便是我要介绍给你们认识的好朋友了 三名福德土地正神都齐齐正主 彼此视线交错 以他们的眼力见识 一眼就看出来了 眼前这个少年 就连先天一气都没有能凝聚出来 就连道长这个名号都还称不起来 充其量 算是个学道之士 再仔细看看 兽数连一百都没有 至多七十多岁的天兽 山神缓声道 这位朋友名为奇无惑 于道之上颇有领悟见地 于原神之法修持上 更是绝妙 大家都在这山河中修行 今日相识 也好多走动走动 蒙虎语气郑重 对那少年极为看照 那位陶老爷子最先反应过来 笑着起身拱手道 原来如此 小老见过道长了 另外两位土地 也起身主动见礼 口称道长 其无惑 这是蒙虎山神 主动将自己介绍给这一片地界的 山神地址们 于是也拱手回礼 口称福德正神 蒙虎山神大笑着道 是吉是吉 大家都是朋友 往后可以常常走动 来来来 坐 坐 他知晓 其无惑认的那老者 但是他平生也曾出游天下 也知道这般人物 不会久留于一地 离别之时 最多给些原法 却不会给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其无惑没有跟酒 故而将自己认得的土地和山神 眼影让其无惑相识 邀请几人在一张圆桌前坐下 取出酒壶针酒 那陶太公笑着道 不过 这镇子里如此大的煞气 却是因为什么 蒙虎回答道 一个练英兽的邪修 袖袍一扫 那道人已经滚葫芦般地落在地上 这倒是落在地上 还想要再逃顿 只是一抬头 却是正主 见到此地地 只山神都在 石桌之旁 梅花树开 群仙饮酒 而那少年赫然正在其中 低下头 看着自己法麦玉贴上名字 一个个亮起 道人只觉得 嘴里都是苦味 抬起脚来 却是再迈不动步 苦也 苦也 自己 到底是 踢到了什么石板上 他亮枪了下 拱手 一败到底 猛虎提着酒壶道酒 看向齐吴霍道 吴霍 你想要问什么 便问吧 齐吴霍看着那脸上 堆积出讨好笑容的道人 那一年行路南上 人间惨剧的画面 在脑海浮现 那菜市上飘摇的齐帆 那个说年幼者活 主动走进菜市 一命换一命的先生 猪般画面闪过 只剩下了如同雷蛇般的俘虏文字 许久 道 你腰间那腰牌 哪里来的 腰牌 那个道人愣了一下 然后忙不迭地聊起了一百 一把把那木牌抓下来 弯腰 双手托举着 那腰牌举过了头顶 手还在颤抖着道 仙长要是看上了的话 请 请 陶太公抬手将这腰牌射了去 翻来覆去看了看 道 这是明真道蒙 对腰牌 你怎么会有的 老道士仍旧保持弯腰托举的动作 小心谦卑地道 这是老道士 小道 是小道我十几年前 在里州游历的时候得到的 那时候 恰好遇到一个年轻人在摆摊 就拿了些金子换了下来 陶太公笑一声 漫不经心道 明真道蒙 怎么说也是一个大势力 能够得到这腰牌的 不会是不通修行的人 怎么也肯定知道 此物的宝贵 当真是摆摊 若是如此的话 他家长辈 回去怕是要好好说他一说了 老道士干笑 不敢回答 只好陪着笑 齐乌霍已听出来 这话里的意思 恐怕是十几年前 这个道士在里州 见到了 有个修为不高的年轻人 拿着这个腰牌 财博动人心 做了那杀人越货的买卖 而后担心被对方长辈找上门来 这才一路奔波 到了中州这边 齐乌霍看向那位福德正神 道 陶太公 认得这腰牌 老者点头 道 见过几次 他将这腰牌放在桌子上 抚须道 齐道长应该也知道 修行之势 大道三千 哪怕道门正宗 远远流长 也各分法脉 自有传承 散落于天下各地 而修行之上 需要诸多资财 有时候单靠着一地法脉 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聚集起来 再有 因为个人悟性和经历不同 哪怕源头是同一门真经道葬的法脉 往往也会慢慢演化出不同风格的传承 彼此若是可以交流的话 对于大道领悟和修行也自有必义 最初是基于这些原因 在法脉和宗门之外 也渐渐出现了一些松散组织 后来随着时间过去越来越长 这些松散组织也逐渐搜集点击 培养核心 形成另一种势力 这个明真道蒙 算是其中之一 以明真破旺 以图大道为理念 修行之上 讲究的是神可通天 叱咤风雷 于修行元神之上 颇有见地 其无或道 明真道蒙 他拿起了那腰牌 拿在手里颇为沉重 四目飞目 色泽偏暗沉 中心有一个云纹形成的浮路 仿佛雷蛇照亮昏尘 自有一股灵韵在 和记忆里面 曾经在妖国间隙当中 见到过的 旗帆上的纹路一模一样 只是这个更小 云纹流转 那个则是更大 隐隐蕴含雷霆之气势 这个云纹福禄 他记得清楚 同样记着的 还有那个背对着自己 潇洒摆了摆手 就走路菜市的先生 淘太公府须疑获道 其道长为何执着于此 其无或 把明真道蒙的腰牌放下 将数年前的经历道出 几位夫的正神 都神色慢慢沉冥下来 彼此对视一眼 土地公洛伊真道 当年的锦州灾节 我等也有耳闻 但是毕竟相隔太远 地址不可远离所在之地 否则不能调动地脉之气 实力难免折损 所以了解的不多 实在是帮不上忙 不过 此事和明真道蒙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洛伊真解释道 明真道蒙 虽然不是所谓的正派中人 但是却也不是那些邪道 他们行事风格 大多是追逐利益 追求修行 对于杀戮 练魂之类 并无多少兴趣 不过门中也难免出现些渣子败类 于这件事情上 我只能够说 明真道蒙 不会是主动的推手 大概率是因为 某些利益上的原因 而出现在那里 如 明真道蒙 这样的事例 基本会有对于 自身参与过的事件 进行记录 其道长 若是对此事当真在乎 往后可以去探访一二 穿贺衣的身土地 放下酒杯 忽而冷笑道 明真道蒙 没有败类 这却也不能断言 譬如眼前这道事 众人的视线 落在了那老道人身上 后者不由心中暗恨 怎的又提起我来 蒙虎山神抬手一招 那一枚有着他名字的御书 飞起来 落在了他的手中 他妈撒着这一枚御书 许久后 忽而道 谭台国初 是你什么人 老道人眼中浮现出一丝惊喜 扣手道 小道名 但台轩 子宇剑仙谭台国初 正是小道的祖父 蒙虎低语着道 是故人之后啊 傅又抬手一招 那玄铁剑侠之内 有一柄长剑飞出 落在了他的掌心之中 蒙虎右手持剑 左手并直扫过了剑身 剑名声音阵阵 神色引有些许的缅怀之意 就在但台轩眼底有些许期望之色的时候 蒙虎山神又淡道 可惜 可惜 但台轩察觉到杀鸡 头皮发麻 极有魂飞魄散之感 蒙虎道 你终究炼活人杨兽 为自己续命 人行邪道 死不足惜 但台轩身子猛地一颤 在这死之前的时候 想到山神对于齐无惑的态度 抓住最后一线生机 猛地跪下高呼道 齐仙掌 齐仙察 我是明真道蒙之人 我认得明真道蒙里面的高层 他们那里一定有五年前锦州大灾的事情 饶我一命 饶我一命 我愿意将功赎罪 将功赎罪 我很有用 很有用的 蒙虎皱眉 下意识看向齐无惑 陶太公等三位福德正神 也同样如此 齐无惑看着那跪在地上 悉行到自己面前的老道人 后者叩手道 我也没有害过无辜的人 都是些贪财的人 我拿着黄金买了他们的命 我知道 我是走了邪法 我也只是想要活下去啊 就 就算是要死 也不必着急在这一世半位杀我 我能帮您弄清楚当年的事情 我的性命低贱 实在是不能够和您的大事相比 因为杀死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 却影响到您的大事 岂不是太亏了吗 古时的君子说 真正能执掌权位者 眼中是没有黑白的 唯独有用没用 您是君子 应该懂得 和光同臣 这个道理 我活了一百多岁 不可能踏足真人的境界 只想要多活一小活而已 您如果觉得不可靠的话 我愿意 把我的原神分出一部分 交给您控制 我绝不会背叛您 我已能预期奔行 掌握法术神通 若是去一个寻常的府城里面 也能开辟一只法脉了 现在愿意做奴仆侍奉您 但台轩说得有条有理 蓝山少年俯身似乎搀扶 但台轩苍老脸上 浮现出一丝讨好的笑 忽而寒光闪过 随身携带的匕首 直接穿透了但台轩的咽喉 韧长一尺 从前穿过 从后脖梗穿出 那老麦道人瞪大眼睛 似乎没有想到 有人能够拒绝一个 通晓神通道法的奴仆 愣了一下 才因为剧痛而颤抖起来 咽喉喘息 血咕嘟咕嘟地流出来 只是因为元气强盛 一时未死 瞪大了眼怒视 只能看到那蓝山少年 眼眸幽深宁静 不起波澜 其无惑并不曾回答 仿佛他的话不值一搏 只是将匕首往里面 更深处刺穿 但台轩挣扎力量越来越小 声音含糊不清 你杀我会后悔的 其无惑反手拔出匕首 不会的 他如此回答 但台轩双目无神 捂着咽喉倒下来 腿脚抽了几下 就已经不动了 其无惑反山染上了血 现实中第一次杀人 和梦中不同 定了定神 对山神拱手道 抱歉杀了您故人之后 山神摇头道 原本我也是要杀他的 陶太公和另外两位 第七对视一眼 笑着说 有事提前离去 却是静止奔行而出 在十数里外 将他淡台轩的 一点魂魄抓住了 静止地以地脉最浑浊之处的煞气 给洗炼消磨掉了 最是慈眉善目的陶老太公道 心性不错 是个好娃娃 只是修行经验不够 不知道 明真道蒙的修饰 魂魄都会跑 虽然这魂魄 只是一点灵性 没有记忆了 可是还是得要彻底的 挫骨扬灰才是 深信土地赞叹道 这样的邪修 还是死彻底些好 三位福德正神 直接在原地打叫遗鬼 上禀九天 下告阴思 连那倒是最后一丝煞气和怨恨 都给消磨了得干净 足足三位福德正神的助导 不必说是转世 就是想成厉鬼都不可能 其乌祸杀死了那淡台老道之后 想着五年前的事情 正正想了许久 只是告辞的时候 山神却呼而道 我有一件事 想要问问乌祸你的意见 其乌祸询问 猛虎笑了笑 道 我不久或将突破 云游四方 到那时 你可愿继承这山神之位吗 其乌祸要开口的时候 山神抬了抬手 笑着道 先不用急着做决断 我先和你说说 这山神的全能 祭祀之法中说 山林穿古秋林 能出云 为风雨 见怪物 皆约神 而地址一脉 其实不听从天地的福照 相较而言 并不会受到太多的限制 离开所在之地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只是不能动用地脉之力 而若是在所在的山川之内 则是能天然具备几类大神通 能出云雾 为风雨 可利用地脉演化顿术 来去无踪 也可以凝聚香火气韵 算是一门不弱的神通 同时基于香火助导 则是有一定的加护能力 比方说 让某些人交好运 比方说 让被加护者读书的效率更好 当然 这一切都基于地脉运转正常的基础上 山神土地 都自然地会去维护地脉和地气的正常运转 所以才称呼为地址 不过 这些都不是我希望你能做山神的原因 山神笑了笑 道 我知你心有大道 元经 元气 元神三者修行 你现在还在炼化元经的层次上 等到了元经炼化到极致 再和元气相合 就可以修出 先天仪器 那个时候的你 便可以被称呼为道长 而在元经和元气相合的时候 若是身在地脉之中 便可以顺势修出一门神通 名为地元炼体心诀 各门各派 皆有各自不传之手段 这也算是地址的一种秘传 蒙虎山神端着一杯酒饮下 道 地址之身份 于旁人来说 或者是祈求不得的归宿 但是于你我而言 只是暂且停步休息的地方 终究会离去的 到时候 你将此身份 还归于此方天地众生便是 他说起这些的时候 神色平和 饮下了酒 放下酒杯 眸光落在了 放在了桌子上的那柄剑 手掌轻拂剑身 剑身微微名笑 其无或没有立刻做出决定 看到那柄剑 道 那位坛台国出剑仙 和山神相识 山神沉默了好一会儿 道 是啊 三百余年前的好友了 只是没有想到 他的后裔竟然做了这样的事情 若是他还活着 早已一剑取了其手机 你随我来 他右手握着剑 剑身微微抬起向上 这一口剑的剑身长且轻薄 抬起的时候 破空声轻悦 可以想到 如果此剑必然迅捷无匹 山神起身 持剑踱步而行 道 那时我吞了黄金 开了灵志 山间修行百年 已有了先天一气 更有了化形的手段 他是人间江湖门派里面的剑客 一剑入道 曾经一起游历了天下 曾经踏过山上的贼匪 也曾经在月下和老僧谈论道法 持剑纵横三十年 快意恩仇 后来他和一名女子一见钟情 在家乡安顿下来 而我则回了山中 我们约定美国二十年春暖花开 河流解冻的时候 再重新来到我们相见的地方 带着酒见面 回忆过去 谈论将来 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时候 我们相见仍旧如同过往 痛快无比 再过二十年 见面时 他已是中年模样 修为已是先天一气层次 在河内纵横无敌 已经不再需要见气 又二十年 他的妻子去世了 在二十年 再来的 却已经是个两病斑白的老者 蒙虎山神饮酒 他将他自创的见点给我 换我在他准备的御书之上 留下了名字 我那一天站在山岗上 看着他一步一步走下山去 自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至于如今 已经有三百年了呀 时间真是无情 山神抚摸着剑 袖袍一扫 将那死去的老道士尸海粉碎 而后来到了山巅的地方 将这一口剑 插到山上最高的地方 风声拂过剑刃 如有低营 高大山神副手力 看着那山下的河流 时至冬日 河流上面 也浮现出了一层的伏兵 山神抬手 手中的九弧威青 烈酒洒落剑风 骑士仍旧雄烈 老朋友 你的剑在我这里 你的酒壶也在我这里 我被中人 不过一剑一酒 行走天下 喝一壶酒 看看这天下 也好啊 山神笑着把酒倾泻完 然后把酒壶挂在了剑柄上 看着那口剑气 如同看到了少年时 生死相交的好友 仿佛看到他垂垂老矣 即将生死的最后一面 忽而一笑 洒脱拂袖 前尘往事 生死离别 不落心中 转身走下山去 自语低音道 千里长河出洞时 玉科瑶佩想参差 浮生恰似冰底水 日夜东流人不知 你葬在我这里 是好事啊 他日我追逐大道 寿数将近的时候 又会葬在哪里呢 山神和其无惑 从这最高的山顶走了下来 这位高大的山神呼而道 无惑 今日感觉如何 其无惑想了一会儿 回答道 见生死 山神洒脱笑道 那但台轩 寿数将亡 故而炼化生人的杨寿 为自己续命 手中有百十条性命 自然是行走邪道 但是追究其本心 也是为求长生 不愿死去 此心和你我又有什么不同呢 但凡修者 若是不改本心 不愿害人的 或者会如我好友那般 从容死去 而被恐惧驱使着的 则会坠入邪道 死于灾结 天地万物 自有运转规律 今日看去 是他冲撞了你 而后生死陨落 或许他也这么想 到死前 都在深恨自己的运气不好 但是于冥冲之中的命数里 却未尝不是这天地大道 在假借你我之手将他斩杀出去 天地横长 运转不休 一饮一浊 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你我是逐道求长生之辈 他日总要习惯别离 也或许逐道而去 逐道而亡 一言以赠君 蒙虎山神威翼拱手 欲语无言 最终只是笑叹道 长生路上 禁数尸骸 道友 珍重 骑乌祸下山的时候 山神想了想 又一招手 流风将那一口玄铁剑侠收了过来 猛虎山神抬手虚暗 忽而有无边的狂风掠过剑侠 剑侠之上 流光猛地大亮起来 最终猛地赤裂 玄机复归于平静 而那止不住的鸣孝 也已经停下来 山神将这一口剑侠翻转地过来 道 今日你也该看到了 你并没有护道的法门 遇到邪道修饰 颇为吃亏 你的元神强大 对于有些左道来说 和天生灵药没有区别 你的元气 没有和元经相合 没有办法离体 但是元神修为却强 也可以预识此物 我把淡台熏的元神烙印抹去了 你回去再慢慢将里面的烙印练化 原抹需要三年时间 到时候便可以运转如意 以做护道之用 山神微笑道 这并非是什么人情 或者是交易 就像是你知道 我的功法有问题之后 连夜上山 是因为朋友之意 我看到你元神强 却又没有护道法门 也希望能解决我朋友的问题 这无关乎修为 不过是关乎情意 齐乌霍拱手道 如此 谢过 因为还没有淬炼着法宝 也没有先天遗弃 不能运转神通 齐乌霍只好将这个剑侠背在身后 而后一步步下的山去 沿途又遇到了那位打羹人 只是这一次 往日颇为不讲究的打羹人 却是一愣 而后一下让开道路 半赏不说话 齐乌霍一正 还没有回到家中 就听到了曹操杂杂的声音 远远看到那原本狭窄到了 连马车都进不来的小巷子前面 挤满了绫罗绸缎 穿着滑跪衣上的男男女女 安静站在那破败小屋子里面 听到声音的时候 转过头来 看到阑山少年 背着一口悬色剑侠 站在巷口 风吹而过的时候 一百隐隐血色 眉宇清朗 那边骚乱了下 而后熙熙落落地拱手 嗓音不齐 却声音颇大的喊道 齐仙长来了 齐仙长 我是你家的邻居 这就是前些时候有些事情 没来得及拜访 这不是 我刚刚从府城回来 正好来拜访一下您 哈哈 齐公子 犬子也在苏先生那里读书 总是听说苏先生说起你 今日有空的话 要不要去家中喝杯茶 吃顿便饭 穿着绫罗绸缎的男男女女 纷纷凑上前来 在这阵子里面 或者德高望重 或者是颇有家财 往日 他们是不会来到这个 在整个城镇里面 都是偏僻破落的地方的 而现在他们不但来了 还带着礼物 非但是带着礼物 甚至于还为了表达自己的诚心 而步行过来 脸上带着笑意 去和往日他们口中外地 逃荒来讨吃食的的少年 打着招呼 今日那一阵 笼罩了整个镇子的风 实在是太大了些 历家的事情很快地传开了 齐乌霍和山神一起 踏着云气而离开 是山神好友的消息 不禁而走 如此的城镇里面 任何消息的保密 都是一种奢望 齐乌霍抿了抿唇 只是往前走去 有人伸出手拉他 有的想要把礼物 强硬地塞到他的怀里 如果从高处看的话 这一只只手 就像是贪婪地 要抓住些什么似的 带着笑意 一下一下地朝着 那阑珊少年身上拉扯过去 齐乌霍走到门口的时候 看到了利蒲玉 脚步顿住 蒲玉 利蒲玉的脸上 有惭愧的神色 我没有想到 消息会传出来的 人太多 没关系的 利蒲玉怀里 抱着一个木盒子 低声道 这是我自己 练琴的时候用的琴 我看齐师兄你 似乎很喜欢弹琴 想着 你可能会需要 也谢谢今天 你救了我们一家 他是真的为了 感谢齐乌霍才来的 齐乌霍离开之后 那些客人们 也都很快地纷纷离开 他感念齐乌霍的救命之恩 想了想 少年人也没有多少钱 因为看到齐乌霍抚琴 所以把自己的琴 偷偷抱了出来 但是这个时候 环顾周围 看到那些园外 湘贤们带着的 华贵物品 自己手里 这一张 只是为了练习的古琴 就实在是有些 拿不出手了 齐乌霍双手伸出 接过了这一张琴 如此 多谢了 啊 啊 嗯 嗯 丽蒲玉愣住 然后才忙不迭地答应 把这一张琴递过去 齐乌霍抱着琴 其余人见到了这样 连忙取出自己的礼物 齐乌霍没有再见 邀请丽蒲玉进去喝一杯茶 后者连忙摇头 齐乌霍伸出手推开门 把琴放下 而后转过身来 朝着那些人微微拱手 今日不便待客 抱歉 少年双目清朗 那些人的脚步下意识止住了 而后将门关上 两扇自己捡十来木柴定好的木飞 隔绝内外 内里寒霉 门外立玉 转身的时候 提起了古琴 看到那位老者 仍旧在那梅花树下 正在沏茶 沏好茶 抬眸看着齐乌霍 笑着问道 感觉如何 齐乌霍呼出一口气来 脸上那种清冷安静的神色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少年人的烦恼 梦中经历这些的模糊感 完全无法和现实中相提并论 他揉了揉脸 而后答道 我似乎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哪怕知道什么是正道 也会忍不住放弃修行 转而去走旁门左道 提前修出元气了 有神通如弹台轩那样强横 威压四方 也能得到各种利益 一个名一个利 有几个修行者见过这些之后 还能够忍耐得清修的日子 老者抚须大笑 然后让齐乌霍把背后的剑侠解下来 给他 齐乌霍将这玄铁剑侠递过去 老者敲了敲 摇头沈笑道 果然不只是剑侠 也是一门储纳之物 藏得颇为精巧 齐乌霍道 老丈懂得法宝吗 老者哑然 似乎很少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想了想 才抚须笑达道 略通一二罢了 倒也不值得一提 屈指微扣 整个剑侠之上 七十二道后天封静 十七道先天浮露 尽数破碎 但台轩百年苦功 刹那之间化作飞灰 剑侠嗡嗡名笑 忽而大白天就有阴云阵阵 耳畔听得到阴风呼啸 就连院子里面都似乎一刹那 就变得阴冷了三分 那老者抬眸道 还是个驱使幽冥魂魄的 手掌一招 一道碧莹莹的玉光 从剑侠飞出 落在掌心中 那是一枚六棱的白玉柱体 一共六面 每一面上都以极为细的笔触 写着一个个文字 散发灵韵 显而易见 并非寻常物件 且以密文加持 旁人哪怕得到了 也无法解出 这些文字的真实含义 老者只看了一眼 道 哦 林宝九幽长夜起诗度 王玄璋 还是个玄门正宗 其无或元神 隐隐约约感觉到了 有阴冷之气 在虚空中游走 文言道 林宝九幽长夜起诗度 王玄璋 老者漫不经心回答 是 魂魄有五道 精神归虚无 幽幽九幽理 万劫立三图 这是一门最终以求解脱自我 以求除去三万劫生死之罪 而得长生的法门 嗯 算是正统 其无或道 正统之中 为何会做杀人夺寿的事情 老者放下六棱白玉柱 摇头道 何者为正 何者为邪 邪人用正法 正法也是邪 正人用邪法 邪法也是正 以洞玄灵宝法门 行杀人夺寿的事情 也就是他偷偷摸摸 且以沾染阴丝气息的精子做掩护 否则的话 恐怕早已被北极区邪院发现 就此诛杀 五雷轰顶 魂飞魄散了吧 不过 这些阴魂 老者抬眸看着这十多个被弹台宣驱使 没有了真灵意识的鬼 右手手指本来抬起 行度化之举 忽而顿住 略做思索 转而带些玩笑道 你杀了这些羞 何该担下这阴果 嗯 我 其无或愣住 他下意识指了指自己 看着天空 道 我现在还没有法门 该怎么帮他们 老者抚须想着 只说是帮 而非是将这些鬼物收敛 或者除去啊 看他身上一丝煞气 应是亲自斩了那邪羞 能杀能度 有诸邪碎之心 有度苍生之念 这才是道门中人 老人玩笑着道 那不如 你给他们弹一弹琴 或许他们能够 回忆起来自己的过去 其无或抬起头 他的原神隐隐约约 也能够看得到 那些失去了 本来神智的鬼物 看到他们的眼神泛红 深的气息癫狂 似乎是要一言不合 便扑杀生人 只是不知道为何 在这个院子里面 却显得尤其的老实 模样癫狂 却一动不动 反差之大 几乎让人诧异 其无或虽然不知道法门 但是老者说了 他便信 抬手取出 利谱预送的琴 这是在城里琴轩买来的 志士琴 目的是为了让学子熟悉执法 于这琴的质地之上 只算寻常 其无或坐在梅花树下 手指按在了琴弦之上 傅又想到 寻常的琴音 自然不可能换回灵性 应该是要运转元神之力 双眸微锤 元神引动 琴音刹那升起 那些幽鬼魂魄 刹那之间 神魂隐隐一清 与此同时 陶太公将那残魂灭杀之后 回转自身管辖之地脉 呼查阴风微动 再一静听 隐隐听到琴音 咦 这是 何处人在抚琴 且去看看 物要再出乱子了 心中微动 已是运转遁地之术 循着琴音而来 其无或手指抚琴 他的琴音是从梦境中 和山神琼玉相识之后 才逐渐走入上家的境界 而后经历梦中数十年的起伏 又在丽家知道了 梦中似梦非梦之理 在层次上更进一步 琴音之中 仿佛蕴含了梦中那位 无或夫子一生的感悟 能让人心中共鸣 年少者见意气风发 年老者见事情起伏 触及本心 现在 哪怕是这些被 林宝九悠长夜起 失度王玄章 逆用而炼化的幽魂 都隐隐被触及 原本癫狂 似乎稍微微弱了些 但是也仅止于此而已 院落之中 仍旧还是阴气流转 阴风阵阵 阳光都穿透不得 那些被操控了的 幽魂身上 气息起伏不定 其无或以原神看去 隐隐可以看得到 他们脸上的挣扎之意 可是在无论其无或如何的抚情 如何全心全意 都没有办法平复他们的心境 少年抿了抿唇 仍旧一丝不苟的抚情 老者沈笑摇头 先前无心 却能做神通 而今越发用心 反倒是没有用处了似的 抚须笑道 不要如此紧绷着 紧绷着的人 连写字都很难写好 又怎么能抚情呢 秦乃心之声 心者 姓也 神也 抚情的时候 本来就是要原神参与的 这是自然而然之事 你刻意运转原神 反倒是失去了妙处 无或呀 注意 心意安定 气与神合 任其天然 不加引导 是所谓 绵绵若存 用之不情 所谓情因 所谓神通 都不过如此罢了 其无或原本心中想着 一定要将这些幽魂度化 身躯都下意识绷紧 老者言辞温和 他反倒是慢慢不再那么执着了 手指按着情弦 情因动触 自然婉转几分 心神也慢慢畅快起来 忽而问道 老丈也懂得情吗 情 不懂 老者抚须笑答道 我所言者 道也 其无或笑着答应 抚情之时 便按照那老者的指点来 偶有错漏之处 老者就随口道出 但是每次的指点 并不是情谱上 谈错了的那种 而是是否合乎于心 合乎于神 渐渐地 其无或的情因 不再拘泥于情谱之上 而是越发地从容起来 那老者 说他不懂得情 但是在他的指点之下 其无或却感觉自己 反倒是更为顺畅 七十年 黄粮一梦 有情谱三千 月里十方 而今汇聚为一 观千戒而后拾气 操千曲而后小声 其无或神色温和宁静 情因远去 那些幽魂脸上的怨愤和癫狂 逐渐地散去 阴风渐渐平息下来 他们重新浮现出了原本的模样 或者是年轻的女子 眉目秀起 脖子上有绳子的勒痕 或者是魁梧青年 身上有刀剑的刺穿痕迹 甚至于还有一个 连自己的头都没有了 只剩下了无头的身躯 其无或手掌 按在琴弦之上 情因渐停渐休止 只剩下了些许余韵 这时 情因散去了这些幽魂鬼物身上的怨气 让他们逐渐恢复常态 但是这些惨状 还是让其无或微微抬眸 正烹茶的老者摇头道 看起来都是亡死的魂魄 不知道又是有几个 是接了那邪修的金子 然后被他以法术暗害了 恢复神志之后 那位清秀的少女忽而呆滞茫然 道 我怎么会在这里的 娘 我娘呢 她惊慌失措地左右环顾着 急急道 那个好心肠的道长 明明给了我三两金子 我娘的病有救了的 可为什么我在这里 我得要找人给我娘治病的 我的金子呢 金子呢 她惊慌失措地在身上找着 神色着急 本来就是苍白透明的脸色 出现了一丝焦急 眼中出现泪花 齐无祸按着琴弦的手 忽而变得沉重下来 短短几句 她已经知道了 这个姑娘 是为何出现在 淡台宣驱使的 幽鬼行列的了 在黄金上下了 蛊惑的咒术 让她自尽了吗 那少女魂魄 环顾左右 看向齐无祸 这她眼中 唯一可见的人 咬了咬下唇 询问道 小先生 你 你知道我的钱在哪里吗 求求你 求求你 那是我娘的救命钱 求求你能不能还给我 她急切的时候 似乎都已经 有点口不择言了 一下跪在地上 齐无祸起身避开 伸出手去搀扶 只是手掌 却从那笔自己 大不了几岁的少女 手上穿透过去 齐无祸顿了顿 道 那倒是 给了你黄金 少女咬了咬下唇 我陪了她一晚 阑珊少年闭了闭眼 俯身下来 运转元神 将那少女搀扶起来了 手掌温和干净 让那个少女 感觉到了难得的暖意 可她最终后退了一步 双手垂下 看着那少女 目光之中悲悯温和 还是道 可是 你已经死了呀 这几个字 仿佛有一种玄奇的魔力 那少女正住 因为被神通淬炼的痛苦 而被忘却的记忆 再度浮现出来 她蹬蹬蹬地后退了几步 神色痛苦无比 身子晃了晃 瘫倒在地上 捂着脸庞哭起来 娘亲 我娘的病 齐无或抿了闭唇 环顾周围 看到那些逐渐恢复记忆的 人 有的是接了道士的一趟标 沾染了那鬼祟气息的标诗 有的是早上卖早点的师傅 见到那穿着破旧道袍 倒是孤苦 送了他三个馒头和一碗水 也有的是医师 有的是农民 齐无或听着他们的遭遇 老者双眸温和 在后平静看着那少年 没有立刻出手帮忙 看他要如何自处 见生死 小先生 你能看到我们 能不能帮帮我们 我们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是啊 是啊 你有这样的法力 可以帮帮我们吗 就当作可怜可怜 我家里还有妻儿老小啊 其无或沉默 拱手 拒绝道 我并没有这样的神通 不能做到这样的事情 众多冤魂失落 少年想了想 又回转走到了屋子里面 取出纸笔 嗓音温和道 但是 诸位如果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或者口信 希望让我交给你们家人的话 还请说出来 我没有那样大的法力 但是传一个口信 还是可以做到的 那位标师沉默了下 洒脱一笑 如江湖人般抱拳道 那就请这位小先生 告诉我的妻子 我有积攒下的银子 放在墙壁的砖石下面 往日是担心那不孝子太大手大脚 才藏起来 是打算在儿子成家后 我和他两人回乡下老家 买一个带菜园的小院子 养点鸡鸭 一起白头 看来是做不到了 推着小车 卖些早点的商贩感慨道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只是说 让儿子不要贪小便宜 公平买卖 往后才能 靠着这手艺 养活了家里人的呀 最后那少女再败数次 哽咽道 若是往后 小先生能去中州府城 还请去府城 辖下水里乡 去看看我娘亲 说女儿不孝 不能再见她了 少年坐在府琴的石桌旁边 提笔落下 这些文字 写满了一整张纸 原来一个人的生死 只是一行文字 一点墨痕 其无惑起身拱手 轻声道 诸位的意愿 我 他似乎是觉得说 这个字 还不够郑重似的 不能够 让这些人足够的信任 老者似乎咳嗽了声 蓝山少年沉默了下 拱手 轻声回答道 诸位之愿 平道 硬下了 其屋或关上门的时候 外面的热情 一下变得安静的近乎于尴尬 那门飞虽低矮 却莫名有一种 隔绝视线的感觉 这院落外面 许许多多的人的 他们或者是 这城镇中的园外 或者是父户 也是整个镇子里面 消息最为灵通的 先是被今日这一场 笼罩整个城镇的 狂风给惊到了 而后 当那些前往 立家赋宴的人 离开之后 其乌货和山神 交好的事情 便是迅速地流传开来 他们惊讶 不敢置信 而后 带着往日清漫 这个少年的忐忑 还有期望 能沾些仙缘的渴望 带着家中 正当年龄的女儿 穿着上好的 如仙人般的绸缎衣服 提着比起 这结交鲜缘的破络户 一整座房子 都有价值的礼物 脸上挤出了 灿烂热情的微笑 过来 想要结下个善缘 却是吃了好大的 一个闭门羹 真真是 好生无理之辈 自以为是的蠢夫 以为和那位山神 有了些交情 就眼睛长到了头顶上 不知道自己 有几斤几两 竟然还敢 对我甩脸色 好死 好死 这些园外 父户脸色 都有些僵硬难看 他们在这城镇里面 是什么身份 何曾受到一个人 如此的对待 自己觉得 自己本就是 放低姿态过来 见到这个 穿着寒酸的小子仁 就是眼睛长到天上去 不由的心中 愤愤不平 自己已经是屈尊 亲自来这里了 还提着礼物 表达了相好的意愿 对面那小子 难道不应该是 感恩戴德 顺势接过礼物 和自己打好关系 结成人脉 如此 他在这个城镇 不是如鱼得水吗 就算是在那府城里面 也是可以站住脚 这不管是 放在谁的眼前 都是极好的一个机会 谁知道这小子 竟然如此地嚣张 这嚣张的点 自然是他们 并不习惯 被这样一个 泥腿子拒绝 因而恼怒罢了 只是此刻 哪怕是心中 已经怒急 已经把这些 愤恨的话语 说了个遍 脸上却还是要 装出一切都好的模样 笑呵呵地 彼此打了招呼 而后才离开 看来 齐仙长今日 是有些倦了 哈哈 是啊 是啊 毕竟今天 经历了些不愉快 咦 怎么有些冷 是啊 怎么突然 就变得这么冷 他们下意识地 哆嗦了下 抬起头的时候 看到不知怎么得 天气又阴了些 风吹起来 冷嗖嗖地 想到了今天 那传闻中 立家发生的事情 一个个都不由地 打了几个寒战 彼此强行寒暄几句 都告辞离去了 而他们并没有看到 在他们离去之后 一位老者 站在了巷子口 穿着纹饰简单 却又滑贵的衣服 满头银丝 手持一根纹理细腻的木杖 却是感知到变化 赶来的土地淘太公 他抚须摇摇 看着那宅子 上空盘旋的阴气 神色凝重起来 这是 我当时看到的阴气 原来先前所见的 不是那邪修 而是被那邪修 驱使的阴魂啊 淘太公府 虚感慨 可惜 可惜 被那邪道修饰 以密法淬炼 又以沾染阴丝 鬼拆气息的黄金 为影子 避开了 阴丝对这些魂魄的感应 让后者以为 这些魂魄已经被带走 进入了阴丝轮转之中 这些人的魂魄 已经没救了呀 要么被修饰收了 去养兵马 要么被炼化 要么消散于天地之间 淘太公 毕竟是做了很久的福德正神 眼力毒辣 看一眼就猜测出了真相 抚须感慨 虽是有恻隐之心 但是奈何实力不足 需要付出些代价 而付出如此的代价 只是为了引渡实名亡魂 他还没有这样的心境和觉悟 遗憾啊 若是你们遇到的 是当年的我 或许不同吧 不 那时候的我 也是无能为力啊 老者摇头 自嘲一声 转身要走 就在此时 他忽而感觉到了些许的变化 脚步微顿 院落之中 齐无惑第一次自称频道 这阑珊少年的行为举止 以及先前对待这些幽魂的温和悲悯 最终因为 频道 这郑重的两个字而爆发出来 也不知道为何 明明先前也是邪道人害了他们 但是现在齐无惑说出 频道印下了这五个字的时候 他们仿佛感觉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安宁感觉 就仿佛这个少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便是一定会做到 哪怕是生死 都无法阻止 众多幽魂还礼 齐无惑将那一卷记录了他们遗憾的纸张收好 而后重新坐在鼓琴之前 双手食指放下 琴音悠悠 但是旋即却发现 自己的琴音只是能够化去他们身上 因为弹台宣邪法 而变化出来的怨恨癫狂之气 下一步又该如何 他的实力不够 他的见识更不够 老者端着茶看他失为 忽而笑道 成其因果 而其遗愿 此方唯度 上善 上善 不过只是斧琴 你还做不到彻底度化他们 对吗 齐无惑道 是 老人遗憾抚恤 道 归根结底 眼下你的境界还是低了些啊 要直接跨过阴丝幽明 一曲琴音 将十数个魂魄度化 你的境界 还是要稍微提一提才能做到 稍微 跨过阴丝幽明 度化魂魄 不知为何 齐无惑 或哪怕是不懂得太多修行的事情 不知道直接跨越阴丝 执行度化之权是有多困难 也觉得 稍微二字在这里的用法 似乎还要斟酌一下 大约和自己所懂得的含义 并不相同 他起身拱手道 请老丈教我 老人抚须沉吟 温和笑道 帮你道也无妨 你今日所作所为 颇有无道之风 今日我帮你一次 往后若是不想要遇到事情 束手无策的话 便需得加紧修行了 这并非传法 事已却也不算是实言 实言呼 传道呼 哈哈 非也哉 非也哉 老人玩笑地说了句 而后似乎在想着如何帮忙 抚须沉吟 道 如此如何 辅情之时 与口中运转元气 随我一同念诵 其无或讶弈 只要念诵就可以吗 老人笑着道 自然 老者看到他准备好了 开口念诵四个字 其无或情音微顿 垂眸 辅情 开口随着老者念诵 行道之外 那本已要走的土地宫 脚步微顿 忽而感觉到 有一种说不出的 呼吸压抑的感觉 不知为何 心中变得极端焦躁 难以安定下来 是有变 当离 当下毫无迟疑 转身 急步而行 复行数十步 感觉元气凝滞 隐隐有朝着后面流转的迹象 万物凝聚 咬紧牙关 踏步往前 又有十步 淘汰公抬起脚的时候 已寸步难行 在他这样的修行者眼中 一切都仿佛如常 人们行走在道路上 谈论着琐碎的小事情 鸟雀飞过阵子的上空 吹烟阵阵 而在另一个层次上 仿佛都停下来了 整个小阵 或者说 至少是这一方天地的元气 停止流动 仿佛被留在了画面上 仿佛被封在了琥珀中 不可见 不可闻 不可说 动与不动 有为无为 截然相反的道运 仿佛在这一刹那重叠 忽而一道情因 犹如撕裂成魂 打破此局 争 土地陶太公猛地回头 喘息急促 天地安静 风声过眉烧 有情音蒸蒸 有红尘如熙 有少年人的声音 清朗温和 如是约 太上斥令 这是他第一次念诵到今时 说出的第一句话 只此四字 风轻云淡 浩荡磅礴 陶太公的瞳孔骤然收缩 却只觉得头皮发麻 步步后退 心中情绪激荡 连手杖都似乎握不住似的 跌坠地上 赤者 以天命也 令者 持节 以赵人也 而太上者 不敢想 不敢说 不敢念 于是这天地之间 元气似乎凝聚了 猛地涌动起来 土地陶太公只觉得心脏疯狂跳动 量枪一步 仿佛落入了漩涡之中 抬头可见到天地清明 隐隐却只能听到 有两道声音 一道苍老温和 一个少年清朗 念诵低语 最后那老者的声音渐渐消散 似乎只是自己的错觉一般 唯独少年人的嗓音清朗 太上斥令 超辱孤魂 鬼魅一切 四声詹恩 有头者 超 无头者声 枪梳刀杀 跳水悬绳 冥死暗死 冤取屈王 债主冤家 讨命而狼 贵吾台前 八卦放光 战卡而出 超声他方 其无或只是随着老者的念诵 而跟着去念 抚琴的时候 琴弦之上 便多了一丝丝金色的流光 他看到了那些被害的人身上 阴气散去了 看到他们身上那种 一个个身上有 各自争名死相的男女 都在这金光之中 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衣服变得干净整洁 血痕淤青也散去了 身上散发出一种 淡淡的金色流光 最终 他们似乎也知道了要离开 看着自己身上的淡淡金光 带着感激 朝着那抚琴的少年 看去 其无或要起身环礼的时候 却是一个量枪 难以起身 老者抚须平和道 物要逞强了 这一门口诀 是以你度人的大愿之心 消耗原神而成 虽然我帮了你 但是你自己也消耗不小 其无或点头 手指按着琴弦 带着温和的微笑 目送那些魂魄消失 方才收回了目光 道 老丈 这一门口诀叫做什么 老者抚须随意道 方才现想的 没有什么名字 其无或疑惑道 现想的 老人面不改色地大笑着道 是啊 是啊 老到活得太长了些 刚刚好不容易才回忆起来了 年岁大了 就是容易忘记东西啊 其无或道 既然是回忆起来 那也该有名字 确实有名字的 老夫刚刚想起来了 老人抚须笑着道 对 刚刚想起来了 全称应该是 太上道君说 旧苦拔难 往生骤张 其无或自语 张 老人笑着道 道门典籍 大多也有些分别的 按着是否尖身 大约可分为 妙法 玄章 欲绝 道典 真经 依次变难 不过虽然说是 真经 位格最高 但是却流传最多 不管写出来的那些 算是什么层次 大多都会冠以 真经之名 老夫倒不觉得 他们口气大 那些写经文的人 大约也是希望 后来者能够勇猛精进 大步向前 当真将其根本法门 推演到 真经 层次吧 老者对于这行为 颇为赞许似的 其无或 自语这几个字 又想到了 那个修出先天仪器 掌握御风神通 自好能开一派 法卖的 但台宣所修的 林宝九幽 长夜启师度王玄章 也属于玄章 心中不免好奇 自己学的是什么 迟疑了下 想要问一问 想了想 又闭上了嘴巴 老人笑着道 无或是有什么 想要问的吗 其无或 抿了抿唇 终究还是有一些少年一起 压低声音 快速小声问道 那您教我的是什么呢 老者放声大笑 总算是在这个 朱砂邪修 度化王魂 都显得平和的少年身上 看出了属于 这个年岁的痕迹 伸出手指 指着那阑珊少年 点了点 你呀你 哈哈 不过 毕竟也还年少 梦里之事 只当练心 似真似假 也做不得真 你问你修的是什么 若真要说的话 老夫说的是指引你 传你的 也不算是完整的道藏 所以 老者声音微顿 抚须 神色温和洒脱 道 你听好了 我传授你的 不入这五类之内 不是 妙法 知数 不为玄章之列 不称 欲绝之卷 不作 道典 所藏 不录 真经 文字 只以口寿 你知我知 为你习得 唯独这些 他日也不可外传 其无或于修行之上的了解 还不够 并不了解 老者玩笑的话语 是什么意思 老人从他手中 拿来了那一卷记录 有这些人遗愿的文字 见到上面所记载的遗憾 和希望对家人说的话 自自恳切 发护于心 老者眼眷叹息 道 无或可知道 为何道门传法 须得要数次练心考验 唯独心性纯良坚定者 才可以传授大道了吗 老人看着这些文字 道 修者欲求长生 前半生往往游走天下 潇洒自艺 对于诸般言授法门 不屑一顾 然而越到后面 授数极限渐到了 而突破无门 时间越长 越是被这逼迫的恐惧 若是心性不够 往往就会承受不住如此的恐惧 逐渐变化 化作了为求寿源 诸多手段都用的 度 度者 毒虫 为了延长自己的寿命 什么手段都能够用得出来 尽管各家传法的时候 都是肾之又肾 但是人心一变 却也难以算得准确 其无或尼南 杜虫 老者的话语中 他仿佛看到一个个 如自己此刻一般年少 且意气风发的少年道人 一步步前行 最终承受不住了 来自寿源极限的压力 逐渐扭曲 逐渐背离自己本心 化作天地夹缝之中 扭曲的杜虫模样 扭曲着渴望延长寿命 老者看了他一眼 道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等到你炼化元经 取回命宝之后 你寿命多长 你自己就已经看到了 其无或神色微变 明白了这一句话的压迫性 在那之后 每活一日 消耗去多少元气寿命 都是心中了然 每日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寿命减少 感觉到死亡之日的到来 老者并直指向其无或眉心 让他的眉心泥丸弓 感觉到一阵阵凝滞和刺痛 道 就像是看到一把注定 要取你性命的剑 每日朝着你来 你不可避 不可逃 注定在那一日那一时 散去元气而死 日日靠近 月月不停 一步不快 却也一步不停 此即为大恐怖 老者手掌在少年头顶揉了揉 笑着道 但是你要记住 虽求长生 但是见死不惧 骨盆而割的 才是道士 你既自称平道 便要知何者为道者 人行大道 身心顺理 为道士从 从道为士 事为道士 今日传你四个字 无或需谨记之 老人声音顿了顿 道 求 而不贪 你私有朋友来了 老夫便不出面了 老人揉了揉其 无或的黑发 手掌抬起的时候 就已经消失不见 自然而然 其无惑的元神此刻疲惫无比 却感知到了 外面有熟悉的气息 可是又不知道 这气息到底是哪一位土地 也没法叫出名字来 想要起身去开门 但是身躯比起元神还不如 连动都动不了了 只好手掌抚琴 元神勾动秦英 以此开门 陶太公看着那低矮的目飞 额头冷汗层层 他刚刚听到琴音 看到那些被林宝洞玄 一脉法门练过的魂魄 竟然被直接超度 异曲琴音 度化亡魂 老土地也曾认得那些阴丝鬼叉 却从不曾听过这般手段 想退 不敢退 挣扎不定的时候 忽而听得琴音悠悠 阴如松城旷远 凌然若先 目飞自然打开 少年人坐在梅花树下抚琴 阑珊如旧 黑发垂落 嗓音清朗温暖 友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朋友 请进来吧 琴音相邀 陶太公神色先是一下紧绷 而后缓和下来 肃然整理了衣冠 还在木门外面的时候 就垂眸拱手 步步往前 才一脸眉 已经是时诚时的郑重 也说不得他如此的谨慎 实在是 方才被震慑住了 老土地和其无惑不同 他活了很久 对于修行上的事情了解更多 知道的也更为详细 玄门正宗延伸到了现在 诸多法咒神通已成体系 正法为武术 山 一 象 命 博 这五类是修持的方向 而护道之神通 大体分为两类 第一种 是随手便可以失为的 那是呼气引雷霆 是以自身的先天仪器为核心 以内景吐纳 幻外景神通的 速度训捷 举手投足便可以失为 另一种 则是需要口诀 步法 甚至于辅助 是为玄坛一类 玄坛类神通 大多是借助神灵先人 亦或者祖师之力 最上层 则是可以借助浩荡天地之力 这一类神通 都需要提前准备 于各处细节 都有严格要求 颇为苛刻 但是一经施展 微能强横 只要提前准备时间足够 一旦成功 往往可以施展出 超越自身境界的神通 基于各自法脉祖师 以及和先人地址们的关系 不同的法脉 各自有不同的传承 不是这个法脉的弟子 没有玉书刻录名字 或者收录的话 哪怕是得到了神通的方式 也没有办法换来力量 没有办法施展出法术 甚至于还有可能 反而遭遇神通反噬 若是有谁杀害神霄一脉弟子 夺了法谈玉书 而后朝着道门雷霆都府上 一道玉书符录 要某年某月 与某地施武雷法 那一道武雷法 大概率会直接批在 这个施法者头上 而后 伴随着道门法脉的传承 这些玄坛以轨外泄 也有些其余的修行法门 模仿道门的玄坛 开辟出自己一脉的类似神通 但是 不管是正道玄门 还是说旁门左道 乃至于民间法脉 但凡是玄坛类神通 基本的神通框架是相同的 开坛做法的规格且不提 紧接着是俘禄 打叫 语步 而后是注词法咒 法咒包罗万千 但是基本逻辑是 首先指明自己界的力量方向 省得找错神仙 而后禀报自己遇到的情况 第三句是自己希望得到的效果 再来方才是法咒具体内容 譬如民间法脉的烧酒法咒 便是第一句言明 无奉狐狸先施令下山随带金锁 而后第二句说 金剑生人烤酒吃 最后才是法咒的目的 把酒疯锁入金门 算是游走天下那些游戏人间的术士们 到烧酒喝的小把戏 却也借了这玄坛一脉的正法体系模板 做了个自己的传承 优点是 哪怕没有修行出先天仪器的修行者 也可以靠着自身元气和提前准备 施展出各类法术 利于传承 且包罗万象 哪怕是剑客兼修了玄坛 也能解决外出云游遇到的绝大部分情况 上至超度孤魂野鬼 驱邪妇媚 下到安身主酒 藏身逆宗 都有对应的法门 缺点则是 耗时太多 一步走错 联系错了神仙地址 便会得不到回应 但是 无论是哪一脉的法咒 对于指向性的目标 都是极为恭敬的 或者奉请 或是尊奉 可是自己刚刚听到的 却是斥令啊 淘太公垂谋 根本不敢抬头看 步步往前 只觉得自己的脚步都变得沉重了 令和寝 天地之别 更可怕的是 自己方才根本没有看到法门玄坛 没有焚香 没有遗鬼 什么都没有 这就代表着 这就代表着 只是靠着开口 就已经上通天穷 下底阴思 一言赤领 超度孤魂 对于修行了解越多 越觉得可不 以淘太公的修行岁月积累的知识来看 这代表着的 只有两种可能 若非出手之人 实力已经超凡脱俗 并非凡人 那便是道门玄宗最上乘 太上一脉传人 非如此 不得以太上之名号 赤领殷丝幽明 无论哪一种 他一个福德正神 都必须要恭恭敬敬才是 行不至于敬前 陶太公刻刻气气地道 此臣福德土地正神陶侃 见过道长 尊克降临 彭壁升辉 未曾远迎 恕罪恕罪 一边说着 一边抬起头来 此刻才看到了 那抚擎之人的模样 而后脸上的神色 刹那凝固 是陶太公啊 先前猛虎介绍的 蓝山少年 坐在石凳上 一只手按着琴 抱歉道 我只感觉到了 是熟悉的气息 没有分辨出是谁 只好说是朋友 您怎么来了 陶侃脸上 瓷河的神色凝固 其 其无惑 他的元神好一会儿 才恢复思维 两百多年的阅历 才让他没有在这一瞬间 失神失态 你 这 这是 方才那些 其无惑拱手回答道 方才我元神损耗太重 没有办法起身开门迎接 还请您不要怪罪 陶太公慢慢摇头 不 不怪罪 不怪罪 哪里敢怪罪呢 大脑逐渐恢复判断 抬起头看到阴气流转 尚且未曾散去 空中仍旧还有淡淡金光流转残留 环绕于那少年左右 陶太公慢慢接受 这确实是那少年所做的事情 此刻回忆起来 那出身根脚莫测 手段颇深的猛虎山神 对于这个少年态度极看重 不由地隐隐有了些猜测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山山 你瞒得我好苦啊 淘汰工作下 和其无惑寒暄了几句之后 道 方才 无惑你施展了何等法咒啊 竟然可以度化这些人 其无惑本来要说不是自己的功劳 但是 想到那老者隐去了身形 显而易见是不愿意露面 于是沉默了下 道 这些事情 我可能不能外转 淘汰公还请见谅 不能外传 果然 土地公心中微动 抚须点头 正色道 无妨 无妨 无惑不必多言 老傅理解的 理解 却是没有了 先前和其余土地闲谈时 称呼它为小娃娃时候的随意 也没有保留隐秘的心思 傅又看到了那边 竖着摆放着的剑侠 一眼看出 那是今日那邪修所用的宝物 能掀起剑气如韬 转动流风 原本被淡台轩百年时间 淬炼出的诸多福禄 禁忌 已经彻底地被解开来 眼角跳了跳 旋即想到一点 天下诸多质宝 大多出自于太上一脉 眼前这少年 若是太上一脉的话 精通炼器炼丹之术 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 只是太上一脉 果然不负太上的名号啊 寻常先天仪器级别 能开一法脉的修饰 耗费一生淬炼的本命之宝 也只在刹那便被收服 自此可以运转如意 不受拘束了呀 不过 此物应该是在那老虎那边 未曾想到 那只老虎 没有将这宝物自己留着 而是转赠给了这少年吗 看来这只老虎 果然是知道 他是太上一脉的传人 才对他如此的好吧 淘太公心中的念头 转动变化 忽而下定了决心 抚须笑着道 不过 老夫先前本就想要在回山上 去寻你的 倒是巧了不是 其无惑疑惑 土地伸手入怀中 取出了遗物 轻轻搁置在了桌子上 其质地是木质 纹路细腻 表面上有一个如同雷蛇的俘虏文字 正是 明真道蒙 的身份令牌 其无惑神色微变 淘汰公道 无方才才记起来的 这令牌 并非是锁定原神的 但台轩可以杀人夺宝而用 旁人自然也可以用 那邪修本就是山神擒拿 是无惑你杀死的 按着规矩 此物也何该归属于你 土地淘汰公笑着抬起手 将本来打算自己拿去用的腰牌 朝着奇物货那边推了一下 然后面不改色笑着道 知道你需要这个 本来我就打算上山还你 现在倒是正好 土地淘汰公的手掌 从腰牌上移开 手掌感觉到那种细腻微冷的 触感消散的时候 心中多少还是有些不舍 明真道蒙 是颇为宽松 且中立的大型势力之一 由此腰牌 打入元神烙印 便可以借助道蒙之力 做许多事情 可以参与城池之中修者们的论道 可以请来高人 给自己解释修行上的问题 也可寻些珍惜灵草宝物 明真道蒙 并非是人世间的方式 而是以明真破旺 以图大道为核心的组织 所谓的交易 只支持以物换物 也有常人处于机缘巧合 误打误撞进入期间 也算是一段奇遇先缘 神通妙法 丹书欲绝 天下至宝 此地皆有 而有令牌在身 则是可以提前知道 这明真道蒙的论道 会何时出现 对于陶太公来说 都是颇为心动的东西 而且 这个消息关系到明真道蒙 所以在先前 哪怕这谭台轩是猛虎抓来 其无或杀死 他也还是直接将令牌带走 毕竟心中也想着 那谭台轩的魂魄 也是他诛杀的 这少年不过是个道行低微的人 要这令牌无用 自己拿走也是合理 但是眼前所见 却是打消了此般想法 此刻主动地取出来 则是为了结下一个善缘 哪怕他是福德正神 哪怕眼前少年 看去仍旧只是修为寻常 但是 只是太上这两个字 就有这样的分量 哪怕其无或属于太上一脉 只是他的猜测 同样如此 非道门者 不知此二字之分量 其无或看着这腰排 最终 哪怕是此刻元气元神损耗 也支撑着自己站起来 身躯发软 仍旧是郑重的毅力 道 多谢 数年前的锦州之灾 亲族好友都死尽 当时最后那个对自己很好的先生 也死在那里 见人非人 物非物 原本以为只是天灾 而金却似乎又看到了其他的视角 明真道蒙 或许就是一个契机 一个让他真正地明白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机会 陶太公微微一震 看到蓝山少年身上的悲怆 回忆起他在山上时说的那些事情 想到一个九岁的孩子 经历过那一场灾厄 哪怕是心中已有颇多算计和考量的老土地 也不禁地动了恻隐之心 叹了口气 安慰到 无惑小道友 人死不能复生 节哀 节哀 虽然说视角和我道门不同 但是视角讲求放下 也有几分可取之处 其实 偶尔放下执着 也不是为一种选择 望却过往 可见如来 少年将这个令牌汁种之地接过 回答道 母先死 父后亡 先生入菜室 换我回人间 不知淘太公 可曾见过人相识 老者无言 心中凯探许久 寒暄几句话 在起身告辞的时候 多少是带了几分真心实意 道 无惑小兄弟 可以时常去山间 老夫在这里修行很久 也曾经行走天下 道门武术有不少的典籍 可以多聊聊看 再说了 山神他突破在即 突破之后 也不会在这里待太久了 之后就会云游四方 我们也该在这最后的时候 聚一聚才是 齐无惑这个时候 已经稍微恢复了些元气 还是强撑着起身 将老者送出 淘太公在木飞门前面 站定了脚步 笑着拦住他道 无惑小兄弟 身子还没有恢复元气 就不要再送了 齐无惑站在门口 想了想 道 淘太公刚刚提起 是叫说 众生皆苦 放下可得解脱 淘太公点头道 是 然后看到那才十四五岁的孩子 温和地笑了一下 是正年少清秀的少年 风轻月朗 回答道 若如此的话 愿勇不得解脱 淘太公笑容微震 抚恤的手掌皱指 似被这句话触及什么 心中几番起伏 而后叹息 拱手 转身离去走到巷口 看到那少年仍在门口目送 老土地转叹息 低声窥叹 众生各处去寻求道法传承 可是谁知道 法脉也是要挑选弟子品行啊 亦如亦道 何该是太上一脉 老者感慨许久 脚步一塌地面 身已划入地脉之中 如同于走水中 瞬息之间 就已经顿去数十里距离 却入了一庙地 一眼看去 乌涉俨然 比起城中的大户人家 丝毫不差 里面多有数百年前的古物 古色古香 门口一副对联 上连是 庙小神通大 下连是 天高日月长 再静一间 还有一个门户 看去隐隐和这城镇里面的土地庙 一般无二 只是大小不同而已 也有一幅对联 上连是 修校我庙小神小 许个愿试试 下连为 莫障你全大事大 敢作恶巧巧 往日老者对于自己这一幅对联 颇为自得 但是现在看看这对联 在想那少年人温和表面下的性情 却一时间觉得这下面这一句话极为扎眼 拂袖进去的时候 看到另外两位土地公也已在了 身穿褐色衣服的升红穴 正在喝酒 而洛伊真 则是笑看一卷书卷 淘太公进来的时候 洛伊真抬头笑道 老哥来得泼池啊 去了哪里 升红穴笑道 我看淘太公的方向 应该是去寻那山神新交的朋友 那个乳秀未干的小娃娃去了吧 橙色如何 可是个修行成道的材料吗 却不曾想到 那往日慈眉善目 八面玲珑的土地公 却是将手里茶盏往桌子上一放 皱眉呵斥道 什么乳秀未干的小娃娃 这句话语气加重几分 让升红穴和洛伊真都愣住 而后看到淘太公动作顿了顿 一拱手 正色道 是齐小友才对 齐无祸将淘太公送离 才一步一步走回石桌旁边 脚步晃了晃 一下坐倒下去 长呼出一口气来 神色都有了几分微米不振之感 眸子里面又带着些亮莹莹的感觉 妈撒着那一枚代表着目前来看 唯一线索的腰排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许久后 长呼出一口气 视线看向那玄铁剑侠 伸出手妈撒剑侠 触手冰冷 寒意似乎都要顺着指尖浸润骸骨 这算是一件不错的法宝 齐无祸隐隐感觉到 有地方可容纳自身元气 气机运转的时候 这剑侠忽而发出咔咔树声 骑上猛地散发出一阵流光 下一个 这法宝灵光猛地大胜 下一刻 便有好几个物件 直接从这剑侠里面飞出来 稳稳地落在了桌子上 齐无祸亚义 知道自己无意识驱动了这宝物 这些东西应该是那个邪修的珍藏 东西不少 满满一桌 仔细一看的话 大概是可以分成几类的 首先入演的是三个白色细景磁瓶 还分了几个匣子 里面各自有药材 材料 一柄剑 剑身上缠满了红绳 看去不祥 一个包裹 里面是散发出白色流光的金石模样存在 一座能托举在掌心里面 碧莹莹的三足丹炉 除此之外 便是一本纸张也以泛黄的书卷 这是修行笔录 还是和明真道蒙相关的东西 齐无祸没有看那些散发出灵光的物件 而是拿起那一卷书卷 打开 第一行文字让齐无祸都震了下 成仙禄 成仙禄 吗 齐无祸看到泛黄的纸张上写着文字 笔记伶俐 哪怕是笔记隐隐有些模糊 仍旧可以看得出少年人的心气和意气风发 再仔细往后看 则发现 这只是一本记录修行的笔录 非但是有每一部修行的观俏 旁边还详细写下了修行者的心得 对于其无祸 大有必义 除此之外 还有那种对于自己生活的记录 7月13日 请 氧气有成 13岁之时 元气大成者 我也算是天才了 父亲 祖父 都不如我 实践俯瞰人世间 哪个能有我这般风采 啊 往日当以修行时日为影 记录我登仙之事 以传后事 后辈弟子当引以为豪 便名之为 成仙路 这一行文字从容潇洒 意气风发 让其无祸都忍不住微笑 旋即想到淡台轩的行为举止 微微皱眉 这一卷书 莫不是他杀了哪一位年轻修者之后 夺取来的修行笔录吗 是那明真道蒙 腰牌原本的主人 第二页的时候 在记录集中简单的法术 还是那少年的笔录 修行者元气未曾和元经相合的时候 元气不能够出体 故而无法隐绝施法 但是这个阶段的修士 靠着法坛的准备 也是可以施展出 类似神通的能力 故而也可以被称呼为道士 以证明以非寻常人 傅佑补充昨日老头子揍我 等他老了 我给他喂最难吃的药 哈 不准加糖 后面被抹去 似是被长辈按着头揍 白纸上留下了少年人的脸庞 轮廓痕迹 而后补充 被奏织 可以加一块糖 其无惑不禁微笑 看了一眼 这一页上记录的 以鬼类神通是 直血咒 收血法 藏身法 之后详细记录 如何运转元气 如何踏钢不斗 如何以炼化元经的境界 去施展这些法术 其无惑阅读之后 颇有感悟 而后往后的部分 则是写着 那少年被父辈逼迫去干活 最终气得跳脚 磨豆腐 磨豆腐 磨你大爷 被划掉 的豆腐啊 我是剑客 是剑客 我不是磨豆腐的 可恶的老头子 说什么 没有入室 弹劾出事 笑话 笑话 谁家入室是每天磨豆腐啊 豆腥气很浓诶 呜呜呜 我的白衣飘飘见先锋 我的牌面 难道我就是要穿着衣服 背着剑 磨豆腐吗 不行 不行 我是天才啊 我要创造一门磨豆腐的神通 决定了 我可是天才 其无惑仿佛看到一个自己的同龄人背着剑 蹲在那里咬牙切齿 然后前磨豆腐 刚刚买来的少侠白衣 都是豆腥味道 气得欲哭无泪 最后气得去开辟法咒 其无惑 然后翻开后面 而后愣住 看到后面一笔一画写着 推豆腐法咒 名字朴实无华 口诀更是随意天然地让人失笑 足见是戏谑少年故意所创 咒约 一二三四五祖帅 金木水火土五神 弟子心中念咒 主豆烧豆旗 豆在府中弃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不清就不清 不成就不成 把江化作水一盆 千灵万灵 当时就灵 还真有 非但有 还有杀猪法咒 理由是 堂堂见仙按着猪去杀太丢人 被野猪正面撞在肚子上 疼啊疼得在地上 咕噜咕噜滚来滚去 太也丢人 所以 创造法咒 当然 那个被野猪撞得肚子疼的 不是本见仙 有 煮酒煮肉法咒 理由是 自己做饭太难吃 把自己吃吐了 有 解退整人法咒 给青梅竹马的少年人 闹动房专用 有 画骨吞针法 北方修士 第一次吃鱼 被卡了喉咙 喝醋难受 创造法咒 往后翻 其乌霍仿佛看到一个少年人 嬉笑怒骂 桀骜不群 少年义气风发 修行 生活 炼剑 13岁氧气大成 17岁修出剑意 21岁 先天一气 自诩天下第一流 其中传承 手段 修行的神通 都详细记录了下来 其乌霍慢慢看去 隐隐有感 将这些神通的法门都记下来 剑术片 杂片 驱鬼破斜片 医术片 像命片 俘禄 街友 刚刚记下了一种以自身元气 去调理他人的身体 以达到扶正驱邪 效果的小技巧 再度掀开一夜的时候 却微微一正 18年 今日 宗威成婚 他心中所爱者为我 我知道 然我心中为道 再无他求 我欲与中山巅 看到他嫁入他人 而后转身离开 云游天下 寻师访道 修行修命 31年7月 图境幽四 见妖鬼横行 把剑斩之 有一束妖颇有道横 仗剑逐之百里 斩杀鬼物 凡一百三十一头 身披数十窗 救人十三 日出之时 对天边紫霞 饮酒大醉 痛快 36年8月 行路难 见大汉 饮水而来 济世救民 孤酒一壶 从容离去 41年6月 御邪修以杀人练法 怒而仗剑追杀之 已无重创 将其斩杀之 折损寿 元十三年 其人说 无他日 也会坠入此道 哈 笑话 笑话 我被修饰 当如剑 抚养无愧于心 若有那一日 不如引剑自尽 胆敢乱我道心 邪魔外道 人人得而诛之 50年 突破 失败了 无妨 今日且先放下修行 去喝酒去喝酒 51年 突破失败 罢了 罢了 53年 突破失败 60年 回乡 综未已死 我见到他的尸体 从我前面运走 心中刺痛 怅然彷徨 腹又走到山上 于此地我见他出嫁 于此地我见他离世 我见他一生 事业独隐而醉 醉梦中 似乎看到年少时候的我和他 心中惆怅 醒来心中也有彷徨 当年我是否应该直面本心 带着他走 一生修道 于此无成 我是否 做错了呢 其无或翻看后面的时候 那曾经年少桀骜意气风发的剑霞 经历了太多 宋好友一一去世 而自己无论如何修行 总是差一步 总是差一步 第60年 第70年 第80年 都是如此 终于 当看到修行第100年的时候 其无或看到那文字 已经混乱癫狂 又失败 又失败 又失败了 难道是我年少的时候 和人拼杀 损耗了根基 早知道 早知道 早知道就不救那些人了 就该看着他们去死去死去死 第110年 失败失败 失败失败 第117年 尝试炼化血魔丹 我只是借用了些人血 对他们的寿命 不会有影响的 不会的 有用 有用 哈哈哈哈 有用啊 有用的 我感觉到自己的根基回来了些 元气 元气再沸腾 再沸腾 有机会 有机会的 我不想死 不想要死啊 其无或看着这一页 他已经知道了 这一本书属于谁 他似是微微吸了口气 而后快速翻过后面 看到那些文字如刀 记录着曾经年少 意气风发的人 一步步堕下泥潭 先是取人血为丹药 而后是取人寿源 最后是取人命数 性格也逐渐变化 逐渐癫狂且谨小甚微 为了寿命无不可为 最终其无或看到了 最后一页上 最后的记录 131年春 宗威的孙子 也去世了呀 故乡对我真的没有什么意义了 此生如同飘膨 也如同天地间的渡虫 世间万物 和我似乎都已经 再没有什么联系了 亲人都已经死去 朋友也都陨落 忽而惆怅 我饮酒 大醉 夜间独行的时候 看到河流而过 口唇干涸 想要喝点水润润嗓子 今夜月光很亮 我低下头 忽而愣住了 月下水中 倒映出的好像是我 也好像不是我 那是一个年轻人的模样 见眉心目 怒视着我 那像是我年轻时候的模样 似要拔剑杀我 我震住 杀气浓郁 我一下坐倒在地上 我不知为何 被激怒了 我呼唤出剑侠 把这一条水劈砍得支离破碎 喘着气 但是我 我好像还是能够看到 年轻的我站在雾气里面 看着我 似乎很远 似乎又很近 他的眼睛太亮了 我很讨厌 他说 邪魔外道 当杀而诸致 我回去了 从那之后 我年少时用的剑 不知道为何 每每在夜里撕鸣 是不祥的剑啊 我大约是要死了吧 我想要砸碎它 却下不去手 我用无数红绳锁住了它 也锁住了我 我要 长生 其无惑看着这卷 成仙路 许久都没有在动作 他清晰地看到了一个 意气风发的少年 如何一步步坠入 当年自己最为不齿道路的过程 昔年他 今日我 不知后来我 是否 这一卷书 对于其无惑的触动 比起老者的告诫更为直接 冲击也似乎更大 大到漫长 如形绝壁 半步不可退 他将这一本书卷 放在桌子上 看了一眼那柄件 没有立刻去拿起来 而是现收拾整理了其他的东西 对比着这修行笔录发现 那座丹炉的价值 似乎才是所有的东西里面 最珍贵的 世上典籍分为五个层次 道门有五类法门 这天地间的灵物 也大致分为五个级别 各家各派都有称呼的方式 有的称呼为天地玄黄 最上品为先 有的以甲乙丙丁为称呼 有的则是从五至于一 一品为最高 大多顶尖物件 都只在天地仙神的手中 人世间在外流传的 也就只有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寻常法宝 修出先天仪器 即可以使用 寻常法脉里面 这极是镇山之宝 另一种则是得人间各派 具胸中武器的真人 才能彻底发挥威能 这丹炉是曾经那位 和山神相交好的 坦台国出所有 在法宝中也是最为上乘的 寻常散修的真人 所用的丹炉 也不过是这个级别的了 可以淬炼元气 驱除杂质和药毒 精纯药性 刻入有数种福禄 能够容纳及庞大的药性 令附带有三类药方 养元丹 寻常修者 可以此物吞服 续养元气 并可以借此调养身躯 于病症颇有奇效 回神叶 可弥补元神之损耗 于施法之后 快速恢复状态 白草丹 以白草为名 取当年神农肠白草之意 可以解除非法术神通 造成的全部毒性 对于法术神通 造成的毒性破坏 也有明显的削弱作用 这三者全部刻入于丹顶之上 只需要投入草药 催动法宝 便可以靠着法宝 本身材质和特性 将药性淬炼出来 而后在法阵作用之下 驱除丹毒 而后承丹 自然不可能出那种 品质极佳的丹药 但是这种本来就是 行走天下云游四方 需要的随身丹丸 其本身的药材材质 就已经决定了上限 不管你炼丹的手段多强 差别不是很大的 但是呢 承仙禄上也说 有道门高人 炼丹之时 精气凝结 可为人为马 徘徊来去 自生灵智 至于那个包裹 里面放着的 是一枚枚白玉般的晶体 可以用来布阵 也是作为炼丹基材 和最普遍炼器材料的东西 遇到修饰 可以进行以物易物 修行者没有国家的约束 天下之大 皆可以去的 也没有强横到 可以制定规则 让所有修行者 都认可的货币体系 所以他们 仍旧是选择 以物易物的风格 另外还有三枚特别的 泛起了黄铜色泽的 原型钱币 按照 承仙禄上说 这是天地印下的 天地钱 若是遇到游玩人 世间的仙人 以此可换血缘法 所以是一种硬通货 大多修饰 就算是没有遇到 自己需要的东西 也不会拒绝和天地钱 进行交换 其物货重新抹撒着 操控那一口玄铁剑侠 在淡淡灵光之中 终于把桌子上那些东西 都收进了里面 三枚天地钱 则是随身放好 此物本身佩戴 就有驱邪避凶之功效 最后才伸出手 取来那一柄剑 剑身狭长 上面密密麻麻 缠绕着已经褪色的红绳 看去似乎用来辟邪除妖 极为不祥 其物货解开红绳 拔出了剑 少年就这样看着这口剑 铠探许久 已经彻底绣了呀 这样的剑 怎么可能还能夜里鸣笑呢 不知道生锈的是人 还是剑 该要引以为剑 其物货来到了村镇的边缘处 拿了些枯枝对起来 冬日天寒潮湿 枯枝难以点燃 其物货想了想 按照那本笔录上面的法子 有意民间法脉的手段 左手抬起 大拇指 掐中指 第二骨节 手掌微曲 汇聚自身的元气 以此元气为法坛 弟子拜请灵官神 万物净火神 周遭妖鬼化灰尘 元气四倍抽离 刹那之间 指尖灼热似火 其物货下意识 朝着前面一指 一道火光闪过 冬日潮湿枯枝堆积起来的枯枝堆上 燃起烈焰 热气升起 火光明亮 暖翼驱逐了冬日的严寒 周围的积雪 隐隐融化 这就是 法术啊 哪怕只是小派的手段 其无或感慨自语 将那本 《成仙路》的后半本 那突破无门癫狂之后的记录 撕了下来 蹲下来 把这一夜夜巅狂的文字落入火中 诸般执念 诸多叹息 诸多恶意 最终都化作了飞灰 其无或抬手 取来了那一口满是秀气的剑 手指拂过剑身 而后反手将剑道插入火堆之中 以火焚书 葬剑魂 荒唐一梦 竹长生 我不会成为 你这样的 其无或面容被火光映照 毛子安宁 说出的话 就像是当年的但台轩斩杀邪修之后说的 或许代代修士 皆如此 起身 衣摆微动 转身离开 少年渐行渐远 风吹过去的时候 这件名笑不已 已如当年 须知少日拿云志 曾许人间第一流 而后在火中迸裂开来 这一卷《成仙路》 其中详细记录了 修行第一阶段 采炼元经的各处官窍 以及修行的神通 因为不知道这官窍 是否有问题 其无或只当 是他山之欲 只看不修 而那些法门神通 则是前去请教老者 不知道自己可否修持 老人那时正翻看这一卷 所谓的《成仙路》 凯探道 修得太杂 不是好事 你有这个顾虑 很好 各家法脉的神通 都是基于各家的风格而成就的 各自有其特性和倾向 其器机运转 还有自身先天仪器的特性 都是为了契合法术而做出调整 所以才有所谓的 核心道葬 若是修得林宝家的担法 却用了通学们的神通 难免有些不契合之处 所以 也有明明搜集到了诸多神通 自己却不能去修的情况出现 其无或道 那我 老者抚恤笑道 不是说了吗 我传授你的 并不入五类之列 是以不必担忧 道也者 神神兮不可明 父归于无物 是为无状之状 无相之相 本来无相无相 你又何必拘泥 老人把这成仙路放下 语气平淡 理所当然 世间诸般法门 各派神通 你若愿意学 皆可用之 不必顾忧 我这一脉 万法皆可 百无禁忌 其无或这才放下心来 当然 他也明白 老者所说百无禁忌 是自身修为不必顾忌 但是绝不可走了邪道 而这城镇之中的人 除去了利浦欲之外 其他人都对他或敬或怕 其无或在家中则研习 成仙路 上纪路的神通 上山则和山中 灵物来往 谈论道门武术 山则是修行吐纳 时而浮路 一则是治病救人 气血流转 命则占心甘之 紫微斗树 补则是六人神克 奇门遁甲 相则可看人像星像 山穿风水 哪怕只是炼化元经 这个境界的道人 都应该有这样的素质 其无或梦中 虽然碍于自身 对于世界的认知 没有深入接触到修行 但是这些东西 其实已经流传开来 基本典籍 他都于梦中看过 甚至于在被下放的时候 研习过 再加上和山神 陶太公等地址交流 积累足够 再加上点拨 时时钻研到藏 倒是有所进展 如此时间飞快 不觉已经过去一月有余了 这一日喝完茶 其无或和陶太公 讨教顿数之后 忽有轰鸣雷声 震动不休 陶太公动作一顿 抚须探到 山神要突破了 其无或动作微顿 远看元气汇聚 如波涛汹涌 绵延数百里 声势极浩大 有声音自己远处传来 无或 起来一句 猛虎山神平和香妖 纵然是有风声如涛 灵动四海 也无法掩盖住他的声音 此刻山脊高耸 云气下垂 云海和气机碰撞 引得白云流转 汹涌澎湃四汪羊 有无尽流风自那一点为中心 朝着四面八方 气势汹涌 浩荡扑开 其无或起身的时候 看到云气雾气 丝丝缕缕 顺着风朝着外面流转过去 无数的云气 汇聚化作一道 横根数十里的云桥 其中的一端在最深处 山神突破闭关的地方 另外一端 恰巧落在其无或的脚边 流转变化 并无实体 其无或和淘太公等告别 在后者艳羡的目光中 起身踏在了云桥上 那云气雾气丝丝缕缕 看去极虚幻 仿佛连一片羽毛 都无法脱举起来 但是其无或踩在云气上的时候 却是极为坚韧 正要往前迈步 这云桥忽而变化 流转涌动 刹那之间 朝着前面飞快地流转而去 其速若飞鸟 却又急稳 其无或回头 不见城镇 不见人间红尘 只见到月初中天 云海避波 成云踏雾 不过如此 人间路长 天上云短 云气散去的时候 其无或已经稳稳站在了山巅上 环顾左右的时候 看到了前面背对着自己的身影 山神穿着藏青色宽松长袍 妖际玉带 覆手而立 威风鼓荡袖袍 而月满于中天 不似是尘世中人 其无或站定脚步 没有开口 也没有往前走 一人一神 就在这里安静看着夜色下的山川 见云气 月色 山川 红尘 很好的风景啊 我已在这里看了三百年春秋 而今再看 仍如第一年来这里时 所见的一般无二 山神感慨着 转身微笑 看向其无或 其无或见到他眸子精亮 气息幽深 黑发垂落 双柄斑白 并非俊逸仙人 而是威严的神灵气质 其无或感觉到眼前的男子圆容如意 几乎已经难以分辨出气息 站在那里 似乎和这一方天地没有区别 如此境界 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无或的认知范围 知道他已经成功突破 心中也为山神而开心 拱手道 恭喜道友 修为突破 山神笑着 邀请他落座下来 给其无或争了一杯灵眼 道 我能够有今日之突破 都有赖于君之恩德 本来想要给你准备些礼物 可是想想看 好像也没有什么好题的 要传你什么法门的话 我这点微末倒横 也就不丢人现眼了 所以想来想去 也就只有在突破的时候 让你看看了 嗯 就当作是 邀请你给我护法如何 护法 其无或这一段时间 和山神淘太公 深洪学 洛伊真 交流修行的常识 下山之后 则是沿袭那一卷 成仙路 已经知道 旁观山神这样境界的 修行者突破 对他是大有必义的 山神这样说 也不过是希望自己 不要太在意这件事情 不要将这事情 当作是他给自己的原法 而是单纯的朋友相邀 其无或脸上 也浮现一丝微笑 嗯 少年答道 我在这里的 山神大笑起来 笑声逐渐洪亮 逐渐霸道 却不显得刺耳 反倒是有一种 囊括万物 俯瞰天地般的从容 和堂皇大官 精气神 这三者是生命 和万物的基本 而此刻在山神的身上 却是以一种浓郁到极点的方式 亮起来 越发灿烂 我有大道 请君一贯 其无或在山神的身上 清晰无比地看到了 精气神的实质化 甚至于 这种实质化 并非是一口气爆发出来的 而是徐缓而起 终致于圆满 就仿佛重演了一次修行之路 山神朗生长吟 生却不传于六耳 常人总是说 三花聚顶 但是这也是一种谬传 花者 华也 如日月之光也 三花者 元金为玉华 元气为金华 元神为九华 三花聚顶 并非是真在顶上结成三花 你我又不是草木花精 岂可如此 若是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还要结个果子 最后再给猴子捞了去 谬言 这所谓的三花聚顶 不过是道门的修行术语罢了 指的是精气神三宝 反本归原 自此再无区分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而我复归于一 便是三花聚顶的观俏了 伴随着山神的话语 浓郁到了极限的元气和元金汇聚 化作一点灵光 而后这一点灵光 也和元神汇聚 元荣无碍 落入眉心之中 自此成就根本 再也没有后天生灵精气神的区分 元荣唯一 一切的过程都从容不破 而山神这一步 显而易见已经成功 唤其无惑来 也只是彻彻底底地 将修行到他这一步的路子 展现一次 其无惑将这些精气神 流转变化的细节之处 映入眼底 如此灿烂恢红的场景 见过一次 几乎不可能再度忘记 正正失神 许久后才 慢慢回过神来 欲要道谢的时候 山神一下拉着他的手臂坐下来 笑着道 你我唯有一见如故 不必如此 来 喝酒 他拿出酒来 忽而抬手一拍额头 笑道 差点忘记 你还年少 大概没有喝过酒吧 来来来 这些灵液 只有酒味 不会让你醉了 也算是可以异常 味道吗 还算不错 其无惑感觉到了山神突破后的欣喜 也感觉到了他的离别之意 没有多说什么 山神早已经在越狱前就说过 突破后就会去云游 一个时辰的闲谈 两人喝完了一坛的灵液 月光皎洁清冷 山神感慨着道 我在此山 已经有三百年修行 本来以为会老死山中 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这样的机缘 山神的福音 放在身后石台之上 若是愿意便将其拿走 若是不愿 也可以给予旁人 黄金和其余的山中灵兽 我也已有安排 你只需要安心修行便是 其无或端着酒 这个时候 还是身形端正 坐在青石上看着云海 道 要走了吗 山神大笑着道 你我之辈 何必拘泥于小儿女士 难道离别的时候 不应该大笑着送别我 还要哭哭啼啼的吗 既已动念 已是离别 早就晚走 并无区别 不如今日今夜 其无或问道 接下来要去哪里 山神回答 去云游四方 见识诸多世界 也去修行 阑山少年沉默了下 心中有各种各样的念头 起伏不定 最后只是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 是啊 不知道名字 今日一别 岂不是再也见不到了 山神端着一杯酒 对着明月 笑起来道 名字 我只是一只山中的老虎啊 哪里有什么人的名字呢 年幼的时候 也捕食山中的走兽 吃些血肉 若非机缘 哪里有机会修行 有兴趣听听我的故事吗 他对月饮酒 长袍微动 一点一点 慢慢地和其无或说着过去的事情 说自己曾经是山中的猛虎 如何吞了黄金 走上了修行的道路 又如何在人世间懵懂的前行 如何和好友遇到 仗剑行侠 闯荡出来了偌大的名头 又是如何因为在修行上遇到了瓶颈 选择和道友诀别 来到了这山中 修行三百年都不能突破 一边说着过往 一边慢慢喝完了杯中的酒 最后连酒壶中的酒也已尽了 索性随手提起酒坛和其无或碰杯 月色洒落下来 落在两人的身上 山神一只脚踏着青石 一只手就随意伸出山崖之外 和哪怕此刻都端坐着的少年截然不同 轻袍烈烈 洒脱从容 其无或则是安静坐在那里 也把自己过去的事情说出来 不知不觉时间过去 山神晃了晃 已经快要喝完的酒坛 洒脱道 该要走了 你我应该也会在其他地方相见吧 起身 袖袍垂落 一手提起枪 一手提着酒壶 就这么背对着奇无获 摆了摆手 走出了山崖 也不曾动用法力 步步走在虚空 直到天中月下 一山烈烈 正要离开的时候 忽而听到有情音苍苍 自身后而来 转过身去 看到那少年取出了那张情 许许抚情 情音苍古 如风符松林 山神正住 感觉到相送之意 玄机养搏饮酒 那酒壶不小 竟然一口便是喝干了 他今日已不再是山神 随手将这酒壶扔下 凯然许酒 忽而放声大笑 白仔红尘三尺土 今朝使得见青山 青山是我 青山非我 哈哈哈哈 走了 吴霍 有朝一日 你若听闻西北天狱 万象穷雨之中 有猛虎咆哮 声震四眼 那便是我了 此生修行 当为大圣 一步踏出 云气横贯四眼 情音未觉 其吴霍眼前 已没有了山神身影 唯独月色清朗皎洁 四方云洞风声 山神已远去 天地之间 月色清朗 云气生腾 唯独不见故人 其吴霍仍旧端坐笔直 右手端着那一个酒杯 遥遥向静 看到酒杯里面倒影圆月 像是盛满了月光 仰起脖子 将这灵液吞入喉中 如一道火线 明明是不会醉人的酒 却让人感觉到别离之感 其吴霍自语道 此生修行 当为大圣 大圣 又是什么样的境界呢 看向桌子上的山神符印 那是一枚四方印 整体朴素寻常 色泽幽黑 其吴霍喝完了最后的灵液 然后伸出手 将这山神符印拿起来 托举在掌心之上 明明不大的一个东西 触感竟颇为沉重 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材料所做 其吴霍握着这山神符印 原神自然流动进入其中 山神符印之上的银色 符录文字一一亮起来 缓缓流动变化 最终在符印下 组成了几个字样 赫连山 其吴霍 这种文字 其吴霍从没有见过 但是却莫名懂得其中的含义 这六个字符在成形之后 彻底勾连起来 微微亮起 旋即就收连隐没 看上去仍旧是朴素 平平无奇 而这一枚山神符印的重量 也从颇为沉重 在刹那间 变得轻如羽毛 原本以它的境界 是无法掌控此物的 但是 先前山神已经将此符印 剥离出来 且解开了 里面所有的烙印 再加上 其吴霍本身的 原神修为精纯 走的是悬门正统 耗费一个时辰左右 也还是将此物收服 在最后一个烙印 也和其吴霍原神相合的时候 其吴霍又有了 当初黄粮梦醒 原神飞出的感觉 但是这一次 却没有像是上一次那样 因为没有元气和元金的托举 而落了个原神损耗 甚大的结果 他只觉得 一股极为雄魂温和 堪称庞大的力量 托举着自己 自己的元神意识 逐渐升高 直至于 一极高极远的位格 等到清醒过来的时候 其吴霍视线 朝着下面俯瞰去 刹那之间 见到风声流动 穿过了山上的丛林 看到了云气 如同流动着的水流一般 掠过了山川的每一个小道 天上的明月明亮 而遥远处的人间城池 也在这范围之内 能听到千万种声音 却不会被这千万种声音 干扰了心神 可以看到古老的盘炎助力 能感觉到 在冬日里 无数生灵的生机 其吴霍的心神 被眼前所见的景致所振动 许久不曾回过神来 这时他突然明白 为什么山神希望自己 能够接过这个位置 以人的视角去看众生 以神的视角去看众生 各自不同 而以元神接触到了 山神福音之后 其吴霍也自然而然知道了 自己在这山神的位格之下 可以做到什么 此刻托举着他元神的 是整座山的元气 依靠着这些元气 他可以行云不语 呼气便是狂风 挥秀可散云气 可以借助地脉的流转 迅速地抵达这一座山的 任何地方 可以借助地脉之气 施展出 威能在一定限度内的神通 在这山川之内 他的实力 大约可以抵达先天一气 悬门道长的威能 和淘太公 洛伊珍三位帝 只在可以催动的力量上 相差仿佛 但是后者手段 自然是要在他之上 其吴霍看着 猛虎远去的方向 微微拱手 起身 右手的手腕微微翻转 那一枚山神符印散发流光 而后静止地 没入掌心之中 消失不见 尝试把握地脉的流转 而后踏前一步 那种感觉 就像是原本不知道 还有这条小路 现在却能见到 能够走上去 借助地气的变化 施展土盾之术 周围本来坚硬无比的山岩 就像是流水一般地 在他的身前避开来 如人行水中 数十里的距离 虚于而至 眼前所见 是一座简朴的院落 正是那山神 原本自己居住的宅邸 和淘太公的住处 截然不同 里面很是清静 所见者 唯一床一桌一书架而已 书桌之上 放着一物 正是那山神年幼 仗之以纵横的宝物 那一座三族的青铜顶 其无或正主 没有想到 他竟然连这个宝物 都没有带走 桌子上上有一封信件 其无或伸手 将这信取出 展开来 见到其上文字 潇洒随意 山神之位 有利于军舰众生之相 此处我留有 地缘炼体心诀 你切记切记 在元气和元金 淬炼成先天仪器的时候 来此地脉中 修出这一神通 到那时候 自有妙用 灵战的时候 身躯不逊山岩通灵 也可以天然掌握 数种神通 哪怕寻道而去 放下山神福印 也可以用出土盾之术 实施安神护道之本 此法是我得到山神之位后才知道 可惜已迟 先天一气的道种已经结下 道成无悔 我也不屑于重修 你倒是还来得及 你我一见如故 你能有此机缘 我也为你高兴 地缘炼体心诀 便给你留下 旁边是我的修行笔录 均可随意观看之 每三年讲法一次 以教化此地的百寿 至于这顶 本是我的法宝 能够淬炼天地之间的各类元器 化作灵液 对于修行也好 点化灵制也好 都有莫大好处 若是遇到敌人 也可以放出 将其炼化 也给你留下 均可自行处理 但是唯有一点 等到了你 也要外出寻道的时候 要将此物放下 留给下一代的山神 我本山间猛虎 偶然得到 至于昧野兽之苦 食肉贪心 不知教化 未遇失 未逢经 不能醒觉 自闭灵性 任性肆意 沦落于本能欲望 沉沦为苦 六根妄动 甘受驱驰劳苦 流浪生死无休 我知此苦 故而留下法门 希望可以让他们 不必受此苦楚 又因本一过客 却容此山收留三百年 故而遗留此顶 以报此山之恩 一因一果 一饮一浊 山不欠我 我不欠山 上善如此 这一封留给其乌霍的信 到此而止 笔记潇洒从容 其乌霍仿佛还可看到 那穿藏青长袍 持枪提酒的男子 再看去 法宝 修行笔录都在这里 回想起来这三百年 他独自而来 悟道而走 从容不迫 自视有其风采 是他认识的那位神啊 其乌霍将这信间收起来 而后将那顶也容纳起来 他日你我再重逢 微微一笑 转身走出 地脉流转 一刹那之间 也已经是数十里之外 此地平台正是那山神平日里悟道的地方 此刻其余的灵兽们都在 还有两名在这山中被驱使的山中神将 都穿着数百年前的铠甲 神色威严 此刻却都是紧张起来 山神离开 往后该怎么办 唉 这也太突然了 淘汰公抚恤大笑道 莫吉 莫吉 你两个算是山中的护法神 也这么紧张吗 岂能不担心 赫连山可是附近山川里面最大的一座 一招没了山神 岂不是会引来觊觎 淘汰公笑道 你能想到的 那老虎能想不到 早已经找好人选了 两名山中护法神将面色一喜 道 是谁 淘汰公抚恤 正要回答 忽而注意到地脉移动气息 笑着一指 道 瞧 那不是来了 伴随着淘汰公带着笑的声音 两位护法神将 转身看去 这个时候 月亮已经落下来 大日升起 冬日的阳光 总是带着些凉薄的味道 穿过残留些积雪的山间 阑山少年抬手拨开松枝 身上还残留着跨越数十里 顿地而来的神韵 那些灵兽 都认出了这个少年人 尤其是那一只小鹿 蹦蹦跳跳地过来 蹭着他的腿 两名神将彼此对视一眼 眼底有狐疑之色 他们都一下看出来 眼前这个少年的道横不高 但是身上那种地脂神韵 却是真实不虚 做不来假的 也都上前行礼 口称山神 其无惑回礼 你二位是 两名神将被吓了一跳 朝着两侧避开 不敢受这毅力 陶太公抚须笑道 他们两个 一个叫做乌鲁宁 一个叫康林昌 都是两百年前的武将 死后葬于此地 因为元气元金浓郁 被罩为神将 和地脉相连 庇护此地也有百年了 平日都是他们调理地脉 驱逐妖鬼 若有大事出现 才是山神出面的 陶太公一一介绍过去 而后拉着齐乌霍过来 上上下下打量一番 感慨道 他果然将位置 传授给你了呀 你我倒是可以好好来往 不过 以你的性情 也不会在这里久留吧 老人摇头叹息 看着少年腰间的令牌 回忆他那一句 怨不得解脱 心中感慨 看着那山神逐道而去 又想到眼前这阑山少年 或许几年后也会如此 何等潇洒 相比起来 自己虽然得到了五百年的寿源 但是也只是归缩于一地 所谓的逍遥自在 在这些真正的修行者眼中 或许也只是种中枯骨吧 想到此处又是惆怅 一时甚至于有种 也要追逐大道而去的冲动 但是想到大道艰难久 这个念头 也只是在脑子里转了一圈 就被压下来了 罢了 罢了 误要求道 或许死在路上呢 还不如安稳五百年 老者压下了那偶尔浮现出来的 年少修行的岁月 只是抚须 笑着将山神们该做的事情 和其无或说了一遍 一路徐行 走到了山边 老人指了指那边的城镇 道 山神福应 可以让你把握到地脉的流动 在这赫连山 自是由你掌控的 但实际上 哪怕是其余地方的地脉 你也可以借道而行 施展土盾之术 不妨一试 其无或看着远处的家 摇头婉拒 笑着道 还是走下山去吧 他向三位土地公告辞之后 又揉了揉身后的那些灵兽 道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两名赫连山的护法神 恭敬站在身后 道 山神请吩咐 其无或回答 我刚刚接过了好友的福音 领了这山神的位置 还有很多事情不适应 可能需要两位将军帮忙 两名护法将军行礼 不敢当 分内之事 其无或能看出来 那些灵兽 单纯是因为 没有来了一位恶客 作为山神而欣喜 这两位山中的护法神将 则是有些怀疑他究竟有没有资格承担起山神的职责 但是如此也是常理 其无或道 我刚刚成为山神 这几日会第一次讲述道法 到时候 还请两位也一同前来 他平日和几位土地闲谈道门武术 又得到了但台宣的成仙路 和山神的修行笔录 虽然不是超凡脱俗 但是为山中的灵兽 讲述修行的基础 并不是什么无法做到的事情 两名护法神将一正 看他年岁 心中多少有些轻视和不以为意 但是表面上还是极为恭敬 行礼道 是 其无或微微一礼 又和陶太公等三位弟只寒暄几句后 挥手向着那些灵兽们告别 而后转身走在山路上 飞鸟群兽相送 渐行渐远 脚步清洁 深洪穴站在陶太公的身后 道 岂也怪哉 能顿数 为何不用 陶太公道 你懂什么 这正是高明之处 老人感慨 深洪穴疑惑 高明在何处 陶太公道 高明就高明在 老者顿了顿 似在组织语言 最后道 他明白 道合术的不同 山神的顿数法门 也不过是外物 而他还紧记着自己是人这一点 明物本相 不为神通所类 厉害 厉害啊 深洪穴疑惑 可是见到洛伊珍 也如此点头 沉默 总觉得不能再次丢了面子 于是点头汉手 确实如此 三位帝只在护法神 和其余的灵兽们面前 覆手而立 看着走下山去的少年 齐齐点头 厉害啊 齐无或回头 看着山神们送别自己 看到他们点头 疑惑不已 摇了摇头 继续下山 在下山的路上 顺便捡失了柴火 比起以前每次捡柴 还需要弯腰 现在只需要捏一个法绝 便可以换换一阵风来 很快就捡好了不少 用绳子捆成了一捆 掏出一把刚刚捡来的松子 展开手 让一只松鼠落在手上 那只松鼠送了他好些的冬果 其污或在衣服上擦了擦 啃一口 冻了的水果 触感惊甜 留一个给老先生吃吧 走下山的话 可以捡些柴 还方便去买些肉 蓝山少年想着 顿数没有练好的话 突然出现 是有些吓人的 在齐无或买肉的时候 那个粗狂的屠夫 顺手给齐无或加了些肉 然后拿着干了的荷叶一包 扔给齐无或 道 拿去吧 小家伙最近有些收入了呀 能买起肉了 齐无或笑着道 是苏先生给了些钱 屠夫恍然 苏先生啊 哈哈 那是个好人 齐无或要走的时候 那屠夫忽而唤住他 道 对了 小子 你是不是和那几个穿绸缎的 有什么冲突 他们最近总是说你无理 搞得很多人都觉得的和你拉远关系了 屠夫盯着他 出什么事情了 小子你没做亏心事吧 齐无或回答道 我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情 屠夫咧嘴一笑 道 那就好 哈哈 抬头对得起天 低头对得起祖宗 就没啥事了 因为这事情就和你拉开距离的 那也不是什么相交的人 管他们去死 臭小子 你在这镇子里长大的 喝了这里的水 就是这里的人 老子会盯着你看的 不要学话呀 姐 屠夫扔过来一个荷叶包裹 里面是些绞碎了的筋肉 再过些时候就过年了 给你的吃点肉 年轻人要长好身体 读书不吃饱 怎么能行 齐无或正住 拱手道 多谢张叔 有人来买东西了 那屠夫低下头开始忙活 文言就只是摆了摆手 笑骂一句 去你的 文周周的 齐无或笑着告别 顺着道路回去了 老者还在泡茶喝 看到那阑山少年 带着笑意地走过来 抚恤招呼他 少年人拿出来一个包裹 里面正是那几个冬果 长得多少有些不美观 还有重铸过的痕迹 老者笑着问道 从何而来啊 齐无或答道 是山里的松鼠朋友送来的 老人大笑 拿来一个擦了擦 吃了一口 道 甜啊 嗯嗯 是很甜啊 这些因为看起来不怎么好看的果子 总是能留到最后 如果运气好没有腐烂掉 冬天雪落下来动一动 味道会更好的 齐无或止了止包裹 道 今天隔壁做屠夫的张大叔 送了些肉 可以试试看包子 虽然听说还有饺子和馄饨 可是没有吃过 所以不知道该要怎么做 包子的话 我是吃过的 老者看着齐无或 在他来之后 这个少年似乎对做饭菜 都有了更多的热切专注 一个人吃和两个人吃 似是有天差地别似的 老人叹息一声 吃完了果子 忽而道 不过 我也快离开了 其无或动作微顿 老者抚须垂眸 笑着道 老夫平日云游天下 不定会在哪里 你我原法已尽 算算时间 也该走了 不过按照我的性格 离开之时 该有些小礼物送给你 老者看一眼果实 笑着招手道 你起来 让你答一题 看你能从我这里 拿走些什么 其无或安静点了点头 然后看了看前面的东西 道 那老丈稍微等一下我 哪怕是有机缘 并没有立刻凑上前去 而是先把手里的事情忙活完 那屠夫给的肉馅 本来打算只吃一半 剩下的放在库房下 阴冷阴冷的地窖里面藏着 之后可以再吃两顿的 现在却是全部都拿出来 调和馅料的时候 拿出来往日只是过年时 才会在菜里面加一点的香油 倒在了肉馅里面 包好了包子 蒸上了 又切了些菜 才洗了洗手 坐在了老者的身前 老人抚恤笑着道 当初你背着我下山来 我便说过 我是访有而来 可还记得 其无或点头 记得的 老者凯探道 而今在你这里 也已逗留了一月之期 是时候该要走了 其无或下意识道 我送送您 老人大笑 老夫的腿脚也已经好了 你我的原法已经尽了 也无需强行挽留 我来之时不曾告诉过你 我去的时候 你也不该相送 如此才是 老夫给你留一个礼物 若是你刻苦羞耻不惜的话 他日入道 你我之间 或许还有相见的机会 不过 老夫的礼物 也不是这么好拿的 玄机抚须 想了想 指了指其无或的屋子 笑着道 你的屋子里面 有很多的书卷 黄粱一梦 虽是荒唐 但是读过的书 却也不是假的 这样 老夫要新修一间道观 现在还缺着一幅 山门前的对联 你若有心 给我写一幅看看 对联 其无或心中不解 但是还是回去了屋子里 取了纸笔出来 这笔约莫得十枚大钱 比一斤猪肉还要贵些 而这也已经是最便宜的笔了 至于白纸 也是最便宜的那种 名为本纸 一百五十张 好盈六千 其无或往日加平 虽然买了些 但是也很爱惜 把这些纸里面 寻找出最白最干净的一张 虽然说是一张 但是这个时代 一张纸是颇大的 其无或将其摊开来 又打来井水 化开末 一边调匀 一边整理思绪 提笔占末 心中诸多念头起伏不定 下意识想到了 自己那个奇妙的梦境 和老者那一个枕头给他的梦 先前的自己 也只是一个苦苦维持生活的模样 现在却可以看得到 更遥远的世界 抬头看去那山川 回忆作为山神之后 见到的风景 若有所思 玄疾落笔 道观所咽霞 第一笔写景致 玄疾意境延伸 须知天外有天 日月如梭空万念 老人站在一侧抚须 微微抬眸 笑道 不错 既有风景 也有日月流转的意韵 上家 奇无惑心神沉静 落笔写下下帘 真人红叫化 他顿了顿 回忆那两个玄妙之梦 落笔写道 始觉梦中藏梦 光阴四剑月春秋 老人念出最后一句 抚须看着那神色沉静的少年 从这对联中品读出了奇无惑的感悟 和对他的感谢 但是似乎是前几年的经历 哪怕是心中有诸多的情绪 奇无惑表现出来的 总是会很少 年少老成 不是姓氏 这往往代表着 过去经历了许多的苦楚 为此才可以让人短时间内成长起来 老人心中感慨感慨 笑着道 不错 不错 虽然对于道观来说 显得有些小气 却也蕴含你的领悟 黄粮一梦 尽数在其中你 够得着老夫给你礼物了 奇无惑没能看到任何动作 虚空就忽而多出了一个单瓶 白瓷细紧 质感剔透 其中自有灵光冒出 只是呼吸的时候 闻到了丹药的香气 奇无惑就感觉到 自己的身躯 都隐隐有种活跃质感 老者 看向这一瓶丹药 手指微动 不动声色将丹屏上 一转金丹 四个云转抹去了 而后笑着道 此为 嗯 我想想 此为 续命丹 他道出一个朴实无华的名字 而后道 你元神修为太高 远远超过元气和元金 而修行的时候 纵然在如何克制 元神也会逐渐提升 哪怕是有元气元金淬炼之法 刻苦勤奋 也得要数十年春秋 才能三才全 若是要云游四方 以见万物的话 则更是不够 此要是我亲自练花 药性温和 共有五十例 一粒可续命一年 眼你寿数五十年 足以练出先天仪器了 到时候 你元神元气元金 都温养到了极强的层次 一旦踏足先天仪器 根基会极为浑厚 彼时若有缘分 还会再见的 其无或一顿 五十年续命 老人笑答道 是 嫌少也没有了 若是你另有其欲 提前突破 便是最好 此要仍可以留着 你自己服下也好 给他人也罢 随你自己喜欢 此丹并非严寿之物 其效用和境界无关 先天仪器也可严寿 人是真人也可 便是天上仙观 寿元静了 也可续命 老人的语气 风轻云淡 其无或刹那间 知道这礼物的珍贵 山神 引以为豪的宝物三足顶 可以炼化山间之元气 淬炼出来的灵液 有着严寿一年的功效 其远离是修复人体暗伤 弥补更多元气 严寿的功效不能够叠加 换句话说 这种灵果灵液严寿 严的是后天寿元 而老者手中丹药 严的恐怕是天寿 便是到了寿命极限 一粒丹药服下 你就可以续命一年 分成丹药的形体 大概是因为 老者也觉得其无惑 就算是再如何放纵 也可在续命五十年内 修出玄门正统 先天仪器 用不到这个丹药 也可以转赠他人 那些寿命将近的再是真人 绝不吝啬于 以一桩大的传承法门 甚至于是法宝灵丹 来换这足以延续天寿的丹药 是以这一桩原法 应当是 给你续天寿五十年 亦或者 足以和真人层次 结下极深交情的五十份因果机缘 任何人有这一粒丹药 且去人世间盗门大派拜山 即可入门 实力便可以得到 玄门正宗的祖师传法 而若是 将这些全部交给某一位真人 只要天资没有低微到 朽木不可雕的层次 一个先天一气的境界 是保定了的 哪怕是天资当真一窍不通 也可保你一世的富贵 以及死后三五百年的地质根底 没有境界限制的严长天寿 过于霸道 眼前老人就这样轻描淡写地送出去了 其无或道 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如何能拿 老者抚须笑道 无妨无妨 便当作这一月的饭钱 其无或没有去接 只是轻声道 这一副对联老账不喜欢吗 老人哑然笑道 道也不是不喜欢 只是于老夫而言 尚显不够 好则好也 重在自己的领悟之上 于仙气缥缈 尚显得不足了些 不过也是正常 你修行不过粤鱼 就能够有如此的领悟 堪破这梦境真实 已足够得到老夫给你的礼物了 你就好好收着便是 那我先不收 我再写一副试试看 不过这不是我自己写的 是曾经听过 其无或退后一步 拱手旋即将刚刚自己写的那一卷掀开来 重新取出纸张 提笔战末 他记起了自己曾经在那个 年幼时就有的梦境里曾经见过的一段话 老人失笑 眼前这孩子的性格 他倒是也知道 应该一定要想着给自己写一副让自己满意的对联吧 性子是过于认真了些 老者与此并不在意 倒不如说也颇为欣赏如此的性情 但是却不觉得 眼前这个孩子能否写出让自己都觉得满意的东西 这续命丹 或者说该叫做一转经丹 此物在自己的藏品之中 虽说算不得什么 放出来也算是一桩大机缘了 缘法已尽 除非是能耐超过他的预料 否则说什么 他不会再给其他东西 绝不食言 此刻带些看着晚辈们稍稍赌气般的心态 擒着笑意 凑了过去 看他能写出什么 此次其无惑的笔风 灵力洒脱了些 老者看到上面已经写出的文字 脸上的笑容微收敛 等到他写出一行 脸上已没有了带着玩笑般的神色 缓声念叨 天上白玉京 十二楼五成 仙人俯卧顶 结发寿长生 平淡朴实 仙气从容 扑面来 老者的动作为之一顿 心中凯叹 失策了 其无惑只写了这四句 而后提笔 老者抚须滴滴念诵这幅对联 亦或者应该是四句诗 只觉得文字质朴 掀气从容 忽而自笑起来 却有些欣喜之意 笑道 话还是不能够说得太满啊 无惑 这是你写的吗 其无惑摇了摇头 坦然道 我没有这样的才华 这是我梦中所见到 一位叫做青莲居士写的诗句 我还没有从其他人那里 听说过他的诗 做对联 应该也是可以的 老者抚须笑道 善 玄机遗憾道 看起来 这丹药不能给你了 老人的袖袍一扫 就已经将放在桌子上的 严寿丹药 给收了起来 傅右伸手露袖口 取出遗物 那却是一卷经 其材质古朴 上面文字 净数都是和山神 符印上文字相同的那种 如同云气 变化无常 仿佛彰显玄门庙里 文字起伏不定 似乎要直接飞出这书卷 化作飞鸟 云霞 月光 不易而足 老者抚须笑道 既如此 此物给你 此事诸法之手 常人修之 可知三花俱顶 武器朝圆 通天机 明万物 知变化 神通妙法 自在玄傲 你若修持之 百年内当可成就当时真人 若是愿领天地福照 也可以坐一仙观 至此静也 修行渐进 若能苦修 再有机缘的话 往后被称之为新军援军 人间有道场供奉你 也不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到那时候 也算是逍遥自在 招有北海木苍吾 如何 直接传到经道法 这样的经典 放在了现在人世间的几大道门宗派里面 也已是顶尖的核心传承了 如果说先前丹药 还是艺人的逍遥 那么这经书 已经可以开千年的法脉 现在就直接摆放在了奇无获的面前 奇无获心中 自然是希望得到这卷经文 但是还是询问道 老张满意了吗 老者抚须许久 小达 仙气纵横 非凡俗所能写出来的文字 但是终究是以一人的身份来写 与老夫来看 仙气足够了 但是总觉得 哪位天才横溢的弟子写的 做老夫的收藏 可以 但是做老夫的道连 口气差了些 少年不解 老者平淡笑答 天地若大 古往今来 尚且无人敢说 受我长生 其无获张了张口 忽而就觉得 这一时也不合时宜 而只有大气也是不够 人世间也有些道门宗门 在山门之上 写下种种对联 譬如说这个 老者随便屈指扣机 茶盏里面一滴水飞出 而后化作了一幅画面 刹那间 风波流转 周围仿佛来到了山巅之上 其无获正主 左右环顾 见群山巍峨 天上有霞光万丈 如同神仙所在 有人化作顿光 来去如电 这云霞最高处 竟是一座道观 朴素寻常 前面一幅对联 其无获瞪大眼睛 环顾周围 素来表现的沉稳的脸上 倒是显露出几分 年少跃跃欲试的神采来 老人笑着道 你来试试看 其无获尚且还不知道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便察觉到了一种玄妙的感觉 仿佛他可以操控这一滴水眼化的画面 于是下意识原神一动 画面刹那拉近 跨越过了那层层玄妙的山巅道观 来到了那一座朴素道观前 其中有人打坐 而前面则是一副对联 道观阴阳 三界通灵私地藏 云横太代 万山骑手拜天尊 气魄宏大 而其无获自己的原神操控 让这画面盘旋于这道观之上 见花开花落 臂霞波涛 一时欣喜 终究修为不够 在凑上前去看这对联的时候 未曾控制好 泄露出了一丝气息 而刹那之间 这一滴水便维系不住原本的圆容姿态 就此蹦裂开来 在蹦裂之间 其无获似乎看到 在这道观之中打坐的道人 似乎醒觉 欲要睁开双目 不过其无获没能看到他睁开眼睛 便是看到周围画面崩碎 隐隐有自九天之上坠落下来的感觉 见到万物舍我而去 云气霞光齐齐崩塌 面色稍微发白 袖袍一扫 连桌子上写好诗句的白纸 都翻飞落下了去 竟然真是落入这云海 笔波 道观之中 其无获几乎以为自己也要坠下 下意识伸出手抓住了 旁边那老人袖口 却忽而觉得 眉心一点良意 忽而醒觉 却是那一滴茶水落下 如是而已 那老人大笑 少年面色微红 松开抓住的老者袖口 道 只是有些 恐高 他在老者面前 终究还是会展露出少年人的精气神来 双手抬起胡乱擦了擦额头 然后坐稳坐端正 强撑着面皮 目不斜视 只是双耳耳阔通红 稍微 一点点 老人放声大笑 手指指着他点了点 厉害 厉害 无畏曾见有山神恐高的 齐乌祸嘴唇动了动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老人先过这一截去 没有再继续戏弄这个少年老成的孩子 而是抚恤笑道 方才那对联 你也看到了 人间道门法脉 多有如此风格 要么就是拜天尊 要么就是炒酒消 倒也不是说差 只是老夫不慎喜欢罢了 仿佛家中有金银万两 就要告之于天下似的 若不是这样风格的 便是如太月辟鸿蒙 看紫霄日起 金殿霞飞 吉楚清中 长震耳和风容毅力 雾霸夜烟消 仙中水渺 千秋正道总淫怀之类 不够潇洒 要清静从容 要潇洒仙气 却又不能过于繁琐无趣 吴霍可能做到 尤其是 要是老夫自己的视角 老者玩笑看他 颇多刁难 不过 这一卷经文 却是要当真给他 足以作为他护身之本 那少年想了想 忽而道 可以 老人亚异 其吴霍略作回忆 依旧是梦境中文字 一卷故事中 一名也是道人 道号换作镇原子 所写的对联 那只是梦中所见 故事里面的文字 是虚幻而非真实 当是可以 神通广大 眼前老者却丝毫不逊 其吴霍提笔战末 落笔写下 老者亚异 抚须垂谋 却见到少年落笔 写就文字 开口念道 长生不老 神仙府 与天同受到人家 霸道吗 并不霸道 只说是寻常到人家 可那种从容不迫 徐徐道来 气魄辉弘 仙气浩瀚之感 几乎迎满纸上 长生不老 与天同受 也不过是我寻常到人家而已 文字不如先前大手 但是气韵 却实在是道门高人 从容不破 气势磅礴 老者抚须念诵鼠遍 呼大笑起来道 善 上善 无甚喜欢 看来啊 这一卷经文 也能不给你了 哈哈 老人伸出手 将那一卷道经收了去 而后首辅其无货的头 喜不自胜道 而今 记你名也 三日之后 我去见一人 彼时 无货你随我同去 不给你担 不赠你法 老夫给你的礼物 是一份缘 如何 大道之上 一辆马车 缓缓停下 周围道路的 其余行人 见到这一辆 马车上的标志 都奇奇地 蜕逼开来 哪怕是另外 也有人驱使着 奢华的马车 以绫罗绸缎 作为装饰 有着急蛮横的 车夫挥边 见到这马车的时候 也都是奇奇地 变色 而后忙不迭地 蜕逼开来 让这一辆 朴素的马车前行 驱赶着这辆车的车夫 坐得笔直 客气道谢 其余人连忙回礼 见这马车远去了 方才稍松了口气 不畏其他 只因这一辆车 拉车的马兽 并非凡俗 这是来自于 清禾郡的崔氏嫡系 而这道路的前方 是一片群山 云气缭绕 当这马车 停下来的时候 山前早已经 有一名白发道人 等待着 笑着拱手道 是清禾崔家的小姐吗 频道已久喉了 马车中 有清脆声音回答 有劳道长 再次等候 晚辈心中 时事有愧 旋即一人踏下马车来 是14岁左右的少女 生得一双剑眉 眸如秋水 五官已是急秀美了 气质更是阴武至极 只是剑眉笔直 未免过于刚直 眉心又有一点红印 并脚垂发 手持一口长剑 顾盼生辉之际 平添了三两分煞气 仿佛剑仙折尘世 除此之外 马车上又下来了两位 一名是红衣垂条的少女 生得古灵精怪 另一名则是个风雅的青年 那眉心红印的少女 捧着拜天一礼 朗声道 崔家崔元真 来此拜山 老道是微笑一礼 见那少女明明14岁 元气元经元神 却都已养得颇好 只是可惜 一身天生的煞气 恐怕此身修道 虽天资纵横 也当力栽节不少 收敛心神 抚须孝道 久闻崔家小女儿 天资横溢 如同哲仙人 今日一见果不虚传 道长过誉 那少女干脆利落一礼 而后回身指着那青年 道 这是我的足兄 这位是苏圣元 苏先生的女儿 苏月儿 今日陪我一并上山 老道笑着道 崔家子弟 确实多有才俊 苏小相公之名 老夫也曾听闻 是一位闲人 两位也请了 苏月儿压抑道 您认得我父亲 老道人哑然失笑 回答道 当年你父亲 在你这个年岁的时候 也曾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啊 玄机 不管那苏月儿的惊恶 侧身 从容拂袖 背后的云卷云书 本来见到的画面 忽而泛起了层层涟漪 如有大幕 豁然洞开 群山巍峨 仙鹤飞翔 有微微然大气象 展现眼前 三位 请吧 崔元真 眸子亮起 抬头见那山门巍峨 有一副对联 一手提剑 自语道出 道观阴阳 三界通灵私地藏 云横太代 万山骑手拜天尊 好气魄 那位老道人笑一声 袖袍一扫 云气蒸腾 脚下生腾起来云气 将三人托举起来 如此从容 藤云驾驭 直入山间而去也 天下道门 共尊魁守者 好为宗 此地云霞流转 弥漫群峰 有灵宝玉枝 四处生长 易受真情 行走于旁 天上有鲜鹤 震翅云霄 地上有灵露 追逐于百草 常人劲儿忘忧 实乃是天下 动天伏地之首 养育群生 参详道法 常人若是无缘 难以踏入这道宗之中 哪怕是寻常弟子 也得要在山门之下去修行 只有修出先天仪器 则可以入山门 等到抵达再世真人 这个层次 可以领取一座山峰的使用权 开宗立派 广收弟子 以传承自己创造的法脉 老道人一边乘云驾雾 一边这山门介绍给三人 苏月儿看得目光泛起异彩 道 那老神仙 您是真人吗 老道哑然 笑着道 并非真人 你可称呼我 一生老道长便是了 苏月儿点头 她环顾周围 见到了各种各样的美丽风景 心中觉得 今年的年节 能够离开那座小城镇 来到外面 实在是太好了 若非如此的话 怎么能够见到这样的风景呢 更不要说 能够见到崔元真这样的人物 这位五姓七宗崔家的小女儿 也邀请他们 一同参与到门的试炼 似乎是一场幻境 名为练心 见酒色才气 只是可惜 苏月儿没能够看破财 而那位神采飞扬 前去城镇里面 接他们的那位青年 则是酒字就已溃败下来 酒也并非单纯饮酒 而是奢侈享受 才也不是单纯经营 而是诸多繁华 而那位生得美丽 仿佛仙人般的崔家小姐 则是从容不迫 一炷香的时候 经历酒色才气 而道心不变 更是起身一剑 将试炼所用的玉佩斩碎 那位道长极为欣喜 言道我被中人 当即收入门墙 所以能来这里拜山 他们两人 则是没有资格进入山门 只是能来这里 送一送崔元真 当即也是心中遗憾 道可惜 可惜 实在是太难了 那老道人抚恤笑道 那只是简单练心而已 只是幻境都看不破的话 那若是现实中 当真有人给你们黄金千辆 车程数十该怎么样呢 又或者给你介绍一番上乘的因缘 许你一生圆满呢 更有者 许你寿数千百 你们又怎么能放下呢 而这些都看不破 放不下 真有一日 你寿命要尽了 有其他法门 可以残害苍生 以蓄你寿命 你必然放不下 如此则不可传正法 不可传正道 苏月道 真的有人能放下这些吗 老道笑答 或许呢 苏月想了想 好奇道 那最大的恋心是什么呢 老人想了想 摇头道 我不曾听说最大最难 不过道藏当中 倒是有提及有一种方法 似乎是会让人经历一生 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沉沦于其中 再也无法自拔 苏月道 那也太难了呀 想想自己连一场幻梦都没能扛过 一想到那漫长一生的梦 心中都感觉到害怕畏惧 下意识往后面缩了缩脖子 老道人成云驾雾 带着他们去了其中一座山峰 所见山川巍峨 风光甚好 崔元真正在变缆风光 忽而抬眸远远见到最中间那一座最高的山峰 好奇问道 前辈 为何这一座山峰上似乎没有法脉 老道抬眸看去 抚须感慨道 那是天柱峰啊 我总有七十二峰 大顶天柱峰为七十二峰之首 上映三天 环师万里之地 见日月之升降 传法数千年来 这天柱峰确实是没有任何一座法脉 听说上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很寻常的一座道观而已 既无灵兽 也无弟子 唯独一名道人 盘坐其中 哪怕是各派的首座 再是真人 也无缘踏上这山门一步 苏日里来 人们来去修行 有的上山之时 不曾听闻这个道人姓名 一直到去世的时候 也不曾见过此人的面目 就仿佛天柱峰 并没有这个人一样 那人是谁 哈哈 好问题 老道士 我也想要知道 大约是仙人吧 老人感慨笑着道 我像是你们这样的年纪来到山上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百年 那一座山还是这样 或许等我收书进了的时候 这一座山也还是那样 来来来 不提此事 我带你来去见本脉的首座真人 老道带着他们前去拜见真人 那位真人气质飘渺 端庄从容 崔元真神色正重 正要拜见 却见到真人的神色一致 微微抬眸 虚空之中 云气飘荡 隐隐约约 可以听到了玉庆的清脆声音 那真人面色骤变 忽而道 你三人且等着 老夫有事 且去 话音未曾落地 这位真人 直接化作一道流光飞离 众人惊愕 抬眸看向外面 见到黄色祥云广阔厚重 一道道流光飞离而去 或者是成云驾雾 或者骑在仙鹤背上 植入了那最高天柱峰上 绚烂夺目 让人惊愕 老道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眸子瞪大 步步往前 道 这 这 难道是 崔元真道 是那位道长出关了吗 苏月儿和那位崔家的少年感慨 不知道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诸多真人 齐聚于天柱峰上的朴素道观之前 那位不知多少岁的道人 已走出道观 此刻手中握着一张纸 上面有心墨写着诗句 正字垂眸看去 众多真人们无比恭敬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那位在此打坐了千年的道人 放下了手中的白纸 忽而开口道 无方才打坐 似梦非梦 仿佛见到一画面 因而惊醒 诸多真人们好奇 道门打坐的时候 要把断四门 收敛原神 是何等分量的事情 能够让这位在打坐中惊醒过来 一人踏前一步 询问道 敢问前辈 见到了什么 那道人将白纸放在桌子上 沉吟许久 垂眸看天下 回忆自己在打坐时候 感觉到的气息 自己已经掌控这一方天地 天下偌大 竟然当真有人 可以让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靠近于如此之近的距离 若非那少年 刻意露出气息 自己都无法察觉到 又回忆那少年 眸子含笑 老者抚须 梅花盛开 如同虚幻 但是这白纸落下 却又真实无比 明明有如此手段 却又露出气息 太刻意了 莫非是要提醒我 不可再次打坐 单纯地打坐修行 并无意义吗 仙人扶我顶 结发受长盛 这诗句 难道是自称 于是 心中不由心绪起伏 许久后 才带着几份凯探复杂 淡淡道 梅花树下 我见一少年与老者论道 如是而已 梅花树下 见一少年和老者论道 庶明真人彼此对视 都不解这一句话的意思 不知道那梅花树下的老者和少年 有什么含义 都是足以开一派法脉的真人 在这位推开腐朽木门走出来的道人面前 却表现得极为恭敬 只是安静地站着 这位道人看着那白纸上的诗句 许久许久 这位道人将这张纸 放在一旁的石桌上 并不言语 这一脉的宗主 看上去不过中年 道袍朴素 威易拱手 询问道 前辈今日出关 可是有所收获吗 这道人神色平和至极 道 并无收获 天地扁我在此地 除非可堪破大道 否则不能重回位列 不能下山一步 枯作千年 没有太多感悟 临死枯竭 不可迈步 不可顿悟 或许这才是惩罚吧 他唯有铠叹 声音顿了顿 沉吟许久 又道 但是今日我梦到此人 或许和我离开此地的机缘 也有关联 你们宗门中弟子行走天下 可以帮我留意一番此人 若是能有所收获 必有报答 众人皆是回礼 那面目朴素 毫无特征的道人 挥了挥袖袍 淡淡道 且下去吧 道门诸多真人离开之后 其余有人询问宗主 既然是机缘 是否要以紫威斗树 占心补命之法 推演天机 去寻找这少年人 宗主笑着摇头道 道所求者 原也 既然有缘 总会相见 若是无缘 抢求不得 反而结下仇怨 却又是何苦呢 道法自然 何必执着 为者败之 执者失之 且去罢 其余真人皆行礼离去了 而后修行吐纳 传授弟子不提 关于此事 也就只是说 在寻常的弟子们口中 传下了这个口令 并未执着 但是在这天下各处 也掀起了一丝丝的涟漪 而崔家的小女儿 那位貌美天才 如同哲仙人的崔元真 成功败入了手座真人的麾下 仗剑修行 自有一番造化 第二日 身着红衣的苏院 还有崔家的那位青年 就要下山去 崔元真送他们离开 入门一日 已经将俗世的衣裙 换作了道门的装束 三千青丝 用道门的簪子束发 气质脱俗 模样美丽 却又因为天生眉心朱沙 带了三分的煞气锐利 虽然未曾长成 却已知道 是将来难得的美人 已有多人提亲 前几年 一位路过云游的理性老者 笑着说他该修行 何苦嫁入高墙 便是真的要成家 也该与仙人结缘 是以爱道 一路行走 见到的风光景色 都和人间截然不同 自有风采 流连忘返 临走下山门的时候 却见到了那巍峨山门 竟然被重新修正 原本那气势磅礴的文字 被去掉 换成了与其说是对联 倒不如说是诗句的四句诗 崔元真亚义 立足在这里 提见台谋 看去文字 口中低语 天上白欲经 十二楼五成 仙人俯卧顶 结发寿长盛 神色微动 虽然初次觉得 远远不如先前那一幅对联 来得大气磅礴 但是不知为何 越是咀嚼 越是觉得这短短的二十个字 竟有说不尽的神韵潇洒 从容不迫 倒是比起那一幅对联的气韵更深 余味更足 更是喜欢 这位素来 便有才貌若折仙说法的少女 将这一首诗词记下来 笑问旁边的师兄弟 道 这一首诗词 当真是气韵非凡 是天著风尚祖师所写吗 那道人认出这个一入山门 便被守作真人 说为弟子的师妹 笑着拱手答道 并非如此 是祖师梦中所见 梅花树下 一少年与老者论道时所写 气韵非凡 比起原本的 更有先家的气韵 故而让我们这些弟子 将这对联换了去 崔元真了然点头 原来如此 苏月儿念叨着这一番经历 又看到了那一幅对联 忍不住心生向往 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道 梦中论道 写下这样仙气缥缈的字句来 实在是很先家的事情啊 能够出来见到这样的事情 也实在是值得了 若在家中 绝技是接触不到了的 嗯 回到家中 和父亲那些弟子们说说看 让他们羡慕羡慕 想到那个父亲 极看重的少年 想了想 就也和那个奇无或说说吧 便当作 给他开阔眼界了 夫人披入木柴 而后遗弃灌开 于是 木柴被分成均匀的两部分 落在地上 其屋或披开柴 烧火做饭 有了法术之后 倒是可以省去了许多的功夫 而哪怕是在做饭的时候 他也仍旧还是在翻阅着 那一卷成仙路 以及来自于山神的修行笔录 原本似乎打算 今日就启程离开的老者 则是在一旁抚须品查 昨日说是三日之后再离开 丝毫没有了昨天表现出的那么着急 说是前去见一个人 但是是要去哪里 去见谁 老者却不说 只是笑着说离这里很近 傅又玩笑道 当时给你三个选择 其中有黄金钱两 寿千二百 也有去见一见 那崔家如折仙般的小女儿 引荐姻缘 你当日既拒绝 而金也不会带着你去了 此番只是去见一个小友 你或许知道他 笔事件了 也许能认出来 其无惑 心里倒是更好奇了 放下了笔录 心中 对于修行的理解 也已经基本整理好 开阔了起来 心中想着 正好之前曾经和山中的护法神将们说过 要在最近讲法 眼下也不知道和老人去访有得多长时间 这样的话 倒是可以先去山中讲述道法之后 再随着老者去拜访别人 吃饭的时候 将这一件事情和老人提了一句 老者笑问道 你要去山中讲述道法 嗯 也要如同原本的山神那样 嗯 奇无惑点了点头 他有得志于谭台轩的丹炉 打算要炼化一些丹药 给山中的灵兽们 这些丹药平日里 也可以让他们的元气修为进步 老人抚须汉手 低下头不知道在看一卷什么样子的经文 而后在奇无或走出的时候 随意道 金乌玉兔两相催 日月双丸去复回 炼取灵丹成就要 人间只有长生灰 既要炼丹 当有守法 这是总纲之一 省得你手中有丹炉 却见之不会 用之不惊 至于金乌如何 玉兔如何 相催之法 该如何运气 如何是日月双丸 先前修行的时候都已经和你说了 此刻就不复提起了 老夫平日喜欢炼丹 见不得人抱点天物 因而和你说一声而已 老人抬头抚须笑道 既要讲法 便去好好讲 多讲些无妨 结善缘 可得善果 行走天下 无为 无不为 是 其无或背了背褂 穿着蓝色的衣衫 走出去的时候 听到了老人随意道了一句 似乎寻常 却又似乎和往日的温和低语不同 多出了些许其他的意愈 平淡道 雾要坠了名头 其无或脚步微顿 转身拱手 道 是 其无或走出了木门 脚步清洁 往着后山的方向走去 在路过整个城镇的主干道的时候 听到了远处的嘈杂声音 像是搬动木材的声音 许多人走动的声音 这样的声音已经有很久了 至少越于 其无或对于这些事情没有兴趣 没有去主动打听 而那些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似乎也避开了其无或 其无或收回目光 虽然多少好奇 为什么到了龙东 快要年纪的时候 还要临时赶工 但是也没有太在意 眼下他脚步轻快 又对道路熟悉 很快就到了山下 这一月之中又落了几场雪 再加上 人们大多开始忙活着年节的事情 很少人上山 显得尤为清静 一路来到山中平台之处 往日猛虎山神论到讲法的地方 现已挤得满满当当 有灵情走兽 飞鹤落下 也有猛虎趴握 苍舌盘踞 淘汰公安坐于时尚 正转过头去 和一位风雨女子闲谈 洛依珍微笑 垂眸看一闻是抚情 身材矮小的升红穴 最是洒脱 盘坐在雪地之上 衣衫打开口子 袒露胸膛 仰博饮酒 轻松之下 有少女抚情 这青山文士者吹横迪 其无或一眼望去 群兽中有二十余人 皆风姿超凡 并非凡俗 这地方仿佛不是那山中 而是仙家庙地似的 淘汰公正和人笑着说话 忽感气息变化 就止住了话头 回头看到那少年 抚须笑道 哈哈 郑主来了 那吹横迪者 放下手中乐器 笑意儒雅 少女抚情微缓 性谋流光 风吹松动 一时诸人皆是安静 一侧仿佛群衔所会 风采灼然 目光寒笑 见阑山少年夺步而来 有相熟的灵兽认出他来 便要凑过来 却被两位护法神将按住了 这才意识到 并非是平日 两位神将肃然而立 身披假咒 就连这些看去颇为超凡脱俗的来客 也都起身 威翼拱手 或者嘴角微笑 或者神色郑重 或者一手提着酒坛 洒脱得豪放 或者笑意宛然 人间角色疏离 却都像眼前这蓝山少年见礼 笑道 见过赫连山神 再如何轻微的声音 如此多的汇聚 都是让人动容 何况 此刻在场之人 都不是凡俗 若是旁人见之 许会心神晃动起来 其无或猜到了 这些应该是周围的诸多山川的山神们 前来见一见新的赫连山 山神是谁 当即微微还礼 而后以主家的礼仪 右手平身须腰 嗓音清朗温和 诸未请 山神之中 也有神色微有亚异的 未曾想到 这人看去年少 面对自己这些人 竟然没有露了窃 心中倒是增添了几分好感 看起来 那只老虎寻的后继者 也不是那些没有本领的 当即脸上笑意也浓了些 也有其他的山神 眼中也还有考量之色 陶太公斧须大笑 道 来来来 无祸小友 且过来 这些都是 咱们这方圆千里的山神地址 是好朋友 你既然成为山神 少不得来往 我来给你介绍 这位是成渡山的山神 换作四娘的便是 为人貌美 最是洒脱 你 那位风雨貌美女子笑着道 你老头子说些什么 哎呀 先前那位山神 总是不喜化作人形 而今却换了个清秀的孩子 却是赏心悦目许多 是换作无祸吗 来来来 且让姐姐亲一下 两位护法神将面色素整 须法张开 踏步上前道 客人勿要失礼 他们虽然对于其无祸 是个少年模样 心中多少失望担忧 觉得他可能不是那么能承担山神之位 但是 既然他已经是此地的山神 还是要去保护好他才是 如此当面被人压一头 说什么姐姐弟弟 常人可以无所谓 但是山神第一次会面如此 却是所谓下马威 软钉子 堂堂一十六座群山的第一山神 被人当作孩童玩笑 怎可如此 心念洞畜 已经举起一仗所用的兵器交叉架主 不是攻击 只是为了阻拦 但是那位风雨美人 却只是轻描淡写往前 就已经直接从两位护法神将身前穿过 直接出现在身后 就连动作都没有顿住 是地址一脉顿地手法的高明运用 一百香风飘飘 嘴角含笑 伸手朝着那阑山少年拥抱过去 便要将他拥在怀里 软玉温香 自视美丽 但是却是扑了个空 女子一正 其余几位山神 却是神色微变 饮酒的动作一顿 他们看得清楚 刚刚就在这女子往前的时候 其无或只是往前走出一步 就像是先前这位女子 穿过那两位护法神将一样 轻描淡写地从四娘的前面 出现在了四娘的身后 此刻背对着她 阑山一百落下 将两位护法神将搀扶起来 四娘亚异 旋即笑得厉害 没有想到呢 那大老虎倒是对无或关照得很 连这样的手段都叫到给你了 其无或摇了摇头 道 我们之间只是论道的朋友 四娘笑道 弟弟撒谎 这可是山神地址的手段 没有人叫 谁用得出来 其无或道 若说是交的话 确实有人交了 四娘笑起来 一双毛子扫过淘太公 看来是淘太公老爷子了 老太公疑惑摇头 四娘笑问 不是你 那又是谁 其无或摇头 嗓音平和道 您方才不是已经交过了吗 四娘一正 旋即笑得花枝招展 弟弟可真是会拉关系 姐姐什么时候交 她的笑容忽然微宁 周围的山神们 呼吸都微微一致 方才 这位看上去貌美如花的女子 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在失神的时候 那种艳丽之感 倒是散去了许多 毛子看着那边尚未竖棺的少年 微微吸了口气 似是不敢相信 你就 看了一次 其无或回答道 一次足够了 她想了想 坦然回答道 地址之法 道也 顿地之能 树也 道难 树意 既以悟道 所谓树法 就应该是树木之上 结出的果实 抬手即可摘取 这是那位老人 在第一天就告诉她的 淘太公长叹一声 太上一脉 最重心性 其次悟性 可这也太让人挫败了 其无或曾入黄粮一梦 此刻也可以看得出来 诸多山神 对她还是有些不服气的考量在 傅佑想起来 但台轩在见到自己那位好友的时候 曾说她是附近一十六座山的山神之首 这样看起来 他们不服气 自己似乎也很是正常 但是 雾药坠了名头 她看着那风雨美丽的女子 垂眸抬手虚影 道 成渡山神 请坐 女子叹了口气 见到眼前少年眸光清亮 宁静温和 于是回礼 散去了那种轻挑 和仗着年纪玩笑般的气质 正色道 赫连山神 方才酒后失礼 物怪 无妨 蓝山少年一步步往前 发烧微动 她用了那女子所用高明手法 每一步踏出 一开始还有些许造气 施展出来没有那么自然 到了最后 风轻云淡 此地毕竟是她所在的山 她在此地 也有先天一气的境界 三步之后 已走到先前 猛虎山神横卧之处 而这三步 那些山神们的表情 已经从表面上的刻起 变得逐渐郑重 直到最后 就连先前半躺饮酒的那位 都已经坐直了起来 整理衣冠 正做脸容 其无或占定 在这么多山神地址面前讲法吗 兰山少年微吸了口气 让自己的表情 神色如同在家中的老者一般 从容平淡 背上的剑侠解下 落地于一侧 剑鸣 转身 一百微动 兰山少年 一手按着玄铁剑侠 一手背负身后 黑发黑童 气质宁静干净 看着已经正做的诸多山神 竟有一种说不出的从容不迫 而后道 今日 我来讲道 请诸位 静听 诸多灵兽 自然行礼不提 那些带着各类心思 来这里的山神们 也都微微一礼 之前的礼仪 是祝贺山神 现在则是谢过讲法 哪怕他们认为 眼前少年讲述之法 对于他们来说 没有太多价值 有山神 以传音之法 彼此交流着 道 原本以为 只是一个少年 因得了原法 和那山神有救 才被赐予了这个名号 不过是一个靠着关系上来的 名不负实之辈 今日来看 如此丰度 确实是 我被中人 是极 是极 不是那些酒囊饭袋 诸位道友 我们且听听 我们这位小朋友 讲述的法门 哈哈 应该是悟性很好 若有什么披露处 诸位也可指点一二 以其悟性 应该很快就可以领悟了 一名壮汉忽不愤 哼 可是 这一十六座 山的山神之首的名头 他应该是坐不实了的 众人侧目看他 这壮汉又补充道 至少 百年内坐不住 四娘传音笑问 百年后如何 壮汉理直气壮 百年后 百 百年后再说 众山神皆是憋笑不已 知道他素来想要这个虚名 往日不是先前那位山主的对手 而经见到这少年 怕是觉得自己机会来了 其无或盘坐于青石之上 因为山神服应 所以感知到了传音的法力波动 但是没有去听 心境逐渐平和下来 他在来这里的时候 就已经考虑过 要讲述些什么 故而稍微思量了下 嗓音平和道 前些十日 山神讲述了炼化元经的方法 诸多山神稍微安静了些 带着看一位 有才华之道友的心态 微笑汗手 确实适合讲到说法的题材啊 尤其是这些灵兽们听 玄机听到了少年第二句话 我们今日继续往下面讲述 山神四娘微微一正 心中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裁炼元经这一步 接下来是什么 直到那少年端坐于青石之上 身量挺的笔直 双手平缓搭在膝上 嗓音温纯 语气平缓道 今日我便讲述 元经元气相合 悬门正统 先天一气 于是四下无声 先前都只是来撑场子的洛伊珍 陶太公 升红穴都变色 陶太公抚恤的动作一顿 一时间都失去了先前轻松的感觉 先天一气 这个境界是他们这个层次的 正在这个时候 陶太公忽而觉得 耳畔变得极为安静下来 都有些不习惯 却是发现 其余山神都止住了谈笑 风过松林 唯独少年声音徐缓平和 而诸多的山神们 都下意识地收敛心神 挺直了腰背 安心静听 有灵兽抓耳挠腮 询问道 先天一气 是什么境界 其无祸尚且没有回答 先前那位壮汉 却摇了摇头道 赫连山神 这些灵兽 才踏入修行 连吐纳都做不好 你和他们说这些 又有什么用处 还是讲些实际些得更好吧 其无祸道 这一句话不对 蓝山少年 想到那曾经精彩绝艳的少年见仙 后来邪道 道 有很多的人 就是因为一开始修行的时候 不知道正确的方向 所以走错了方向 所以困顿一生 都没能走到大道上 最终只是在痛苦困顿之中而死 入门的法觉 只要有心求道的话 总是能够找到的 但是正确的方向 却必须要在一开始的时候 走对 如此才不会在百年后痛恨 我今日是来讲法的 我觉得 这才是应该是应该要讲述的东西 修行道路很遥远 不曾遇到老师的人 就像行走于黑夜中 目不适物 若能由我举足 照亮前路方寸 也好 今日所讲的 该是修行第一法 壮汉山神一时间 不知道该怎么说 又不肯被说服 略带些刺 略带了些阴阳怪气道 你是要高屋建林了 蓝山少年平静道 是 山神张了张口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只觉得那少年平淡坦然 于是咳嗽一声 不再说话 遥远之处 镇子里的老者 忽而忍不住笑了一声 悠然烹茶 并不因那少年出场时的从容而满意 也不因为他不惧场而欣慰 老者所见过 精彩绝艳者仲义 在这个年纪实力更强 风采更甚的 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但是他也只觉得 天资不错而已 并无此刻的欣赏 老者难得微笑摇头 与带些微欣喜 道 由我举足 照亮前路方寸 能说出这一句话 方才称得上是 不坠我名 上善 其无或想了想 看向那灵兽 解释道 修行者入门的时候 常常是以氧气开始的 一开始的手法 换作 筑击 取此名的意思是 修行就像是修筑高楼 要打好地基 按照各家法脉的风格和做法不同 天资卓越者 大约需要百日功夫 是以道门佛门里面 又换作百日筑击法 打好地基后 就有了修行氧气的基础 人世间的舞者们 将氧气的层次分成十三重 以灯楼为境界的名字 就像是在地基上修筑高楼 而下一个境界就是先天仪气 做个比喻的话 当楼宇登到了最高峰的时候 再也没有道路可以走 要么就站在原地 要么就需要灵虚预风 那就不是寻常人能做到的了 这也意味着下一个境界超凡脱俗 百日筑击 灯楼十三 入道 而这入道 其实旧的先天仪气 如何入道 也有上中下三平法门 其无或缓缓到来 他所说的 都是但台轩记录在那本成仙路里面的 是外界所传修行法门 结合山神自己的修行笔录 自我理解之后讲述出来 其下乘法门 元气温养到了极限 以外物灵性相助 或者吸收地煞之气入体 或者采炼火铜之金入身 让自身的元气拥有了各种奇特特性 施展法术的时候 事半功倍 能在尘世间无敌 只是可惜修行外物 此生中不可得三花俱顶的境界 只能在凡俗称雄 由于寿源无异 长长短命 不得逍遥 所以是下品 修道之事到此境界 按捺不住 急功近利 走左道以破境 则坠入此道 已经有山神的面色 微有变化 或者沉欲 或者怅然叹息 而山中一猿猴 则已放声大哭起来 想来是曾经吸收过天才地宝的灵运 踏足到了这个境界 四娘神色郑重 询问道 敢问山主 中平法门如何 其无或想了想 道 修行之事 不得真传 不知道元气和元气的不同 只以后天元气和元神相合 修出法力 能元神出窍 以阴神游走各处 能为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身躯死而元神长存 能存世数百年 是所谓师姐仙 可得一时之逍遥 却终究无缘大道 故而是忠诚 四娘的神色怅然 脸上出现了那种暗恨和遗憾 混杂在一起的模样 其无或道 而上平法门 众人忽而安静 齐齐看向了他 其无或道 修行元气 至于极致极纯 又采炼元经 取回了命宝 元气和元经结合 便会诞生出 先天一气 到了这个层次上 能注视三五百年 腾云驾雾 道门称呼为道长 世宗称呼为上座 是有望于仙神的层次 其无或转而再细细 去讲述修行元经 元气到了最后的淬炼法门 诸多灵兽 甚至于山神 都屈前静听着 一时间偌大的山中 竟然只有那个少年人的声音 在讲述着 积雪从树叶上落下来 声音细碎 衬托着这里越发安宁起来 众多山神听着听着 不自觉屈身往前 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 当少年停下来的时候 这些山神 仍旧沉浸于修行的法门里面 不可自拔 许久 陶太宫忽而常叹息 道 往日只知道修行 却不知道往哪里去用力 总是修行越刻苦 反倒越是偏离大道 明明只是肿中枯骨 却自以为逍遥自在 时是悲痛 今日承蒙其小有解惑 终于可以一窥大道的方向了 请受我一拜 其无或抬手搀扶起陶太宫 其余诸多山神也都起身 拱手深深意理 脸上再也没有了 先前的轻视之感 皆心悦而成福 就连那壮汉也常叹息 拱手到底 道 我 莽夫也 不知礼节 不闻大道 山主物怪 物怪 其无惑 心底微微松了口气 神色安宁 心里面只是想着 如此应该不曾坠了老先生的名头 按照先前的想法 道 诸位前来 没有其他的礼物回赠 今日炼丹一炉 众山神极为恭敬客气 其无或准备炼 心神松缓了许多 在他看来 今日的关键是讲法 炼丹不过是后续 却不知道 那位本该在院落中的老者 却已经抬眸看来 看得清楚 似比起先前其无或讲法 还要关注似的 修行尚可 炼丹却未必了 老者自笑着端茶品茶自语 以此心性 入我们 可也 丹药倒也不必在意 第一次的话 嗯 小子误要炸炉便是 少年放出了丹炉 那丹炉刹那变大 悬浮于空中 其无或手掌 抚着眼前的丹炉 不知道如何开始 正迟一时候 忽而想到了 老者说的那总纲 这个时候 讲法讲述了一整天 冬日的时候 天上常常可以看到太阳 和早早升起来的淡淡明月 日月占据了天边一个角落 其无或忽有所感 金乌玉兔两相催 日月双丸去复回 去复回 山神之力催动 模仿先前猛虎山神 以鼎炼花月华和药物的姿态 有为无为 相互催动 如阴阳鱼 轮转不休 日月光滑呼儿被引动 仿佛有淡淡的滑光落下 扣指有三 丹炉猛地大开 生动四方 元气如吞海土那 骑骑回来 老者本烹茶正好 抬手饮茶 便正垂眸 看到这一幕 险些将口中茶喷处 嗯 可嗨嗨 谁 谁教她的 其无或一只手 按着丹炉 元气流转变化 将诸多的草药灵液 投入其中 而后淬炼药性 将其凝结成养元丹 其实她炼丹的手法 并不是多么精妙 在许多地方 还显露出一些稚嫩 甚至于明显的错误 这些山神中 也有炼丹的手法 纯熟程度超过她的 但是少年抬手 便直接以山神之力 引动日月光滑 一抬手 便是从不曾见过的 磅礴气象 以日月开炉炼丹 他们存世三五百年 竟从没有见过 一抬手 便是如此的露数 日月流光纳入了丹药之中 其无或对于丹法的领悟 只是来自于总纲 而炼丹的时候 忽而盈盈有一种名物 日为阳 阳则是心也 性也 元神也 月为阴 阴则是圣也 元晶也 而金乌玉兔 也是只带日月 两相催 去复回 是和元神元晶的炼化之法门 相互契合 真是奇怪啊 老者传下来的丹法 明明是炼外丹的手法 但是却也是炼内丹的露数 难道说 于修行眼中 内外本是一体 人体和天地也没有区别吗 是从炼丹的法门里面 领悟出来的修行法门 还是说是从修行法门里面 领悟出了炼丹这一件事 其无或隐隐有种名物 感觉到老者传下来的这一脉法门 似乎尤其擅长炼丹这一记忆 这既是内修的法门 也是极高明的炼丹之术 即便是炼丹 也是在修行功法 而修行功法 便是在炼丹 炼取灵丹成就要 人间只有长生灰 成就要 长生灰 这不只是炼丹的总纲 应该也是修行的总纲之一 其无或明雾 就按照修行运转气息的法门来收丹 一阵异箱流转 丹炼忽而剧烈地震动起来 丹炼打开 一颗颗丹药 带着流光飞出 其无或此刻有先天一气的境界 所以一开始 虽然有些手忙脚乱 却还是将丹药都收了起来 没有让任何一颗落在外面 道 这是氧气的丹药 修行者服下的话 可以提升自身元气 先前那位壮汉接过了丹药 又改变了先前来这里 见见山神邻居就行了的打算 一咬牙 道 今日山主接过魏格 在下也有礼物送上 还请勿要嫌弃 旋即捧出了一个玉盒 里面放着一株根须完善的人参 散发出淡淡的金色流光 显而易见并非凡俗之物 其余诸多山神们也都起身 口中说有礼物奉上 有捧出了白币一双 也有的一张鸣晴 有的送上一口宝剑 但是更多的都是诸多的山中奇珍 各类灵药都已有三五百年年份 灵气流转 常人只是吃一口 便可以元气大涨 修行中人吞服一枚 便可以历时补足了元气 灵灵总总 摆满了一桌子 其无惑这一次没有推辞 以剑侠的储物 只能将这些东西收好 淘汰宫则是抚须 本来准备的礼物 是一枚丹药 而金却是顿了顿 转而取出了一本书卷 手掌在上面摸索了下 而后在众人惊恶的目光注视下 将这御书轻轻放在了桌子上 其以白玉为财 一个个金色明露 淘汰公司有些眷恋不舍 最终还是放手 微笑道 这是我老头子的些许积累 记录了整个中州所属 辽阔地狱之内 诸多山神地址之名和气息 无惑你往后若是行走天下 遇到困苦之难 便以法力基此御书 山神地址 若是在旁 感受到神通的气息 当回来援助 老人这一次 没有丝毫的试快 或者是计算利益 只是拱手毅力 凯然长叹 你让我看到大道 本该如此的 非如此 我心中有愧 终究不能有所尽 其无或回礼后 接过了这御书 将其收好 看到众人都沉浸于领悟之中 没有说什么 起身要走 那小露林注意到他的动作 起来的时候 少年微微笑着弯腰 一只手轻轻揉了揉灵兽的头 一只手的手指竖起 抵着唇边 两鬓黑发垂落一缕 眼角笑意清澈 然后轻声道 我走了 两位护法神将 护送他下山的时候 其无或道 还是按照当年的约定 每三年论道 每年开炉炼丹 两位神将恭敬道 是 迟疑了下 他们踏前一步 拱手行礼 道 山神大人 我们之前因为年纪 而对您有些轻视 还请您不要 他们没有说完 抬起头的时候 看到其无或 已经转身离开了 蓝山少年背对着他们 摆了摆手 表示并不在意 背后剑侠 几个踏步 渐行渐远 已经深入了群山之中 云雾之中 再看不见 习作词 风送行东部 剑行行 山回路转 入云深处 其无或离开之后 却是没有就此离开 而是转折脚步 去找到了那个黄金 和他打了个招呼 小人就爬起来 站在他的肩膀上 少年用手指 逗弄着这个马上 有千年道行的黄金 笑着环顾周围 看起来 他在离开的时候 帮助你布置好了 一个很厉害的阵法 以他离开时候的道行 你在这里是足够安全的 逗弄玩耍了一番 那黄金的元气 化作的小人 又顿入地下 少年起身 沿着这一整座山去行走 他取出了 先前那些山神们 送给他的礼物 那些三五百年元气的灵药 然后沿路找到了 隐蔽的地方 挖开地面 将这些灵药 重新种下 这些灵药在这里 还可以继续生长下去 山体的灵蕴地脉 也会随之而变得强盛 而这些灵药 也会散发元气 慢慢地改造一片区域 其屋或把最后一株山餐种下去 看着他的灵蕴 逐渐蔓延开来 微微呼出一口气来 站起身来的时候 看着前面这一座山 年少来此 就是依仗着山中的果实和枯柴 他才活了下来 威易拱手 笑着道 年节快到了 山呀 也祝你快乐 自是没有什么回应的 少年 自己都被自己逗笑了 转身下山 沿路上也剪是些松果 干瘪了没有果实的那种 也是很好的柴火 还有些果实剩下来的 冬天天气严寒 不容易腐烂掉 不一会儿 便是剪了一被篓 然后擦了一口 放在嘴边咬了一口 汁水甜津津的 正好解渴 说了 快要一整天 哪怕是修行者 都会渴了的 转过了几个道 却听到了嘈杂的声音 再往前走 却看到前面一众人 敲锣打鼓地往前走 正和其无祸 撞了的当面 当先是有好几个 有力气的汉子 扛着轿子 轿子上 却是用绸缎 缠绕着的山神像 神像上缠绕 满满当当的红色绸缎 上面写着 万事如意 山神普渡之类的漂亮画 旁边则是这城镇里面的官员们 园外们都穿着绫罗绸缎 打扮得整洁漂亮 看到了其无祸走下山 背着被篓 一边吃 袖口上因为方才种植灵药 沾了些黑泥 先是惊饿 旋即眼底 露出些轻蔑的神色来 表面上却还是可刻刻气气 拱手寒暄道 哎哟 我说今日喜鹊叫 原来是其小先生 龙东腊月 不在家中取暖 来山上做什么呢 其无祸回答道 捡了些柴火 哦 原来如此 咱们是聚集了整个城里面的人 给山神大人做了一个像 这是来塑像修庙的 之前却是因为无祸家中 没有长辈 就没有知会你 往后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来山上上香的呀 毕竟你也是我们城里面的人 也和山神认得的 放心 不会收你香油钱的 我替你出了 园外郎笑着寒暄 其无祸想了想 点头道 是 有了 多谢 那园外又笑着道 这路有些窄 阑山少年汉手 然后侧步在一旁 看着许多人往山上走 两侧还有举着大牌扁的 然后收回视线 继续咬了一口冻了的山梨子 往山下走去 脚步清洁 背着编织的竹楼 一只手拉着肩膀上背带 有山雀落在肩膀上 雕着着少年病脚垂落的黑发 只十四岁的孩子 迎着这风走下山来 竟然有两三分清俊 上山人 下山人 少年走下山的时候 把剩下一半的梨子 扔给了冲着自己摇尾巴的大黄狗 挥手让山雀离开 看到黄昏之下 人家吹烟起 听得背后有吆喝的声音 道 静 山神要 他终于忍不住 扑呲笑出声来 齐乌霍回到家里的时候 看到老者仍旧是神色平淡从容 正在烹茶 看到他回来 仍是不紧不慢 但问道 乌霍归来也 嗯 今日讲法如何呀 齐乌霍如实相告 又补充道 今天我讲述的部分 都是来自于 但台轩的成仙录 以及我好友留下的修行笔录 没有将老丈传授给我的 那些讲述出去 他还记得当时老人说过 有些部分是 你知我知 为你独传 这些是不可以外传的 老人抚恤笑道 能够触类旁通 解读出其他的修行法门 你也算是入门了 不错 上扇 玄机端起茶 却未饮 本来要凑在嘴边 却似乎想起什么 顿主 只是端着茶盏 轻描淡写 风轻云淡 且若无其事道 炼丹又如何 其乌霍当即将炼丹时候的诸多手法 技巧都说出来 老人汗手道 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手法 其乌霍想了想 回答道 是我在准备开炉的时候 想到了您说过的炼丹总纲 忽然发现炼丹的手法 和运转修行的方式相同 所以试了试 老人道 只是如此 其乌霍又想了想 摇了摇头 老者似有稍松了口气 其乌霍回答道 炼丹的时候 看到冬日午后 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 所以有所感悟 姑且试了试 还好没有出错 少年的脸上露出了松了口气的神色 而后又道 后来又想到您说过 日试心 是修信也 而月试圣 是修命也 日升月落 每天都是如此 仿佛两相催促 又有玄妙的感觉 每一天不会迟 也不会早 仿佛天地也是一人体 见日月轮转 如性命双修 不可急促 不可迟缓 每日修行 不可懈怠 是以明知 去复回 玄机声音烧指 收敛了难得露出的少年星星 做得笔直 轻声道 都是我自己乱猜的 不知道对还是错 老者的动作 稍微顿了一刹那 温和问道 还有什么 其无或迟疑了下 道 既然日月轮转 如同性命双修 那么天地 难道也是一人体 还是说 作为人虽然小 但是体内也可是一天地 事虽小 却也大 修行的第一步 难道是 往外观看天地 往内照见自我本性吗 老者微微吐息 想要喝茶 一杯茶 却难以举起饮下 唯他可见 茶盏之中 多少泛起了一丝涟漪 许久 慢慢汗手 平静饮茶 只道一声善 又许久后 长叹一声 才开口 四波欣喜 四波期许 如见美玉蒙尘 扫去灰尘之后 顿见光辉 赞叹笑道 听过我的总纲之后 懂得借助地气来催动日月 而后炼丹 炼丹的时候 又能对性命双修 有所领悟 多少修行人 打坐数十年 不知道这个道理啊 他们或许知道这些话 却都只是师长传授 并无自己的领悟 你在这一方面的悟性 着实不错啊 也不是假话 就连老夫都稍微 被你吓到了先 然悟性潜力 尚且不是 你能引以为傲的东西 当借交借造 大道徐行 不争早迟 无惑可知道吗 其无惑拱手道 是 老人看着他 眼底颇为满意 沉吟了下 终究忍不住心中的欣喜 抚恤与诺道 等你真的有大成一日 老夫 或许会亲自为你炼丹一炉 而你可以旁观 无惑 勉励之 嗯 是 其无惑脸上 浮现出真的属于少年星星的 灿烂笑容 他只是觉得 老人在教导自己 只是知道老人关心自己 所以开心 但是却不知道 老人那很平和一句 我炼丹的时候 你来旁观 究竟是代表着何等沉重的分量 时间流转 但是诸多事情 也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 到了要出发的前一天晚上 其无货做了很多可口的菜肴 第二日早上的时候 其无货早早便打来了井水 洗漱过脸庞 而后换上了一身干净些的衣服 把门都锁好 收拾了行囊 重点是写满了那些被害魂破遗院的白纸 淘汰工的御书 自己过去经历的唯一线索 明真道蒙的腰牌 而后一情一剑 除此之外 再无他物了 转身走出来 又把自己的两扇木飞门闭合好 看着家 转身看到 老者抚须站在背后 梅花树盛开灿烂 无货准备好了吗 若是还有些事情没有准备好 可以再待一会儿 不用了 哈哈 那便走吧 随我房友去 老人抚须笑着 带着奇无货走出 外面是扑面而来的热闹感觉 年节快要到了 城镇里面也热闹了起来 屠夫杀了一只猪 热热闹闹地吆喝着 酒铺有些干瘦的火急 却又有好大力气 把那样大一个酒缸挪出来 打开泥风 用晾晒干后 又切开的葫芦瓢咬酒 干净的酒叶落下来 酒香好浓郁 让人们都走不动脚 那些只有过年的时候 会出现的小贩们 也带着插满了唐人 和唐葫芦的稻草人走了来 小小的推车上面 叮铃当当地响着 其无或计的自己小时候 最喜欢这些 在父母还活着的时候 在故乡还在的时候 嬉闹的声音响起 只到了少年腰间的孩子们 奔跑打闹着跑向小贩 和少年就这样逆向着擦过 孩子们笑容灿烂 少年的一百微微动着 声量挺得笔直 小贩弯下腰来 笑着拿出麦芽糖 腰带上插着的波浪骨 随着动作一下一下的 孩子们搜集来些碎铁块 便是可以和从小贩这里 换一小块麦芽糖 人来人往 大家都谈论着 年纪的时候 要吃些什么好吃的 有哪位了不得的客人来 却都仿佛没有看到 这一老一少 人间烟火气 自袖口飘过 老人抚须看向旁边的少年 笑着问道 要过年节了呀 这么热闹 随着我出去 可以吗 其无或回答 嗯 我在之前也经历过这些的 所以 没关系 老人看着他 笑着叹息道 黄粮一梦 看破了名 但是也让你的一些东西 更坚定了 去 加油 有阵 是修道也 那便走吧 嗯 少年最后看了一眼背后的热闹城镇 然后转过身来 被老人带着 和充斥着红尘味道的 这些人们分开了 背对着渐渐走远 最后连袖口带着的吹烟 也如风烟般地散去了 阑珊干净 背后背着剑侠 剑侠里面放着一件疫情 毛子干净温和 只十四岁的少年 他和老人一起走到了大道上面 慢悠悠地走出了这个城镇 老丈 要去见的那位很近吗 我们可以走着去 哈哈 是近也远 是远也近 无货 且随我来 老人抚须看着旁边少年 一语双关 笑言道 辱为良才 老夫为你指道也 其无或离开 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 也就是利浦欲来拜年的时候 发现少年不再怅然若失 张屠夫准备的包了五枚大钱的 压碎红包没送出去 日子还是一样的过去 日升月落 人来人往 热热闹闹 再说起来 一个出身很普通的外来人 还不懂得做人的道理 离开又算了什么呢 真正的大事情 其实是山神啊 山神庙修好了 众多人敲锣打鼓地退去了 一开始的时候 人们来得非常勤快 恨不得每日醒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来山上拜一拜似的 后来 人慢慢来得少了 等到最后 那些修山神庙的发现 自己并没有发财 儿子们也没有读书 开窍一日千里 来得就慢慢稀疏了 等到最后 索性不怎么来了 唯独上山侨夫 偶尔避雨 时时有野兽来往 偶尔有蛇畔梁柱 光落尘生 率性自然 这山神庙里面 满满都是焚香之后 几乎浓郁的醉人的香气 忽而有一个声音响起来 哎哎 这哪里是山神吗 怎么塑像塑成了这样的模样呢 是露灵 他抬起头 看到这个塑像 满脸不喜欢 尾巴刷刷刷地摇晃着 这个塑像 一点不像是原本的老虎 也不像是后来的少年 是常见的那种 雍容的大肚子神仙 乐呵 乐呵 也不知道乐呵个什么 就这样看着山下 他的背上 那个黄金画作的小人 举起手 咿咿呀呀地表达不满 最后在露灵背上 一踏足 一下跳下来 直接顿地 进入了那个山神塑像的里面 直接让这塑像变了模样 又是粤鱼 城镇里面的苏先生一家也回来了 那位苏月儿姑娘 似乎对于神仙之说 很感兴趣 听说了山神的说法 邀约那位崔家远亲的少年 一起来山上 谈笑着道 我来这里之前 还没有听说过 赫连山上 有山神显灵的事情呢 这一次可是要看看 是啊 哥哥 倒是先前咱们在那道 宗山门见到的两幅对联 好好地把仆与他们 都给吓住了呢 这样的仙缘 可不是随便都可以遇到的哦 山中落雪未停歇 穿着红衣的少女 踏着方便冬日行动的靴子 踩在积雪之上 沙沙作响 来到山神庙前 似是因为山神并没有什么显灵 再加上来此地颇为不方便 却已经失去了先前的热闹 她笑着拿起箱 走入其中 抬眸看去 却忽而停止笑声 月儿怎么了 那崔家少年疑惑 抬起头 看到那红衣少女 一双性眸瞪大 郑郑诗神 也是威郑 看到了这山神庙宇 石雕塑像 竟是一位少年人 神色温和 唯美与清朗 明明是朴素的山神庙 这个石雕却行神兼备 就仿佛这个少年 随时会踏下石台来 带着笑意说话 虽然人们很少来了 但是似是瓜果不绝 仿佛还有其他圣灵的供奉 苏月儿正正失神 其无惑 转身迈步 一路赶回到了城镇里面 背后那少年喊他 也不停步下来 嘴角咬唇 穿过了山路 穿过了热闹的街道 泥泥的小巷 最后在那院落前面停下来了 喘着粗气 推门 却不开 眼前所见 目非闭合 物色依旧 就像是那少年还会推开门 从里面走出来一样 但是这终究只是好像而已 石桌子上放着一柄剑的剑鞘 唯独一束梅花 哪怕夜已立春 仍旧怒放 梅香清淡而远 已是奇观绝景 红尘分杂 而此独境 苏月儿正正失神 风吹而来 有花落于剑鞘之上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如是而已 他伸出手按在目飞上 忽有怅然若失之感 泥南低语 其无惑 其无惑和那老者离开了阵子 本来以为会走很远的 但是他感觉到 脚步每一步走出 都像是已经走了很遥远的路 周围的风景往后走 但是自己却不觉得有什么不同 隐隐然似乎和他自己在讲法时候 利用山神福音做到的那种神通很像 但是仔细想想 却又截然不同 一路而行 在其无惑感知里面 不过走了斩茶的时间 老人才停了下来 其无惑微微呼吸 空气中有着湿润的气息 像是将要下雨之前那样 耳畔能够听到雷鸣般的巨大声音 他询问道 这是要打雷了吗 老人放声大笑 哈哈 飞也 飞也 且随我来 老人带着奇无惑又往前走了几步 站在了一处山石的上面 往下俯瞰过去 见到碧波滔滔 直连天际 横跟四眼 竟似乎是没有边际一般的辽远壮阔 一波又一波的浪潮 朝着前面拍打过来 两股浪潮撞击在一起 声音轰然若雷霆 仿佛永不休止 其无惑被眼前的警官所镇住 道 这是 这是海吗 海 老人摇了摇头 不 只能算是河 少年呆了下 河 老人手抚他头 温和笑道 世间之玄妙法门多矣 你往后自然可以见到 玄疾带着奇无惑来到河边 看到波滔汹涌 卷起的一座浪头 就仿佛一座小山一般 不要说是乘船了 就算是飞 似乎都飞不过去 在山上看的时候 只能够感觉得到 这一片水域 似乎要和天连接在一起 走到河边的时候 才能感觉到 那种震撼人心的压迫性 奇无惑道 老丈说的那位 是在这附近居住吗 老人笑着摇头道 应该是在河流之中 一片岛屿 奇无惑看着这一座河流 这样湍及水域里面的岛屿 老者笑答 然也 奇无惑道 这水这么急 怎么渡河 老人抚须笑道 那自然是成船 船 奇无惑左右看去 这样大的波滔和风浪 根本没有船只可以穿行 寺下里面也没有其他人 奇无惑去找船只 回来的时候 却是两手空空 周围不必说是人烟了 就连人活动过的迹象都没有 也就只有些许贝壳 几根细小木枝 比起奇无惑的手指还要细 也不知道 是从哪里被冲刷来的 奇无惑遗憾道 没有船啊 只找到了这些树枝 想要坐一艘船也坐不到 老人摇头沈笑 你呀你 确实跑去找 能不能找到木头坐船吗 罢了罢了 你既然找了来 那就用这一艘船 奇无惑正主 看到老者随意拿了那一根细枝 屈指弹出 一根细长树枝落在了海面上 波滔汹涌 却没有将这树枝冲走 树枝忽而变大 刹那之间 如同巨木横贯波滔之上 其上刹那变起了楼阁 凋落画洞 极为华美从容 却是化作了一艘巨大的楼船 老人抚须笑道 这不是船吗 还要泄无惑你了 来来来 上船 老人当下迈步登船 壮若寻常 其无惑也如此 伸手抚摸这巨大的船 感觉到触感细腻沉静 是真的存在 而非是幻属 下意识到 这是 什么神通 老人回答道 解构万物 重塑为宝 颠倒造化 克服血路 视为炼器 玄机摇了摇头 随意道 不过只是在 已有的东西上 做功夫罢了 突然小借儿 无惑专注于丹法 勿要沉迷于此 旋即不见有什么动作 就有巨大的风吹起 这船破开巨浪 平稳向前 其无惑 站在船头的地方 看到天地之间一片苍茫 不觉心胸开阔 风吹过来 少年阑珊一摆 朝着后面扬起 只是寻常百姓人家 黑发只是用草绳扎起来 不至于劈头散发的失礼 此刻被风一吹 倒也有几率 黑发往后 老人笑着抚恤道 此刻心胸开阔 无惑不妨打坐 以炼入元气 是 其无惑按下了 见到如此风景的 酣畅淋漓 正对着碧波 滔滔盘坐下来 吐息平和 炼无元气 风波虽然大 浪涛的声音 虽然如同雷霆 却也能够收束心神 打坐如常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约末日中的时候 大船终于缓缓停了下来 其无惑睁开眼睛的时候 看到前面果然有一座岛屿 看上去竟然如同春日时候一般 风光秀丽至极 上面有乌射俨然 并不奢华 看去有些像是烧有些家财的人家 纵横千末 鸡犬相闻 其无惑看到了 有个男人 还在拉着大黄牛在耕地 大船靠岸 老人带着其无惑下来 更是觉得 这世上竟然还有中的这样好的庄稼吗 那汉子四野察觉到了老人的到来 连忙过来 欲要行礼的时候 老者抬起手来 指住他的动作 手掌微按下 笑着道 不必须理了 让其无惑好奇的是 那一只大黄牛 竟然也跟着过来 点头行礼 汉子看向旁边其无惑 笑着道 您说要来 我们好几日准备了些东西 这孩子是随行侍奉的童子吗 老人道 飞也 他笑一微脸 显得正色许多 温和道 我已 记他名也 无惑 行礼 那汉子并黄牛的神色 奇奇动容 其无惑冲着那男子拱手一礼 道 见过这位 这位大哥 然后 又看向那一只 比起他见过所有野兽 都要大而见瘦的黄牛 也微微行礼 道 也见过这位牛大哥 黄牛四对于少年的支离手节 颇为满意喜欢 某某叫了两声 稍微用身子蹭了蹭那少年人 高大的汉子脸上神色 也不自觉柔和许多 大笑着道 好孩子 好孩子 原来却是我冒昧了 傅佑看向老者 道 给你每三百 老人微微咳嗽一声 男子面不改色道 嗨嗨 是 每三百天才熟成一次的 你都准备好了 也做好了饭 酿熟了酒 就等着您来呢 虽然多出了这个小兄弟 但是准备好的粮食 也是足够的 请 老人笑着点头 这位高大男子在前面引路 其污获环顾周围 发现这里不但是有田地 也有灌溉着田地的水道 有着一个水库储水 像是一个农庄 只是在看 却发现这个高大的男子 笑容温和朴实 双手袖口挽起 露出结实的手臂 行走的时候 像是不通修行的凡人 却也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 注意到了其污获的注视 那男子笑着垂眸 对他点了点头 而后赞叹道 是悟性很好的孩子啊 您的眼光 还是一如既往的挑剔 他知道 这位老先生 时常行走于天下 遇到心性上家的人 并不吝啬于 传授些许法门 但是能够让老人 记下名字的 无不是心性契合 悟性也上家的那种 这样的人 其实也是有些的 都在修行上 得到了不错的成就 无惑且去随意走走 看看 老人似乎和这汉子 有话要说 让其无惑先去各处玩赏 少年行礼英试 而后背着剑侠 就在这一处地方行走来去 见到那些水道长得巨大 隐隐散发灵运 就连那个灌水的池子 都并不是繁俗之物 散发一股灵气 其无惑看到了 这灌水水池旁边 立着一座石碑 上面写着文字 龙飞凤舞 九砍 是九道沟壑的意思吗 其无惑疑惑 扑刺 怎么可能那样直白了 正疑惑着 背后传来一声 银铃般的笑声 其无惑转过身来 看到背后 一名看去才十三四岁模样的少女 穿着浅青衣裳 纱裙裙摆上面 写着花鸟图案 正有些好奇地 看着眼前这个背着剑侠 穿着蓝布衣裳的少年人 你是客人吗 我这里好久都没有客人来呢 那少女似乎很少看到外人 凑上前来 毛子黑亮而大 笑容轻烈 其无惑不动声色地后退了一步 拉开到了合适距离 拱手微微一礼 将自己随着老者前来 访友的事情说出来 那少女点了点头 似乎是松了口气 了然道 哦 我知道了 你是跟着长辈来找我爹爹的啊 那你的辈分和我差不多吗 毕竟有些客人看上去 虽然也很年轻 甚至于比你和我看上去还要小 但是其实性格很暴躁 岁数又很大的 当然啦 辈分也很大 大的吓死人那种 你不是这样的人 真的太好了 少女吐了吐舌头 显然对某些事情心有余悸 而后问道 你从哪里来啊 你叫什么名字 你来 我来带着你 转转我家呀 少女天性天然纯智 笑意灿烂 似乎是因为 难得有同龄人来到这里而开心 其无惑拱手道谢 沿着道路走 少女颇为开心地介绍着 整个岛屿的风光景致 不过其无惑能够看到 其实除去了他们在的这一片农田屋舍 整个岛屿还是很大的 几乎一眼望不到头 而那少女 似乎也很少前去其余地方 只是说 那里很荒芜 不用去看 事实上 光是种植着稻草的地方 就已经非常大了 况且 风景尤其秀丽 少年背着剑侠 步步前行 听着那少女 谈论这个家中的风景 也讲述着人世间的风光 她的经历不多 但是有黄粮一梦 有淡台轩挣扎一生的 成仙鹿 珠般风光 也在眼中 也在心中 谈论起来了外面的风光 倒是吸引着这个少女 满脸向往和好奇 她很惆怅地叹了口气 真好啊 外面 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呢 奇无或道 你为什么想要出去 那少女指了指周围 道 如果你一辈子都在这里看着这样的风光 你不想要去外面看看吗 再说了 我爹爹和娘娘 就是在外面认识的 为什么爹爹不让我出去 奇无或道 你娘也在这里吗 我是晚辈 还是客人 该要去拜见一下才是 她不在了 少女摆了摆手 示意眼前少年不用这样 解释 娘亲她现在 是在另一个地方的 嗯 你问为什么 因为很久很久之前 我爹爹和娘亲 在同一处地方任职 当时我娘亲出身比较高嘛 爹爹是护法将领 每日相见就互有好感 被发现了 爹爹当时只是个护卫嘛 就被卸了职责赶了出去 后来娘亲也跑出去 和爹爹在外面相逢 好不容易排除万难成亲 后来又被拆散开来了 虽然说 最后似乎是有一位开了口 没有受到太大的指责 也是被安排下来了好重的任务 每年 只有年中能够见一面而已 其无或道 每年见一次 那你不是每年只能见一次母亲吗 那少女却显得不是那么在意 是啊 但是 平日里我们也是可以写性交谈的 所以还好了 也有 圆光显形之法 没关系 呼 走得好累呢 你也坐下来吧 少女 坐在旁边的青石上 然后解下了鞋子 踏着罗袜 踩入了一道水流里面 这是灌溉农田的那些水流 引出来的一条支流 这一条支流 不去灌溉农田 就只当作观赏之用 那少女呼得呼了口气 又笑着道 这 酒砍的水 用来泡脚是很好的哦 很能舒缓精神 你要不要也试试 其无或看到 少女眼中 澄澈纯粹 那是一种 向着认识的同龄人朋友介绍 很得意之物的得意洋洋 微微笑道 那就谢过 他解下了剑霞 也解下了薄底的鞋子 把脚伸入水流里面 确实是有一种冰凉凉的感觉 让其无或有种舒缓的感觉 仿佛身躯的疲惫都被尽数消解了 他道 说起来 你还没有说 酒砍是什么意思呢 少女双手撑着两侧的地面 抬起脚踩踏着水面 看着纹路涟漪 文言笑起来道 哎呀 你来这里 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典故呢 他看着天空 漫不经心 回答道 因为有九颗星辰组成的新观秀 本来就叫做 九砍 啊 这有什么好问的呢 其无或正主 看到这九砍之水清澈见底 而后各脉河流 混入了那磅礴无比 其无或从不曾见过的河流之中 一切似乎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想了想 点头道 原来如此 是以天上星辰新观秀的名字 来为这里的水流之脉取名字吗 很有趣啊 少女歪了下头 没有纠正某个错误 只是疑惑道 有趣在哪里 其无或指了指那边的辽阔河流 回答道 这样的话 如果这真的是九砍之水的话 我们岂不是在天上星辰组成的河流里面灼足吗 天河灼我足 倒是很浪漫大气呢 像是神仙会做的事情 少女眸子亮起来 看了看自己经常做的事情 忽而灿烂笑起来 越想越是兴奋 然后一下抱了下阑山少年 大声道 还有这样的解释吗 还可以这样解释吗 好大气魄 你真的是个很有趣的天才啊 我认识的家伙里面 从没有谁能说出这样的话 只是十三四岁的女孩 其无或毛子清澈 没有局促 更无邪念 回答 我只是恰逢其会而已 那少女拍了拍其无或的肩膀 坐回去 美滋滋地想着这个说法 记下来 比起她只是不愿修行出来偷懒 这样的话语 无疑更是气势磅礴呢 下次就可以这样 和爹爹还有老师他们说 一边闲聊着 其无或慢慢困倦 也就学着那个少女一样往后 躺在了地面上 阑山的少年 嘴里咬着少女塞过来的嫩牙 双臂枕在脑后看着天空 奇怪啊 她漫不经心地想着 今日天上 怎么不见星辰 天已目 如寸寸流金 其无或看着天地之间一片灿金色 只觉得心神安宁 她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日落 但是很奇妙的是 这里明明夕阳落下的时候 灿烂恢红 但是却看不到太阳 那少女伸了个懒腰 站起身来 罗瓦之上并无水痕残留 面对着那一条宽阔恢红的长河 深深呼出一口气来 每次这个时候 总觉得风光绝世 天上天下 再没有比这更美妙的风景了 她笑着转过身来 夕阳之下 五官轻力绝世 仿佛并非凡俗 而后伸出手来 哎 你学会踩水法了吗 我带你看个东西 其无或被她拉起来 起身的时候 也不知道为何 这河流之水 竟然从脚上滑落 并不粘连 并不留存 而那少女一下 踏在了九砍之水上 黑发垂落 身披夕阳 脚踏着的水面 仿佛倒是踏着夕阳云霞一般 其无或之道踩水法门 是寻常修道人 就能用出来的法门 但是这水流 似乎并不寻常 她试了试 并不能运转如意 一步踏出 还是踩入水里面 至少得是先天一气 才有可能站在这水面上吧 只好遗憾道 我的修为太低了 还做不到 修为低 这不算是什么呀 很少有和我 差不多大的人来这里呢 你一定要去看看 少女一把抓住 蓝山少年的手掌 然后用力一拉 其无或被拉着往前走 就要坠入水里面的时候 却忽而似乎 有一股元气流转 让她稳稳站在了 这一条九砍的支脉上 并没有摔下 倒是有一种玄妙的感觉 爹爹和牛伯伯 待会儿 一定会来叫 我们去吃饭 所以要抓紧哦 我带着你 会快线 她思考了下 拉着蓝山少年的手掌 朝着外面跑去 周围自有一股风 和云霞流转 其无或被拉着往前 顺着这九砍的水流往前 速度极快 最终一口气 跑到了入河的地方 隐隐看到了水流激荡 似乎是因为 九砍的水入河 水流激荡 水气升腾起来 蕴染夕阳的光 仿佛天边的晚霞一般的 灿烂明镜 其无或 注意 跳楼 自称是云琴的少女 大喊一声 拉着其无或一下 跳起来 从九砍入河之处 跳下来 明明只是一条 不那么宽阔的 河流之脉 但是那少女 却表现出一种 很大的气魄出来 而后稳稳站在了 那大河之上 其无或往前几步 方才站稳 抬起头来 先前一片波涛险恶的河面 此刻 竟然变得无比的平和 明镜整洁的 仿佛是镜子一般 弥漫着水气 倒映着金色澄澈的流光 那少女展开双臂 深深吸了口气 转过身来 用一种非常得意的语气道 你看 厉害吧 这个可是 我最喜欢的风景 其无或 慢慢点头 环顾周围 极辽阔壮美 金光炼雁 在这一刹那 天河脚下的河流 似乎并没有区分 能感觉到月升日落之感 却不见大日 上空大日 脚下长河 一步一步 背后连沿起落 不知为何 心中的开阔之感 远比起第一次 见到这大河的时候 更甚三分 看不到太阳 但是周围所感觉到 那种堂皇正大的意韵 大日轮转 仿佛无处不在 连元神 都似乎活泼了些 云晴笑着指了指 他背后的剑侠 不过说起来 你这背着什么呀 剑侠 里面 还可以放些杂物 剑侠 你会舞剑吗 少女眸子亮起来 其无惑想了想 道 会 他看出眼前的少女 在这岛屿之上 生活了很长时间 似乎也很少有客人 难得遇到自己 这样年纪差不多的 所以才表现得 如此开心雀跃 其无惑笑了笑 从剑侠之中 招出了那一柄 随着自己流浪 逃难过的剑 长剑横于身前 屈指扣机 剑名睁睁 其无惑道 我试试看 但是 可能不是那么好 等到了老黄牛 迈着步伐 不紧不慢过来的时候 远远便看到了 在一片 灿金明镜的水面之上 身着阑珊的少年人舞剑 旁边少女 看得津津有味 老牛一眼 便看到那剑 方才舞动起来 剑法流转 尚且还有三分之二 故而止步 只是看到这河上的水气 随着那少年神形而转动 自心中凯然叹息远 剑法还行 只是不知 今日众人所见 云霞会是什么模样了 贸然入这河流 本是犯了禁忌的 可他没有去换住那少年 来此地的人多言 却没有谁会向他行礼 换一声牛大哥 故而心中愉快 也愿意等一等 而他之所以亲自前来 则是因为其他原因 远远看着 那在长河之上舞剑的 阑珊少年 心中也有些许的诧异 那位素来师愿意 给天下之人一场机缘 所以寄名者不在少数 只是会带着前往其余地方的 寄名却是甚少甚少 可他修为如此低微 为何能得那位如此另眼相看呢 等到了天色渐晚 五剑已成 其无获收件 少女则是挥手大喊道 牛伯 你来接我们了 过来一下吗 我不想要走回去了 这条河上走着 好累的 那黄牛终于忍不住开口说话 沉浑质朴 你呀你 就知道偷懒 再撒娇也不行的 你自己出去 还带着客人 我不和你父亲说 已是帮你了 还要我扛着你回来 不可不可 牛伯 那老黄牛装作无视之 可最后还是忍不住那少女目光 凯然叹息道 最后一次了 可知道 牛伯伯最好了 黄牛迈不入长河 玄机化作了一名 看去似乎五六十岁的大汉 一手一个 把两个孩子提起来 于这大河之上 迈步而来 狂奔如标 气焰颇宏大 上了河岸 将两个孩子放下来 这才道 这河上 常有大风波 也幸亏你们没有离开太远 小兄弟 此地风光如何 其无或道 很好啊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风景 黄牛大汉大笑几声 而后道 好了 该吃饭了 该吃饭了 今日可是那位来 才准备好的东西 往日可没有 他似乎和山神一样 比起人形 更喜欢自己的原本模样 又化作了大黄牛 少年在左边 背着剑侠 阑珊 磷珞 少女则是站在右侧 双手背负身后 心情愉快 一路回了那宅子 宅底看上去 和寻常人家没有什么不同 像是个积善有盈余的地方 洗漱之后 那黄牛还是化作了大汉 引着奇无或和少女走了进来 进去之后 倒是有几个帮着家里的男男女女 推开门的时候 奇无或抬头看到那老道人坐在最上手处 背后是一副对联 桌子上却还没有摆吃食 就连那汉子也只是站在旁边 似乎还有几分感慨 几分不敢相信 这屋子里面 唯独老人坐着 正含笑看着奇无或 我在上手 而你入门 那少女从少年身后冒出头来 疑惑道 不是要吃饭吗 黄牛所化的大汉 笑着拉着他走开一侧 于是就只剩下了阑山少年站在门口 而老者端坐于上手 手捧着一杯茶 笑着道 无或来了呀 奇无或拱手 背后背着剑侠 身量笔直 是 老人看着他 抚须感慨许久 道 我道门一脉 讲求的是原法呀 老师选择弟子 弟子也要选择老师 一来一回 其实并非抢求 老人无奈一笑 可是啊 老夫都已说了数次 记你明眼 记你明眼 你却不开窍的吗 行走天下这么多年了 从来没有想到过 这件事还要老夫亲自开口 该说你是性格刚直轻正 还是嘴硬得很 哼 罢了罢了 我来便是 老人四颇感慨 而后才将手中的茶放下 抬手正一关 抚袖口 外面的长河风波平静 已经化作了黑色 波光灵灵 仿佛万千群星 有风拂过 涟漪散开 而此地众人安静 为那老人开口 脸容 正色 温和问道 如何 无惑 可愿拜无为师吗 黄牛所化的大汉 和那质朴高大的汉子 对视一眼 都有些感慨 许久不曾见到了啊 纵然提前知道了些事情 亲眼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心中还是有些凯探和涟漪 哪怕只是入门弟子 但是拜师终归还是不一样的 拜师之前只是记名 拜师之后可称弟子 可入道门 阑山少年微微呼出一口气息 往前一步拱手伸伸下拜 道 顾所愿 我本来就想要这样做的 只是担心会打扰到您而已 老人抚恤汉手 见到他 现在就要三叩九拜 白手笑着吩咐道 道家修真之事 方外人士 步行这样的俗世礼节 你先起来 落座 傅佑看向那边的汉子 温和道 之前吩咐你的东西 就有劳了 那大汉放声大笑着道 哈哈 我夫妻能有现在的造化 还有赖于当年前辈开口 而今就算是再难的事情 都要做到的 何况只是这区区一件小事 哪里算是有劳不有劳的 再说了 今天这可是个好日子啊 能有人入您的眼中 本来就该好好祝贺一番呢 来 都坐下吧 我去准备东西 其无或坐在了老者的一侧下手的位置上 而那大汉的位置则在另外一侧 紧接着是那少女 后者只是好奇地看着这位白发的老人 却并不知道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黄牛却没有坐下 只是笑着凯探道 今日您老虽来 却没有带着我那位大哥 要是他也来的话 我们倒是可以好好地喝一桶烈酒 而今我就不坐了 他坐在门口处 仰天看着远方 而很快其无或就知道 那所谓准备的东西是什么了 还隔着很远的距离 其无或就已经能够闻得到 无比诱人的香味 也不知道为什么 闻到了这个香味的时候 其无或就感觉到了一种 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强烈的饥饿感 仿佛浑身上下的每一寸血肉 都在释放着强烈的渴望 老人抚须看着他 笑问道 饿了吗 其无或点头 只是恩了一声 那种感觉他其实不算多陌生 和他九岁时候流浪 靠着树根树皮 死撑了七八天 然后第一次吃到了 有些米粒的米粥是一样 好像从冰死的状态 终于回到了人世间 可是自己在那之后 明明吃得也很好 最近也可以吃到肉了 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感觉 东西端上桌来 有十多个菜 有蔬果拼盘 有鲜藕切片 有清炒的蔬菜 做得精致华美的肉类 另外还有一碗羹汤 金黄灿烂 泛起涟漪的时候 仿佛看到群星星光一样 精致的仿佛艺术品 那大汉颇为自得 指了指这香气扑鼻的米饭 笑着道 可不要小看了他 这米非凡物 得要三百 老者微微咳嗽 微笑着摇头 本来打算介绍自己 这田地之物的男子 有些惊恶 玄机了然汗手 心中明雾 是还需要保留些东西 是不愿让他心中 自辞起了焦纵心吗 于是语气温和 笑着解释道 这米呢 需要三百天抽芽 三百天生长 再有三百天才可以熟成 我来之前 就已经种了几百天 之后 还得一百日功夫 才能用来饮食 其无惑惊讶到 需要三年时间吗 质朴刚健的男子大笑道 是啊 长得是稍微慢了一点 不过长得慢 自然也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对于修行元气 还是有不少帮助的 当然 最重要的一点是 味道也是很好 比方说 配着这一道菜吃 最是绝美 他又一一地 把那些菜肴介绍了一遍 显而易见 对于自己的厨艺很得意 等到最后 方才指了指那鱼儿 做的羹汤笑着道 至于这些鱼儿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今天上午 从外面河流里面 钓上来的 常人服用 对于自身的原精 很有好处 对于无货 你很有帮助 即便是受到了身躯 本能疯狂饥饿感的影响 其无货仍旧安静坐在那里 直到老人点了点头之后 方才举起筷子 那米饭本身的味道极好 唇齿留香 鱼肉更是鲜嫩无比 质如白玉 又有弹力韧性 那边的少女 则是非常开心地分享 自己觉得很棒的吃法 尤其建议 拿着那金黄色的鱼汤 拌着米饭 这米饭似乎不占肚子一般 其无货只觉得在口中咀嚼 滋味浓郁 咽下去的时候 就仿佛化作了一股清气 并不会让自身觉得有保障的感觉 而后就散开在身躯里面 不知不觉已经吃下去了十几碗 在这里的 数他吃得最多 那汉子都挣住 眸子微睁 似有灵光闪过 化作神通 扫过其无货的身躯 微微皱眉 心中讶异 这是 五劳七伤 曾经死里逃生 又有劫难 在年幼的时候 长时间地奔波劳苦 精神似乎也遭遇过很大的冲击 在长期挨饿的情况 靠着对身体并无避意 甚至于有毒性的树皮 杂草冲击 似乎还吃过类似于 观音土之类的东西 只能垫肚子 却不能提供营养 没有死 已经是意志力极为顽强的原因了 可即便如此 根基也是大损 他以 回光之术 去看 以他和其无货的实力差距 可以窥见部分发生在其无货身上的事情 他看到灾厄诞生 年仅九岁的孩子 亮亮呛呛地在路上走着 周围近数都是逃难逃荒的灾民 看着他虽然走远了 还是一咬牙转过身来 把自己的饼子 分给更小的孩子 却反而被人轰抢走最后的东西 靠着吃树叶树根 才勉勉强抢活下来 捡到了剑 流浪 他用捡到的剑 刺上一个抓住他的大人 饥饿地打开了铁锅 却看到铁锅里面有存在啃食痕迹的孩子手臂 最后那个九岁的孩子 两只手托着剑 那个饿得受脱象的人 最后还在绝望地哭嚎嘶喊着 你不能抢走我的肉 那是我用我孩子换来的呀 你不能 他扑过来想要把其无货抓起来 扔到锅子里 年仅九岁的孩子 双手握紧了剑 杀死了他 然后以剑绝土 埋葬了锅里死去的孩子 又从那个死去的六岁孩子手里 拿走了钻井的一点饼子 道歉 然后拖着剑离开 那男子看着这些浮光流影 忽而明白 老人为何要让他取出今天的这些东西了 经历过这些事情 就算活下来 根基和心神的损伤也很大 大到了得到正统的修行法门 也有可能只能活到六七十岁 元神因为这些经历 而变得越发坚韧 而元气和元经 则是身体的根本 自然受到了大的影响 吃些特殊的灵物 可以弥补过去的经历 这男子心中凯叹 而后看着那才不过十四岁的少年 眼底有些怜悯之意 不知道他的过去 是经历过多少的痛苦 才让自己有这样一身的伤病 也不知道为何他经历过那些 仍旧还有现在的心性 想来也是遇到了 可以指引他 不至于走到邪道的人吧 老人看到齐无货又吃完了一碗 还不停下来 笑着将自己的碗推过去 齐无货下意识到 老丈 老人沈笑道 还叫老丈 齐无货道 老师 老人方才满意笑着道 既然叫我一声老师 就不要再如此见外了 一顿饭菜下来 齐无货吃的东西 比起其余人加在一起都要多 这让他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正这个时候 那让齐无货称呼他为 云叔的男子扶袖 让人将这桌子和杯盘都撤了下去 老人坐在守卫 而齐无货不明白的时候 云叔笑着道 也是时候了呀 他拍了拍手 忽尔从屋子外面转出三人 都穿着青衣 腰间悬挂玉佩 脚踏偶色袖鞋 发际高高竖起 滋容秀丽 嘴角含笑 手中捧着白玉般的托盘 齐齐走了进来 托盘之上铺着红色绸缎 绸缎上面盛放着东西 第一位托盘上 放一领蓝色水和服 衣服叠好 水和服上面 托着一顶道门扇云关 笑意盈盈 站在齐无货的身前 第二位的托盘上 则是放着道门五色 术丝韬 呈五彩 象征五行五色 五方天地 第三位 则是托举一双朴素鞋子 并一本御蝶 一字排开 站在齐无货面前 齐齐躬身 笑颜道 道长 请 老者道 既然入门 怎么能是现在这样装扮呢 他眼底温和 嗓音平缓 从容徐缓道 无济为辱师 当未辱传度也 传度者 是传其正法 杜齐得道 真正有法脉的修行者 都要经历这样的事情 才能够称得上是拜师 否则 哪怕是得传了神通 也不能说是师徒 而是被看作私传法脉 外泄神通 对于许多法脉来说 是极大的犯禁举动 因法不可侵传 须得再三审视 考核其心性 资质 才能够传授正法 对于弟子来说 能够得逢名师 得传真法 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但是对于老师来说 能遇到一个 无论心性 资质 悟性 都符合自己预期的徒弟 那也同样是 值得庆贺的大事 与无数众生 茫茫人海中 可以觅得此人 不逊于大海捞针一般 少女巧声疑惑道 我记得 传度似乎很重要 得要三师才是啊 牛伯 今天这样可以吗 黄牛慢悠悠 看着这一幕 淡淡道 是有个什么三师来者 渡师 宝举师 监渡师 可是这普天之下 没谁能做这一次的监渡师 而宝举师 本是举荐弟子入道的老师 可是啊 他凯然叹息曰 那位前辈要收弟子 还需要谁来举荐吗 又还有谁有资格举荐呢 此事郑重 其乌货被带去沐浴之后 方才重又带了回来 他曾经看过 淡台轩的《成仙录》 那一本书里面 也记录着淡台轩年少被传渡 入道的经历 因为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他记录得很是详尽 似乎是担心自己遗忘流程 往后收弟子 为其传渡时出现纰漏 所以其无惑之道 第一步 该当是 引弟子于大道前 李三拜 上香 然后写帖子御书 言说如下 以金焚香 供养诸神上圣 十级高真 御皇大天帝 紫威北级大帝 后土皇帝旨 写着这些仙神们的名号 一直到天曹地府 一切威灵 已显示收弟子入道的郑重 沐浴之后 其无惑仍旧穿着蓝衫 只是解开了原本绑着头发的草绳 所以 黑发一直垂落下来 少年黑发 大约垂落到接近腰部的位置 眼前已经放着一个桌案 老者坐在桌案对面 而其无惑在另外一侧 两人隔着桌二对 中间为青香三珠 老人抚须笑问 无惑可知已鬼吗 其无惑点头 他微微呼出一口气 在那汉子的指引下 奉请三珠清香 而后提笔 站着泛起金色的墨汁 顿了顿 在白纸上落笔 正如淡台宣当年那样 已经焚香 供养 老人只是看了一眼 就笑起来道 写错了 其无惑提笔 看向老人 老人指了指白纸卷轴上的文字 道 不是供养 这里是要用 告的 其无惑提笔再写 禁告 诸神 老人又道 你呀你 这个时候也不必如此客气 只是走个仪式而已 不用这样繁文入节 老人轻描淡写道 一个告字 也就够了 其无惑徐徐呼出一口气息 重新落笔 写完了那一卷御书 老者抚须道 万事从简 不必过于繁琐 就有劳你了 他看向旁边男子 那汉子微笑拱手 道 前辈有命 安敢推辞 不过 既然是这样郑重的事情 我这样的装束 就是有些失利了 他现在穿着下地种田时候 百姓们常常穿着的衣服 因为容易工作 裤腿颇短 可是遇到郑重事情的时候 人世间的人们 也是会换上郑重些的衣服 于是 这个看上去憨厚质朴的男人 搓了搓手 笑呵呵道 说起来 我可没有想到 我有这样的缘分 没有提前准备好 着实失利 正好我的妻子 又给我做了一身新的 请允许我换一身装扮回来 不过片刻 便已回来 也换了衣着 四式道袍 又四式战将的战袍 头戴玄关 脚踏战靴 腰环玉带 身着锦衣战袍 精妙绝伦 下袖山穿水流万物万灵之景 上则二十八袖之玄武七袖 第二袖之图案 黄黄群星 泛泛尚青 眉宇深光 气焰堂皇 恰如玄武七袖中 第二位新军将士 正似气冲斗牛之牛 袖天神灵凡 他让其无惑 站定于这一箱暗和卷轴前面 笑着道 未曾想到 是我来做这 不失 于是让其无惑不要动作 亲自为其解去身上的俗饰装扮 就连鞋子都去掉 俗饰衣冠 则以火焚制 只留下一身内穿的白色长衣 而后让那轻衣女子捧来脱盘 取下朴素鞋子 笑着道 掀着履 老人手中浮沉搭在壁弯 温和道 汝当足涅双吕 永离六尘 乘道虽远 也是要始于足下的 此一步 是为最初之一也 愿汝一心奉道 屡见灵坛 富佑平淡道 我弟子穿着此 旅者 凡所行游 不步凶恶之地 不入妖魔之所 长灯法会 镜射先接 男子又换另一名轻衣女子过来 取出了那一身整体蓝色和白色为主体的水和服 这一身衣着和寻常的道袍不相同 更为简洁大方 潇洒从容 分为上衣下长 先取出了下长 还于腰间 垂落下来 又取来水云服的云袖 先以户臂捆覆住了礼衣 再穿上宽大的有着水云纹路的云袖 轻剑霞云 才成法服 上衣衬双螺之配 下衣桶飞消之长 为中道之衣 不可虚于离体 最后才是那蓝色的罩袍 本来很宽大 垂落到膝盖处 取来了五色树丝韬 往腰间一寄 便是简洁大方 又有鹦鹉少年质感 老人注视着眼前少年 看着他 吞去了繁俗的衣物 从穿着白色的礼衣 穿到旅 折道服 云袖 树丝韬 到了最后 变成了一个清俊的少年道人 老人神色温和 道 医者 义也 以群统为义 群于道友 同以清静 在上为一 在下为常 上则为天 下则为地 道者 行走于天地之间 不偏不倚 方可为正 我弟子者此一 能行走于此道者 灾害不生 诸圣诱护 诸邪不可轻 诸恶不可敬 可以灭三十只恶元 可以令九仙之超度 旁边的男子微微惊恶 看向那老者 未曾想到 这一次的传度 竟是比起往日几次 更为郑重些似的 就连那慢悠悠 吃着水到嫩牙的黄牛 都挣住 回头 旋即看到的荧幕 却是让这本来 趴握着的黄牛 一下站起身来 张口无言 男子转身取关 回身正住 瞪大了眼睛 少年道人安静站在那里 本来是他该给带关的 但是老者的手掌 却轻轻 抚在那少年的头顶 笑着道 这算是 仙人抚握顶 结发受长烧 他朝着那边的男子 摆了摆手 后者小心翼翼退后 老人才轻轻给少年 整理了下发烧 忽而感慨着道 无货还不到习惯 其无货安静道 是 过年节之后 我是十五岁了 哈哈 那就先不竖关了 先上到簪吧 老人笑了一声 亲自为那少年晚发竖簪 然后取来寻常无比的一柄木簪 给他将黑发固定住 只是这样简单的一个动作而已 少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和牛伯 为何如此的震动 连脸色都变了 那不过是一个老人 给一个少年竖法 只是竖道簪而已啊 最后那老人取出欲简 笑语温和道 伏简者 以简式为言 收心脸翼为用 我弟子者持之 当持则有手 沾心里斗 祝圣朝真 为道法之光荣 做人天之一范 可知道 是 其无或穿水云服 云袖垂落 道簪黑发 而后郑重以双手 接过这一枚玉简 老人府须平和道 玄之又玄 众庙之门 明之为道 誓之不见明曰矣 听之不闻明曰兮 薄之不得明曰威 此三者不可置结 故混而为依 其上不角 其下不昧 绳绳兮不可明 父归于无物 是位无状之状 无物之相 入我门下 道号 玄威 记入明书预检 体挂侠依 围照万灵监度 五帝证明 最后一句话 让那男子和黄牛 齐齐变色 万灵监度 五帝见证 只黄黄一言 已仿佛可上通天槽 下底地府 天地之间 仿佛有所变化 却说 天地三界自有清静 更有妖魔存世之处 天穷之上 玄兜子府 妙道之处 有一正殿 左右二道童 都穿着道衣 十四五岁模样 垂双环 生得粉雕玉镯 本来正在看顾着这里 打算点燃蜡烛 可是抬头打眼一看 却是正主 玄疾面色大变 可见玉壁之上 有诸多的文字存留 本来名字是寥寥无几的 而现在竟然隐隐约约 又有一个名字出现了 匆匆忙忙地来去呼喊 这整个子府都被惊动了 不多时 就有一名道人快步走出 见到这玉壁之上 多出一名字的影子 似有若无 绵绵不存 两个道童无比紧张 双手都攥在一起了 就连那位看上去极为潇洒的道人 都死死盯着那玉壁 先是看到出现了 威 这个字 道人点头道 威 很好 很好啊 博之不得名约威 博士周飞而上 博士左冲右突 上下求索 皆迅风之相 看起来这孩子的道横不高 约莫是连三花巨顶都做不到吧 却又有上下求索的道心 故而次好为威 很好 善为道者 威妙玄通 身不可食 这个威字 也有如此的期望啊 旋即玉壁流转 隐隐约约 要浮现出第一个文字 那潇洒无比的道人死死盯着 两个千岁的道童紧张得几乎要抱在一起 最后这个文字出现 玄 潇洒道人忽然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 玄 是玄 是玄啊 哈哈哈哈 看起来老实收的弟子 颇为看好 只是不知道 何时才能当真来到此地啊 他抬手一算 却只能得到这个道号 便知道 这只是寄名入门的弟子 然而就只是如此的弟子 却给了这个道号 就知道 老师对他的期望颇重 带着几分期许 道 玄威 玄威 道人摇头晃脑 道观里面朴素得很 外面却似乎乱糟糟的 似乎有人在吵 而后吵着吵着 终于似乎打起来 然后有人要砸门 有人拉着他 有人劝说 有人看戏 只如开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杂货铺 而这道人 却还是摇头晃脑 颇为沉醉地 品评着这个道号 最终还是有 框框框的大响动 仿佛是外面天翻地覆也似 竟然让他们有着 想要打破这玄斗子府之门的迫切性 两个小道同似是 要去开门 那道人挥了挥手道 不必管 两个道同彼此对视一眼 齐齐道 您是不在意的 但是我们只是小小道同 只千年道横 还不到三花俱顶的境界 真出了事情 我们可遭不住啊 道人大笑 袖袍一扫 但见一道金色绳索飞出 直接将两个道同捆做一起 悬挂在这大殿梁柱之上 晃来晃去 懒散道 如此不可了吗 玄威吗 道人垂眸自语楷探 按照老师的风格 无为而有为 发生了何事 竟然会引你入门 不过之后 就是你自己的道路了呀 有朝一日 入三花俱顶 武器朝圆 可入此门来 将自己的名字 写在那道号的下面 这潇洒的道人 自思考着什么事情 可最后还是 被外面的砸门声音 吵得受不了 还是起身 将这门打开来 一双眸子横扫 道 又是谁在吵吵吵 众人安静 道人道 是谁不想要丹药了 众人齐齐退后一步 道人又不耐烦道 还是说谁寿缘将近 打算来我这丹炉里面练一练 看是烧成丹灰 还是化作个混元体魄 众人又是齐齐往后一步 脸色都变了 只是听说 那位似乎又收了弟子 朱棣军见证了 玄威这个道号 故而奉命前来祝贺 是啊是啊 那道人笑着道 祝贺呀 可也可也 那礼物呢 诸位前来 总不至于两手空空吧 众人面面相去 啊这 不得已 只得取出身上的各类法宝 有玉如意地放了个玉如意 有法剑地放下了法剑 飞过的龙神子弟 被拔了两枚鳞片 一侧的麒麟 留下了五滴鲜血 就连路过的鸾鸟 都被薅了三根维鱼 约莫两株香后 那道人悠哉悠哉地回去了 往地上一放 兵器剑甲 诸多丹药 放了一地 云霞生腾 然后玄机慢慢轻点起来 若是看中了 就随手揣在自己的怀里 毫不客气 两个小道童 被悬挂在空中晃啊晃的 面面相去 也不敢作声 大门被关上 外面的众人 也面面相去 最终也只好散去了 罢了罢了 看来也只是个寄名弟子啊 寄名弟子不多 如此漫长岁月 也是有些的 但是这些年 并没有谁真的走到这里来啊 是啊 是啊 只是被这玄子给震了下 那一脉有十二个弟子 已经是很少了 这一脉对待弟子更是严格 收图言 修行言 须得自修 自度苦恶 自断因果 寻常的修行者 只需功行满千 哪怕是有过 也能举霞成仙 可是这一脉 却得要到八百修持 三千功行圆满 方可入世 得到真传 如此漫长的岁月 寄名者有也 到了这里的 几乎只有一人 不能自己走到这子府 终究还是一场空啊 那咱们的礼物 还要准备吗 这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 众人都齐齐沉默了下 其中一人叹息道 虽然说是极难极难 但是其一旦真的成功 地位浊然 可称一句悬门圣徒 也不为过 辈分比你我都高了 走不过来 也就罢了 可若是那位真的能走到这里的话 又是悬自辈分 那就真的是千古无双第二人了 你我怎么能不准备礼物呢 不可不妨啊 老夫先去准备一番了 找几个年份足些的堂 我也得去准备些了 岂止是一场空变也罢了 若真能走到这里 可不能失礼啊 同去同去 那子府玄都之中的潇洒道人 坐在地上 一只手撑着下巴 手里把玩着一个单炉 淡淡道 一场空 何其可笑啊 难道相见不是原法 莫非相知不值得珍惜吗 只看中最后的好处 而忽略大道徐行 相逢一场 难怪修为千年 都不能再进一步 不过说起来 这是这几千年的第几个了 我想想看 有些记不清楚了 哎呀 不知道这一次 我这炉子能不能送出去了 他把玩着那单炉 三足 色泽暗沉如同黄铜 镶嵌道门七宝 浊浊然有光 把玩了一会儿 随手将其放入袖口 一只手撑着下巴 看着那玉碧玄为两个字 忽而笑着道 为自修至三花巨顶 武器朝圆 三千功行得满者 可入此地 那时候可以在道号之前 增加太上两个字了 到时候便得如此称呼了 他的声音顿了顿 而后温和念诵道 玉玉弥罗 渺渺泛气 开明三景 玄力武常 太上玄为真人 又圣妙法真君 挺好听的呀 这个尊号 师兄帮你留着 看你能否在千年间取走 可不要如前几位师弟师妹一般 只有一段原法呀 道人凯然长叹 起身 云袖垂落 眸光清冷平和 犹如大道轮转 长生路上 尽数师孩 尚未见面 就已凋零 乘可叹息哉 在老者的声音落下之后 虚空中仿似有树声雷震腾起 祥云一踩变化 滚滚而去 祥云万丈翻滚 锐气千条变化 男子和黄牛下意识仰起头 满脸紧张 看着翻滚着的祥云 似在寻找什么 最终中就还是一无所获 又散去了 这才稍微松了口气 彼此对视一眼 都有些许的震动 进入名书预检 体挂侠一 卫照万灵监度 五帝证明 这两句话的分量很重 某种程度上来说 非常重 第一句话只是说 给你记录着名号的预检 换上道门的衣着 第二句话却是 为你传度 要天下威灵神圣作为观众 要五方天地亲自证明 虽然说只是老者的一句话 但是此地的位置特殊 谁也不知道 这一句话到底有几分分量 玄威 这个道号传出去多远 又有几人得知 但是无论如何 必不可能是虚言 最后老人微笑着松开了 拿着预检的手 齐无祸看到那白玉材质的预检上 背面写着 锦州齐无祸 五个字 正面则是 玄威 两个金色的文字 白玉为底 流金云转 隐隐似乎有流动变化之理 老者将这预检 收入齐无祸的袖口里面 道 这样 你就算是我的弟子了 齐无祸 毛子亮了亮 想要笑 又下意识抬手 触碰到发簪 少年眉宇里面 忽然变成满了笑意 往日他穿着的是简单的短打和阑衫 这样方便在山上砍柴 头发的话 只是用草绳捆起来而已 而今已换了盗门的装扮 云秀到鞋 黑发已到簪束好了 背后背着剑匣 剑匣里面放着一柄剑 一张琴 那位老人 夫又向那位男子拿了衣物 却是一个盒子 而后放入袖袍之中 又闲谈了片刻之后 外面的天色 也已彻底暗淡下来 屋子里面点起了灯烛 老人止住了话题 看着不远处的齐无祸 和少女闲聊 微微汗手 站起身来 笑着对齐无祸换道 无祸 是时候该要离开了 正在开心祝贺 齐无祸的少女郑主 道 这么着急吗 这才刚刚入夜啊 至少明天再走啊 老人抚恤笑达道 来时诚信而来 需要做的事已经做完 需要见的人 也已见到了 自然便该离开了 少女似是因为 难得有年纪 差不多的同龄人来这里 何况性格颇为有趣 还想着 她在这里多待几天 可以好好玩耍一番 却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要离开 本能地 看向自己的父亲和牛伯 希望他们两个 能够读懂自己的眼神 帮着挽留一番 但是 往日都会随着她的两位 这一次 却没有开口挽留 只是起身相送 明明极为欣喜 老者能来 但是老者要走 却也绝不挽留 似乎绝不会违背 这老者任何要求 于是 她哪怕心中再不愿 也只好闷着气 站起身来 和父亲 还有牛伯一起 送着那少年和老者 往河边走去 老人走在最前 那黄牛和男子做陪 其无或走得稍慢些 忽而感觉到了 云秀的袖口被拉了下 转身看到那少女 一只手拉着她袖口 一只手竖在唇前 嘘了一声 然后压低了声音问道 你这就要走了呀 嗯 少女显而易见地不舍得 你接下来要去做什么 其无或稍微放慢脚步 和她并肩着走 想了想 回答道 应该是要回家吧 少女疑惑道 回家 你不随着你的老师云游吗 其无或摇了摇头 看着那老人的背影 回答道 老师她说 缘分将尽了 这是离别时候的礼物 当时提起礼物的时候 有上中下三种选择 第一次是续命丹 第二次是传真法 最上乘的那一桩原法 不给丹 不赐法 是给我一桩原法 想来能够来到这里 真正的拜师 就是原法了吧 但是 老师既然说这原法 是离别前的礼物 那么代表着 离别和原境这一点 其实并没有改变 我虽然只是刚入道门 却也知道不可抢求的道理 也知道老师的风格 无为有为 不必执着 蓝山少年倒是看得坦然 不可抢求 无为有为 少女不明白 想了想 那你回家以后做什么 奇无或达到 当然是要修行了呀 其实我的修为很低的 现在还在 炼化原经的阶段 又因为某些经历 我的原神比起 元气原经强大太多了 导致很难修出 玄门正统的先天仪器 你看啊 你教给我柴水法 我都没有办法用出来 此番回去 好好修行 这样等到了下一次 或许我不用你帮忙 也可以站在那一条河流上了 而且 我还有些必须要做的事情 他背后背着剑侠 里面有着他记录下来 那些被弹台宣所害的人们的遗憾和遗怨 他答应过那些人的 有着 明真道蒙 的腰牌 那有关于他年幼时 家乡灾难的线索 还有先生之事 当然 最要紧的 还是要慢慢修行 提升自身之境界 少女懵懂点头 然后好奇问道 那你要什么时候才能再来啊 齐乌祸想了想 回答道 按照老师的说法 我可能需要五十年时间 才能够将根基养好 踏足先天一气的境界 少女吓了一跳似的瞪大眼睛 五五五五十年 这么慢 她一下 拉住齐乌祸的袖口 对于少年的根基资质 并无什么比一 亦或者其他的看法 只是懊恼着道 那你要五十多年 才能来这里陪我玩的话 我不是要被闷在这里闷死 这里很少来人 就算是来 也没有很多有趣的 左右看了看 忽而将齐乌祸的手拉过来 而后将一个墨色盒子 放在她掌心 齐乌祸好奇 那边少女点起脚尖 凑在她耳畔悄悄道 嘘 不要作声 这里面有一枚镜子 还有 圆光显形之法 的修行方法 你回去之后 一定要学会啊 那样的话 哪怕是你在外面 也可以和我联系到 也要常常和我说说 外面发生的事情 少女眸子亮莹莹的 稍微握紧了下拳头 不要忘记啊 齐乌祸看到 她双目纯粹无邪 微笑着握合手掌 将这一个盒子收了起来 道 嗯 好 我会记得的 若在外面看到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人 一定时时告诉你知道 想了想 又道 那么 你也伸出手来 那少女疑惑 伸出右手 手掌白皙 手指如同白玉雕琢一般 其无或取出了自己曾经护身用的短剑 连翘轻轻放在那少女掌心 素来看去轻正的少年道人 嘴角难得一丝丝亲浅地笑 你送给我这个礼物 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回礼的 这是我自己磨过的短剑 希望你不嫌弃 哇呀 多谢你啊 少女将此剑收好 配在腰间 而后按着裙摆转了一圈 裙摆微扬 黑发以青色的束带束好 而一手按剑 裙摆扬起落下 婉然笑道 我一定好好保管着 下次也让你看看我的剑法 那一根树枝锁化的船 仍旧还在河流之上 安静地漂浮着 其无或站在老者的身侧 而那汉子则是站在岛屿之上 拱手行礼道 那么 此番之事 晚辈自然会去完成 静候前辈佳音 少女从那汉子背后冒出头来 招手灿烂笑着道 其无或 记得啊 等你修为高起来 记得来这里 男子无奈 想了想 还是笑着嘱咐其无或道 我不能说 此处地点所在 如何前来 若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中州府城 询问一名字号 万事不通的人 到时候就知道了 清俊少年道人 站在老者身后 微微汗手 告别之后 老人带着他 重新走到了船只之上 这一艘仿佛可以容纳千人的大船 缓缓行驶起来 有风拂面 老人抚须看着远处 其无或注意到 周围一片有黑 而夜色中的水面上 却泛起了层层的涟漪 这涟漪有丝丝缕缕的光点 仿佛倒影群星 美不胜收 其无或询问道 老师 接下来 我们去哪里 老人笑答道 无为而为 你方才不已回答过那个孩子了吗 而今老夫给你上入门的第一课 也是离别前的最后一课 带你去见见你的诸位师兄 其无或好奇道 见诸位师兄 老人看他摇头道 你呀 你 现在就已经期待了吗 总是要让你见见才是 不过现在 才刚刚入夜 大好的时间 可不能够浪费 往日为师和你说过 采炼元经也好 涂纳元气也罢 是有时间限制的 过则伤身 不过今日你吃了些好东西 就不限制了 看看你能打坐多长的时间 其无或点头 还是按捺下了心中的好奇和期待 而后坐在这船的最前面 正对着夜色晚风 右手托举左手 拇指轻触 丙心凝神 采炼元气 却只是吐那一次 便觉得隐隐有流光飞入口中 如同月华 采炼月华 本来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此地 却似乎尤其浓郁 浓郁得不可思议 一口月华如我父 体内吃下的那些饭菜 所化清气 陡然便激烈运转起来 修行中人 刚刚入门的时候 虚吐那元气 采炼周身的命宝元晶 以图圆满 这一步本该是徐徐而来 是水魔功夫 而其无或年幼时 曾经经历灾结 身上根基亏损 如同水缸之上有裂系 元气总会溢散 而现在 便是磅礴无比的元气汇聚而来 吐那之时 如同汪洋一般 滚滚流过周身 体内自有清气生腾起来 弥补那些裂系 又有月华淬炼 采炼元晶 此时其无或的感觉 并非是寻常修行那样 从容不迫 而是内外 各有两股气息交错 充斥胀痛之感 而自身根基的裂系 修复弥补 又有酸麻 诸多感觉同时出现 却要维系自身气息不乱 仍旧平缓 那种感觉 就如同要坠下悬崖 只有一只手 抓住了悬崖的崖壁 单手用力 支撑全身 极为酸软 隐隐俱痛 仿佛一个支撑不住 就要从这悬崖上 坠落下来一般 有种预感 一旦这样 两股氢气对冲 自然从自身体内散去 其无或双目闭着 徐徐吐纳 身躯虽已极痛及难受 却仍旧保持 行气之沉稳 呼吸之平和 老人抚须汗手 自笑一声 已在这船的顶端 日升月落 日则心也 性也 元神也 月则肾也 命也 元气也 性命双修 方为正宝 少年道人不知 只是吐纳修行 这苍苍茫茫 浩瀚壮阔无边的河流 仿佛没有边际 泛起的涟漪之中 自有层层的星光 仿佛倒映着漫天的群星 可是往上看去 并不见星辰 四下里面 寂静无声 唯独这一艘巨船 缓缓向前 破开了层层的水波和涟漪 夜风徐徐而不见月 往下俯看 一 月在水中也 一轮巨大无比的圆月 只在这巨船之下 月滑流转 仿佛托举着这一艘船 船只之上 少年吐纳平和 周身似乎都笼罩了一层淡淡的月滑 其无或也不知 自己到底吐纳了多长的时间 只是知道 那种感觉极为胀痛难以忍受 只是在心中告诉自己 再支撑一会儿 再支撑一会儿 时间慢慢过去 那种刺痛的感觉终于徐徐地散开了 而那种酸痛麻痒的感觉也消失了 就仿佛自己体内的裂隙慢慢地被弥补 逐渐消失 又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少年身子微动 缓缓睁开了眸子 眼前所见 不见天日 唯独漫天紫霞 映入双眸 先前他开始打坐 闭上了眼睛的时候 坐着的地方 是一艘足以容纳千百人的巨船 而此刻船只已经消失不见 漫天霞光 如天在水 少年盘坐之处 也不过只是一根树枝而已 泛起层层的连衣 双手结印于前 道袍云秀垂落 心神安宁并不去动念 只是觉得眼下这一幕 让自己心中莫名安静下来 道人打坐紫霞中 欧鹿望鸡 父望我 不知过去多久 直到那紫霞之光 渐渐也消失了 风波渐渐起来 忽而远处传来一声笑声 齐吴霍看到老者已站在了河岸边 正抚须笑道 吴霍醒了吗 且来 齐吴霍原本心念不着一尘 此刻却是泛起涟漪 却是 折雾 这一变化 当即维持不住飘逸出尘的姿态 晃了晃 阿鸦一声 坠入水中 那老人放声大笑起来 似乎难得见到自己这个年少老成的弟子 如此模样 心情愉快许多 傅佑招手 让那少年人来到岸边 齐吴霍咳嗽着爬起来 黑发都沾湿了 抬手袖口擦拭额头 老人抚须看他笑道 先前你心不着一物 能混与万物同 所以能维持住那一丝玄妙的心境 之后 你心念起伏 自然就落水了呀 哈哈 齐吴霍似乎难得表现出了一丝不服气 道 只是我现在修为还差了些 修为若能够再高些的话 就无妨了 老人笑道 那老夫就等着看 齐吴霍转身看的时候 水中仍旧还是那一根树枝 全部都被打湿了 在起伏的波涛上面 被水卷起卷落 拍打在岸边 沾染了细小的沙石 看去比起昨日时候的繁华 倒是有几分落寞可怜的模样似的 少年道人想了想 将这一树枝也剪湿起来 老人道 怎么 还舍不得了吗 齐吴霍道 只是忽然觉得他扔在这里 有点可惜 老人哑然失笑 看着那孩子将这树枝用干净的水 把这树枝洗过 然后擦拭干净了 倒也没有别处可以放了 剑匣虽然可以存放东西 但是里面放了一张琴 一柄剑 几卷书之后 似乎没有太多的空隙 又担心不小心弄坏了书 想了想 便只是佩戴在腰间 斜插入树丝掏之中 老者看着年少道人模样 摇头笑一句善 齐吴霍道 老师 我们去找哪一位师兄呢 老人抚须道 先去第一处卫裂 随我来 他往前走去 齐吴霍背着剑匣 跟在后面 好奇问道 这位师兄是什么样的人啊 老师 少年耳畔 听到老者笑着道 他吗 我想想看 齐卫裂于金师首府 名号尊天师 帝皇尊崇 百官俯首 剑灯仙台 以官万无万法 即群星列宿 伴随着老人的低营 周围画面缭绕 波涛汹涌的风光渐渐散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京城的繁华街道 耳畔听得到沿路小贩的声音 有人来人往的声音 京城落了些雪 红墙琉璃瓦 竹门高墙户 忽而红尘 毅然清静 老者带少年往前行走而去 脚下积雪有声 与气平和介绍 开通道馆 与通文馆对练 天下清流都入门下 每三十日开谈讲法 谈玄论道 严能知万古之祸福 可知千里之世纪 好为玄真上师 弟子数万人 称一祖师 道一真人 却形式简朴 不好女色 也不好奢侈享受 唯独一心修道 老人取出钱来 给少年买了个烤地瓜 穿着阑珊的少年道人 双手捧着 小口吃着 呼出热气 老人带着他往前走 慢慢介绍着这个师兄 脚步顿住的时候 其屋或捧着热乎乎的烤地瓜 抬眸看去 见到一个极大而朴素的建筑 隐隐听得到各种各样的 法器奏乐的声音 一味味有些修为的人 在这里恭敬地进入 外面达官贵人们的车程 一直蔓延出去 几乎要将这一条 朱雀大街都站满了 而除去了达官贵人 也有穿着不衣麻鞋的 寻常人们往来 谈笑有红如 往来也有白丁 抬起头 可以看到松树柏树生长的极高 倒就连这建筑的高墙 都遮不住垂落下来的滑盖 隐隐然能够听到 蒋树道法的声音 蒋树的 正是先天一气的道法 玄妙奸深 已成体系 比起奇无获的领悟 要高很多 老人抚恤道 他是你要见的第一个人 我曾经在三百七十年前遇到他 哪怕是在雨夜的破庙之中 也能够苦读 为人恋达 有天赋 能谈论天下大事 也可以谈玄论道 说要奸祭天下 一举其的时间 谈论五百年大计 而今也已成就 我曾赐道号为 玉阳 无获 今日是你见他 也是你 见 你自己啊 其无获三口两口 把烤地瓜吃完了 热气腾腾的 眼底还是有些要见到 同门师兄的欣喜 道 那我要说些什么 老人答道 问他 可愿意随我去云游修行 老人声音一如既往的温和平静 今日要不然 他随你出来 要不然 就其道号摘毁 其无获得身子一顿 感觉到了这一句话的分量 以及淡淡的平淡冷冽 并非是言语语气 或者其他的冷冽 因为老人仍旧温和 那冷冽 是一种这个年岁的少年 还没有办法形容和描述的 更宏大的存在 只是忽而鸣雾 今日这一行 最后离别的一刻 似乎和自己想的不同 其无获下意识看了一眼老师 这一次 其无获没能看清楚老人的双目 在后来无数次的回忆里面 这一双眼睛 没有欣喜 没有悲伤 只是极为大的包容和平和 只觉得 有一种大到苍茫浩瀚 平淡幽远的感觉 老人手掌斧他的头发 温和道 去吧 其无获抬眸看着这通道馆 点了点头 老人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于是一股流转的气息覆盖住他 遮掩了身形气息 天地隐匿 众生藏形 于是 三魂收敛于尼宫 精气回归于混沌 便是天界的神将千里眼 也休想见到他的踪迹 绕世地府的地听神兽 也在听不着半点声息 老者又将手中的浮沉 交给其无获 笑道 老夫就不进去了 其无获行了一礼 安静走入这通道馆中 来往的人很多 却都没有谁能注意到他 其无获见到松柏之下 有一名道人端坐于三尺高台 头顶十绝鹤盖 气息悠长玄妙 手捧一枚玉如意 正在讲述着诸多玄奇的妙法 其无获想了想 没有当即显露出身形询问 双手在身前 右手虚脱左手 如同打坐时候的一样 那浮沉则搭在壁弯 在众人身边安静站着 听着这位师兄讲述道法 果然玄妙又高深 将彩炼元经 先天一气的法门 阐述得极为清晰 可其无获 却又隐隐约约 似乎能感觉得到 这道人口中所说的 应该是他 基于老者传授部分口诀的基础上 自我开辟出来的 相比起来 远不如老者所传 那样的今生微妙 而那道人一番讲述道法 又为众多弟子们解惑 而后方才离开 众多弟子齐齐起身 行礼公身 口称老师相送 其无获想了想 跟在其身后 回眸看了一眼 这许多的弟子 有的是年少俊朗 也有的衣着华贵 看去都是人中龙凤 而自己师兄的脚步 也很轻快 那道人走回了近视之中 并无奢侈享受 仍旧简朴 只是给自己欺茶 道人垂眸呼出一口气 听着外面不觉得老实称呼 嘴角还是浮现出一丝丝微笑 忽而洒脱低音道 子府仙人夜诵经 松丰福坐四府情 明朝又去青城去 孝指彭来做客心 忽而听到一声轻声 师兄很好的兴致啊 道人心中悚然一惊 以自己的境界 竟然被人栖身到了这样的距离 不免心中泛起波涛 但是毕竟精力丰富 仍旧语气平淡 笑着道 何方道友 来此寻我 其无惑散去了法觉 于是 这位通道馆的馆主 以蓄事待发 只要察觉到 有气机变化之处 就要一招打杀过去 却忽而看到 在自己面前七步之处 空间泛起涟漪 一名少年道人 自然而然走出 身着蓝色水云符 木簪黑发 腰间五色树丝韬 并无预配 只在一侧 斜插一根碧青色树枝 右手手托浮沉 模样清俊自然 正如悬门高位之弟子 仿佛人间红尘之仙客 这位开辟通道馆的道人 神色微微变化 起身 你是 其无惑看着眼前的道人 看到他身上依旧简朴 看到他也只是寻常的道袍 木簪 没有什么奢侈的享受 只是气质幽深 眼神明亮 于是拱手微微一礼 道 师弟玄威 见过师兄 玄威 这道人下意识地转身寻找 却没能寻找到那位老人的身影 下意识询问道 老师呢 其无惑安静了下 按照老师的吩咐回答道 今日指我来此 那道人显而易见地松了口气 微笑道 不知道是师弟大驾光临 也不提前说一声 师兄还没能够好好准备招待你啊 来 且坐下 喝杯茶 他取出了茶 其无惑认出来 这虽然不是很昂贵的那几类茶 可也不是寻常物件 应该是指在山川绝壁上生长的那种 连七茶的水 似乎都是极寒之处的冰川运来融化的 他看向眼前的道人 没有太多的寒暄 只是道 老师要师兄 你回归师门去修行 可以吗 道人道 回归师门 是要做什么 其无惑回答道 四处云游 寻师防有 修信修命 道人沉默 下意识抬眸看向窗外 可以见到滑盖满盈 松柏长青 他虽不喜奢侈享受 但是众多弟子恭敬自己 尊重自己 出入往来 都是达官贵人 闲谈饮酒 也是天下美人角色 虽然不去干涉天下的风云 但是天下的风云变化 却又都和我有关 一举一动 都可以让一国的局势发动变化 人族的皇者 修行的是气韵之道 而我便是那扶龙亭者 于红尘中一落子 却可以引动万千的流转 不好色 天下美人却随我选择 不贪财 可若要的话 也是俯首便是 想到此地的时候 乎也有些许的质得意满 自导心最深处升起 可是离开之后 恐怕是要云游四方 再不能如此 手掌环顾着茶盏 似乎迟疑了下 而后才洒然笑道 可能 我只能够违背老师的失命了 其无或道 为何 道人回答 我曾经有大志向 要普渡天下的弟子 而今才刚刚起步 当今的帝王也算鹦鹉 有我的辅佐 可以成就大业 扫除四方的妖国 也可以召集众多弟子 入我道门 传我法度 现在还没有完成 所以不能随着老师一起离开 其无或深深看着这个道人 没有答应他的挽留 起身告辞 既然如此的话 老师当年将道号和御检给了师兄 还请还回来 那道人沉默了下 伸手入袖口 取出了御检 这御检 却是须于不曾离身 手指抹扎着此御检 最后还是将御检递给其无或 心中有遗憾 也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甚至于还有些微的杂念 想着 反正功法 都已经传授给自己了 自己也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这御检除去了当年的原法记录 似也没有太重要了 而今修为堪称红尘中陆地神仙 却也是有逍遥自在的根基 人啊 终究还是要有自己的选择呀 他喝完了茶 道心没有变化 起身笑着道 师弟我送你 其无或摇了摇头 道 不必劳烦道友了 这位曾有道号御羊的天师 神色复杂 凯然叹息 目送那少年推开门 阳光洒落进屋子 多少有些灰尘起落 在阳光下却仿佛散发金灿灿的流光 其无或走出的时候 这里还有些精明弟子差一看他 少年也只是客气地点头招呼一下 踏着道鞋步步走出 好奇地询问着站立起来 两并斑白的道人 老师 这位小道长是谁呢 失去了豫阳真人这个道号的道人 看着那少年走在光影之中 一身蓝色水云符 背后剑霞 脊背笔直 回忆起来自己出入道徒时候的模样 带着三分复杂 几分叹息 忽而似乎也已经释然 自笑着摇头转身 平和道 一位故人 仅此而已 奇无或走到外面的时候 看到老人正在抬头看着树叶飘落 聚精会神似的 不知为何有几分生气和伤心 取出了手中的玉牌 道 老师 您在干什么 老人也不回头 只是抬手 指着这一棵长青的树木上 有一枚树叶于风中微动 似乎要下来 却又似乎还在上面 半哭半清 颇为玄奇 笑着道 为时只是看看 这树叶究竟落 还是不落 又要何时落下 何时凋零 然后又道 看起来他没有跟着你出来 已经做出选择了 奇无或点头 老人转过身 看着这一枚玉检 和奇无或有的那一枚质地是一样的 正面玉阳 背面则是写着那道人的名字姓氏 老人看向奇无或 道 去取出剑来 将这玉检击碎吧 奇无或还没有到先天一气的境界 只是从剑侠中取出剑 然后按照老者的吩咐 一剑劈下 剑刃击打在玉检上 玉检就碎裂开来 老人拿出一根糖葫芦地给他 笑着道 好孩子 这个送给你 蓝山少年道 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老师不必如此对待我 老人笑咪咪道 吃吗 吃的 奇无或背着剑匣 把剑收起来 然后拿着糖葫芦 先是小心填了填上面的糖浆化作的保纸 然后才慢慢吃起来 问道 老师 击碎欲减 就可以了吗 老人温和道 是啊 这就足够了 也不去取什么东西 不去拿走他的修为和功绩 他的根基还在 修行还在 只是与我无缘罢了 奇无或还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沉思的时候 背后被扔在路旁的玉碱 忽而碎裂开来 化作光尘 不复存在 万古长青的树木上 一枚绿叶终究飘落 老者笑叹 只是 自此之后 从不曾是我的弟子了 老人的声音飘落 而奇无或抬头疑惑道 从不曾 老人哑然失笑 而后野鱼 无或的天资和悟性确实不错 本能的直觉也很强 总能感觉到不对的地方 如此看来 去修佛门也能有一番作为 只是要剪去头发了 看到奇无或满脸茫然 老人也是失笑 没有继续玩笑下去 声音顿了顿 而后温和道 从不曾的意思是 于他而言 就是从不曾遇到老夫 不会记得他年传到的缘分 也不会记得 今日见过你 当年走上修行 不过是一场奇遇 不必在意这些 缘法既然结下 便是事实 只是啊 他自始至终 再不是我的弟子了 缘起缘面 本该如此的 老人语气从容 似乎说的是什么 很寻常的事情 玄机笑着问那 慢慢吃糖葫芦的少年人 道 说起来 无或觉得他错了吗 其无或回眸 看着这一座通道馆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许久后 道 弟子觉得 没有错 不能说 他没有随着老师 你走 就是错的 老人似颇为满意 笑着汉手道 你说得不错 其实他不曾做错 他传下了法门和道筒 让自己追寻的道路 在整个人间开花 这个过程之中 也没有动用邪道的手法 而是一步一步 从容不迫地完成自己年少时的愿景 不疾不徐 见证了许多事情 看过了三百年春秋 在他开辟的法脉之中 或许也会诞生出 走上修行道路上的人 至于放不下名利之心 舍不去爱财之意 老者声音顿了顿 洒脱微笑 可谁说名利是错的呢 他看着前面这繁华的城池 带着少年一步一步走过 和众人擦肩而过 温和道 爱名利 又以传法的方式 得到众人的尊崇 堂堂正正 何错之有 这不是什么问题 也没有什么错误 但是 是没有错误 但是却也偏离了道 当求名利 可也 舍弃名利的时候 也不该犹豫 道门第一 当属 离凡尘 齐无货想了想 询问道 离凡尘 所以 老师才说 要带他去云游四方 这一次 很出乎了 齐无货的预料 这位老人摇了摇头 玩笑道 不啊 他当时若是出来的话 老夫可不会带着他走 云游四方带着别人 多累啊 仍旧会让他留在这里 做他的天师 齐无货愣住 啊 老人似乎被少年这般模样给逗笑了 放声大笑许久 而后才微微弯腰 手指轻轻点在了齐无货心口上 温和笑道 这是第一课的第一句 无货记住了 离凡尸者 非身离也 言心地也 虽然说这个比喻不是多恰当 但是用来让无货明白 也是可以的 身如藕根 心似莲花 根在泥而花在虚空矣 得道之人身在红尘而心在盛尽也 老人眼底温和平静 如果他真的走出来了 那离开不离开这里又有什么分别呢 他没能走出来 可惜了 其无货 隐隐有震动 如果说先前师兄未曾走出来 只是心中遗憾的话 老者这一句话 则是给他一种更大的冲击 老人笑着等待他思考 等到他吃完了糖葫芦 才带着他往前走 仍旧是不紧不慢 但是就如同先前泛起涟漪 犹如星辰的海域一般 红尘的诸多景色 那叫麦声 来往的呼喊声 热气腾腾的 鲜活活泼的红尘风光 也刹那间远去了 不过是几步 就已经来到了一片青山之中 而在通道馆之中 年少曾经有过奇遇 于一股庙中见石碑中文字 领悟修行庙法的真人忽而正住 不知为何 心中有怅然若失之感 耳畔仿佛听到有苍老的声音 溃然长叹 可惜了 这一声可惜 这一声可惜 似乎幻觉 却又不觉 这寿数已有三百余岁的真人 不知为何 心中悲怆 难以言喻 踉跄两步 竟在众多弟子的面前落下泪来 却也不知为何 不知为谁 老人带着奇无祸往前走 见到风和和煦 天穹上面飞着有异彩的蓝鸟 溪流自远处过来 环绕在山的一侧 又有竹林 花海 诸多景致 围绕着一个小小的院落 院落前面 有一名模样仍旧清纯秀丽的少女 微笑着 看着远处的风光 而他前面的座椅上坐着的 却是一名苍老的男子 已经满头白发了 两人似乎在交谈这些什么 神色也颇为亲密的模样 其无或好奇道 这是师兄吗 老者道 不 该是师姐 其无或的神色微正 老人抚恤道 说起来 他和无或你很像 在年幼的时候 被父母卖给了旁人做媳妇 自己逃出来 却又因为亲信他人 而有灾节沦落封尘 是自己用剪刀划破了脸破了像 才逃了出来 一心执着 行走十七日 而得脱险境 道心不落于凡尘 见气入骨 可谓真羞 我那时收养他作为弟子 抚育一十三年 行走天下各处 赐道号玉妙 后来 他行侠仗义 云游天下 求先访友 遇到了一名男子 两人一见倾心 后来相处也是如意 只是那人的修为不够 后来 你的师姐仍旧年少 她却已经锁不住自身的精气神 元气外泄 容貌也日渐苍老了 其无或看着远处的玉妙真人 仍旧如同二八年华的少女一般 而那名男子 虽然说有道行在身 没有多么的衰老 但是已经双鬓斑白 脸上有了皱纹 精气神在不断地流泄出来 可以想象地道 之后的时间里面 也会以超过常人的速度 衰老下去 老人平和道 而那 也已经是八百年前的事情了 少年愣住 不敢置信看向老师 老者平和道 那男子在八百年前即将死去 他为不愿连累老夫 自主于我门下 而后天公盗取丹药 惹来了南天门护法元帅 仗着自己有几份本领 斗天将天兵 后来被锦郎雷斧 袁刚将军打成重伤 被你大师兄所救 之后放下了贯彻一生的傲骨 跪在子府外七天七夜 苦苦求我 希望为师帮他助那男子修行 无惑 你觉得为师该如何呢 他看着少年人 而后冲淡平和道 为师拒绝了 他并无怨恨 只是叩首九次 自此离开道门 隐居于此地 而后 他寻找阴司 各种秘法 以法宝灵丹为制 换取那男子 转世数次为人 而后代代于人海中 将其寻回 而那男子无论什么身份 也代代专情于一人 只因当年曾成军一诺 愿生生世世 永以为好 其无惑看着那一幕 他是知道那些故事的 只献鸳鸯不献仙 说情可撼动天地 可一直以来 只以为这是故事里的情节 今日所见 难免心中被触动 可下一刻 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时候 就已经明白自己 即将要做的事情了 少年道人安静道 要弟子问他 可愿意回来修行 如若不然 就将他的道号也带回来吗 老者的神色温和 一如当初 他看着那个曾经 自己抚养过十三年的孩子 看着他现在 似乎是很幸福的模样 远离凡尘俗世 仿佛世外仙人 急于请者急于道 于修行上 似乎也已经有了领悟 可最终也只是说出那两个字 去吧 温和宁静 包容大友 却也并无丝毫回转的余地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既西辽西 独立不改 周行不淡 可以为天下母 无不知谁之子 无不知其名 自知曰道 非求道者也 除其名 其无或闭了闭眼 感觉到自己心中 拜师之后的欣喜 逐渐沉静下来 所见之人 如垂重基于心 让他心中都震动了 其无或徐徐呼出一口气 拱手 行礼 道 弟子 玄远领命 见他们 也见你自己 少年心中自语 是他们恋我 是我救他们 转身 一百扬起落下 其无惑云袖流转 眉宇之中 虽是稚嫩 却终是和先前不同 有了三分道者器语 如此恋心 其手就磅礴浩瀚 太上一脉 至纯至上 最是严苛 十二经仙纵横 法宝万千 万仙浩瀚磅礴 神通无算 却也无人敢说 能过玄斗一人 玄门修持最苦 最难 最上乘 当如是 其无或朝着那少女之处走去 两侧的花海 尽数都是人间难得一见的瑰丽仙趴 散发出的香气 仿佛连精神都为之一震 越发清醒 出入修行之人 在此打坐 修行元神 一日打坐 可抵千日之功 只是其无或元神修为强而纯粹 只是觉得极好看 眼前所见 镜树风光以理 比起先前师兄所在的地方 这里才更像是清修的地方 那玉庙师姐的 道横修为似是极高 恐怕已经是远在真人之上 当其无或走过来的时候 眼前花海 镜树散开一条道路 直指引向那前方 少年道人脚步顿了顿 背着剑侠 手捧扶尘 一步步往前走去 玉庙对此 似乎已有所感知和猜测 微笑着招呼他来 邀请他坐下 其无或走过去的时候 看到那位男子并无察觉 一切都仿佛自然而然 仿佛在这一方世界外 又另有一方世界 两者既相互重合 又彼此分割 玄妙无比 不可言说 这位其无或所见 堪称气质最为柔软美好的女子 笑着取来花茶给她 拿着茶壶给她侦查 言谈举止 皆是从容不迫 是师弟吗 其无或拱手 玄威见过师姐 玉庙道 玄威 她似乎有些亚异 玄机笑起来 温和道 道心为威 为经为一 充值绝衷 看起来 老师对你的期望很高 至少比我们要高很多 她让少年道人坐下 让后者捧起茶喝了一口 口感细腻微甜 明明淡雅 却又似浓烈 玉妙微笑道 里面加了些花蜜 是我种的零花之蜜 可以调理身体的暗伤疾病 当然 这不是重点 孩子总是喜欢喝点甜的 不是吗 少年道人想要反驳 却又想起了老师的糖葫芦 总觉得如此手段 有些如出一辙 玉妙温和道 你前来这里 老师也在附近对吗 老师他老人家还好吗 齐无祸看着眼前的温柔女子 回答道 老师一切都很好 玉妙眸子微脸 自语道 这样啊 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 她抬眸 看向齐无祸 似乎已经知道一切般询问 还没有问过 玄威你来这里是 少年道人放下杯子 道 还请师姐 回山中修行 玉妙道 回山门中修行 云游四方 修行性命是吗 她看向旁边的年迈男子 后者已经苍老了 玉妙安静许久 忽而道 小师弟年岁不大 可知道道旅吗 少年道人做的笔直 回答道 我没有经历过 但是曾经听说过 只献鸳鸯不献仙的说法 听说过很多的故事 她声音顿了顿 将自己在梦中所见的故事 徐徐道出 玉妙真人笑着听着 时而汗手 时而叹息 最后故事说完了 齐乌霍看着她 傅又道 师姐可愿回去修行 玉妙真人没有回答 只是取出了那一枚玉牌 轻轻地放在桌子上 上面同样有着以云传写着的 玉妙 两个字 流转变化 朝着奇无惑的方向推了推 这就是她的回答了 而后忽然 玩耳笑问道 师弟觉得 师姐也如 你故事里面的人一样吗 少年道人本来已经起身 听到玉妙询问 先前所见玉阳的事情 在心中翻涌 正要和人说 沉默了下 一拱手道 师姐难道不知道 执念过于沉重 是坠入了泥潭里面吗 玉妙道 知道 年岁还不大的少年道人 有些措手不及时的 安静了下 而后问道 师姐既然知道 为什么不出来 玉妙回答 因为不愿 奇无惑咀嚼着这两个字 不愿 她看着这位师姐 玉妙道 是 她温和道 这已经是第五次的轮回了 大道是很艰难的 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有登线的资质 就连第七里面最下层的长生 亦或者积攒外公的福的生仙 也是要有缘法的 一开始的时候 我如你所猜测那样 只觉得意气任辖 生生世世 永不分离 这才能对得起当年的生死相托 第一是如此 第二是如此 直到第三世的时候 我早早就找到了她的转世所在 看着她出生时候 看到她无比痛苦 大声啼哭 看着她慢慢长大 看着她忘却曾经的一切 再度经历世间的生老病死 离别和痛苦 看着她走在我指引的道路上 看着她形体衰亡腐朽 大声咳嗽着死去 我却忽然茫然了呀 我是在做什么呢 我既然眷恋她 那为何要因为我自己的执念 而让她如此的痛苦 当我意识到 是因为我的执着和疯狂 才让她经历一次次的轮回苦楚 我难受的原生都不得安宁了呀 又如何能够去修行呢 她看着其无惑 情声道 我知道我现在在泥潭执着之中 知道被情思和情网束缚了 修为也不会进步 可是我仍旧不会改变我的选择 我会仍旧履行当年的约定 这一次却不再是为了独占和执念 少女温和道 而是为了从我的执念当中 将她解救出来 等到我度化她走上修行正道之后 我才会去修行 一事不成是三事 三事不成 仍有未来即便是我自己坠入轮回 为了她也不会犹豫了 大道和因果 我其实已经懂得了 此深入节 我也已经堪破了 但是小师弟 堪破未必要踏破 非我不能 是我不愿 大道内外 我虽然不得 却也不曾虚于理也 堪破了 却又不愿意就自己离开 得到自在 其无或觉得 师姐和师兄不同 一个执迷不悟 一个乌尔不得 两相对比 对于内心的冲击越发激烈 她沉默了下 疑惑询问道 哪怕是因此被逐出师门 也这样吗 玉妙真人回答道 为了留在师门 而放弃了自己的选择 那才是失去了我的道 才是真正的有悲施恩 这样的回答 和先前玉阳的选择 两相对比 其无或心中似乎明白 但是困惑也更多 玉妙真人温柔 看着那男子 不再言语 现在她的目光 递让其无或感觉到了一种 不知道如何形容的 辽阔和慈悲 自然不是无情无义 但是却也不再是那种 执着于秦王的执念 而是更坦然宏大 少年道人沉思许久 朝着那少女微微一拱手 拿起了那一枚玉剪 起身离开 走了几步 忽而背后传来一声风声 有一卷书朝着其无或扔来 少年虽然没有到先天一气 但是毕竟身轻体健 抬手将这一卷书拿在手掌中 这卷书刹那崩散 化作光尘 飞入少年眉心 化作了四个巨大灿烂的云传 混元见点 修行典籍分为五大类别 妙法 玄章 玉绝 道典 真经 这已经是仅次于真经的典籍 少女道 老师总形容 我是剑气入骨 可谓真修 这是师姐此生的剑道总和 玉妙真人抬起头 看着那年少从容 意气风发的少年道人 如同见到当年背着剑的自己 无忧无虑 也不被情思束缚 不被因果纠缠 那时候年少 便觉得天地广阔 抬手拔剑 就可以斩破世上的一切 可后来才知道 世界上的事情 并没有如此简单 神剑空立 难斩情思 无论是他还是 眼前少年 皆要 剑 自己 他微笑着开口 就好像和当年的自己聊天一样 道 当年年少啊 总是意气风发 总也神采飞扬 取了这个大气的名字 即是要以剑直指混元真仙的道果 结果我自己困在了这里 或许没有那般厉害 但是用来让你的剑道入门 是可以的 也真希望小师弟你可以真有一日 剑直混元无上境界 师姐第一次见你 总是该有剑面里的 毕竟 下次再见 就不认得了呀 啊 错了 应该是我不记得你了 师弟若还记得师姐 若来此地也不必打扰 于路边摘一朵花便是 玉妙微笑 梅雨温暖平和 已经有了三两分 如那老者般的从容坦然 我自己种的 应该还可以哦 其无或拱手一礼 无负多言 转身离开 而存在于此地的玄妙世界也消散了 花海竹林 亦如往昔 那苍老男子 从不曾察觉到 少年道人的到来 只是感觉到了妻子的不同 仿佛那种欲结在妻子心中的东西解开了 坦然却又悲伤 问道 你怎么了 他回答道 没有什么 他声音顿了顿 微笑道 只是好像看到了年少的自己 男子呢喃 是吗 年少时候的自己 他叹了口气 而后温和道 那你为什么 不追着那个自己离开呢 玉妙回答道 人总是会长大的 结下的因果是真的 精力也是真的 自然回不去了 也不愿意回去 若是如此 便可以轻易回头 那岂不是代表着 我一路的挣扎历练 一路的思考和得失 都是假的吗 他温和笑了下 但是言语之中 终究还是当年建仙 是曾经被老者看中的 一身执着 纵是假的 我也要走到 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最后 或许那时真的是绝路 那我会长叹一声 笑一声 哎呀 原来只是这样呢 那反而没有什么了 今日花开正好 要来看看吗 他推着自己的丈夫 走向花海 清楚地知道自己 和那少年背道而驰 却也并不懊悔 只是一步步往前 距离越来越远 太上忘情 罪下不及于情 然则情之所终 正在我背 其无或转过身离开的时候 背后的花海渐渐河拢 如门闭合 当花海渐渐闭合的时候 背后那如同尘世 仙人修行的地方 也就在其无或的感应当中 消失不见了 其无或走到了老人面前 将这遇见交给他 老人没有表现得多么悲伤 亦或者失望 仍旧温和宁静 放任弟子 选择自己的道路 这样宏大的温和悲悯 过于苍茫浩瀚 若是旁人看来 近乎于无情 手掌扶过玉检 玉检上面玉妙两个文字消散了 但是老人却没有再将这一枚玉检击碎 而是交给其无或 这一次的选择 却和上一位玉阳师兄不同 温和道 五百年后 你再来看他 再问同样的问题 看他如何回答 其无或若有所思 只要是追寻道路 就可以等待吗 老人带着其无或转身离开 慢慢远去了 这一次 他没有询问其无或有什么感觉 一老一少 就这样慢慢地走在玉庙隐居之所外面的道路上 两侧花开 香气富裕 那些花都已经长得和少年的腰一样高了 走过这道路的时候 有蝴蝶起舞 落在少年的肩膀上 沉默了好一会儿 少年问道 老师 道理是如此的吗 老人摇了摇头 温和笑道 自然不是的 我道门的宗派法门传下去有很多种 法脉也都散开来 漫漫也有很多说法 传开 可是就像是精气神的误解一样 法吕裁地也都有误解 吕这一个尤其是深重 道理的意思并非是凡尘的夫妻 如果夫妻就是道理 何苦还要专门生造出一个词来呢 原本是因为天命无常啊 修道人也要面对着各类灾病 灾结和生死 疾病相扶 生死相礼 这个才是道理 老人玩笑着道 换句话说呢 就是修道路上彼此搀扶 原初的意思是 这条路上一起走 你死了 我埋了你继续往前 我死了 你也不要悲伤 处处都是青山 何处不是归途呢 埋葬了我 继续往前寻路寻道 所谓道理 也不过如此罢了 这句话一开始 还是有几分玩笑戏谑在的 但是到了后面 却让齐乌霍感觉到了一种很大的辽阔感觉 只刹那之间 三言两语 就已经远远超过了师姐的慈悲于一人 少年脚步微顿 看着老师的背影 忽然觉得 这个背影明明只有一步 却是如此遥远 老人脚步停了下来 回眸看他 温和道 乌霍怎么了 齐乌霍摇了摇头 没有什么的 他想了想 问道 师姐和师兄也应该知道 不能执着于名 还有道吕的含义吧 老人回答道 是啊 但是 知道 执道 知道 却是三层不同的境界 知道了不一定能执行 而执行也不一定能抵达 大道并非是发愿便可以走到了的 一路上的艰难困苦 各种折磨 是有很多的 道吕正是因为独自修行 容易走路暗示才需要的 是以道吕一说 要先选择人 而后再去结成道吕 不可相恋 相恋则细其心 不可不知 不知则情相离 道吕有三合 曰明心 有慧 有智 也有三不合 不明 无智 无智 老人伸出手抚摸其乌霍的头发 忽然玩笑道 怎么 乌霍也想着寻个道吕吗 要老师给你介绍 那位崔家哲仙人吗 那位哲仙人 可确确实实 是一位道心坚韧如铁的人物 他日不靠着天地扶照 也可三花俱顶 举霞飞升 其无或万万没能想到这火 还能烧到了自己身上 脸上的神色都微微一致 稍有些泛红 正色道 老师不要开玩笑了 于是 老者放声大笑起来 似乎逗一下这个道心轻正的小徒弟 会让他的心情难得愉快起来 他抚恤感慨道 道吕也是修行的基本啊 不是为了情爱 而是为了大道之上相互映照 彼此搀扶 情爱是错的吗 不是啊 谁没有眷恋之情呢 只是非我道中人而已 正如同老夫和你所说 寻的是道友 他们自有自己的选择 也都是对的 但是我们的道也是对的呀 他们自走他们的路 而我们也行我们的道 无有对错 无有高下 不过选择 有缘的时候同行一段时间 无缘的时候彼此离去 却也不必眷恋 不必挂怀 缘起缘面 如此而已 你的师姐走出了另外一条道路 所以也可以暂且再等等他 他带着少年往前走去 其乌惑心中逐渐有所感悟 但是那些领悟 却还是有些模糊的 还不够清晰 不够具体 觉得诸多理念和道理 在脑海中碰撞着 只是在思考的时候 自身气韵也逐渐沉淀下来 如同一块碗石 内藏蒲玉 正被逝世敲击 处于欲开未开之际 老人嗓音温和道 走吧 去见下一个 于是少年道人明白 这一条扣问本心的道路 尚且没能够结束 他道一生是 跟在了老人的身后 一步步往前 这是一条何其漫长的道路 要以这一位位 玄门弟子的经历和人生 作为长度 之后 还有好几位的师兄师姐 其无或都一一地去见证了 他们都有自己执着的地方 每一位都是天资纵横 要比现在的其无或 强大不知道多少 或者寄清于山水 并无追逐大道的欲求 或者喜好于游戏人间 人间险胜 其无或亲自将他们的欲减收回来 老者每一次都会询问他 有何所得 每一次都询问 他们的选择是对是错 每次其无或都回答 无错 只是每一次 少年道人思考的时间 越发地长了 当最后一次询问的时候 少年道人忽然有所感觉 回答道 弟子明白了 他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执着 都有自己的选择 可是都没有错 为了流明于后世 不是错误的 寄清于山水不是错误的 友情爱 愿意生生世世相守 也不是错误的 这些东西和选择大道一样 都只是自己的选择罢了 谁又说辽阔如大道 在众生眼中 就一定要超过 他们所追求的呢 若是如此的话 大千世界 未免无趣 老人笑起来 道 上善 他颇为欣喜 道 无或能自无到此 这一份礼物也是接住了 你若是完时 此番行走除去警醒之外 也就没有作用了 你我该在这里分别 而金则不然 可以和你稍微提一提 修行上的高处了 道也对得其玄这个字 老者一拂袖 而后随意坐在两棵松树之下 一青石之上 温和笑问道 无或可知仙人否 其无或点头 回答道 招游北海木苍吾 可得长生 有神通 妙法万千 不可言说 老人道 可知仙神品皆 这是少年往日并不知道的知识 于是道 请老师教我 老人抚恤道 寻常练气势 走错了道路 吐纳元气 搬弄精神 只知修信 而不知修命 便入罪下评者 视为师姐仙 虽有三五百寿元 却不得大道 不得逍遥 虽然称呼为仙 实则鬼也 是走错道路 急功近利者的下场 无惑戒之 而寻常修者 吐纳炼气 修行性命 不误大道 于道中得一法 法中得一数 信心苦致 终事不宜 五行之器 误交误会 行之且故 最终走到了三花俱顶的道路上 如此的境界 可以称之为是人先 其无或忽而明悟 道 是欲养子师兄 老人汉手 淡淡道 他这样的人 也是积累下了外公 但是过于执着 连求道者都算不上 往后偶有福元 走地址一路 视为山神土地 走阴丝一路 则是鬼将城皇 获领福照 升上天宫 坐以寻常仙人 辛苦奔波 终日不得清闲 可得一枚丹丸续命 虽然是仙 不过是寻常 天庭之中 各大帝君天尊的名下 多有如此惯例 在天则为天官 在地则为地官 在水则为水官 老者又道 比人先高些的 便已经能堪破 这些执着 却又难以放下 已经悟道 却又不能脱身 困顿于道门八难 本是天地之才 却又执迷不悟 悟而不脱 终究小城 可长生住世 好为陆地神仙 其无或心中被触动 若有所思 是现在的玉妙师姐 老人汉手 夫又随意道 那上清门下 弟子虽多 九成不过是如此之才 尚且不如你师姐 而他若有一日 可以堪破 自己走出来 自此用功不已 修行到超凡脱俗 走到阴静阳纯 能为身外化身的地步 能三花聚顶 可武器朝圆 在老夫的口中 如此便可以称呼为神仙 于道门能法天向地 于佛门号他化自在 玉清门下得到真传的 十二位弟子 道也有大半 不过是如此气候罢了 两颗老松之下 那位白发白须的老者 与气一如既往的平淡 且温和 天地万物却安静无比 寂静得可不 不知道何时起风了 整个天穹都被遮蔽起来 日月都昏沉了 可风却也不流动到这里 水流停止了变化 周围的所有土地神灵 净数都消失不见 仿佛万物皆迹 那声音温和 只入了其无或耳中 至于以天地神仙之才 苦修破节 不执着于物 却又有大气魄 敢于入节三界 或者传到以得天地气运 或者入节以破煞气 积累功勋 等到了三千功满 八百行足 步步前行 历任三十六栋天 而反八十一阳天 便是天仙 若是三清门下 就称呼为 混元仪器上方大罗天仙 非三清门下 则是混元仪器上方 太义天仙 上清门下 玉清门下最为拔尖的弟子 西方佛陀 天庭诸多天尊和帝君 都是在这个地方了 其无或听的心神皆动 老人抚须 平淡道 却不过下乘法门 于是更如惊雷 下乘法门 其无或正著 先前老者 讲述各类各品级的仙人 从他所知道的 只修信不修命 入手开始 延伸到一路上 见到过的诸多师兄弟 富佑想到了 远在赫连山的诸多山神们 从这些熟知的人物 讲述到玉妙师姐 甚至于是假如 玉妙师姐突破之后的境界 一直到天上的诸位帝君 天尊 西方的佛陀 其手从容 讲述到了最后的时候 已经是浩荡磅礴 无边壮阔 却也只是换来了老人口中一句 下乘法门的评价 不过四个字 就已经让少年人心底 激荡起了无数波涛 老人没有继续讲述下去 坐在这两株松树之下 抬手抚须 只是笑着问道 虽然说是下乘法门 道也已经可以做到 天地老而我不老 日月亡而我不亡 自称为帝君 佛陀 天尊 也无人能说你半句话来 这一点倒是货真价实 那么吴霍觉得 什么才能够是上乘的法门呢 其吴霍一路行来 所见 所悟的东西 都在他的心中激荡起来 少年道人回答道 用心于衣 以求大道 无搏杂念 不为外物沾染道心 于内则是好好修行 以至真灵至纯 于外则是见过世间一切的事物 也不会执着于一切 也历劫 也传道 但是却不是为了境界而去历劫 不是为了收获天地气韵 而去传道 非有为 非有为 而无为 无为无不为 率性而已 平等对待万无万法 乘于道 乘于己 他将自己所见诸位师兄们的感悟 徐徐道出 老者似有些微的压抑 而后笑着点头回答道 是啊 你的悟性的确是超凡脱俗 为师还以为你想不到这一点上 这一路的所见所思所得 其实便是在传授你修行 你能够自己说出这些话 便是已经得到了我的真传 你的师兄玄斗 就是走到了这一条道路上 今也是修出正果 昊妙乐天尊 为灵官大地 其无或询问道 老师 这一条道路如何 老者手中浮尘一扫 回答道 为此道者 可正得大罗天仙 混元道国 一念纯真 万绿俱清 上阁穷仓 万灵洞见 灵光不灭 其一点真性 直达虚无 照耀三千 老人抚须嗓音温和 所说的境界之高 其无或已经无法理解 只是觉得 最后那灵光不灭 一点真性 直达虚无 照耀三千 四句十六个字的描述 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气度和从容 虽然没有之前描述的天仙正果 那般繁复强横 却又更是奥妙 让人不由心向往之 少年道人 想着这位玄斗师兄的境界 道 玄斗师兄这样的 可是上城吗 老人抚须 好一会儿 回答道 虔诚于道 遵循无知教会 修行历节 有为无为 正得混缘一气 与天地同修 吐纳日月 却也指得忠诚而已 指得忠诚 少年道人看向老者 拱手询问道 敢问上城 老人抚须 温和笑道 你要听答案 倒也可以 富尔过来 我的弟子 该要知道的 其无惑走上前去 老者微笑开口 才说出第一个字 哄 不知不觉 已有巨大的狂风袭来 天上层层云气压下 似乎元气化作了雷霆 轰然炸开 奔走而去 日月昏尘 像是有什么巨大的变化 引动了这里的异象似的 有黑风厄云 遮掩了天穷上的群星和万象 可在这里 只是两株松下一枚青石 老人在笑着开口 和自己年岁最小的弟子 说这些寻常话而已 最上城者 一尘不染 如浩月当空 三千界清静 只眉心一点灵光 能夺天地之造化 可参阴阳之正理 可是 有归于 无归于 有 如是而已 其无或道 有归于无 无归于有 这八个字 似乎极奥妙 但是其无或 却还无法理解 老人笑着道 好了 这个距离你还是很远的 只是知道便是了 不过这个上城法门 则你知 我知 勿要告知他人便是了 说起来 无或想要修神妖鹿子呢 少年总是意气风发 神采飞扬的 便如同那年少时候 破庙读书 一举其中 谈尽五百年天下大变的少年书生 便如同那年少桀骜 提着一根木棍 抬眸便说 要直指无上混元大道的稚嫩见仙 此刻的他 如过去的他们 也是自然而然地回答道 想要修行无上上城大道 老人温和看着他 许久厚道 真是怀你啊 你这样的话 老夫曾经听说过 老者嗓音平和笑道 你自然不是第一个 见过这些师兄弟的人 也不是第一个 有资格听老夫谈论 这天仙大道的弟子 有一个人 也见过了他们 说出了和你很像的话语 那个孩子 也是个一心一意 维修大道的呀 其无或询问道 那师兄是谁 老人抚须温和达道 道之为物 为谎为乎 呼吸谎兮 其中有相 谎兮呼吸 其中有物 咬兮明兮 其中有经 其精甚 真 故而 刺其道号 玄真 其无或道 玄真师兄是选择了最上城之道 老人回答 是 于是 少年道人心中 便是生起了许多的好奇 是玄自辈 而且真 何等的期许 他极为期待见到这位玄真师兄 他觉得 这位师兄 可以解答他的困惑 他之前所见的师兄们 有沉沉于名望的 有自负于勤往的 这些见到的经历变化无常 充塞在他内心之中 仿佛有什么要自心底深处破开一般 但是一时间 却又不够清晰明白 在得文大道之后 更是似乎有所得 似乎无所得 似乎要以这些师兄弟为警告 似乎又觉得自己 专心修行于大道 自然无所担忧 这位玄真 应该已经修行有成了吧 如自己的未来 他这样想着 带着期许和温暖 带着对其余师兄的疑惑和思考 带着那一路行来 所见所思所想 直到老者带着他 来到了玄真的面前 一座枯木 极许枯藤寒鸭 寒风凌冽挂面 一股凌冽苍茫 仿佛自心底 豁然生腾起来 如意秉剑 将其无或心中的疑惑和思考 将他所有的期许和温暖 尽数断绝 那些许侥幸 那看着师兄们沉沦的警醒 些许一点点自我的骄傲 还有得文大道的欣喜 全然断绝 再无半点残留下来 轰隆隆雷霆炸开 山上寒风卷细雨 惊起几点寒压 少年道人云秀被寒风席卷 眼中有诸多画面和选择闪过 执迷不悟者 求而不得者 悟而不托者 诸般画面 无数可能 爱恨情仇 人是红尘眷恋 最终化作三尺孤焚 见众生 见自我 见大道 闻道之后见生死 其无或一路孕育的道心 如同被那批裂天穷的雷霆 照亮一般 变得冷冽而清醒 迷惘都仿佛不值得一提了 唯觉得大道浩瀚苍凉 孤独冷冽之感浮面来 明明还不知道 眼前这位师兄的经历 其无或就呼地想起了 山神那一声囊括无数情绪的复杂探望 长生路上 尽数师海 道友 珍重 其无或道 这是 老人道 你的师兄 他往前走去 其无或跟在身后 走近的时候 看到了那墓葬的大小 显而易见 只是衣冠种 萧瑟孤苦 当年风流 竟被雨打风吹去 一种巨大的冲击 让少年的神色郑重下来 先前诸多的繁杂念头 被生死斩碎 演化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道心最为纯粹 一心求大道者 忠道而陨落 而其余 沉迷于自我执念的 却可长生千年 为何会是如此呢 老人俯身 为着墓葬 包去了攀爬上来的 绿色台痕 拨开了遮掩的树枝 露出了上面的文字 其无或下意识地看去 那文字温润平和 仿佛随意地写成 仿佛写下 这些文字的人 到了最后 仍旧内心平静 不起执念和波澜 其无或下意识念诵道 此生修行 曾遇名师 结交好友雄结 至亲至情 至爱道旅 纵情于天地之间 无不顺心顺意 唯独十三恨绵长 至死不休 记录于此 第一恨 书囊易住 他顿了顿 下意识地想到了师兄玉阳 出身于读书人的修行者 后者沉迷于书卷的志向 而后沉迷于了 名声传于后世的大愿望 最终不可自拔 易住 第二恨 情深远浅 家人搏命 其无或又想起了 玉妙真人师姐 想到了 他那约定生生世世 永以为好的决然 太上一脉并非无情 而是不可执着入魔 玉真也有如此过 只是并未执着如此 其无或收敛心神 继续看了下去到 第三恨下业有闻 第四恨月台一漏 五恨菊叶多焦 六恨松多大乙 七恨竹多落叶 八恨贵何一谢 九恨碧罗藏毁 十恨驾花生刺 前几位师兄们执着的东西 玉真似乎也有 而且似乎还要更多 仿佛花花世界 无尽苍生 都喜欢 都遗憾 所谓的恨 不过只是 因为喜欢得太厉害了 所以遗憾 就只是这些文字 其无或仿佛 已经可以看到 那位玉真师兄 看到他嬉笑怒骂 极为恨夏天 飞来飞去的文字 喜欢竹子 却又恨打扫落叶烦闷 爱养松树 却又因为松树招惹蚂蚁 蚂蚁住了屋子气得牙痒痒 观其文字 如见其人 仿佛石碑之前 并非树枝 而是俊秀洒脱的道人玉真 微笑着看他 道一声失地 老人站在其无或的面前 道 这是你的师兄 玉真 其无或道 师兄他 老人手掌抚摸着石碑 回答道 道徒陨落了 求道并不是闲庭散步 不是观花赏愿 而是从天地之间 取回我命 一步一步 大道难行 这正是一步步的考验 悬门正道 修行之时 有三灾七劫八难 三灾者 刀兵 心魔 天地 你求道徒 若心怀力气杀鸡 而与人争斗 亦或者路见不平 道心圆容拔剑而起 与人争斗 或计不如人 或遭人暗算 身死道陨 魂魄也遭人驱散 再不复当年 这是刀兵 若路见不平 退而避之 或做出种种违背我心的情况 导致杂念纷乱而起 既要做到一点灵光照耀大千 自我无法剔透无碍 又如何照耀到大千世界 如冬雪渐化 日不见其增长 却累日渐增 终至影响神念 元神博杂 修为不进而退 最终陨落 此事心魔 天地之劫 则是雷 凤 火 是因为 你自我取回命宝 走出先天一气 三花聚顶 自然招来 本来世间的苍生万物 就如同河流中一滴水 自然圆融 都属于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大道 修行者逆三为二 化作元气元神 逆二为一 是为三花聚顶 这相当于逆着水流搏击 自然会遭到水流的冲刷 所以 修行者要 明心见性 不能够被外物所干扰 自我的道心 才能够察觉到这些劫难 提前做出规避 雷霆机的是元神 而火烧的是肉身 至于风灾 便从你周身翘雪涌入 坏你的道横 彻底化作飞灰 自然 这也没有什么恶意 于天地自然运转来看 就是让你重新回归到三生万物的道路上而已 避开了便可寿数绵长 避不开 躲不过就是当场陨落 魂飞魄散 复返大迁 佛家难过火灾 稍微舍利子 称之为元祭 道门困于风节 化陈离人士 为之曰作画 至于不走正道的 元神会暗 念头繁杂的 就连雷劫都熬不过去 佛道两脉 大多刚正纯粹 自然 还有些大恶为我之辈 念头也极纯粹 雷劫坏不得他们道行 其无惑自语 魂飞魄散 老人点了点头 温和道 至于最寻常的八男 不必细说 毕竟 你也已经见过了 其无惑道 我已经见过了 他声音微顿 似乎已经有所明误了 道 是师兄他们 老人回答的声音温和 但是似乎是因为 之前所见所想 诸多事情的原因 落入少年耳中 带着些遗憾 此八男往往 伴随修者实力 而越发的难以割舍 有物混成 在天下先 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称呼为道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演化出一切万物万法 视为天下母 而修行是本性成澈 复返于根本 一步步走到 一 那里 最终寻到包容一切的大道 你现在所见一切 天地苍生 都是三生万物的一部分 都是对的 但是却并非我们追寻的东西 有些修道者 却只沉沦于 这三生万物里面的万物之一端 甚至于是万物苍生其中之一 演化出来的一部分东西 如入小径 不肯自拔 是所谓道中得一法 法中得一数 打坐炼器 行且坚固 而自诩得道 陷入这等境地 与人生之上自无对错 各有追求 可若是从追寻最初最上乘的 大道这个目的来看 这便是遇到大 难 就连道心都蒙沉 沉沦于八难 又谈何三灾气节呢 他们连走到三灾气节的资格 都没有啊 老人凯探 又看向玄珍的预见 道 而玄珍 如同此刻的无惑你一般 道心纯粹 可却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最不会给自己留下退路 无忧无不 只求大道 最后修行 欲求最上乘法门 不避不退 正面破节突破 遭遇刀兵节 雷火节 心魔节 连破四十九重劫难 终究利有不歹 并不选择流魂破 走阴神的道路 无杂念想 愚人愚己 皆不留半点余地 全力一搏 未尘而云 兵解前三呼求道 修道 正道 放声大笑 就此死去 烟消云散了 老人绣袍服过 将这十杯上最后遮掩的文字都去除了 剩下的文字彰显出来 不再是那般的温润 而是一下变得凌厉起来 读这最后三句的时候 岂无惑呼而沉默 十一恨 为正大道 而无心不坚 十二恨 为正大道 而无神未纯 十三恨 为正大道 而无身已允 悬门十三恨 一连数个恨字 却并无丝毫的恶意 唯独强烈无比的遗憾之念 寄托于那无边凝固的道心 冲天起 惊其老树寒压几声 老人说得平淡 其无惑却仿佛可以看到 那一幕 可以想象到 这一幕的壮烈和决然 太上一脉 心自然坚定 神识纯粹 恨的 遗憾的 都只是尚不够而已 似乎有风起了 天空中的云气聚散起来 风压得很低 不一会儿 竟然下起了雨水来 雨水稀稀利利 不一会儿 便已成了烟龙寒山的景象 如同泼墨画卷一般 此地的温度 比起其无惑原本住的地方 更为温暖些 可既然是冬日 自然是冷雨 老人手中一柄竹伞撑开 为那少年遮雨 从袖口里面取出了一壶酒 放在了枯木前 那木前的树枝微微晃动 预检仍旧一如当年 这是唯一一个 没有被收回道号的弟子 其无惑能感觉到了老人的悲伤 其无惑还是道 以老师之能 不能将师兄找回来吗 老人温和笑道 找回来 他撑着伞 示意其无惑随着他走 想了想 问道 无惑曾经有过黄梁一梦 老夫且试问之 如果你作为官员 而有人训私舞弊 你会怎么做呢 其无惑道 当依照律法而治之 老人道 那么 若是你见到有人 为了私情而贪赃枉法呢 其无惑道 当兼之 老人问道 当你见到有人 为了私情而罔顾大道杀人呢 其无惑道 当斩之 老人温和道 所以你明白了 生死 是天下最公平的 老夫不会为了任何人 去打破这样的公平 老师不过是带着你走入门中的人 指出前面的道路在何处 且寄予期待 我给你换上了衣服 给你名字 怀揣着期许 传授你道法 这只是你我原法 是 小师 而不是要呵护着你 作威作福的人 老人道 凡我弟子 坠入红尘 勤网 轮回 生死者 我皆不会救你 唯独等你自悟 这一点 你们其实和任何人都没有不同的 老人走到山上 站住脚步 他站在雨幕里面 雨水弱大磅礴 天地昏沉 袖袍垂落 给少年举着伞 温和道 毕竟 你们是我的弟子 可是天下修道人 无不是我的弟子 其无或安静看着前面的烟雨朦胧 并不怀疑老实话语里面的真实性 既然诸多师兄都在这世事之中沉沦 老师只是等待他们自修自悟 等待他们回忆当年的教导 以寻回本心 那么自己也不会有不同的地方 老人和他走到了一处稍微高些的山坡上 回过身来 看到风雨笼罩了那一座衣冠种 烟龙寒山 一望无际 仿佛天地相连 大道苍凉之感 油然而生 老人温和道 求其下乘者 修行至三花巨顶 武器朝圆 三千宫满 八百行族 可谓天仙 称为帝君 天尊 求其中乘者 便是随着为师给你指出来的道路前行 并且一路不被阻碍 过三灾七劫八难 能走到玄都的地步 但是那毕竟是老夫给你指出来的道路 你是不能超过为师的 若是 你走上城之路 老人声音微顿 而后温和道 或许能看到老夫的背影吧 见到其无惑 似乎要开口说话 老人抬手阻拦 温和笑道 不过 现在你也不必 给出你的答案 便是你说了 老夫也不会去听的 只需要你自己 将你自己的选择 记在心中便是 年少之时 大多都心高气傲 有凌云之志向 未经世事 未见万千众生 这些话终究是档布的真 老人忽悠也于玩笑道 反正不管你最终选择了哪一条道路 不到三花俱顶 武器朝圆的境界 是没有资格做出选择的 至于方才 那三圣天仙大盗 那个呀 老夫也只是说 与你听听罢了 少年道人 不由脸色一致 而后看着老人的袖袍 给雨水沾湿了 摇了摇头 抬手帮老人 将衣摆整理好 道 老是真像是个孩子呢 老者忍不住放声大笑 你也像是个老头子一样 穿蓝色水云服的 少年道人无奈 嘴角却也有一丝 清浅的笑意 老者笑巴叹息 抚恤道 如今也该让你知道老夫的名号了 老者的神色温和 道 如为我太上一脉 悬门至高 无上 其无或道 知道的 老人先是威正 悬疾就洒脱微笑 是啊 你早能猜到了 少年道人回答道 我虽然对于道门了解不多 但是三清诸神 是百姓都会拜的 所以知道 能够用这样的语气来平点万物和诸神 平等对待上清和玉清两位道祖 如果不是狂妄到极致的狂人 也就只有同为三清道祖之一的太上一脉了 老人温和汉手 而后看着远处风光 道 然而 你离开为师之后 不得暴露师城 也不得说出你的道号 道号 是为师对你的期许 却并非是你自己的身份 身份这种东西 是要自取的 如同修为 需要自修 老人的声音温和平淡 说出的话语 却自有一股魄力 毕竟 你若是说出你的身份 那三界内外 旁人无不让着你 天才地宝 你要什么 便是给你什么 若遇到修行上的困顿 九天十地诸佛 神圣帮你 五方帝君助你 二十八秀敬你 你所见偏颇 所修顺遂 那么或许极快 便可以走到三花俱顶的境界 但是如此的修行 不过只如天才地宝 单纯积累法力而已 心念稚嫩 或如室内之花 虽然盛放 却难抵双血 不过只是一 赏玩之物 非我弟子 溺爱弟子如玉卿 都不会如此去做的 道是上亲耳根子软 性情豁达 选择无为之上 既然无为 那我自然无不可为 虽无不可为 其一举一动 却又无不弃和大道 你他日若有缘法相见 多说几句 谈论人情 他会给你些微缘法 也未可知 不过 如此培养出的弟子 就连八难这一关都过不去 甚至于无妄于 地先之境界 何况更高呢 老者的手掌 按在少年道人头顶揉了揉 期许道 唯独你自己的实力和地位 便亦可让天下修行者遵你 敬你 为你 宠你 你才是独属于你自己的 玄威道人 吴霍道君 而不是那个太上一脉的小弟子 吴霍可明白吗 玉阳五百年大祭功成 为人师为国师好天师 玉庙登上天穷 和天上天将为敌 一路打到雷斧上下 得要欲须雷斧三十六雷将之一 亲自出手才能击败 都是靠着他们自己 他们甚至于不知道老夫的身份 也不曾用自己的道号 玉庙是被玄斗救下之后 才明了了老夫身份 所以他愿意放下 我便愿意等他 说起来 还有一个师兄 要你自己去见了 老人取出一枚玉检交给他 幼儿语数据 两人看着远处 少年收了玉检 老者温和道 老师领你们入门 是为了什么呢 多一个在三界作为作福的惹祸金吗 那不是我的弟子 既然收徒 传道 那就总是期望 弟子可以走到身边来的 其实师徒 也是一种道友 却不愿只是多了一个附庸 你真走到被仙神簇拥的那一步 就是老夫毁了你这天生道种根骨啊 是我做错了 少年道人听得出这话语中的无限期许 天暗沉 风雨大 老人抬手 指着前面的道路 我弟子还要有无数人要见 有十万里的红尘要走 为师自会在最远的地方等你 这一条路 并不笔直 并不干净 多有泥泞 延伸入了这无尽的风雨笼罩之中 烟雨朦胧 老人本来似要让他独行 可最后还是温和道 无惑 最后再同行一段路程吧 其无惑点了点头 嗯 老人撑着伞 给他遮蔽风雨 一个老者一个少年 揭穿着道袍 往前走去 说起来 道门总还有戒律的 只有授戒 才是我道门的弟子 有三戒 五戒 十戒 二十七戒 百八十戒 三百大戒 千二百正戒 为的是 止恶防飞 护正催贤 不过这个是有为的戒律 还有另一种无为无德的戒律 对于修行者的要求 还是有些高的 若实实法 毕竟空计 是名正戒 无或往后 或许可以持着正戒 本是无为 无持自然无犯 无犯方可无持 现在还不行 最后还是要给你一个戒律 这算是老夫对你的戒律 也是老夫对你的期望 是太上一脉弟子的要求 也是哪怕黄粮一梦 也不曾化去的你的本心 你的执念 你的劫难 所以 这算是唯独你自己要持的法鉴 老人撑着伞 看向旁边的少年 收敛了温和的笑容 语气隐隐有几分苍茫和忧远 正色道 我弟子玄威 修持正法 举动施为 美和天心 常行大词 普渡恶难 汝能持否 许久后 少年回答 曰 能 老人大笑 事无弟子 这一场大雨磅礴 过去了很久很久之后 此地的诸多山中灵性们 才察觉到 元气恢复正常 不复先前那般 如天崩地裂般的巨变 才小心翼翼地回来 远远望去 只见风雨之中 有人持伞行来 接下意识平住呼吸 看到那少年道人 身着蓝色水云符 云袖垂落 背着剑匣 徐步独行于大道 此时已是自己打伞 自己遮蔽风雨了 少年人身躯笔直 大道萧瑟 我独行 看着那少年道人 与语物之中 渐行渐进了些 此山所属的各方威灵们 看着他的背影 低声地窃窃私语着 那位小道长 就是刚刚这样 动静大的原因吗 不可能啊 绝不可能才是 一个身材不过无耻 胡须拖到了地上的老头子 抚摸长须 手中挥舞着一根木杖 表达自己的观点 方才之声是 简直就像是天地 都要给掀翻了似的 不要说老头子这样的老松树 给吹的是灵性闭塞 无感消失 便是山神们 都被吹得毙了门 土地都被掀飞了去 便是那门帘 都给吹了个底朝天 底朝天啊 太荒谬到 老头子都看笑了 那样的动静 怕是天上出了什么事情 这小孩子 应该只是恰逢其会了 敢问 这里大概是什么方位呢 我有点迷路了 哦 这里是中州府城 左道巨云风之所在 老松树惊吓意识回答 然后一愣 这路上哪里来的问路人 抬起头 看到那少年道人 正看着自己 眉宇温和 询问的时候 微微弯腰 撑伞 眼神温和 听到回答 道一声谢 转身离开 而那老松树满脸呆滞 似是被吓住了 这一处地方的灵性们 都被吓住了 或者说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好尴尬的 他们的窃窃私语 便是修为很高的 道人们都听不到 只山神地址们 可听闻 这个小道士 怎么能听得到呢 背后说人坏话 还被听到 还被转过来问路 这事情太也尴尬了 看啊 就连活了几百岁的 老叔公的松树皮 都顶不住了 大家都憋着笑 其屋或有淘太公 给的那一卷御书 一只手撑着伞 一只手取出来御书 手指掐绝 让这御书悬浮在自己身前 飘着翻页 金色的文字 在御制的书页上 流转泛光 只不过片刻 看到了聚云风的所在 于是便可以找到大致方向 这几个山中的生灵灵性 化作了人类孩童的模样 只是个头会小很多 它们似乎是草木精怪 在雨水中极为开心 展开双臂 少年人持散行于山道之中 两侧都是 生长得很高的树木 道路上铺着石头 被雨水一冲便是清幽 雨伞两侧 常人肉眼无法看到的 金怪们起伏着 有的趴在伞面上 有的带着胆子 坐在了少年肩膀上 少年道人 黑发用木簪竖好 左手撑着伞 右手掐绝 身前一卷书展开 文字散发金色流光 只随着少年踱步 也在往前漂浮着 灵性好奇问道 你听得到我们说话诶 你是神仙吗 少年一边寻找道路 一边回答 我 我不是神仙的呀 神仙很难 我这辈子也不知道 能不能走到那一步 或许下辈子也不能 金怪们期待且好奇问道 诶 那你见过神仙吗 少年道人想了想 摇头道 我没有见过神仙 于是金怪们很开心道 我们见过哦 见过山神的 还有土地公公 还有来这里刮风下雨的姐姐们叔叔们 有树上的灵 还有很多很多 还有城里面的城隍们 将军们 都是神仙哦 虽然还只是远远看到了一眼 但是也是看到了 你也要加油才行啊 他安慰似的 伸出手拍了拍气无惑的 并角黑发 少年道人笑着道 是啊 很厉害呢 想了想 伸出手取了一些松子出来 道 这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 你们要吃吗 好几个灵们对视一眼 本来还有些警惕的 但是这个少年身上的气息灵机 都很清澈 再加上那食物的味道 然后还是忍不住 被投喂的愉快和诱惑 齐齐地上去拿东西来吃 一个看上去 像是山中草木精灵的小灵 坐在奇无货手里 看到这一卷御书 道 哦 这是 这是中州最大最大的那个城市 里面好多好多人的那个 我记得呢 里面的桂花糕很好吃 每年都有穿着很华丽的人来山上祭祀 那时候我们可以偷偷吃一点 对的 对的 里面有最大的城隍老爷爷 还有长着獠牙 披着铠甲的将军 你要去这里吗 要做什么呢 其无货想了想 去中州府城 做什么呢 忽然离开老师 天地广阔 却又有一种选择 皆有我的茫然感觉 每日的修行吐纳 自然不提 既然来到了这里 自然要去找明真道蒙的线索 要去为那些被邪修淡台宣害了的人们了结心愿 傅又扶过腰间藏着的镜子 想到难得能玩在一起的同龄人 嘴角一丝微笑 也要去问问那位 万事不通 问问看他家到底是在哪里 当然 还有最后一件事情 是那老者离别时候 给他说 要他做的 此刻他的绣袍里面 是有两枚抹去了名字的玉姐 其中一枚是玉妙师姐的 另外一枚 则属于一位师兄 那师兄 也如玉妙师姐般的情况 不过和玉妙师姐 还要等待五百年不同 这一位师期限已经到了 所以老人让他去寻找此人 按照老师所说 那位师兄入心魔杖 已经打坐了千年之久 有资质 有根基 有无上道心 只一念不回 便落入执迷 让其无或寻其回来 是对他行走天下的考验 对师兄而言 也是契机 于是少年人想了想 回答道 是要找一个人啊 找人 山中灵性们 彼此对视一眼 小小人 摩拳擦掌 道 找人是我们最擅长的事情了 我们吃过你的松子 是朋友了 你要找谁呢 嘿嘿 交给我们 再难找的人 我们都可以给你找到 就 就是要再加一点点松子 如果最好的话 是用糖浆炒出来的那种就好了 山间性灵们 积极喳喳 天真浪漫 先前说旁人坏话 被听到的老松树 也在后面 文言不由竖起了耳朵 咳嗽一声 老夫活了很久 约莫有快五百年了 五百年 所有 知道的事情也有不少 其无或回忆老人的嘱托 抬起手掌 那御书收回来 飞入袖袍 右手托举松子 让那些灵性 坐在自己掌心 拿着松子 往嘴巴里面塞着 温和道 寻我一位师兄 他已经哭作打作很多年了 因为不被老人承认的话 所有弟子都不会泄露师城 故而称师兄 可也 不会泄露自身的来历 其姓为吕 道号 纯阳 这些山中的灵性 往日最喜欢的 就是在这山上跑来跑去 偶尔也会跑去城里面玩耍 但是他们 是修行的轻正之道 哪怕是素来黑着一张脸的 阴丝判官们 都愿意把贡品里面的 些许桂花糕挑选出来 逗弄一番这些小家伙 其实力虽然弱 但是交友可算广阔得很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 而已经活了足足五百岁 活了那么长的老松树 也不知道这个名字 只是似乎在哪里听到过 于是便因为自己放出大话后 答不出来觉得尴尬 心中暗自做出打算 决定之后 等到去寻自家洞府的山神回来后 问一问 于是装作了毫不在意的模样 顺势抚恤道 哦 吕春阳 吕春阳啊 知道 知道 嘿嘿嘿 不过 小道士你寻他做什么呢 老松树想得清楚 先应付好 之后也好 询问山神 实在不行 还有更厉害些的 中州最大的山 其神已经可称呼为 宫 为中州方圆 大慈大悲 聚云灵妙宫 事已无妨 皆可询问 于是他看到那少年道人止步 回眸 于目之下 却有几分道家清俊 与生细碎 如是温和回答 奉施命 夺其入道 哦 度人入道 看起来这个吕春阳 修为也就一般般啊 老松树看着这个年少的道人 心中不由了然 于是按下心来 抚摸着自己的胡须 从容不迫地回答道 好说 好说 老夫记得此人 之后自有法门寻你 到时候 必帮你寻得此人 他的声音顿了顿 强调道 老夫可是活了五百岁的 绝无虚言 这珠山中的灵性 也都笑起来 少年道谢 这些灵性一路相送 等到了他穿过了幽深的灵地 远远已经可以看到了 烟雨朦胧当中的城池 才止住了脚步 其无或没有着急赶路 等着那些灵们 吃完了他手中的松子 这才要离开 山中之灵 在这山中的高处 目送他远去 少年道人微微汗手道谢 体内自有一股气息流转 他还带着来自于赫连山的 山神应喜 就如同陶太公所说的 山神应喜 无法调动地脉 施展出诸多的神通和妙法 但是还可以借助地脉 施展出顿地的法门 此地距离府城 还有些距离 少年道人 借了这一道地脉的力量 步步而行 朝着府城而去 在他的身后 一个吃得肚子胀胀 嘴巴里面 还塞了好几颗松子的牡丹精 好不容易把松子咽下肚去 心满意足 然后摸着肚子 刚刚太开心了些 而精彩反映过来 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看向已经活过了五百岁 见多识广的老书工 好奇道 不过说起来 还没有问 他为什么能看到 我们还能听到我们呢 不是说 连那些先天一气的道长 都需要施法才能做到的吗 那一棵老松树一致 正要说什么 大抵是有特殊法门 或许人家已经做法 只是这个过程 咱们没看见什么云云 就已经看到了 穿着蓝色道袍的少年道人 转身走入云雾 一步踏出的时候 却忽然已经没有踪迹 没入羽雾之中 难以看到 哈 老松树抚须持滞 话语说不出来 看到羽雾之中 这山中珠灵性转过头 齐刷刷看着自己 老松树强撑着 那一身的松树皮 道 这有什么 无妨无妨 等到了山神回来 我且去问 他肯定知道什么 纯阳真人是谁 你们等着 等着 我可活了五百岁 五百岁啊 你们那是什么眼神 我可是 其无或远去 就听着身后 那诸如五百岁 见多识广之类的话语 不绝于耳 慢慢消散了 左右都是山中的风景 风吹薄雾 倒是很凉爽一人 俗话说 望山跑死马 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的 倒不如说 从山上往外看 能看极远 府城离这里 其实还有很远很远 正常来说 需要带着干粮 走约末一天 若是路上赏完风景 被风光迷了眼 那搞不好 还得要夜宿山间 其无或靠着山神地址们的 遁地神通 终究是在一炷香的时间里面到达了 倒是稍微有点惊讶 按照他原本的估计 自己虽然可以用元神驱动山神服印 但是元气薄弱 走不来这么长距离 中间肯定得要好好休息一下 刚刚他翻看御书的时候 就已经在看着地图慢慢思考 得要在哪里停下来 在哪里休息 现在倒是省功夫了 只是此刻府城前面排成长队 自然有披甲的军事勘验 过锁 因为赴税摇曳 朝堂不许常人离开所在之地 路行则官 水行则渡 都有假事勘验 过锁 无过锁者便是闯官 要被抓取去惩处 想要离开 得要正当理由 才急于过锁 其无惑抬眸看到远处那位男子 手中过锁 因为被遮掩着 只看到部分文字 云水乡八里村正五方甲七里 丁 南 阴访亲友白氏 往中州府城去 孔所在官阵手桌 不练情友 请给过锁 宝人层书 王二狗 赵树 张柳 无奇五人 所带物件皆自家 非劫掠寒道等得 地照五柳作宝 兄长去后 所有护摇一事以上 皆由地作宝 税一期至而不归 由地补交 少年道人抿了抿唇 觉得入城可难 侠 过锁 得要有从里长一层层上报 得要有五个人作宝 你一定会回来 不是逃脱服役 还要有敬亲给你作宝 你若是过期回不来 遇到摇曳赴税的时候 作宝人要帮你去填上 且即便如此 过锁 也只有三十日期限 过期便需在所在城池补办 否则被假释抓了 便是一顿收拾 其无或忽而想到 那梦中一卷西游 便有僧人每每过关 都要有通关文碟 但若是想想 每三十日在城池中增补 要有当地官员批文 任趣 以及盖章 都粘在文卷的最后面 每三十日加一层 故而那通关文碟到了最后 怕得要好厚好厚的一卷 得放在扁单上挑着走 啊 沙盒上扛着的行李 原来是通关文碟吗 少年道人 似乎想到了有趣的事情 不禁微笑 旁人不懂 也只看那清俊道人自笑着 旋即后退了两步 只觉倾掐 先天一气 可运转如意 他现在元气不可出体 只能用出些寻常法门 使了个 承仙路上 写的障眼法 小心翼翼 从这假释身前走过 抬头看到城门当中 明晃晃一八卦镜 正对门前 许是针对邪修和妖孽 他修悬门正统 最是清正 这八卦镜没能照出他 其无或这才走在这城中 幸亏这样 被抓住的话 要做摇曳的 入城之后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远远传来沉闷古声 这是木古 大城是以 方的方式来划分的 是所谓 在一居者为方 在田野者为村 一更三点 敲响木古 共响六百声 六百声内 必须回到自己 所在的方内住所 至五更三点 敲响晨钟 在这个时间段内 行走者 吃四食 而若是五更之前 流出来的 吃三食 自然 生育 疾病 死丧可以随意行走 其无或现在没有 过锁 根本住不进旅店 而此城中夜间 有假释巡行 实时障眼隐身法 实在是麻烦 只好在一处边缘处的方内 寻了一处破旧的土地庙 推开门的时候 灰尘洒落 这土地庙 似已是年久失修 支押不已 土地庙里面乱糟糟的 一股异味 一股股目光看来 其无或看到里面 有好些个衣衫褴褴的乞丐 脸上灰尘 抬起头来 看着这少年道人 眼神乌尘暗淡 并无光彩 和这大城外面的森严 并不相通 他们似乎没有想到 竟然会有这样 穿着整洁的道人来这里 其无或温和道 平道打扰几位 想要在这里落脚过一晚 不知道可以吗 一个乞丐忽而咕弄两声 道 小道士 要落脚挂丹的话 这城里面 可有三家道观 就是你去大和尚的庙里面 他们都没法子赶你出来 也就管账本的大和尚难受 不过 这土地庙是土地宫的 你想要在这儿 和咱们这些钱 挤着也随你 嘿 就是怕污了你的衣服 其无或道谢 而后坐在了甘草堆上 那几个棋儿挤着 一起睡去 只是这冬日 终究温度严寒 纵然是由土地庙宇 遮蔽了狂风 可温度还是低 有风自四下里飞来 那边的棋儿依偎在一起 不断颤抖着 苦苦熬着这样的日子 少年道人坐在土地庙 塑向前面 手指掐绝 抬手微影 口中莫送玄章 自身原神流转 这风被遮蔽 屋子里面 慢慢暖和起来 那些不知道过往经历 不知其未来路途的 同屋之人们 停止颤抖 难得安眠 少年道人撤去了法绝 神色温和 只是坐在地上 月光清冷 照在身上 依靠神像 取出了山神的修行图卷 慢慢去看 倒是清静 在取书卷的时候 触碰到了腰间的墓盒 想到了那少女最后的话语 于是一指掐绝 是一个摒弃障眼法 而后朝着周围一指 画了个圈 把自己给遮住了 这才看难墓盒 打开来之后 却是个寻常同镜模样 上面有文字流转 轻轻妈撒 莫诵其上文字 圆光显形之法 镜面上的云文流转 化作文字 其无或要以原神才能够看到 默默心中念诵 照镜遇见刑法 当小开护居 指向明 见闭目 思想见面行 初时 默默殊无所见 中速之后 渐渐动员 自见面目 思意心中 朗朗开明 一整篇法术修行看完 对着这镜子 按照这些文字后面 所记录的方式去修行 其无或感觉到 眉心似乎隐隐约约有光滑 仿佛能如同这镜子 所记录的法门一样 找到那少女的踪迹 这镜面上 似乎隐隐约约有些流转的纹路 光滑变化 确确实实和先前 灰扑扑雾蒙蒙的模样 不一样了 而后忽然出现了画面 是那少女一手脱腮 靠得镜子很近 似乎正百无聊赖地 用手指戳着镜子 在其无或看来 便像是那少女 在伸出手戳着自己一般 眸如秋水 面如白玉 只是满脸无趣 和先前那般愉快的模样 截然不同 似乎精神都不在这里 没有注意到这边的变化 最后咬牙一声 道 其无或 少年道人温和回答 嗯 我在的 诶 啊 她的声音落下 镜子里面的少女 显而易见 身躯僵硬了下 而后似乎朝着后面 晃动着 差点坐在地上 发出冬的声音 而后是 似乎撞到什么之后 倒吸冷气的声音 手忙脚乱的声音 最后哗啦一下 少女一下冒出来 凑得很近 骑骑骑 其无或 她似是刚刚吃惊时候退 撞到了什么东西 脸上擦了点灰尘 但是眼睛明亮 你学会了 这么快就学会了吗 你果然是个天才 其无或点头 想了想 温和回答 应该是学会了 那边少女似乎满脸欣喜的模样 欢呼一声 正要说话的时候 镜面之上 忽而又泛起了层层涟漪 旋即便是散开了 法术灵光也消失 其无或 忽而感觉到了一股元气 和元神的损耗疲惫之感 就连眉心都隐隐 有一丝刺痛 闷哼一声 镜子落下来 落入少年袖口 其无或没有弄出 太大的动静 即便是剧烈痛楚 撕裂眉心一般 毕竟 旁人还在安睡 只是手节硬法 图纳以养元神 修养性命 眉心的微微刺痛过去了 好一会儿 才慢慢地结束 其无或许久后 才睁开眼睛 声音平和 修为不够 修性修命 性命双修 根基不够的话 即便是能够学会 千般法术和神通 也是没有用的 其无或自语 手指抹撒着镜子 忽而道 但是 总该告诉他情况 以免被担心 少年道人垂眸 回忆方才那一篇经文 若有所思 人要见影像的话 要用双目 动用双目之灵光 但是既然传讯的话 也未必一定要见到面 其无或盯着那一片经文法咒 仔细斟酌 最终若有所思 这样的话 只需要借助其流转变化的法门 和这一枚法宝 书写文字 在上面过去便是了 其无或运转元气 手指落在镜面上 牵引元气和元神 慢慢地去写 我现在的修为不够 还不能够随意地运转这样的法门 但是尝试把 直取这一道法的基础运转方式 只是传讯于你 在我修为足够之前 或许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交流 这种法门并不难 我将法门随着记录在这里 这镜子极为玄妙 玄写玄灭 文字化作流光 隐没于镜子里面 附幼抵达极为遥远的地方 最后其无或记录下来道 今日我和老师分别了 见到过很多的东西 接下来要我自己去走这路 该我自己 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看这个天点 路过巨云山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有趣的山间精灵们 他们给我指路 让我来到了府城 下过雨的山会很好看 雾蒙蒙的 说起来 我原本在的地方 也是中州 却是在下雪 此地却是在下雨 也是很玄妙的 那些山间精灵们 聊了很多有趣的话题 说春日花开灿烂 说秋冬早晨 云气如同水一般流过山川 他们会张开嘴巴 让云气如丝划过嘴角 然后一起开心地笑着玩耍 他们说最喜欢的是桂花糕 若有机会的话 我也买些给他们 其无或顿了顿 觉得只是写自己的所见所闻 终究是有些太自我了些 他的性格素来克制 于是他想了想 写道 不知你喜欢桂花糕吗 闻着清香 味道也清甜 若是喜欢 下次我有机会去的话 会给你带的 主安好 其无或 提起手指 虚空中仿佛有淡淡的灵光元气散开来 其无或略微地把握 察觉到大部分的消耗 其实是这一面镜子承担了 如果只用文字的话 以自己此刻的修为和境界 是可以承担起 这一门法术神通的 最后随意在这镜子后面 自己写的法咒后面补充了一句 多少有些少年心性 修为甚低 不能自用如意 故删减自创而成 其无或落笔 想一想 若有朝一日 很多人会用的法术里面也有我的名字 似也有趣 只是等了好一会儿 那少女却还没有回信 其无或 只好将这镜子收起来 闭目打坐 安然沉浸于其中 周围环境并不能打扰她 第二日早上 当那些齐儿醒来的时候 却是好好地伸了个懒腰 只是觉得精神饱满 一直以来的精力 带来的诸多痛苦 也似乎扫清了 看着外面的阳光 觉得 今日这样好的天气 总该会发生些好事的 心底变化 精气神也发生了些不同 才发现 周围变化的 可不只是阳光温暖 而是那土地庙 都被扫清了 原本纷乱堆积在一起的东西 都被打扫过 堆积在墙角的杂物 被用来抵住了 有些缝隙的墙壁 便是温暖洁净许多 齐儿擦了擦眼睛 起身推开门的时候 看到外面红尘人来人往 那少年道人 不知何处去拿了扫帚 平和扫地 已将这屋子收拾过 那齐儿下意识嘲笑道 这 这里只是个土地庙 又没有人在 你这样 也没谁感谢你 少年嗓音温和回答 你们不在这里住着吗 那齐儿一致 不知为何 总觉得说不出话 再说了 承蒙土地宫收留一夜 扫一扫他家门前的血 也是该做的事情 少年道人低下头 扫完了地 起身看着那土地庙的神像 看到那神像 似乎已经很久 没有人来管理过 上面截着珠网 已经落满灰尘 而原本笑呵呵地 看着外面的老土地神像 也多了些古朴被遗忘的感觉 破败落寞 正在齐乌霍看着这土地塑像的时候 一个才睡醒的齐儿 忽而打了个哈欠 站起来的时候 却忽而脚步一晃 直接摔倒在地上 竟然昏厥 引得其余的齐儿 齐齐地呼喊出来 涌上前去 正哭嚎的时候 便听到先前那少年道人道 能稍微让一让吗 我来看看 齐儿头子道 你懂得医术 嗯 以前跟着一位先生学过 齐乌霍回答 伸出手把脉 询问道 你们是 做什么营生的 那跟古还算见硕的男子迟疑了下 道 是破落户 各有缘由 不愿说了 现在的话 就在城里面打个零工 要是有管饭的地方 便是吃饭 要是没有 就只好去沿街要饭 现在冬天大雨雪 前几日都冷得厉害 去出个力气活便也难了 本来打算今天去做些活的 齐乌霍道 原来如此 他把脉之后 抬起手来 气机衰弱 精神疲惫 身体也弱了不少 很好吃的 男子急急问道 我兄弟是怎么了 小道长你有法子吗 我们去想办法 总是有办法的 齐乌霍伸手入怀 而后让那男子伸出手来 在那男子掌中 放了五枚大钱 微笑道 只需要出门 寻一卖馒头的 买来三五个 刚出锅热气腾腾的馒头 便试了 那汉子捧着五枚大钱 啊 这躺倒的起儿道 好饿啊 众人一致 玄机轰然大笑 汉子面皮胀红 踹他一脚 大声道 你个泼皮臭骨头的 吓死老子了 玄机立刻爬起来 朝着外面跑去 推开大门 一股热热闹闹的声音 就冲进来 人是红尘 热热闹闹 诸多烦恼 却也似乎可爱 少年道人起身 云袖流转 傅又取了三根清香 朝着那老土地的塑像 微微一礼 而后上香 谢过这一夜的收留和脱臂 那汉子把五枚大钱全花了 买了许多的馒头回来 还花了自己的些钱 专门买了个肉包子 又有点担心 觉得是自己一个乞丐 讨来的钱换来的包子 那道人会嫌弃 可回来却已经不见了 那少年道人 欣喜的脸色一致 询问了那些人 却都没有谁注意到 那少年道人何时走的 只是去抢着包子吃 那汉子气急 吃吃吃 就知道吃 人呢 众人只说不知道 唯独是土地塑向前面 三株清香 那三株清香 竟然风吹不断 鸟鸟地直上了最上 土地笑看前方红尘 只是那雕像 却隐隐震战 多出了一丝丝烈袭 人是红尘 少年道人 穿着蓝色的道袍 背后背着剑匣 冬日阳光温暖凉薄 落在少年的身上 拿着一个馒头 往嘴里塞着 不紧不慢 走入红尘里面 嗯 好吃啊 少年一侧 人流如汁 一辆马车 和他方向相对 擦肩而过 马车里面 一名秀丽非凡的少女 呼而惊醒 脸色煞白 如同做了个 摆脱不了的梦魇 前面坐着的是个 年岁稍小的少年人 健壮一正 旋即脸上露出 关切的神色 道 又做了那个噩梦吗 穷玉姐姐 马车来去 行人如知 街道的红尘之中 其无或脚步微顿 下意识回头望去 不知为何 方才他的天性 四隐隐有一缕异常 道门性命双修 性则原神 高于后天认知 和学习得到的 实神 原神无知无事 能主造化 实神最显最灵 应变无停 修的是成澈 故而没有异常 涉及自身 我知原神自由感应 为之心血来潮 未不先知 唯独那些心境浑浊 陷入八难 而不可自拔的修行者 原神都已算不得清净 已经跌坠入完心的状态 才没有这样的能力 或者说 即便原神纵有感应 修者也已无法察觉了 可叹息一眼 有何我有因果的人在 少年道人回身 站在这来去的街道上寻找 红尘如流水 先前自身的原神流转 自然而然有所感应 可而经仔细去寻的时候 起了有违之心 反倒是落了下沉 自身的原神 反而没有了先前那样的感应 于是指得收回视线 洒脱自笑道 既有因果 那么有朝一日总会遇到的 倒也不必执着 少年道人 把最后的一块馒头扔到嘴里 慢慢吃完咽下去 填饱了肚子 已经看到了前面熙熙攘攘 本来以为 中州府城这样大的地方 想要找到那位 万事不通 很难 但是其无或只是 稍微询问了几个人 就已经锁定了这位的范围 多不行去 见到前面 一条街道上 左右两排 有佛有道 有俗有如 各个都一副大师模样 各自招牌 亦或者裁断三千 亦或者妙口如来 更有甚者打出了前之三百年 后之三百年 上至天文地理 下至鸡毛蒜皮 无不通晓的招牌 而这许多人里面 一个最边缘处打哈欠的男子 打出了个招牌 人间是万事不通 其无或夺不过去 看到那男子 约莫三四十岁的样子 一头黑发 有些全躯地垂落下来 也不扎起来 倒是有几分放浪行骸的模样 少年到人想了想 坐在了他桌子旁边 那男子还在呼呼大睡着 约莫半个时辰的时间 才似是终于睡醒睡饱了 打了的哈欠 伸了的大大的懒腰 嘴角还有哈喇子 斜眼腻了其无或一眼 袖口胡乱擦过了嘴角 道 稀奇稀奇真是稀奇 今日竟然还有客人上门 你是第一个 待会儿估摸着还有一个 一个活着一个死 说吧 小倒是想要问些什么 其无或想了想 之前离别时候 云叔和牛叔的嘱托 想要知道他家在何处 就要询问一个 万事不通的男子 昨天发生了什么 于是道 频道想要问一问 昨日发生了什么 昨日 那男子撇其无或一眼 似笑非笑 若是昨日的话 什么都没有发生哦 小倒是 看来你还没有想好你的问题啊 且去吧 问题我给你留着 等到你想好了再说 他懒洋洋摆了摆手 而后其无或 再如何询问昨日的事情 他都不再说话了 少年道人想了想 问道 那我可以问些其他的问题吗 男子看着他 只是抬了抬下巴 示意他说 道 一般来说 旁人可以问我三个问题 你还有两个 且说 其无或看着这个显而易见 并非繁俗的男子 询问道 先生知道 六年前锦州那次灾结吗 男子一正 旋即放声大笑起来 小倒是倒横不够 还是不要打听这样的事情了 就你这一点点微末道横 小心牵扯进去 死得连渣子都剩不下 哈哈哈哈 也是奇怪 这男子大笑着 声音极为难听刺耳 但是 不管是周围算命的先生 还是说来往的人们 都没有听到 似乎他们甚至于 看不到这个摊位 也听不到这个人的话语声 这少年道人 这一张桌子 还有那万事不通的棋子 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有别于红尘 少年道人 神色仍旧平和 看着这男子 让后者觉得自己笑 都没有那么有趣了 其无或道 也就是说 六年前果然不是单纯天灾事吗 多谢先生 男子笑声一致 最后道 我可没有说 小子太聪明不好 少年道人疑惑道 聪明 这难道不是 简单都能听出来的吗 道相是先生 你不愿意沾染什么因果 所以刻意透露给我似的 那男子这才真的张了张口 无奈长叹一声 道 闭嘴 这个问题结束了 下一个 再说这个 我就把你绑起来扔出去 他抬手挠着自己 乱糟糟的头发 道 所以说 讨厌倒是啊 真是 谁浇出来的小牛鼻子 腿也烦然 若叫我知道了谁浇的 一定把那老牛鼻子捆起来打一顿 少年道人 无视了这男子的喋喋不休 只是询问道 那么 我想要问最后的一个问题 先生可知道 明真道蒙 的事情 男子看着眼前的少年道人 似笑非笑 可最终还是回答道 你想要去自己查 可以 你有明真道蒙的腰牌 这个组织像是一张网一样 整个天下 比起他们更大的组织 也没有太多了 消息也确实是灵通 在各处皆有齐分蒙 譬如中洲的道蒙 你若有令牌 于每月月圆之日 在月上中天的时分 前往水域 以令牌对月而观之 则可以见到一条道路 循着道路往前走去 便可以找到了 好了 小道士且去吧 他忽而笑道 不过吗 我觉得明天咱们还会见呢 明日再见了 小牛鼻子 其无惑起身 拱手一礼 心中将这明真道蒙的事情 记在心中 还有那一日 开始人世间的灾结 先生 只是转身离去的时候 似是心中想着事情 没有注意前面的来人 险些和人撞住满怀 其无惑道歉 那人只是哼了一声 未曾多说什么 其无惑看到那人身穿华服 梅雨俊朗 却是眼界极高似的 并不正眼看人 擦肩而过的时候 其无惑隐隐约约 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水中湿润之气 还有些奇怪的心气 少年道人脚步微顿 侧眸看了一眼 那气焰颇为自傲的男子 坦然落座下来 似乎正是 刚刚那男子 口中所说的第二个客人 一双眸子似笑非笑 看着那懒洋洋的自号为 万事不通的男子 平淡巨傲道 听闻先生不算极精明 本君今日倒是想要请教一番 不敢不敢 那巨傲男子冷笑道 人世间万事不通 三界内尽在掌中 这句话 不是你打出来的名号吗 现在倒是不敢 既然打出来 自然做好了被上门挑战的可能 前些日戏弄于本君的 不是你 今日我找上门来 你却要避开 哈 天下哪里会有这样好的事情 今日这局 我就真要问你了 你若是答得上来 对得准 那是本君的问题 本君自然是会客客气气 好生给你赔礼道歉 可若是你算不到 那懒散的男子打了个哈欠 道 算不到 如何 巨傲男子冷笑道 那我就掀了你这破地方 撒了你的摊位 把你扒了衣服 在这中州府城的城门之上 挂上三天三夜 我看谁人敢给你求情 慵懒男子道 可以 那么 这位公子是要算些什么 巨傲青年手指白皙修长 轻轻扣机桌面 平淡问道 既言可算三界之事 那就问三界内事 不知明日何时落冬雨 东城之处 落水几里几毫 奇怪的问题 奇怪的赌约 齐乌霍心中疑惑 摇了摇头 脉步离开 腰间的铜镜 仍就是没有任何反应 少年陈寅 回忆刚刚这算命之人的回答 有些疑惑起来 莫不是 刚刚第一个问题 问错了 想要去询问一下云晴 可少女到现在也没有回答 齐乌霍若有所思 玄机有些惆怒起来 难道说是想出来的简略法门 也是错的 今日再等等 若是还无消息 就再想想看 想了想 少年道人在袖口虚点了下 一卷白纸出现在手中 上面密密麻麻 写满了文字 尽数遗憾 是被但台轩所害之人最终的遗愿 齐乌霍视线扫过 看到最后面的一行 是那位母亲重病 被谭台轩框骗的少女 她的娘亲似乎在府城的附近 说女儿不孝 不能再见她了 少年道人垂谋 是该履行约定的时候了 纵然前方是极悲伤的事情 也何该传信 此为 因果 府城辖下水里乡 齐乌霍看着当时被害少女留下的地址 仍是捏了个障眼法 从门出去 只是走出门的时候 转过身 看到城池大门 城池正门之上 有着造型极为威武的城楼 大殿最高的地方 左右都趴握着威严的神兽铜像 视为朝风 焦徒 朝风性喜好远望 而焦徒则是反感敌人 进入自己的巢穴 城门城楼之上 多有塑像 但是齐乌霍总觉得 中州大城门上的朝风 像稍有些怪 总觉得是活着的似的 刚刚似乎还看了自己一眼 然后又立刻地把头扭过去了 现在眼珠子直直 看着那边的云气 错觉吗 少年到人诧异 而后又察觉到 那朝风盯着自己的时候 朝着那塑像方向 微微一理 便看到那朝风 似乎抖了几下 眼珠子明显偏斜 明明石雕 却仿佛有种僵硬的感觉 果然是中州大城 和梦中不同 岂无或想着 把这个事情记在心里面 旋即运转地旗的法门 循着淘太公赠予的 御书记录的方向 即便是借助地脉前行 也不用担心迷失了道路 中州府城 是整个中州最为繁华之地 哪怕是在帝国之中 也只是逊色于京城帝都 能居住于城池之中 方内的百姓 只是占据少部分 大部分都在外面村落之中 仍旧有村镇 乡 离这样的划分 水里乡距离府城不算太远 是一具府城 左近一条河流 进水而生的村落 其屋获去了的时候 天色尚早 冬日的河流流速 都似乎慢了些 整个村落算是富裕 可以见到人们来往 脸上的神色愉悦欣喜 许多人家都已经贴好了对联 以做好了过年节的准备 少年道人见到一位老者 正坐在堂椅上 懒洋洋地晒着冬日难得的暖洋 于是上前询问 以那少女当时和她说的事情 为佐证 只说自己是认得那少女的人 为其所委托来这村子里 那位老先生 手中还握着一卷书 抬眸看着她 道 你说的是正秀她家 她女儿走丢了好久了 竟然还有消息传回来吗 敢问老先生 她家现在何处 她家 这 哎 事情复杂 小道士 你随我来吧 我给你带路 老先生摇了摇头 手里的书随手往旁边一放 玄机事意其无惑 跟着她一起往前走 闲谈之时 其无惑知道 这位老先生曾经读书 考中过秀才 只是一直在仕途上不得意 年老回了家乡 每日里读书赏花 也教导教导 孩子们读书 道也是乐得自在 又提起失踪的孩子 也是凯探许久 说自己 还曾经教导他读过书 写过字 未曾想到 忽儿就消失了 老先生走到一家门户前 忽儿止步 看着其无惑 道 小道士你和我说 那孩子是不是已经 老者欲言又止 看到少年道人神色 也已猜测到了什么 只是感慨 拍了拍门 喊道 小莲啊 小莲 喊了几声 没有人应答 便自推开门 示意其无惑进来 这院子似是寻常的农家 原本一侧土地应该开垦 种这些蔬菜的 但是却已荒芜 院落里灰尘到处都是 又有杂草成团 明明已经要年结了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准备式的 那老人拍了拍门 半嗓才有人声音传出 门中摸索着走出来一个人 那少女的母亲 也不过该是四十岁不到而已 而今看去 却是面目枯高 行销鼓励 黑发之中 大半已经成了白发 剩下的黑发 也都尽是枯稿之色 如同秋日之后的枯草一般 根已经断了 没有了养分 生机就如飘棚一样地消散掉了 老人叹了口气 神色黯然 他小时候 我还抱过他的 他出生时 老夫正你这个年岁 读书年少 看着他长大 未曾想变成这样 老人巧声对其无惑开口 那女子只是道 啊 是周老哥吗 您来找我 是我家丫头找到了吗 还是说您知道他的消息了 女子期待着说着 只是双目无光 看着的方向也不对 其无惑没有开口询问 只是道 我有他的消息 啊 那女子文言 情绪一下激动起来 往前迈步 却反倒是撞到了旁边的桌子 哗啦一下东西洒落下来 他亮呛地软倒 跪倒在地上 却只是双手伸出 拉住其无或想要搀扶的手掌 声音哽咽的 几乎不成样子了 道 谢天谢爹 谢天谢爹 感谢菩萨 感谢佛祖 感谢感谢玉皇大帝 我家女儿 女儿 他大哭着 老人正要说 这是个道士 你要感谢他 怎么能说是佛祖菩萨呢 少年道人半跪下来 双手温和搀扶着 那双满式皱纹的手掌 嗓音温和回答道 嗯 菩萨会保佑他的 也会保佑你 那女子四世遭遇巨大的冲击 大哭一顿 便昏沉睡去了 其无或推开门 就连扑鼻的气息 都有一种 即将缓缓腐烂般的感觉 他将那少女母亲 搀扶回放在床铺上 而后为其把脉 那老先生站在旁边 其无或许久后抬手 道 本来就有顽疾在身 又悲痛伤身 元神大好 又甚少饮食 身体的元气 受到了很大的损耗 元气大伤 需要安心宁神的静养 否则的话 恐怕活不了多久了 只是他的眼睛 其无或看向老人 老者道 他本来身子就不好 后来为了拉扯大女儿 硬生生熬着 你知道的 村子里面很多人得了病 舍不得去看医生 难受就硬熬着 挺着 然后得病了 女儿好不容易拉扯大 还托我们帮着找个好婆家 可后来 女儿为了给她看病都推了 说自己去了那边的话 离家太远 婆家也不愿意她过去 他们还大吵了几家 后来 后来姑娘不见了 她娘拖着身子去找 找啊找 找了几个月没有找到 身子不行了 走不动路 只好哭 哭着哭着 眼睛就瞎了 但是还不敢死 怕女儿有一天回来 找不到自己 就硬挺着 我们给她送些吃的 是会来吃的 人嘛 就是这样的 再苦 不想死 总是要熬着的 老人说着话 其无或安静许久 她伸出手 病指而出 只是瞬间 就在床铺上 女子身上穴道点过 刹那之间 就连老者都感知到了 她的气息变得平稳下来 而那少年 似乎面色稍微有了些许苍白 老者诧异 道 这是 其无或道 所谓的真酒 根基不过是为了扶正气 以驱邪 既如此 那以我之气为真 刺激其本身元气 自是更直接简单的法门 我会在这里 帮她恢复元气 疗养身体后再离开 老者看着少年行真 还是忍不住道 你和她有关系吗 道人回答 并无关系 那你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程度 其无或回答 承默 以及 害了她女儿的 是个道士 终究也算是道门弟子 该如此的 老人更是不解了 询问道 是道门弟子 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吗 少年道人没有回答 最后也只是温和微笑 我修为地位 只是若能帮忙 便是帮忙而已 倒也没有什么关系 她袖口中有一卷白纸 上面写着无数人的经历 曾经感慨 原来一个人的生死 只是一行文字 一点磨痕 而今来此方是知道 那一点文字 一点磨痕 分量如此之大 少年道人 帮着收拾这个纷乱屋子 那老爷子也帮忙 最后干净许多 焕然一新 老人凯探道 难得过年了 我也带点红纸对联过来 再得写个造王爷的帖子 他去取了红纸 其无或提笔写文字 少年写了一幅对联 老人忍不住鼓掌赞叹 道 好文字 好文字啊 比老头子我写得好 来来来 这造王爷的帖子 也你来写 其无或提笔 黄良一梦经历的事情 本身和情绪 正逐渐忘却 但是曾经掌握的东西 却是真实存续了下来 而修行者对于身躯的掌控 让他能发挥出 曾经无或夫子的书法 于是落笔写下一篇 祭祷祝福的文字帖子 希望造王爷第二年 能够保佑这苦命人 老人欣赏少年的文字 忽而摇头笑道 写错了写错了 嗯 其无或低头看去 却没有看到 哪一个字写错了 老人伸出手指指了指 笑道 你看看 这都锦云五年了 你怎么还写锦云四年 锦云五年 可是 少年道人正住 他明明记得自己走的时候 是要过锦云四年的年节才对 当时和利普玉的叔父聊起来 还说三年前的登基德英 老者见到他不幸 不由笑道 年轻人啊 不要以为我老了 就记不清楚了 四年前颁布了的登基德英 老头子 我可是得了好处能归乡的 我怎么会记不清呢 四年前 登基德英 其无或正主 刹那间无数的可能性 在脑海中转过 自己明明没有离开那么久 抛去了在那岛屿上的经历 坐船的时间 也就一日一夜而已 怎么可能有一年呢 他忽而思绪微顿 想到了今天那 邋遢算命先生的吃笑 和那似笑非笑的表情 昨日 若是昨日的话 什么都没有发生哦 小道士 少年道人心中浮现出一个荒谬念头 我在那和尚 足足打坐了一年 就在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仿佛有如支箭杖被打破 体内元气 忽然开始发生变化 数次回旋 而后 暴涨 远比自我认知 磅礴许多的元气 在其无或的体内 开始流转变化 而伴随着这元气的急速提升 还有一种玄妙无边的感觉 在其无或心底浮现出来 仿佛曾经被抹去时间感的认知 重新浮现出来 其无或此刻确定 自己确确实实打坐了一年时间 是在那河流之上 回忆起来 那时的老师对他笑说 现在才刚刚入夜 大好的时间 可不能够浪费 往日为时和你说过 采炼元经也好 涂纳元气也罢 是有时间限制的 过则伤身 不过 今日你吃了些好东西 就不限制了 看看你能打坐 多长的时间 那时候 老人的笑意 多有温和期待 似乎真的想要看看 其无或能打坐多久 看看他的恒星有多少 其无或只当作是一两个时辰 便用心打坐 慢慢进入 物我两望之境 虽然难受 但是老师不曾换他 他便觉得 只是自己错觉 时间并未很长 只是不断地告诉自己 再多坚持一会儿 老人没有开口叫他 那应该还没有到 也不觉得饥饿 疲惫 物我两望 不知岁月之流逝 单纯去搬运契机 吐纳打坐 或许就连老者 自己也未曾想到 其无或当真 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直打坐下去 而在之后 自身对于时间流逝的认知 却又被老者遮掩 他只是以为 自己打坐了一日 实际上 他在那河流之上 确确实实地打坐了一年 少年道人的悟性很好 立刻意识到了 即将会发生什么 元气如水 再没有意识到 自己打坐一年的时候 他的自身性灵 以及远比起元气 修为强横的元神 就仿佛一座水坝 自然而然地 将元气封锁起来 而他打破老师留下的 支箭杖之后 如同水坝打开 蓄满的水流 自然而然地迅速倾泻而出 其无或由记得梦中 有看到过故事 笔杆被挖心之后 问旁人人无心可活否 那人回答 菜无心可活 人无心当死 笔杆即死 此即为 账 没有想到 自己也遇到了 类似的修行情况 此刻这许多的元气 在体内流转 一时间还不能顺理操控 少年道人感觉到 身体的难受越发提升 几乎要被称暴裂开 自身的性灵 在不断提醒齐无或 他知道自己 必须立刻打坐修行 否则怕是会行其踏错 勉强起身 那老人也站起来 看着齐无或的模样 惊异不定道 啊 小道是你 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 是刚刚行针 耗费了元气吗 齐无或勉强道 不 没有什么 只是我有些事 即便此刻 他也没有去打扰旁人 只亮亮呛呛 走到了这柴房之中 关上了门 道 我有些事情 先暂戒此地 勉强说完 降门霜卡住 再也支撑不住 一下坐倒在湿润柴火之上 体内的元气 几乎控制不住般地澎湃起来 少年道人 周身气机一散 衬托得如同落入尘世的仙人 恍恍惚惚 遥遥明明 眼前仿佛回到了自己在那一艘船上打坐的时候 行器打坐 消耗晶元 哪怕是悬门正宗 每日也不可过渡 而齐无或此次行器打坐 足足持续一年之久 并无一日断绝 如今才终于要收获 齐无或双手截到门印 勉强盘坐起来 垂眸 定心 吐纳呼吸 以神欲气 黄粱一梦后 堪称雄魂的元神根基开始流转 驾驭着那足足打坐一年之久 不停不休后爆发的元气 于体内开始流转起来 缓缓消化这一年打坐的收获 而少年 那相对于自身黄粱一梦后的元神来说 薄弱许多的元金和元气 也在迅速提升 人呢 我说人呢 人哪儿去了 臭 放下 你他奶奶的给我放下 这肉包子不是给你的 憨批 你给我买来的呀 再吃 再吃 老子把你吊起来 打成十八种姿势 然后拿着茅草 舔了你的两张嘴 土地庙里面的汉子 还在争吵着 各种不知从何处听来的骂人的话语 如连珠子一般地喷出来 忽然咔嚓一声响动 众人 以争夺肉包子的状态停下来 齐齐呆滞 身子不动 只眼珠子再动 彼此对视 都是狐疑不已 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好像是有 嘶 难不成是这儿要他了 众人环顾周围 被咔嚓的声音吓了一大跳 转过头 看到那代表着本方内土地工的塑像 竟然开裂 细碎的灰尘 咔嚓咔嚓地 滑落下来 而且这个变化趋势越来越剧烈 一开始是细小灰尘 旋即是石块 最后伴随着一声大响 这土地塑像 竟然硬生生碎裂开来 哄 塑像坍塌 那些个齐儿汉子们 吓了好大一跳 大喊一声 齐齐后退 灰尘散去 却见到那土地庙高台之上 已经空无一物 围于废墟 而三缕清香 仍旧不急不慢 风吹不散 只是朝着上面而去 竟也显得有种 说不出的旷古遥远 那汉子正正看着 不知为何 心中盈盈有一种荒谬的想法 不像是年九世修他了的 倒像是 倒像是土地公 受不住这一礼 受不得这三柱相识的 地脉深处的地齐住所 汇聚了诸多的地址 桌上也放着清茶 却也不像是往日那般 弹悬论道 气氛和缓的模样 众多山神都身穿着素木的衣着 彼此的神色复杂起来 许久后 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匆匆而来 于 巨云风不知为何 突然起了大恶风 我家都被吹跑了三百多年 我是专门去找回来 才赶忙回来了的 他解释了自己来这里迟到了的缘由 看到了众人的神色 道 周老哥是真的扛不住了 众多地齐的神色都有些复杂 于是 巨云风的山神也就安静下来 他微微皱眉 看向最中间一位老者 其身穿宝兰段逍遥园外场 上面绣着山水图案 百幅百叠 足灯清断关靴 玉带还腰 威严最盛 巨云风山神上前行礼 口中道 林妙宫 您也没有办法吗 这位正是中州诸多山川之首 自地旨一脉有赤号 为中州方圆 大慈大悲 巨云灵妙宫 已有两千余岁 见多识广 修为也高深 只是这位灵妙宫 文言也只是叹息道 又能够有什么办法 寻常的土地和山神 指得三五百岁的寿数 换作小逍遥 人去留应 自有旁人跟脚远法 得了这福音 继续履行着土地职责 而如果地旨不甘心就此死去 要么就好生修行 要么就走香火之道 凝聚香火之气里 修行太苦 香火来得总是快得多 他便走了捷径 走捷径不是问题 可偏偏 他当年耳朵软 最是显灵 搜集来的香火 越来越博杂 求也者 明也 立也 越是显灵 来求的就越是这样的人 是人心中的各类欲望 这样的香火 自然博杂得很 到了最后根本没人是真心实意去拜他的 这不是被香火之毒给侵蚀了吗 自身修为也不够 天寿也已经到了 也只能如此 灵妙宫溃然叹息道 说到底 香火之流 修为来得太快 根基不稳 本就不是正道 现在 想要转而刻苦修行 借地脉而修持自身 已经迟了 怕是今日就是受尽的时候了 众多地质文言 也都是心中怅然 勿伤其累 何况是已经共事了数百年的朋友 这最后一程 也何该他们来相送一番 屋子里面传来了些微的动静声音 众人对视一眼 齐齐进去 看到里面的土地宫 躺在床铺上 已经是游进灯窟的模样 寿数将要进了呀 胡儿咔嚓咔嚓树声 老土地宅底前面的塑像碎裂开 众人神色暗淡 快要陨落了 天外 忽有三柱清香 其色轻正且纯 徐徐而来 土地宫躺在自己的床铺上 已感觉到自己的生机 正在飞速地流逝着 香火博杂呀 他想着 心中懊悔 早知道就不接受这些东西了 周围是自己的朋友们来送自己了 他们脸上的表情 好像不那么地好看啊 哼 也是 同为地址 见到自己的陨落 他们心中 恐怕也会感觉到伤怀 既悲伤于自己的死亡 好友的离去 也会因为仿佛在自己身上 看到了彼此未来的陌路而恐惧 相较于寻常的野兽 人已是长生 而相较于凡人 可受百二十岁的道人们 算是颇为长生 可自己能享受三五百年的逍遥岁月 不可算是长生了吗 只是 长生中有尽头 年少时觉得意气风发 为了大怨 纵然一死 也不算是什么 但是活得越长越是惜命 地址们对于死亡的恐惧 比起寻常人 还要更高些 老土地想要开口 可是根本说不出话了 他的原神性灵忽而易散 脑海忽而刺痛 眼前的视线一阵阵的恍惚 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年少的少年 他跪拜着自己 说是希望能够读书考上科举 如此父母便不必辛苦 说每日父母耕作 教导自己珍惜粮食 自己也希望做一个好官 他后来考上了科举 当上了官员 再回来的时候 却一步步越发贪婪 年少哭着说 自己没有本领 让父母不能免除姚姨的孩子 后来的一顿饭菜的铺张浪费 足够养活五百个人 又有女子说 可求一中人的 愿求原法 嫁入父家 最终却忍不住寂寞 红杏出墙 有来这里悄悄下拜 默默祈求自己的兄长 外出行伤死在路上 这样 自己可以分得大部分的家产 有的希望偷情的事情 不要被发现 慈眉善目的老太太 默默祈求而习 生出个儿子来 若是女儿的话 就最好流产 最好流产 再后来 来这里拜下 口中说 愿意做清官和实事的 脑海里面想着的 却是如何步步升迁 承诺来此塑造金身 最后也只是还原金粉 一个个画面侵占了脑海 让冰死的老土地 神识都混乱了 一时之间 他又在高台之上 又在高台之上 他看下面的人们下拜 满脸的诚恳 又仿佛自己就在下面拜下 抬起头 看到高台上的塑像 下 分明正是自己的脸庞 人人都拜他 人人都拜自己 慢慢地 土地几乎要不记得 自己是谁 他抬起头 自己是穷苦的读书人 他转过身 是希望兄长 死在路上的弟弟 他大笑着 事儿媳妇生出女儿 却是流产之后 悄悄躲在了柴房里 偷笑着的老太太 如一只剑击死的黄鼠狼 巨云林妙宫叹息 眼神悲怆 维持不住自身的性灵了 香火聚集众生的欲望 想要驾驭 必须要有镇压 这些欲望的大觉悟 否则就应该 让他们随风流转而去 他不行了 巨云林妙宫 不忍见到他的陨落 叹了口气 转身离开 这样的死亡 非受尽 而是性灵崩塌 我已不识地 我 何其可悲 离开的时候 却忽而看到了 自上而下的那三柱清香 林妙宫本来无异 却又是想到 老土地因为胡乱吸收香火而中毒 渐渐地 甚至于连一缕宝箱都没有 而逼近死亡 而这临到了冰死 却又来的三根宝箱 不由感受到世事变化 实在是不讲道理和凉薄 世事无常 不过如此 林妙宫楷叹 秀袍一扫清宋 三柱清香鸟鸟而去 送往土地那边 旋即转身离开 只是他却没有察觉到 这三柱清香之中 却隐隐泛起了一丝丝的紫色 极纯极正 且毫无丝毫自我欲求 只是纯粹的感谢 落入了那土地身上 忽而没入 老土地原本沉沦于香火 所代表着的诸多欲望和孽缘之中 真灵丧尸 自身性灵 被诸多博杂的欲念轻染 失去自我 忽而一轻一正 那混乱之气刹那之间 仿佛被这一股 极清澈纯正的感谢之情压下 老土地的气息 刹那间平缓 本已经走出数部的灵妙宫 察觉到了异常 猛然转身 诧异不已 其余的各位地址都正住 看向这一道香火 心中都出现惊恶之情 不知道是谁人香火 竟然有此的分量 竟然可以让一名 即将因为性灵博杂 而陨落的土地宫 重新聚集灵性 重新延寿 这原神修为是何等纯正 是何等纯粹的心念 聚云林妙宫猛地回身 几步略来 伸出手按在了 沉睡着的老土地额头 查验树西 不敢置信到 诸多杂念和欲望都被压下了 能做到这一点的是谁 事入室出世之后 见诸红尘 念头仍旧清正刚直的道门真人 还是说 见证人是巴苦之后 誓愿普度的佛门阿罗汉 诸多山神地址瞠目结舌 唯独聚云风的山神 奔上前去 急急道 周老哥没事了 林妙宫道 是 他这才语气恢复 平日里的从容 回答道 香火里面的博杂念头 被压下来 至少可言寿三个月 一拜三清香 沿地址之寿三月 不必说是旁边的 诸多山神地址 即便是林妙宫 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下意识伸出手去 抓住了这一缕残留香味 想要主本溯源 却什么都把握不到 法力流转 那最后一缕烟气都散开了 在这缥缈的烟气之中 隐隐似乎只能听闻 少年温和声音 多谢土地一夜留宿 从容平淡 朱棣心底 却是泛起了涟漪 林妙宫抚须 看了看那 陷入沉睡的老土地 又想到 受香火之苦的地址 不知道有多少 这位手段如此玄妙 若是能请他帮忙 或者可以稳定 这诸多地址们的情况 至少是可以让 身后这老土地活下来 三月还是太短 来不及重新转修地脉 先是派遣出了 遁地之术 极强的地骑 去询问 不过片刻 就已经回来了 那男子闷声闷气道 周老哥的土地庙 都已经塌了呀 啥都没能找到 就只是 找到了这一个香炉 他怀里抱着香炉 里面只余下了些许新的香灰 倒是显得有些孤零零的 很是扎眼 将这个香炉给放下来 然后又有土地回来 道 我去问了这一座 大城城楼上的 朝风和焦图 他们登高望远 没有什么旁的手段 却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寻常的妖魔和修者 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许能知道些不对的地方 所以我去问了问 巨云峰的山神询问道 他们说什么 有见到这样的少年道长吗 那遁地来去的土地 满脸古怪 他们两个装死 我怎么说都不回话 就和个真石头刻的一样似的 眼珠子都不动一下 巨云峰山神瞠目结舌 那位灵妙公道 混入人群之中 又连巨峰和焦图 都不肯开口说他来历 怕是真是神通广大的道门真人 巨峰这两个神通不大 眼力却尖 尤其是擅长驱力避害 旁人道 那现在该如何寻找这位 灵妙公犹豫许久 道 若是以捕算之术寻找 多少失利 但是 毕竟涉及到了土地的生死 老夫只能得罪了 彼时 老夫自然会亲自告罪赔礼 巨云陵妙公告罪一声 而后左手拖着那香炉 右手碾一缕香灰 他虽是地址 一路修持至今 为一周之祖脉 却对玄门法术 同样造诣极高 他不往前 借地址地脉的力量 运转神通 尝试去寻找捕算那人 跟脚 刹那之间 脚下地脉风水已变 风水之说 最重方位 故而地址山神 最是精通 一起法诀 便已经是气象万千 中周方圆 大圣大祠 妙法灵妙公 秀跑扫过 法力高秒 正是启咒 要推算出 那少年道人的跟脚下落 赞约 太上玄灵 日升月落 那老先生虽是担忧其无惑 但是少年道人 直接将柴房的门锁住 老人倒也是想要在村子里面 喊几个年轻人来撞开门 但是又担心 那少年道人说了无事 自己这样做 若是打搅到了他 岂不是好心办了坏事 一时间顾虑重重 只好在外面等候着 谁知到了晚上 竟然又稀稀利利下起雨来 冬雨最是仇人 寒气轻视击鼓 哪怕是穿了棉衣 都有些抵挡不住 年轻人在外面尚且觉得难受 何况是个老人 被他家人劝说回去 只好等到第二天的上午 再来看看这少年道人 道时若是还没有出来 不管怎么得 也得撞开门 省得这年轻人 害了病倒在那里 而今时月末了 天边只剩下个月牙 丝丝缕缕的黑色云气汇聚过来 将圆月遮掩住 雨水稀稀利利 落在村子里面 倒也是别有清幽之感 一片烟笼寒水之景 哪怕是举着灯火 放眼望去都看不到远处 那老人看着外面 叹息 那柴房漏水得很 小倒是在里面 不要给雨林坏了 想了想 又对旁边的两个儿子道 你们准备两件干净衣裳 明日里随我去看看 两个儿子答应一声 下去准备 老人看着窗外 听着雨声正正失神 不知是想起了什么 而在柴房之中 却不如老人所猜测那样 阴冷潮湿 雨水从上面漏下来 却未曾落在地上 一股股绵绵若清气的白色气息 在这里流转变化 似乎云霞 但是却又极为炽热 雨水落下 转眼之间 就已经被蒸腾 化作了蒸汽 混在此地 环绕在那少年道人身边 反倒衬托着这少年道人 越发出尘 只是他面色隐隐苍白 四颇痛苦 可即便如此 呼吸仍就是平缓稳定 以神欲气 那一年 打坐积累的元气 迅速地被掌控 庞大元神 令元气的流转 极为沉静稳定 这一打坐 其无或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是有些微阳光 通过柴房上的缝隙 落在少年的身上 耳畔听得到清晨鸟鸣的声音 空气湿润微冷 少年呼出一口气 微微晃动身躯站起来 推开门来 阳光温暖 旁边树木上 飞鸟被惊动飞起 树枝晃动 一点积水落下 少年恰到好处伸出手 将这一滴水 接在掌心 让其无或 稍稍觉得些微寒意 好雨水 他看向四方 只觉得一切的东西 映入眼帘 都变得极为崭新 仿佛平日笼罩灰尘 而现在刚刚洗刷了一遍似的 自黄粮一梦之后 根基超凡的元神 终于有了一种稳定的感觉 而不似往日那般 元气元经脱不起元神 倒像是头重脚轻似的 其无或握拳 感知到元经之强盛 吐纳之时 气机流转 已能够自行流转周身 三才拳 这玄门正宗的最重要基础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终于抵达 其无或 徐徐呼出一口气来 感觉到自身性灵的活泼和愉悦 如人饥饿一生 终于得到一餐饱饭 心中也浮现出一丝丝好奇 他的元神根基来自于黄粮一梦之中 七十年春秋不昧本性 比之于先天一气层次丝毫不差 元气和元经则是寻常人的根基水准 所以他想要修行 走玄门正宗的路子 极为困难 老师都言明 需要足足五十年的水魔功夫 才能够抵达三才拳 只是打坐一年的话 元气怎么可能跟得上元神的根基和造诣呢 是那条何有问题 其无或心中已经隐隐有所猜测 却又不去执着追寻答案 此刻性灵活泼 尚未平复 一如这被一场雨水洗刷的天地 仿佛都澄澈干净了许多 少年道人心中欣喜 看到前面道路上 天色尚早 已经有两三顽童 身着棉衣奔跑玩闹 或者一下跳到水里面 踩在水坑里 让水一下溅出来 棉衣都脏了 却还是开心大笑玩闹 还拿着一根树枝 在那边装作剑客一般的彼此玩耍 少年道人看着他们 仿佛记起来六年前 不 七年前的自己 似乎也是这样的 短短七年 已经恍如隔世 孩童玩笑着离开 道人微笑转身 心中别无杂念 舒展筋骨 打坐了一夜 终究是有些卷的 见到那些孩子们 拿着树枝笔画 少年道人心中完心起来 俯下身子 剪实了一根枯枝 左手手指扶过这树枝 元气流转 上面的分叉和细枝 都齐齐地落下来 化作了一根笔制光滑的树枝模样 随手一震 树枝上沾上的雨水 便被震散开来 抬手挥舞了两下 倒是没有将 黄粱一梦之中的剑术 给丢了开来 只是终究是凡俗的剑法 忽而想到 玉妙师姐所送别礼物 心念洞畜 眉心便有灼热之感 仿佛有一卷书卷 在眼前浮现出来 上面组成了四个云转文字 混元见点 自创 级别的功法 年少时候的师姐 最是自傲 一柄剑在手 便自豪 要直指混元境界 其无或想到 那位曾经打上天庭 需要三十六雷将之一出手的师姐 想到她困于情思 悟而不脱身 心中自有几分感悟 这一卷玉书缓缓打开 里面的文字浮现出来 是这一卷 由玉妙师姐自创功法的总纲 人世剑客 眼明守明心明 自好得剑道也 修行之人 运起于剑上 来去如飞 施展法咒 自好剑仙 这似乎在提及人世剑客 和陈世剑仙的不同之处 但是玄机下面便是连续几个大字 风骨伶俐 可惜 可笑 可叹 可怜 只如尽是所学之剑 以武之者 泪皆皮毛中之皮毛 扶之至浅 而至彼者也 吴浩玉妙 当立剑道于此 可正道混缘 开一派剑仙之足 少年意气 扑灭而来 其无或看到这个吴浩之后的文字模糊 似乎是玉妙两个字 但是却似乎并不存在 也明白 恐怕是自己有着玉妙师姐的预见 才能知道 这两个字是什么 只是此刻看着这些文字 仿佛也看到了年少之时 意气风发的玉妙师姐 手持一柄清风 双目灼然有神 坐于身前 横剑于自己面前 手辅清风 谈论剑道 习得行剑成于外 则剑气被于内 视而身心有主 剑气者 刚气也 炼剑莫先于炼气 炼气要守在于存神 当吞斗持刚 运用水火 和和坎梨 妙在阳神 三花聚顶 武器朝圆 乃以剑入道 此剑非杀伐之物 乃我入道之机 成道之气 无此心者 不能以剑道逆反归原 正得混原之境界 其无或看到后面一行行文字 席剑在于外 而运转修行大道在内 毫无疑问 是在得到老者的传授之后 坦然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是比起寻常剑术更高 道法公体和剑术神通并存 修行理论上 可抵达神仙之境界的剑法 而这样的剑点 正是那位玉庙师姐亲自写旧 可见其才情 其无或看到总纲最后一段话 见到 其为用也 可除灾以断水 可化地以成河 可斩七情 断六欲 而绝凡心 玄能入庙 飞来飞去 无影无踪 坐云坐雨 如虎如龙 变化莫测 转斩无穷 诸人 奸之恶党 斩地下之鬼精 可避水火之灾 入不逆坟 可解刀兵之乱 视如不见 其无或看着那一行文字 道 斩七情 断六欲 而绝凡心 想到那少女温柔回答 非不能 是不愿 此时在回忆这句话 便似乎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含义 其无或本来就有 黄粱一梦中的剑术根基 此刻得到了师姐的手稿见点 自然想要试试看 正潜心琢磨 忽然性灵隐隐有所凝制 而山神应喜 也隐隐受机而动 不知为何 其无或仿佛有一种被窥撕的感觉 眉心之中那一卷 混原见点 微微亮起 其无或正自琢磨见招 顺势而为念着招式 口中且道一句 斩 反手以一见 寻着感知和地脉的方向斩过 混原见点 玉庙留下的剑痕烙印 亮起一叉 而后恢复原本模样 土地庙之中 灵庙宫此刻正起挂不算 一开始去算的时候 算不得跟脚 倒是让灵庙宫心里咯噔一下 莫非是有跟脚和师门背景的真修 可是又一想 或许是个来历 牵涉到了某些真君之类存在的 故而自己才算不出跟脚 这样的话 不妨算算下落 玄机算起下落 却是顺利 心中这才稍微安稳下来 自己借助地脾的力量 用了太上敌传的法门 想来旁人极难察觉 他手中粘起的香灰和香火融合 化作了一少年道人背影 众多地只齐齐看去 穿着蓝色的道袍 木簪束发 气质自然温和 应是烟气所化 云袖笼罩云霞 倒是有三分先家清俊的飘渺之气 林妙公府须尼难道 却是想差了 或是个有根脚但尸门不管的 正要仔细去看 那少年道人舌了一根树枝 碾了碾 众多地只好奇 怎么舌了一根树枝 却见到那少年道人并不转身 随手一箭反斩 风轻云淡 似乎寻常 地址却呼听得一声剑鸣 正 以地脉和太上法门补算的林妙公 忽而须发皆张开 只觉得自己的汗毛如被激发 奇奇地树立起来 地脉之中似有锋芒炸裂 下一刻 少年平淡温和的声音 伴随着地脉的流转 而被记录下来 斩 才摘下的树枝横扫 烟气汇聚如剑猛地扫过 仿佛白光如剑气大亮 无有剑如龙 藏于霞中坐长吟 足足数个呼吸 那一缕及灵力霸道的剑椅 才徐徐散开 众多地骑眼前可以失误 眼前所见 灵妙公发际被斩过 碎发落下 香炉已碎裂 而那少年道人的画面 徐徐散开 因为反手斩剑 故而袖袍垂落 如是那少年道人 拂袖扫过 于是烟气尽散 唯独那平淡低盈 四海伴随着剑鸣 许久方觉 在朱棣指尔盼回荡 屋不断 在村落一侧的柴房前面 其屋或察觉到不对 本能斩了一下 可转身看去 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只有那几个 拿着树枝 跑来跑去玩耍的孩子 满脸好奇和羡慕地 看着少年道人 或者说是少年道人 手中那一根笔直的树枝 眼睛都要放光了 最后一个胆子大泄的孩子问道 大哥哥 你是来这里找人的吗 是村子里的客人 少年道人点了点头 那个虎头虎脑的孩子道 那 那 你会剑法吗 其屋或本来想说会 可是想到了自己师姐开篇 对于尘世一切剑仙 皆鄙夷的从容 声音微顿 回答道 只是会一点而已 而后看着那孩子们羡慕的目光 了然微笑 微微弯腰 袖袍微锤 伸出手来 将那一根树枝送过去 笑道 送你们了 拿去玩吧 好 谢谢大哥哥 疑病孩子们开心不已 玩耍离去了 少年道人站起来 看着他们远去 而远远的便听到了老人声音 哈 小道是你起得早啊 可还好些了 昨日本来打算在外面守着你的 可是这雨实在是太大了些 老头子我身子骨也吃不消了 值得早些回去了 怕你着凉 带了些衣服过来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换上吧 昨日的老先生走近了过来 却是讶异 看到少年人道袍清爽 没有如他所猜测的那样 被雨水沾湿了 其无惑道 多谢周老先生了 柴房其实也有个地方能避开下雨 所以倒也没有弄湿衣服 不过 也没有想到今天突然下雨了 其无惑忽然想起了 昨天自己离开那个算命先生那里时候 那个身上湿润 有着兴起的年轻公子 其无惑走得早 只是听到了昨天那个年轻公子说 要让算命的那位算一算 今天有没有雨水 如果下雨的话 在城池东区下 几里几毫的雨水 再往后面的部分 其无惑就没有听到了 老先生感慨道 是啊 谁能想到啊 不过这老天爷的脾气 就像是五六岁的小猫孩子 一会儿一个样子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谁也拦不住的 就是这一场雨实在是有点奇怪了 其无惑道 奇怪 是啊 老人抚恤回答道 我在这里活了几十年 这里的气候怎么样 我是很了解的 昨天那云气那么重 湿气沉沉 冬天冷雨那骨子劲儿 几乎要进到骨子里面了 可下来的雨 确实有点少 多少有点雷声 大雨点小 虚张声势的味道了 旁边的中年男子笑起来道 爹 你又来了 看云气判断天气怎么样 那是神仙的手段 你就是看了一辈子 也没法子说能看准啊 老爷子吹胡子瞪眼 一拍大腿 道 我这十几二十年的老寒腿 什么时候下雨 下雨能有多少 我都是知道个大概的 昨天疼的 我都走不动路了 结果才下这么一点雨 这肯定不对劲啊 怎么 难不成才过了几天 你跌我的身子骨 就一下子便差了这么多吗 人一旦上了年纪 总也会有些孩子气般的固执 他的儿子只好哄着他跌倒 是是是 爹你没错 没错 是这老天爷 下雨下少了 下少了 哄了好一会儿 老爷子这才不再提起这件事情 让他的儿子们 把带来的东西搬进去 这些时日里 也就是他们这些人帮衬着 那少女的母亲 连树兰才能活下来 其无或帮忙 把东西搬进去收拾了一番 而后在老人的极力邀请下 一起吃早饭 一个圆柱子上面一个削平了的石板 这就是农家的桌子 上面并不平整 还有些小小的坑坑洼洼 手掌浮过去的时候 满手都是水 几人倒也不在意 提着一个蒸笼 里面是那种质地比较粗糙的碗筷 里面放着拳头大的馍馍 有着农家大火炒出来的菜 辣炒白菜 炒辣肉 还有纯粹的炒辣椒 几人把碗放在桌子上 那老先生让儿席端一碗菜进去 让连树兰也吃些 剩下的人就坐在四方 没有地方坐的 就拿了个白桃碗 各种菜都盛了些 然后一手拿了个碱面 放多了 有点发黄的馍馍 一手端着碗 还夹着一根大葱 就蹲在旁边吃 一边吃着 一边说些村子里面的事情 说春耕的事情 说今年下了极长雨 应该能够有一个不错的收成 说孩子们不听话 读书不认真 打的话 媳妇又闹 家常里短的事情 其无或吃了一顿饱饭 那云叔那里的米饭 确实是美味无比 但是这些饭菜 更能够给他一种 说不出的踏实的感觉 吃饱了饭菜 那老人询问道 这小莲的身子 得怎么治病啊 其无或道 可能要以静养为主 搭配真酒和药食 会慢慢养好的 老人抚恤道 这样就好啊 人一辈子遇到各种的事情 哪里有事情 是过不去的呢 还是要活下来 活下来 总有一天 能从过去那些事情里面 走出来 那这段时间 小道长你就在咱们这住下吧 村子里面 还有几个可以住人的屋子呢 老人看着这院子 凯探道 不用推辞了 他这些时候的难受劲 咱们也都看在眼里 只是村子里的人 遇到事情也都是熬着 没有旁的法子 能遇到你这样好心的人 给他置之身子 我们都感谢你 老人带着其无或 来到一个比较小的院落 门上都没有锁 推开门的时候 屋子里面有一张桌子 床铺 还有一个柜子 似乎有些时候没有人来 里面都有些灰尘 老先生抱歉道 这本来就是给村子里的客人 或者说 偶尔来这里 行商的人们准备的 商人们来 这里落脚 他们得到了方便 咱们村子里面的人 也能够买到需要的东西 也得了方便 只是最近快要过年节了 所以 商人们也都回乡了 小道长不介意的话 就先在这里住下吧 我叫人给你收拾收拾 老先生非常热情 而后笑着道 还没有请教 小道长 你叫什么名字 少年道人回答道 其无惑 是希望此生无悔无惑的意思 老人笑着 这名字的意境很大 而今多少岁了 少年下意识回答 过完年节就十五 他声音顿了顿 他回答 过完年节 就已经十六岁了 其无惑没有闲着 他也帮忙收拾了这个屋子 约莫一个时辰之后 整个闲置了 约莫一两个月的屋子 从又变得干净整洁起来 老人还顺便给了他几本书 说 若是闲下来 可以看看书 增长见识和学问 其无惑点头答应下来 老人笑着抚须离开 为自己又指点一个年轻人 多读书 而觉得心中愉快 若非是出家修道人 是个好苗子啊 多读读书 指不定可以考上个秀才呢 修道 可惜了呀 他这样 和旁边的儿子说着 倒也没有着急回家 本来以为这一场 与会让他的老寒腿 疼得动弹不得 提前推了好些个事情 可是现在 似乎倒是没有这般的难受 反倒是闲下来 一路又走到了那连家 看到背行针之后 又吃了许多东西的连树兰 明显精神投好了许多 心中既有欣慰 又有感慨 直到他眼下是心里面 有了些笨头 所以才好些了 又担心 他得知真相之后 会更是一蹶不振 凯探许久 只是摇头离开 路过柴房的时候 笑道 未曾想 这柴房还可避雨呢 随意看去 却发现 柴房之中四处落雨 老人俯下身子 俯摸过柴火 就连干柴 都已经被彻底浸润湿透了 伸手一抓 木屑都掉下来 可以猜测到 昨天夜里下雨极大 他忽而想到了 那少年道人的回答 和干爽的道袍 柴房其实也有个地方 能避开下雨 所以 倒也没有弄湿衣服 老人不由正主 其无或决定 今天再去城里面 问问那算命之人 这一次不再是昨日 而是去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推开门的时候 忽而灵性有些感觉 低下头 腰间木盒里面 那一枚铜镜微微亮起来 自然有法光和灵蕴 流转变化 隔了一天半的时间 云晴终于回了消息给她 其无或想了想 转身回去 把门关上之后 然后才伸出手 从木盒里面 取出了那一枚 看上去已经布满了 浅绿色铜锈的铜镜 原本铜镜朴素 并不显眼 而现在铜镜上面 泛起了流光 其中有无数的 法术弧光浮现出来 最终化作了一个大字 好 少年道人愣住 仔细看看的话 却也没有看到 其他的文字 倒是这个好字 写的倒是泼墨辉豪 有几分气势辉红的气语 很好看 像是被气急了 又像是通过努力 终于做成了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自有几分 自意和倾泻而出的爽快 好 这是什么回应吗 其无或回忆之前 自己写出来的东西 是讲了讲自己的经历 而后又写了这法咒 最后似乎有问他 喜不喜欢桂花糕 若是喜欢的话 自己下次给他代谢 少年道人终于恍然 啊 是喜欢桂花糕吗 他想了想 回忆那少女 爱玩和自意的模样 带着一丝笑 了然道 也是呢 若是他那样的性格 该是喜欢甜的 不过 这村子里面 应该是没有桂花糕卖的 其无或推开窗户 远远望去 看到了阳光又逐渐被遮掩 雨已下晚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云气却还在 弥散久留于天地之间 许久都不曾散去 从这云云的厚重来看 仿佛还有雨水要下似的 但是 却又绝无一滴雨水落下来 云气如烟霞 笼罩村镇 远去山川 虽说雨停了 或许还有些许的雨水下呢 少年道人起身 拿了老师给自己的竹伞 然后 才朝着中州的府城而去 一边去 一边翻阅着脑海之中 妙玉师姐的 混元见点 其中有许多是适合 他这个时期打击杵所用的 毕竟 老师所传的是 心法 而不是具体的修行法门 至于法门 是要他游离红尘 遍揽天下的道藏 然后走出自己的道路 师姐玉妙 似乎猜到了这一点 所以给他的见点之中 多有基础 但是 即便是基础的部分 也是指指大道的路数 譬如这一段 浮行走之间 更有三字诀 乃清 敬 定也 清字 存神泥丸 如水清月朗 风清日暖 此乃元神之从容 敬字 一气到齐 此看曲莲花敬之意 这是元气之澄彻 定自一气至海底停住 似如泰山之吻 外有难挠 如松之帽 如秋阳之清暖 如露之寒珠 月之净水 其间如钢 其柔如絮 这便是元经流转 我之命保在我 不受到外物干扰 这三点便是元神 元气 元经的运转之法 玉庙将这三者的修持之法 和剑道的步伐 融合在了一起 并且要求修行者 在平日里面行走 也都必须有这样的修持 如此久而久之 不但临战的时候 可以神动而弃聚 如同泰山之吻 不会被旁人干扰心境 到了最后 更可以 合而为一 自泥丸一响涌泉 浑浑沉沉 无碍无停 久则神光俱也 这已经是道门修行 先天一气 并三花俱顶的路数 只这一段 已经是寻常修行者 苦苦一生 都不得其门而入的真传 是破关真觉 这一部分 在少女所写 《剑髓千言》 篇章之中 齐无或真的有过 黄粮一梦之中 仗剑游雪于天下的经历 所以才越发能够知道 那寥寥千言 真的将剑道修持 讲述的淋漓尽致 讲述剑术祭机 和招式的部分很少 但是却从高处 将剑道的前路指出来 堂皇大关 从容不迫 齐无或一步一步前行 一边学习着混元建经 一边往中州府城的方向走去 慢慢地元神从容 元气清净纯粹 而元经则是凝聚收敛 仿佛是周身汽血的核心 凝聚在丹田 按照成仙路 和山神修行笔录的记录 这个状态 在修行的时候 元气和元经 会自然而然地聚集起来 当它们彻底归于一点的时候 修行者就会自然而然地 走入先天一气的程度 自此 逆三归二 不再是凡俗 只是齐无或缺发现 不知道是自己刚刚 踏足三才权的境界 还是说其他原因 元经 元气 元神都极为活泼 三者自然流转变化 却毫无凝聚的趋势 少年倒是也不在意 只是觉得往前行走 按着坚决的步法心绝脉步 人之三才体内流转 灵机变化 颇为有趣 像是玩耍一般 中州府城 巍峨的城楼助力 在城楼牌匾下面 挂着一个八卦镜 而城楼左右 则是有着塑像 是巢峰和焦图 只是当他们看到 那少年道人出现的时候 巢峰塑像都觉得 自己恨不得把脚铺的一下 从城楼上面拔出来 然后转过头溜了 但是可惜 它是塑像 天性又如同巢峰本尊一般 非常喜欢高处 这附近就属着城楼之上最高 视野最是辽阔 自然舍不得跑 糟 那悬门弟子又来了 这是巢峰 糟 那家伙又来了 这是焦图 他们对视一眼 七七装作不认的 眼瞅着那少年道人走来 于是都眼观鼻鼻观心 装的和真正的泥土雕塑 没有区别 再读入城 齐乌霍抬起头 看了看那边的两尊龙子塑像 总觉得他们还是在注意着自己 但是这一次 却是伪装得很好 只有齐乌霍的姓灵 能感觉到两股视线 带着意识撇向自己 但是肉眼是看不到的 少年道人想了想 这一次 却没有拱手建立 只是靠着障眼法入了城池中 而后才散去 街道上是切得大块的青石板 拼接在一起的道路 平日里被灰尘笼着 雨水一冲 就显得越发清幽 齐乌霍提着伞 按照记忆 往那一条街道而去 远远看到在许许多多 口气极大算命先生当中 那独具一格的 万事不通 齐乌霍走去 又如同先前那样 如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和红尘隔绝 把伞放在旁边 靠着桌子 坐在桌前 这一次 那位算命的先生 不像是上一次那样的 蓝伞邋遢 趴在桌子上睡觉 而是抬起眸子 看着天空的雨云 虽然凝聚 雨水却不落下来 当注意到齐乌霍的时候 他抬眸看向少年 似乎对于眼前 这少年道人体内 元气元金暴涨的变化 了然于心 微微笑道 哦 支箭杖已经打破 一夜打坐土纳 已将元气收束于心 资质不错 看来 你已经知道 你昨日的问题 错在了哪里了 齐乌霍回答道 是 那算命先生笑问道 那么 如先前所说的 容你重新问这第一个问题 少年道人脸容 询问 不是昨天 是去年 发生了什么 算命先生看着那少年道人 回答 去岁 有 克星 泛千牛秀 一日而去 去年 有一枚 克星 掠过了夜空 在二十八秀之一的牛肃处掠过一日 少年道人垂眸 算命先生伸出手指 指着其无惑 微笑道 克星 是如 去岁 有 克星 泛千牛秀 千牛素 齐乌霍安静消化这一句话丰富的信息量 那算命先生一只手托着下巴 笑着看着眼前少年道人 似乎在等待他露出自己期待的惊恶神色来 但是齐乌霍脸上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克制的模样 只是双目闭合 似在沉思 原来 自己去的是天上 原来 那一日打坐所在的位置是天上的天和 难怪不见日月 难怪低头也看不到群星 难怪 只是打坐行弃了一年的时间就到了三才权的境界 本来一年苦工 哪怕是一日不休的打坐 最多抵得上寻常每日一个时辰十二年的功夫 是无论如何 无法抵过老师判定的五十年行弃功夫 达到三才权的境界 可修行吐纳本就是吞吐日月 在天和之上 吞日吐月 一日打坐 即可当得百日之功 但是这又有另外一个问题浮现在其无惑的心头 行器流转 是搬运契机 多少会对自身的根基有所损耗 所以 每日最多一个时辰 多了 则会伤身 自己打坐一年时间 按照正常逻辑来看 早已经根基受损 命保破碎 只能够走修性不修命的阴神路子 除非是那一日吃过的东西 足以满足 在天和之上 打坐了一年时间的损耗 那算命先生 似乎知道齐无惑在想什么 懒洋洋地回答道 你吃的东西不对 他指了指齐无惑的身子 语气颇有几分羡慕 道 牛宿主兄 但是以九砍之水 转动罗燕三颗星辰 耕种 天田 也是他的职责 其中有灵物 看似是米 也可为肉 入废水则为米 生藤云间则为雨 金乌玉兔两相摧 才可得到 人间所谓 黄崖 是也 阳洞因随便 黄崖建长城 参思午夜发黄亭 朱蕊包开 放出紫金鹰 使节 神丹利 清光与太生 从容透体 吕霞明 内外灰灰 法界混星星 人间所谓 大黄亭 大黄芽 神丹利 都是指代此物 算得最上品的 仙人粮 弥补根基的 最好物件 却也是最奢侈之物 其物或道 最奢侈 算命先生道 自是最奢侈 此物 需得要三百年抽芽 三百年生长 三百年熟成 更要放上一百年 散去造气 才可入口 现在这位牛素新君 来到天田 千年时间 不过积累三斗三生 而你一人 竟然足足吃了 足足一斗一生 而吃这般多 竟然只是为了 帮你将七年前 逃难时候 亏损的根基补回来 始终拉里拉他的 算命先生 看着眼前少年道人 想要说什么 最后 也只是忍不住笑叹道 哪怕是入水化米 入云为雨 可化繁为米 也有足足十五斤米饭 你怎么吃得下去的 少年道人 面容微微发红 做得笔直 手掌放在膝上 想了想 只是回答道 因为好吃 算命先生哑然 旋即摇头道 道也 是个理由 你这也没吃过 什么好东西啊 这种天田里的东西 吸收的是日月轮转的气 生长在晚霞的霞光之中 要用流转于天河的 星辰之水浇灌 也就是 你有足够的耐性 打坐了一年的时间 若是没有这样的耐性 就算是吃了再多 绝大部分精气 都会散开离去的 只是浪费了 不过他旋即便是道 当然 其实口味好吃 才是最大的用处 其他的功效 自有单要弥补 只是没有这样奢侈罢了 其无或道 先生认得云书 这邋遢的算命 先生叹道 认得 总是认得的 要不然他 让你找我做什么 只是我和他也有些交情 他都不肯给我吃这黄牙 你个小小牛鼻子 他凭什么给你吃的 还吃那般多 谁的面子 竟然如此之大 我都没吃到 你吃这般多 我就吃一生 他都藏得死死的 如防毛贼也死得防着我 你吃了足足一斗一生 十五斤啊 难道说 你是小牛鼻子 你跟了个老牛鼻子 他也有只牛 所以对你们感官很好吗 如此说来 我下次寻他 牵着两头牛 一头公牛 一头母牛 他会不会给我多吃点 这位邋遢的算命先生 嘴里连续地念叨着 为何让其无或吃这么多 为何不给他吃 他抬眸看其无或 并不耐烦地扫了扫袖子 道 你应该也知道 想要知道的问题了 我也就不留着你了 我还要在这里等等看 等到今夜结束 他说着抬起头 如同其无或来时 看到的那样 平和看着天空中厚重的雨云 眉头皱起 其无或道 先生昨天遇到客人 要算今天下雨多少 算命先生道 是 今天下雨 据我算的雨量 约某还差一离三毫的雨水 而今日 还有六个时辰 其无或道 先生您算错了 我算错了 算命先生忽而叹一声 只淡淡道 是他错了 这个错字 似乎含义极重 言霸就不再多说什么 只是两句话 其无或还不能亏见事情的全貌 见到这位算命先生 似乎不想要继续说下去 于是告辞离开 心中明白了 自己为何能够在一年后 就踏足到了 三才权的层次里 夺不走在道路上 感知到自己的灵机 元神 元气 元金 都已经到了一个极圆满的状态 活泼而纯粹 心下喜悦 想到了云晴的回答 心神自然而然洞畜 已走到了中州府城 商户聚集的 是 里面 如中州府城这些大的城 以方和事划分城池 方 是居住人的地方 是 则是货物交易的所在 绝不容许混杂 加上每夜宵禁 故而有 开市 的说辞 而规划中 将售卖货物 类似的商户们 都聚集在了一处方 若要买许多类似之物 则可以一口气半全 给油商们省却功夫 但是 若买的东西多儿杂 便要多跑几趟了 少年记得 梦中有诗句 东市买骏马 西市买安间 南市买配头 北市买长边 就是如此 或许是年节要到了 方市内人来人往 很是热闹 有唐人 有唐葫芦 两侧是民居 有的打开门来 在里面做生意 也有的 在朝廷允许的范围内 支起来小摊贩 从城楼的方向 数千五百步开始 一直蔓延到大桥处 都是允许摆摊的地方 每到夜间 未曾宵禁的时候 总是灯火通明 充满生活的气息 每日交五更 诸寺院行者们 打铁牌子 或目于寻门报销 住门桥市井便大开 因为冬日 天上昏尘 酒家多点灯竹姑麦 每份不过二十文 并粥饭点心 意见或有麦洗面水 煎点汤茶药者 直至天明 生活的气息 远远不是村落 能够比拟的 其无或看着来往的人们 还有被父母 牵着的孩子们 手中拿着唐人 试得踩踏云雾的神仙 或者戴着各式样的面具 红尘暖意 心下缓和 元神转动都宽缓许多 找到了卖糕点的点心 有人走出来招呼 道 小道长也想要吃些糖吗 要些什么 其无或看到里面 各类的点心 琳琅满目 温和道 要桂花糕 分成两份 想着一部分 给山中精灵们送去些 活计马力地给准备好 其无或接过的时候 忽而察觉到一股异痒 手掌再度感觉到了 昨天在算命先生摊位前曾经感知到的湿润气息 以及一股奇异的类似水腥气的味道 是他 那种湿润之气 以及仿佛有种淡淡水腥气的感觉 其无或只在昨天那位来和算命先生对赌的华福公子身上察觉到 现在感知到 下意识就以为还是他 少年道人转过身 循着气息看去 看到外面人来人往 气息是来自于三十余部之外 一座二层的茶楼 他抬头看去 视线所及 却不是昨天曾经看到的年轻公子 而是一个老伯 依靠着茶楼二层的栏杆处 独自喝茶 怀中抱着一个孩子 只是那孩子却是哇哇哭着 老人安抚着孩子 似乎是察觉到了其无或的视线 老人转过身看来 和其无或对视 少年道人知道自己失礼 站在人群里面 稍有抱歉的威意拱手 老人已经笑起来 道 没有想到 在这里还能够见到一个修行有成的玄门正宗 老夫独自在这里喝茶 寂寞得很 小道长 若是不嫌弃的话 还请上来喝一杯茶吧 老者颇为洒脱邀请 其无或想了想 道谢一声 提着手里的桂花膏 一步一步走上茶楼 来到二层靠窗的位置 看到刚刚那孩子 已经停止哭闹了 有一名女子急匆匆地赶上来 把孩子带走 又是道谢 又是公身的 其无或听了这几句感谢的话语之后弄明白了 似乎是因为 今天方式内的人太多了 这女子和孩子走丢了 是这老人将这孩子带着逗弄 并拆人去寻着女子 女子千恩万谢地走了 只是眼中似乎有几分被吓到般的惊骇 那孩子反倒是开心 转过身 朝着那边的老人挥手告别 老人温和笑着举了举茶杯 然后邀请其无或落座 少年道人坐在了老人的对面 看到老人的真容 这才明白 为何方才那女子眼底 会有一丝丝被吓住了的表情 是一位面向威严的老者 眉与飞扬 只是右边眉毛只有一半 还有鹅角一片 皮肤有烤镯痕迹 在和这威严面容搭配上 看去难免有了三分的争鸣 老者能够察觉到 其无或没有任何恶意的目光 足以证明 他的心性羞耻极高 澄澈如明镜 人在幼年的时候 经历的事情不多 所以 原神比起后天学习经历诞生的石神 更活泼 能够察觉到人潜藏的恶意和善意 所以才会对这面容威严 带三分争鸣的老人 充满好感 其无或谢过老者的邀请 老人看着其无或 赞叹道 小道长面生 但是修为很好 现在的很多修行者 总是急切积累元气和法力 对于自身性灵的修持 往往就落在了后面 如此的话 在前期可高歌猛进 越往后 则是会遇到关爱 难以突破 或许困顿一生 而且也不是那种 只看外表的 他伸出手 摸了摸自己的额头一侧 洒脱微笑 小道长是来这里云游的吗 其无或回答道 是 也有其他的些事情 老人大笑道 这样的话 可以在这里多待些时候 每年的元宵节庆 这中州府城的热闹 比起人间的王朝帝都 还要好看些 实在是因为那些皇亲国妻怕死 在庆祝的时候 也有诸多的限制 反不如这边的好看 多看看 云游四方 见证红尘 才能够有出师入室 不宁致于物的心境啊 老人说着给其无或倒了一杯茶 并没有询问其无或的名字 也不曾介绍自己 只是相逢品名 一同看外面的风景 其无或喝了口茶 只觉得入口清烈 旋即便有一股股清气散开 没入了自身的四肢百骸 原经原气 不由为之一镜 变得更为圆融了些 这事 其无或稍有亚弈 安下心来静心体悟 足足一盏茶时间 那股清气才消散 此刻口中茶的 清苦和回甘 才慢慢出现 眼前老人微笑道 人世间修行者众多 难得遇到走悬门正统中 最慢最难的这一条路 老夫虽然不知道你的失诚 但是你既然走到三才全 那么 寿数该有百二十岁 先天一气 必然难不倒你 自该走那一条 能走得最远的道路 可要记着 这时候可不能够妄图立刻修行神通 和凝聚先天一气 老人温和笑着道 气灵力常身轻 之后 还需保养百日 方可世袭凝炼 如随养随炼 为之抽筋八股 费力难成 先养好根基 再去修行运转这契机 再走先天一气 这才是稳定的道路 其无或细细琢磨 和老师传授的心法印证 正色道谢 老夫大笑道 你不嫌我这老头子 多嘴喜欢 管别人便是了 其无或摇头道 老先生能够开口指点我 是好心 讲述的法理也是对的 元气元经元神三 才虽然全了 却还没有扎根 现在就走下一步的话 必然会根基不稳 如同修建高楼的时候 地基却没有打好 建造楼格式快 但是却修不高 我该谢过的 老者感慨道 若是我家儿子 能有你这样的悟性和心性 也不用这样麻烦 您儿子 老人抚恤感慨 脸上带着一丝无奈 一丝欣慰 是啊 他年少时就调皮 又年轻气盛 曾惹出些麻烦来 后来呢 老夫好不容易才把他抚养长大 教导他神通和修行 到了现在 才将我自己的职责 卸下来 交给他来管理 所以老头子才能够来到这里 看着这风景 在这本该是最忙活的时候 清闲地喝上一杯茶 老人看着外面的风光 看着人来人往 看着那些红尘的烟火器 眸子专注 笑着道 我的兄长 要我去东方的 祖脉 居住 可是祖地再熟悉 那也只是年少时活过的地方 我的一生几乎都在这里 平日里看惯了这般的风景 突然要离开 却觉得不舍得了 催了我好多次 也总是推托着没有去 倒是让我都疑惑了 小道长 你说 人们总说是眷恋家乡 但是家乡到底是什么呢 少年道人看着老人的模样 想了想 回答道 眷恋的 或许是回忆 老人微正 看着这红尘之中的人群 忽而微笑 好一个回忆啊 小道长说得对 我眷恋的 并非是寻常的地方和风景 或许是我曾经在此地见过 和经历过的一切吧 在此年少 在此老 除去这里 还有哪里是我的家乡呢 他举杯饮茶 坐在这二楼茶室 看向外面 这个时候 原本威严的五官柔和下来 齐乌霍看着老人的额头 想了想 道 我会歇医术 要我帮忙看看吗 老人倒也不拒绝 只是随意笑着道 那就有劳小道长了 齐乌霍起身 走到老者身边 道一声得罪 伸出手按在老者的额头 却只觉得一股灼热之气 不知为何 倒是让他有几分熟悉之感 可确确实实 已经超越了他的医术 所能看到的范畴 于是提起手来 那老者也只是笑着道 多谢小道长美意了 不过这个估计 是你无法解决的 七八年前景州那一次的灾结 干旱一周之地 老夫当时仗着有几分神通 就淡了两淡水 去那地方洒了几场雨 这个就是当时遇到的事情 老人抬手摸了摸额头 咳嗽几声 自嘲道 否则 也不必如此 早就卸任 给我那孩啊 雨 其无惑 忽而危证 想到年少那一次 把饼子 给更年幼的孩子 却被人一拥而上 抢夺走了吃的 还被打了一顿 躺在地上 奄奄一息地等死 是一场雨水 让他从昏迷中醒过来 才勉强活下来 老者却只看着前面 微笑着道 是啊 雨 雨自云气而落 汇入这江河湖海 而后日月生腾 化作云气 富归于天穷 如此循环往复 不亦如修者吐纳 气走百脉乎 其无惑若有所思 心中自语 日如性 月则命 云气水域如气脉 寻走往复不停歇 是这样吗 他若有所悟 而老者却未曾听清楚少年低语 不曾想自己 这一句凯探 会让这少年道人 领悟什么东西 只是探身出去 看着云气 微笑道 每年的第一场雨雪 都会让邪气压下 让一年积累下的造气 都慢慢消散了 这便是 与万物更逝 的意思啊 冬日有雨雪 一病便会消失 来年开春的时候 庄稼和树木 都惺惺向荣 人们也都喜欢这雪景 和清雨 所以 每一年 我都很喜欢这一场雨 少年道人喝完了茶 那老人仍是看着这风光 两人未曾通过姓名 也只是喝一杯茶 看一场景 听一场风吟红尘之间 入此地随心 离开也是随性 如是而已 其无或离开的时候 看到那老人的桌子上 正有一个棋局 是尔经 极知名的庙局 黄梁一梦之中的那数十年中 有人已解开 少年道人 抬手捏起一枚棋子 落子于破局的地方 而后离开了 一步步走下去 实在是两边小贩的招呼声 太热烈 实在是刚刚出炉的包子 太诱人 少年道人走过了那摊位 却还是抿了抿唇 一步步退回去 又给自己买了一个 热气腾腾的肉包子 这才心满意足 一边吃着 一边往回走 只是买了这桂花糕 才察觉到一点 即便是 圆光显形之法 也不可能将这人间桂花糕 送到星辰之上 正在思考的时候 忽而那镜子再度变化起来 其无或正住 捏一个障眼法 抬手将镜子取出来 好奇看去 却看到镜子上 无数的流光汇聚 化作了一个字 难 其无或正住 难 这又是什么意思 先是说 而后又说 难 好 难 好难 少年道人明白了那少女传信的意思 这么努力的传信 是说 这法咒太难了 这次是超过了他的预料 自当年年幼 就见证诸多人心之恶 就始终是克制自己情绪的少年道人忍不住 就这样提着清甜的桂花糕 立足于人世的红尘里面 轻轻地笑出声来 少年道人咬着包子 想了想 而后落笔写下 我的修为有所突破了 带我回去 这一次或许可以正常运用 圆光显形之法 我教你 不难的 好难 好难啊 云水悠悠 波涛汹涌的天河 在靠近这里的时候 都变得和缓许多 穿着一身宝兰断剑袖衣衫 黑发以束带束好的少女 盘坐在青石上 看着眼前的流光 眼神都有些放空了 她把镜子给了其无惑 自己用的便是此地原本就有的法宝 也可以用圆光显形之法 只是看着上面浮现出来的那一卷神通描述 尤其是少年的评价 忍不住咬着牙齿 这个也太 太难了 还说简单 其无惑 你怎么会觉得这个简单呢 对吧 牛说 少女咬着牙 看向旁边的老黄牛 看到后者并不回答自己 只好双手托着下巴 惆怅地叹了口气 道 我学了一天都没学会啊 好不容易才写出两个字 老黄牛不紧不慢地吃着这 天天里面养出来的大黄牙 这零根之所以长得这么慢 千年只得了三斗三生 倒也有些是给这老黄牛吃了去 于它这等修为 此物当真是除了过过嘴瘾外 再无半点避意 文言只是笑着安慰道 毕竟是那位的弟子啊 他颇为赞赏地评价道 以他现在的根基和修为 一年时间学会了 圆光显形之法 倒也只是不错 可还能在一年内 创造出此法神通 用来传信 以可以称呼一句 天赋异禀 云琴点了点头 理所当然的对难得认识的同龄朋友 表示认可 道 其无或是个天才 而且很有趣 然后眨了眨眼睛 撒娇道 那牛说 你帮我来施展这个法咒 帮我传信吗 这个太难了 我学会了的话 早就过去好几天了 老黄牛慢悠悠摇头 呵呵笑道 既是你们小朋友之间的玩笑话 老牛可不想要插手 再说了 其无或能创造出这样的法咒 你难道 连修行学会都做不到吗 你也是有明师教导的 跟脚和培养 比起之前的无惑 强大了不知道多少 怎么可以懈怠到这样的程度 修为不够 无法长久活下去的话 哪怕是你父母 也没有办法帮你 你的性灵和心性修为不够的话 是无法抵御 存活漫长岁月积累的风霜 常人的魂魄 能够容纳的记忆 不过百二十岁 若是让他活了千年 要么就会不断地遗忘记忆 最终连自己都忘记 性灵彻底被无数破碎的记忆充塞 化作了一片的浑浊 这就是老来多健忘的缘由 所谓的无病而亡 是肉身上可活 魂魄却已死 要不然 就会承受不住漫长岁月的痕迹 而崩塌 总是说 修行不修命 万劫英灵难入圣 可英灵心性 终究是能存续漫长的时间 可若是只吃天才地宝 去延续肉身的寿数 而不去修行心性 对于魂魄来说 肉身就不再是帮助抵御风霜的 粥 而是一个监牢 一个没有门户 没有光的牢狱 因为性灵虚弱 根本无法承担漫长岁月的精力 也无法驱动存活千年的强大肉身 灵肉不相匹配 性灵最终只会在肉身中崩溃 这就是仙人的老 非生老也 是新老也 云情你要谨记之 不可丝毫懈怠 老黄牛尊尊教会 说到了最后的时候 终究是有三分严厉起来 少女点头记下 而后只好琢磨着这法咒 她只一日就已经入门学会 只是极不熟练 法力传书不够稳定 导致传讯的文字 总是中途溃散开来 富佑许久 天边传来雷声阵阵 霞光流转之时 可见朱雷霆奔走 声势颇为浩大 老黄牛抬起头 奇怪 神霄欲亲雷府的朱仙人 似有变化 难道说是出了什么差池 那帮雷府的仙人 平日都不见人 主管行云不语 驱邪妇媚 今日怎么都出来了 她有心去看看 这天上每日里 都是平淡无奇 难得有些事情 能让牛烧解烦闷 可又不能抛下眼前少女 正愁出间 瞥见不远处降云流转 再一算时间 便是心中欣喜 面上倒是没有半点变化 只是如同温纯的长辈 道 云晴 你的老师 丹华福音援军 快要来了 那是领保天尊门下的 真传之一 和你的母亲是好友 得传 领保无量度人 上品妙经 第27品 你有机缘 可要好生去 随着那位援军修行 勿要有丝毫的懈怠 可知道吗 少女指的答应下来 听到老师的名号 又是害怕 又是敬畏 老黄牛等到那祥云散开 援军来道 这才寒暄几句 四足声出祥云阵阵 朝着那雷声的方向去了 却是在这天庭憋得久了 难得遇到个乐子时 不得不去瞅瞅看 凑凑这个热闹 不片刻就已经和那雷斧的仙人 混熟了打听起来 云晴只好将这法咒都藏起来 老老实实地等待老师 那位援军 模样约莫278 妆容素整 颇为严肃 腰间鹅黄环带 青雷仙腰 脚踏云鞋 祥云脱举 垂落玉佩铃铛 黑发云记 一根黄金凤黄振翅云拆鞋叉 眉心一点朱砂痕 嘴唇的色却是清浅而单薄 眸子微转 倒是有几份灵力 穿了剑袖静装的云晴 乖巧行礼 援军垂眸看他微微汗手 便让他坐在青石之上 重新讲述妙法经文 道 你而今的修为 尚且还不够入我的门下 先修 真经 再传你口诀和神通 只要领悟了修行的内核和真觉心法 哪怕是没有具体的功法口诀 悟性高者 也可以去看日生月落 而领悟出修行的法门 看日生月落 而开辟法门 云晴道 真的有这样的人吗 丹华福音援军摇头道 若没有这般人物的话 你现在修的法门 又是谁创造的呢 既然前人可以做到开宗立派 为何后来者做不到 总不该永远弱于故人吧 若如此 那些先辈法该觉得遗憾 云晴点了点头 在老师的教导下去 学习这经文之中隐藏的奥妙 带得他的性灵都有些迟滞 有些无法理解这些的时候 援军自然而然地停了下来 让眼前少女 自己消化今日的所学 云晴慢慢整合收获 感觉到自己对于修行和大道的领悟 稍微靠近了一些 又似乎仍旧极遥远 如同蒙着一片雾气 看不真切 若存若亡 丹华福音援军难得温和道 修行之事 急不来 须得慢慢来 一张一池 也是正道 将自己催得太紧太急 看似是日日苦工的修行 实则灵性紧绷 如同大日悬于高空之上 再也不下来 久而久之 必然导致自身根基受损 灵性大失 反而还不如多花些十日去玩耍 云晴点了点头 讲述经文结束之后 自然而然地询问一些 法术神通的官窍 丹华福音援军一一解答 云晴忽而心念一动 想到了少年道人说自创的法咒 自己学起来艰难 但是老师自然是一眼 便可以看穿了 何该请教一番 于是取出了自己 腾抄下来的法咒 道 老师 你看这一片神通怎么样 丹华福音援军 微微笑着接过 扫过一眼 压一道 这是 基于上清明鉴真经 之中 圆光显形之法 而自创的法咒吗 少女连连点头 圆军看过完整的法咒 微笑道 上善 虽然各处细节 仍是有稚嫩和错漏的地方 但是天然从容 自有一番风采 可列为 妙法的范畴了 妙法虽只是 道藏武类之中 最下一品 不能和玄章 真经相提并论 但是你以如此修为 也可以创造出此物 看起来 为师之前对你是看得差了 我的弟子也有如此的悟性 云情嘴角 带着一丝炫耀的表情 正要说这是自己朋友创造的 就听到丹华福音援军笑道 不过 你明明有那龙文古镜 竟然还不依仗外物 施展圆光显形之法 而是自己创造法门 如此靠着自己修为和道行的行为 也何该 是我道门弟子的品性 少女的话语顿住 她忽然从自己老师的口吻里面 品出了一丝丝不对 小脑袋转了转 谨慎地问道 老师 龙文古镜 是 丹华福音援军 正看这一卷法术 心情甚好 笑答道 辱不知吗 你父母大婚 既然太上师叔开口 故而无师 大悲大怨 大圣大慈 欲成道君 上卿领宝天尊 便将当年随意锁炼的领宝之衣赐下了 又因你父母 皆是北地麾下的新郡 此物是由无师淬炼 而北地亲自送来 为你父母大婚贺礼 算是宝物呢 你母亲竟然随意给了你 对你可好 其儿 可还好好保留着 云情眼观鼻 鼻观心 嗯 爹娘结婚时候的贺礼之衣 送给朋友的话尚可 爹娘是不会在意的 北地亲自为自己挥下新郡婚礼 而送来的礼物 就已经太沉了 何况现在老师 道出了此物的跟角 是 玉成道君 上亲领宝天尊 所淬炼的宝物 哪怕是天真浪漫 性格随性的少女 也隐隐知道 自己 似乎是稍稍闯了个大祸出来 心中稍微坠坠不安 心底也是懊恼 爹娘为什么不把这镜子的来历说清楚 只说 让她随便去玩耍 就扔给了她 她便送给了那难得的同龄朋友 这若是让玉成道君知道送出去了 岂不是会被领宝大天尊恼怒 哪怕概率很低 可万一呢 牵连到了其无惑就不好了 少女的脑海里 转过这些念头 是因为领宝大天尊的名号太大 心中还有一丝丝的害怕 而后乖巧回答道 在的呢 老师要看看吗 果然如她所料 性格清冷严谨的 丹华福音员君子淡孝 温和道 你父母的东西 我看什么 你拿好了便是 倒是你这自创的法咒 颇有几分趣味所在 不错 不错 是个有天分的 为师就先拿走了 也好让师们知道 我的弟子 可有如此的天赋 云晴隐隐觉得有些不妙 但是一时又想不到 该如何说出此法并非自创 还不会牵扯到其无惑的法子 于是只好暂时任由老师去了 只想着之后 想办法和其无惑商讨一个稳妥的说法 如何向老师解释 这个神通并非他自创 还不必将镜子的事情暴露出来 最后 看得牛叔凑完热闹回来了 也没有想好 只是看到 就连素来喜欢热闹的老黄牛 脸上的表情都有几分凝重和动容 想来这神霄欲轻雷俯出的问题 并不算小 一边听着牛叔和父亲说 这件事情 一边心中默默沿袭那简单的 圆光显形之法 仍是觉得头痛 旋即察觉到自己的欲镜之上 再度泛起涟漪 组成文字 是其无惑的传讯 终于松了口气 这样男 你教我的话 我肯定能学会的 你花一年时间来创造 我只要三天 不 两天就可以学会了 这样想起来的话 我的天赋也是可以的吗 其无惑将那一面古朴 且布满了浅绿色铜锈的铜镜 仍旧收入了墓盒里面 而后提着桂花糕 不紧不慢地往回走 买了些纸笔 临到了中州府城的城楼时候 看到在这巍峨城楼之上的 焦图和巢峰两尊塑像 于这云气下压的时候 颇有三分的威严和争鸣 心中忽而起来一丝顽心 捏了个障眼法 悄悄地走上去了 或许是那位老先生的一杯清茶 给少年道人省去了数日的打磨功夫 也或许是因为那两尊石塑的正对着城楼外面 所以对于背后悄悄摸上来的少年道人 并未察觉到 其无惑地性灵成彻 能够听到那边的两尊塑像 在悄悄交流 那小道是走了吧 走了 应该是走了的 呼 可算是走了也 真的是 吓死焦图了 是啊 是啊 吓死焦 不对 你在说什么 焦图塑像下意识地跟着念叨 然后才反应过来 大怒道 明明是你害怕才对 嘲讽 为什么要说是我 嘲讽塑像嘲讽道 我害怕 笑话 我会害怕吗 我曾经远远看到过 三百里外有黑骄飞天 狂风大作 而我不动 焦图道 说得你好像能动似的 可恶 是你害怕 胡扯 明明是你害怕 你害怕 是你害怕 两尊雕塑大怒 彼此争执起来 而后似乎终于察觉到了 后面有人走到了城楼上 于是努力地 齐齐转移了眼睛和头 看向背后 对着那少年道人 两尊古朴塑像的灵性 瞪大了眼睛 齐齐地大声询问道 你评评里 到底是谁在害 声音戛然而止了 只剩下风扶过城楼 飞檐下悬挂铃铛的声音 很安静 非常的安静 一瞬间 就好像是声音都消失了似的 嘲讽默默将自己的头转过来 而焦图则是低着头 呈现出张口的姿态 心中默默低语念叨着 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少年道人 一只手扶着城楼飞起来的飞檐 踩在了表面光滑的琉璃瓦上 走到了这两尊古朴的雕像中间 想了想 坐下来 远远看去 云气横跟于原野之上 让人心神都安宁下来 风吹过的时候 飞檐下面的铃铛轻轻响着 少年道人的袖袍被风吹动 想了想 道 可是 你们为什么怕我 潮风和焦图对视了一眼 恨不得立刻伸出脚来跑掉 只是他们本就和这城楼是一体的 除非把自己从这建筑上拔出来 否则的话 一步都移动不得 便像是被逼迫到了绝路上 只得老老实实道 因为我们看到你的身上 性灵之气纯粹清澈 是悬门正统的道路 已经很少人走这样的道路 所以我们猜测 你应该是某位道门真人的弟子 在外面云游历练 教徒补充道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 我是说 真人的弟子 这样纯粹的性灵之气 肯定不会作恶的 若是叫破 反惹来了麻烦 少年道人道 真人弟子吗 教徒和嘲讽对视一眼 道 我们应该没有猜错吧 我们可已经在这里 做了三五百年的时间 见到过很多很多的故事 眼力是很好的 有道门的剑客 也有佛家的行者 那些专门修持性灵的人 一眼就可以看得到了 他们对自己的眼力和判断 很是自豪 被问到来历的时候 自称是数百年前 有大真人雕刻他们出来 在塑形的时候 模仿了龙的两类变种 模仿其形体 而得了一丝神韵 而后将他们放在这城楼的最高处 能看极遥远之处 以防止妖魔斜碎 进入中周城池之中 如此受日月光滑的普照 慢慢滋生灵性 自能够记事 也有三五百年时间 雕塑通灵 而有神通 其无惑惊叹 诚心地感慨道 刻出来的雕塑 也能有这样的灵性吗 嘲讽的雕塑 带着几分自得 道 是啊 他曾经说过的 道生万物 万物不过是 性灵和命宝的组合 逆三归二 逆二归一 是悬门的正统 但是却也没有说 这只能用在 自我的修持上面 假使以蕴含有 元气 和材料为基本 又能够模仿 万物之 性灵 自然有可能创造出 有着灵性和自我的造物 这就是 他走出的道路 他现在还活着呢 之前曾经在佛寺前面画壁画 画了双龙夺珠的壁画 只是没有眼睛在 听说当时好多人都起哄 要他点上龙的眼睛 他拗不过 只好点了双瞳 然后那两条龙 就从壁画里面飞出来 能够在天空中腾飞 目光能看极远的朝风 说起这件事情来 满满艳险 五百年前被刻出来的自己 只能够在这里 老老实实看着远处 而前些年画出来的龙 就能够飞 自由自在 多好 他们看向其无惑 没了害怕 只是好奇询问道 你不是真人的弟子吗 少年道人坐在琉璃瓦上面 看着远处的云彩 想了想 回答道 我现在还没能够得到 老师的承认 正是进入弟子行列里面呢 之前也有师兄和师姐 没能通过红尘的试炼 最后被除去性命的 朝风忍不住咕弄道 这是什么老师啊 你们这一脉 也太苛刻了吧 少年道人只是回答 我只是想着 如老师说的那样 游历红尘 多见见各种各样的事情 见见各种各样的法门 各种各样的人 这样才能够走出自己的道路 然后才能够被正式地承认 是我们这一脉的弟子 焦徒道 你一定努力呀 到时成了的话 也回来告诉我们 朝风也勉励道 你那时候 应该可以算是真人了吧 齐无祸点了点头 看着云霞流转 在齐无祸要告辞的时候 朝风犹豫了下 道 你小心些呀 这里的土地们 似乎是在找你 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焦徒道 他们问我们啊 朝风补充 我们可没有说啊 齐无祸点了点头 少年道人 从旁边的阶梯上走了下去 在晚霞里面走远 焦徒也惆怅起来 道 说起来老头子 他最近似乎在到处寻找人呢 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朝风道 是啊 不过我倒是知道 他在找画中的风景 画中风景 是啊 目光能看极远之处的朝风回答道 听说 是他去年曾见到晚霞变化莫测 自山巅观之 如有少年剑仙 五剑于群星之巅 云霞之盼 未为大观 始终想要画出来 但是画了一半 却又似乎不满意得很 他说着 看到那少年道人 走下了城楼 在霞光之中 背着剑霞远去 霞光柔和 落在少年道人肩膀上 随口道 对 就像是他这样子的 其乌霍离开中州府城之后 倒没有立刻回水云香当中 而是往聚云峰的方向去了 沿路上运转 混原见点 之中的步伐要绝 令原神 原精 原气都流转活泼 这样行走坐卧 都可以是 养三才的状态 道家自然 始终令自身处于最圆融的姿态 只是速度颇慢了些 一边走一边思考 尝试能否将地齐的遁地之术也用出来 但是很难同时运转 混原见点的步伐是 修行为主 是 阳 而地址遁地之法 则是勾连外界的地脉 是 用 两种法门的风格截然不同 甚至于很多部分是彼此冲突的 没有办法自如地融合起来 但是其无或 却并不在意 只是如找到了有趣的事一般 饶有兴趣地尝试着 晚霞的霞光渐渐消失的时候 其无或总算是来到了聚云风 之前落雨时 见过的山中灵性 一开始还藏起来 当察觉到少年道人性灵亲戚的时候 就一个一个地冒出来 有的从树干上 小心探出头来 有的拿着一个大树叶 当作伞 把自己遮掩着 积累的雨水 从叶柄上滑落下来 打湿了小小的手掌 啊 是之前的小道士 你又来了 山中灵性们凑上前来 很开心地打着招呼 然后就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可我们还没有找到 那个叫做吕纯阳的人啊 可能还要多等等呢 少年道人 抬眸温和笑道 这个不着急 他知道 老师给自己留下的那件事 其实是希望自己 不要在人间红尘过于的漫无目的 但是这目的并非是唯一 在完成这件事的过程中 所见到的一切 所经历的一切 才是此行重点 太上一脉 见证诸红尘众生 见诸神通妙法 才可有所成就 无论是御养子 还是御妙师姐 都是这样 做出自己的选择 也创造出自己的法门和道路 其无或提了提手中的东西 道 只是上一次 你们说喜欢桂花糕 我在府城里面买了些 你们要吃吗 好 灵性们对视一眼 满脸惊喜 然后奇奇地散开来 忽而如风也似 一会儿又回来了 最先的是个 只如少年手掌大小的顽童模样 双手用力 抱着一个好大的桃子 黑幽黑幽地飘出来 似乎是这个桃子实在太大 遮掩住了他的视线 所以他飞得晃晃悠悠地 险些撞在了树干上 然后啊呀一下摔下来 被少年道人拖在了手中 还是晕晕乎乎地 站都站不稳当 走了几步 往后一跤 坐在少年掌心 扶着自己的头 晃啊晃 然后还不忘把桃子 给奇无货推一推 是我夏天的时候摘下来的 悄悄藏起来 我有法术哦 所以桃子到现在还能够吃的 这个是最最最 最甜的那种 他把桃子 放在奇无货的掌心 然后这才拿起一块桂花糕 美滋滋地吃起来 我和你换 少年道人威正 玄机微笑道 谢谢 冬夜的山林之中 忽而有一点点的流光亮起来 于山林之中穿行的一重 泛起流光 就在这夜色中起伏着 汇聚在少年道人的身边 山间的灵性们 把自己这一年来积累和攒起来的宝物 都拿出来 有的是桃子和果实 也有的只是一片花的花瓣 是那一天 从天上落下最好看的雨点 是形状最是完美的雪花 少年道人 送出了些桂花糕 得到了这一座山 一年来最可爱的珍藏 一饮一浊 一曲一语 试来复回 老松树公咳嗽一声 道 这小道士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那个吕纯阳 还没能找到 我本来是想要问问 咱们聚云峰的山神大人的 可是不知道怎么的 山神大人这两天 好像有点忧心忡忡的 今天回了一次 然后就又出去了 到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也没有说到底 出了什么事情 下次 我去寻那位聚云林妙公 他老人家神通广大 无所不知的 肯定知道 你说的人在哪里 老松树说起林妙公的时候 便是重有充满了自信 道 而且林妙公他老人家 最是擅长悬门的推斩补算之术 老头子到时候 向他恳求一番 该是没有问题 老松树想到自己之前打了包票 可是没能够做到 不由得有些害扫 若非是五百年的松树皮足够厚实 怕是脸都红透了 少年道人道谢 而后想了想 手头没有其他东西 只好递过去一份桂花糕 老松树公连连摇头白手道 这这这 我可是已经活了五百岁 五百岁啊 这样甜蜜蜜的东西 我怎么会喜欢呢 五百岁的老树了呀 这种吃的 嘿嘿 不过 小倒是你这样热情的话 我也就不好拒绝了 老松树公还是咳嗽几声 在一众山间灵性化身们的笑声中 接过了奇无惑的点心 想了想 这帮小家伙们都给了他些好东西 自己怎么能够弱于他们 这不是掉了五百年老松树的名头吗 于是抖落了一根松针地过去 道 这是老夫身上的松针 上面多少有几分草木灵气 虽然不能够用来对敌护道 但是若是行针整治 也自有三分玄妙的 老松树公很是大方 反正他的松针很多 活了五百年 自是有许多的针藏在 少年道人和这些山间的灵性们 玩耍了一阵子 月上柳烧头 这才迈步离开 靠着那地奇的遁地之法 回到了水云香之中 而后推开那用黑铁锁链锁起来的门 卖不进去 从剑匣里面 将采购来的许多东西拿出来 于是 这地方终于是有了些生活着的气息 又去不远处 看了那位少女的母亲 为其行器 稳固根基之后 周老先生询问情况 少年道人想了想 回答道 等我去山中采些药来 以药物补齐正起 应该会比现在好很多 慢慢调养身子 应该可以恢复到常人的身体状态 一阵寒暄 其屋或婉拒了老先生 邀请着吃晚饭的邀请 回了自己现在暂且居住的屋子 炒了几个菜 主食是高亮面的窝窝头 还取了今日在方式内买来的鱼肉酱 适用于一斤 切碎洗净后 炒盐三两 花椒一钱 茴香一钱 干姜一钱 神曲二钱 红曲五钱 加酒和云拌鱼肉 入瓷拼封好 时日可食 滋味颇好 其屋或先是把窝窝头中间 最柔软的部分撕下来 慢慢吃了 然后把菜都加了几筷子放进去 最后才加了一点点鱼肉酱 这才慢慢地去吃 窝窝头的味道 炒好的蔬菜 鱼肉酱各类的味道 汇聚在一起 味道很好吃 只是可惜 现在已是独自一人 吃过晚饭 少年翻看了山神的修行笔录 约莫入夜三分的时候 心神安宁 取出了镜子 按照那一卷法咒来施展 圆光显形之法 月色清朗 慢慢地 镜子上流光亮起 其无或的猜测没有错 在他的修为更进一步 抵达三才全的时候 能够稍微支撑起这法术的消耗 这满是浅绿色铜锈的铜镜 泛起流光 组成画面 那少女双手脱腮 似乎已经在对面等待了许久 而当画面成型的时候 便是毛子微微亮起来 双手一下伸出来 抓住了镜子 面容一下拉近了 道 其无或 出事了 出事了 少年道人讶异 而后道 什么事情 云晴一下把画面拉近了 道 镜子 还有你教给我的法咒 其无或有些不大懂 只是道 你慢慢说 云晴声音顿了顿 将事情大略讲述了下 譬如镜子来历很大 但是究竟是怎么样的大 她也不能说 否则的话容易被察觉到 而后又把她的老师误以为 那法咒是她创造的说出来 最后栩栩呼出一口气来 道 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样和老师解释 所以就等着和你商量 少年道人并不在意 摇头回答道 只是法咒而已 你不也教给我 圆光显形之法了吗 少女用力摇头 回答道 那不一样 这个可是神通的创造者啊 我怎么能占这个名号 我想啊想 发现我还是阅历太浅了 找到的借口都很难瞒过老师 终于还是问了问牛叔 云琴声音顿了顿 用力道 她说有办法 少女说着伸出手 拉着牛角 把旁边的老黄牛 拉到了镜前来 少年道人看到那老黄牛的脸 出现在了镜面上 打招呼道 牛叔 好久不见 是啊 一年了 老黄牛不紧不慢地咀嚼 大黄牙 看一眼其无惑 赞叹道 性灵清澈 元气圆融 命保完满 这是最上乘的三才权啊 一年时间修持 就能走到这一步 不愧是你老师的弟子 其无惑道谢道 还要谢过云叔的那一餐饱饭 他知道 如果不是那千年时间 只得三斗三生的灵物 他是不可能在一年内 就修行到现在的状态 老黄牛摇了摇头 道 这东西 只是能弥补你的根基亏损 给你提供元气而已 可以说 只是柴心而已 能否燃烧成熊熊烈焰 还是要看你自己 若不是 你自己修持苦工的话 元气也会从你的周身 毛孔翘血里流淌出去 除去了可以满足 口腹之欲外 毫无半点价值 说到底 还是你的修行刻苦 云琴见到老黄牛 不紧不慢 和少年道人寒暄起来 却不讲正事 于是 屈肘轻轻撞了下老黄牛 小声催促道 牛术 老黄牛翻了的白眼 知道了 是那件事情是吧 你个小丫头惹出来的祸事 要老夫帮忙 不过这件事情 倒也不能够 说是你的错 你母亲也不曾和你说过那镜子 她毕竟出身太好 或许觉得 不必和你说清楚 也有可能未曾想到 自己女儿在天上 都能把镜子送出去 老黄牛心里面 不紧不慢地想着 云琴和她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老黄牛正在饶有兴趣地 看着神霄玉清 雷斧出的乐子 只觉得 这天和尚的日子过于无趣了 看着那素来高高在上的 神霄玉清雷斧朱仙 忙得焦头烂额 实在是有趣 有趣的紧 就连嘴巴里面的 大黄牙 都变得甘甜了几分 而这个时候 才知道了 小姑娘把那龙纹古镜送出去 看乐子的老黄牛 差一点下出了胆结石 但是当她知道是 送给了奇无货的时候 老黄牛一瞬间冷静下来 甚至于还有点闲心来 继续咀嚼几口嘴巴里面的灵嘴 来压压惊 哦 这样的呀 如果是那小子的话 是没有关系的 倒不如那位的性格 知道了 不过会心一笑 此刻稳如老牛 慢悠悠道 这镜子呢 确实是一个象征意义 颇大的物件 不过无惑你且不用太担心 此物旁人拿了或者烫手 可唯独对 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甚至于 你真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 听牛书一句话 老黄牛声音顿了顿 认真到 直接把这镜子砸了 往后的尸门惩罚在说 可你当下该会 不 是绝对会转位为安的 至于那法咒 就如云琴想出来的借口 明日和元君说一声 说这神通 是云琴在古籍里面 翻找出来的便是了 等到有朝一日 无惑你修为足够 便可以将此神通 重新收入你的名下 至于这古籍残骗的话 就交给老牛我便是 啊 不要看老牛如此模样 在千二百年前 老牛尚未归于天庭 也曾经在妖国各处 倒卖遗迹记里面的各类法宝 做就典籍什么的 于我而言 可算是吃饭把式了 忙过那位清修的元君 不算是什么 其无惑看到那边的少女忙活起来 老黄牛吃完了嘴巴里面的大黄牙 化作了双鬓半白 神色憨厚老实的高大男人 他大喇喇盘坐在地上 先是在袖口里面掏了掏 取出了白玉 解释道 这是昆仑白玉的一种 只有三千年前到六千年前的典籍 才会用这样的玉石 作为承载的载体 这是很少一部分 专研古时预检的人 才会知道的知识 用来做你的法觉书的刻录载体 是再好不过了 然后又取出一把刻刀 到三千年前时的玉简 有一种刻录留宫的法子 用的文字是古代云传 三千年间 为了施法的方便 先人们也将云传的写法 简略许多 当然 也是为了写符录时候省点功夫 但是古代云传 基于道门法脉的不同 也有些细节处的差异 不过放心 你不要看老牛 我现在这样粗壮模样 我也曾是学文问道的少年牛 曾经在一千七百年前 认认真真地跟着一位大妖 系统学习过这些文字 各类的云传 懂得一千七百多种 所以保证不会被看出端倪来 老黄牛很快刻露了一片残片的法觉出来 文字飘逸从容 自有道门的风骨 又从绣袍里面取出了一个小玉瓶 道 当玉石被刻露之后 灵气的波动就会固定化 这就是灵运了 灵运会经过时间的变化而出现各种特性 如同树木的年轮 不可更改 这也是先人们辨认一件东西是否是谷物 亦或者说存世多少年的方法 我这玉瓶里面 放着的是南极长生天尊淬炼之物 可令万物滋生 却也可以用来作旧 是老牛我的兄长 偷偷从老君的丹炉那边拿来的 一直舍不得用 用在你的身上 何该如此 中年男子屈指扣机 一点灵光流转出来 落在了玉碱上 这玉碱刹那之间变得仓骨起来 只几个呼吸 便有一种如已经跨越四五千年的韵味 在这残片里面流转出来 放到外面 若说是几千年前之物 也不会有人怀疑 老黄牛憨厚一笑 看起来功夫没有扔下呀 他笑呵呵地 把这周围的家伙食一收拾 诸多法宝奇奇变小 被他放入袖子里面 而后对其无或温和道 道门弟子多有隐居的 但是这些道藏法觉的事情 总该是要署名的 也是该在乎的 如无或你创造的法觉 也可以证明 你的老师没有选择错人 于清修一脉的修者眼中 这也很重要 是看你是否有开意法脉的根底 他声音顿了顿 又摇头笑道 虽然说那位应该是不在意的 将这遇见凑在 袁光显形之术前 道 吴霍 你自己写的名号 如此往后 也可证明 此法是你所创造的 少年道人想了想 按照老黄牛的建议 落笔写下文字 于年少时 修为低微 三才未全 难用袁光显形之法 故创此法 已和好友相交 而后提起手指 老黄牛摇了摇头 道 把年岁也写上 这老黄牛心中 颇有三分的愉快 只是遗憾 不能将少年入道的时间 也写上 否则 入道一年 创出这样的法咒 可以好好给那帮修上 清法的一点小小的 来自太上一脉的震撼 其无或只好在上面 又把自己的年岁写上 因为没有过年节 只说是十五岁时所创 也不知老黄牛使了 什么样的手段 这几个字 就浮现在了那一圈 古玉碱残片之上 老黄牛扶掌笑道 成也 而后又极力索地 在这上面写下一行文字 捧着玉碱吹了口气 这白玉之上 飞起来一片的玉蟹 为首处出现了一行文字 无或道君妙法 玄章篇 老黄牛笑道 如此可言 明日之事 交给老牛便是了 他玄疾玩笑道 哈 吴霍呀 他任你飞升来天界的时候 或许你这玄章 已是传遍四方了呢 老黄牛听得那边的雷声震动 眼底微亮 将这古代玉碱藏起来 道 老夫再去那神霄玉青雷府 去看一番 若是有些有趣的事情 回来再和你们分说 言霸也不管 其吴霍和云晴 只是风风火火地离去了 其吴霍将自己创造的这一门 简单法咒神通 给云晴讲述一番 忽而感觉到了 自己的眉心微微刺痛 知道自己修为 所能够支撑 圆光显行之法的时间 也已经到了 少年道人提了提 手中的桂花糕 道 桂花糕我买到了 可有什么法子 能够把这桂花糕 送到给你吗 少女手掌拖着下巴 看着那些桂花糕 实在是喜欢 奈何格得太远 只是遗憾道 嗯 你离我太远了些 除非是有什么 玄坛祭祀之类的法门 吴霍你会吗 少年道人摇了摇头 云晴道 这样啊 少女看着桂花糕 挥舞了下手掌 决定道 那明日再见过老师之后 我就去上 青藏金楼翻找下 看能不能找到那种 可以外传的 玄坛法门 然后用圆光显行之法 交给吴霍你 就是这些大概率是 圆点 没有完善过 可能会稍微艰涩难学些 其无或疑惑道 圆点 云晴点了点头 嗯 若是各家法脉的 师叔们创造的法门 都会融入了 自己的领悟和风格 旁人是不许学的 只有圆点 虽然艰涩难懂 但是却最是纯粹 是单纯法门 总之我会去找找看 明日里 和老师解释清楚之后 我就联系你 虽然是很难啦 但是吴霍你是个 很大很大的天才 所以 应该没有问题 云晴露出灿烂微笑 似乎是少年道人 那一句 卓足星河之中的 大气和浪漫 让他总觉得 其无或是个天才 而且是那种 非常有趣的 道门玄宗 三清门下 最不缺的 便是天赋横溢的人 只是都没有眼前 这个少年人 来得有趣 其无或也不知 该如何回答 只能够点头道 我会试一试 云晴忽而想到什么 提醒道 啊 对了 吴霍你 先把桂花糕吃完吧 他解释道 这样的悬坛法术 是有很多的 但是不好学的 你学会了再给我吗 也可以试试看 有没有那么好吃 少女心中琢磨了下 觉得这样 复杂的法术 其无或至少也得要 大半年才能够掌握 学个三五年也好些的 但是他还是没有 说出这个时间 觉得或许会打击到 少年的自信心和热情 并不提起 只是思维跳跃 忽而又想起来 一件事情 笑着说起来 我听说 这个是很多道家的弟子 给道门祖师 供奉吃食时会用到的 啊 我可不是说 我们是这个关系啊 只是以前我还听到的 好多有趣的事情 不过都是牛叔和我说的 云晴饶有趣味地 把牛叔说过的有趣事情 和小伙伴分享 因为有的悬坛法术 并不会将凡间之物 传至天庭 而仅仅是将其气息供奉 顺着烟气上 升腾于云气 飞入天庭 所以 有某某派别的小辈 自个儿想要吃什么好吃的 就给祖师供奉什么 直到有一天 祖师爷终于忍不住 给他的弟子 也就是那一代的道观观主 托梦 叹息许久 说了三个字 太甜了 听说那一日 那道观的观主 提着一把扫帚 漫山遍野地 追杀自家的弟子 口里大喊着 祖师就只剩五颗牙了 你还给他送田的 还是沾牙的 逆三道 臭小子 你把祖师爷当什么了 弟子抱着头乱窜 大喊 祖师不吃 就当作给我了呀 祖爷爷给孩子淋嘴 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老道士打小道士 小道士跑 小道士哭 小道士嗷嗷叫 据牛叔说 那一日 漫山遍野的山中 精怪们 都抓着松子 藏起来看热闹 出家人 都被馋嘴弟子 逼得说脏话 又因为造了口验 然后晚上 一老一小两个 都在祖师爷的画像面前 老老实实地 跪乡 老道士一边跪乡 一边顺手 给弟子头顶 一个脑瓜崩 少女说得栩栩如生 而其无惑也听得有趣 出家人 修行人 也不是那样的超然物外 而是也有自己的喜好 也是有血有肉的 哪怕是修行到了 可以领受天庭福照 升入天庭的真人们 也都是这样的 只是 牛叔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这个不是下界的事情吗 其无惑好奇 因为法力支撑不住 又和少女闲聊几句 就停止了 圆光显行之法 法术的灵光散开 铜镜又重新恢复 到了原本那样 古朴而寻常的模样 少年道人 看着前面的铜镜 从刚刚牛叔和云晴的话语中 他也能够猜测出 这一面镜子很是厉害 只是以肉眼去看的话 镜面上都遍体斑横 大半的镜身上 则是布满了细细的浅绿色的铜绣 若是放在外面的话 恐怕连三五文都卖不出 但是既然是宝物 自然该好好珍惜 有朝一日想想法子 还给云晴和云书才是 其无或想着 然后将镜子收起来 这一次联系 没有太多时间 但是还是让他有一种 元气耗尽 元神都隐隐有种刺痛的感觉 心中告诫自己 下次不可以再如此过度地 使用这种法术 勉勉强强地打水洗漱了下 这才躺在床上 眼睛才刚刚闭上 神魂就感觉 有一种仿佛下坠的错觉 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云晴修为 却是比其无或高许多 一日不睡并无什么问题 他又甚少同龄人朋友 现在心情很是开心 索性直接去了上青藏书阁 这是少有挤出他可以去的地方 踏入其中的时候 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盘坐于蒲团之上 周围则自有无数灵光流转变化 灿烂若朝霞 繁密如星海 云晴放缓了脚步 靠近过去 恭敬地行礼 道弟子云晴见过天君前辈 这老人看去寻常 指着一领蚂蚁道袍 白发苍苍 面容老朽 实力或者不能说超凡脱俗 地位却是超然 好卫领宝 今师 清源丹刚 清阳妙道天君 位居于清阳天宫 上青一脉的弟子 哪怕是修为 已经真挚于神仙之境界 遇到这位也需恭敬行礼 口称前辈 那蚂蚁老者放下手中的书卷 抬眸看过少女 笑问道 原来是丹华福音的小弟子 汝不在牛肃清修 学你的新君法门 来我这上青书阁作甚 莫不是 你老师教导你的东西 你全会了 来这里寻些丹金铁卷御书服录 回去再多钻研钻研 云晴小脸微白 道 弟子只是想要来戒约一番 有关玄坛法门的部分 老者随意道 你老师那一脉的话 少女补充道 我想要看看原点 哦 原点 青阳庙道天君似笑非笑 看了一眼云晴 随手在虚空中手指微点 于是无数流光汇聚 化作了一座座巍峨的书架 上面都盛放着 以御书雕刻而成的书卷 道 都在那里了 且去看吧 云晴行礼之后去看 寻找到了有关的法门 于书架的第五排三列找到 想了想 还是问道 天君 原点为何不经弟子旁观 老人温和笑问道 为何要尽 旁人看了也就看了 如等一脉 既然是师承上清玉臣道君 灵宝大天尊 自然该知道 道君的风格便是随性无为 原点皆为他所创出 但是他说 原点也只是将天地 本就存在的规则写下来而已 既然是天地 本就存在的规则 那么万物自然都可以 去修行和领会 况且 如可知 何为三清天尊吗 云晴想了想 回答道 都是道祖 清阳妙道天君 摇头温和道 真是孩子气得回答 看起来丹华福音援君 还没有和你说 三清天尊 都是悟道于先 观道 而成的 自是最高 皆为道祖 另外两位 老夫不能也不该说什么 自有行事的规则 而无上清裕臣道君 灵宝大天尊 为何称为道祖 云晴可知道道门云传吗 少女点头回答 按照老师的教导 被诵道 云传雷文 龙章奉书 金石古文 这些是本身就孕育着 玄妙道运的文字 哪怕是单纯念出来 都会勾动天地的元气 道经和福禄 都是用这些文字记录的 其中云传来自于天上祥云流转 雷文则是记录雷霆奔走的痕迹 龙章奉书来自于龙奉这一类的先天之鼠 金石古文是道门弟子自己创造的 街种类繁多 清阳庙道天君点头 云晴松了口气 老天君也遇到 背得挺熟 少女脸色微红 老人抚须道 不过道也没有说错 这些文字本就是密传 但是可知最古最初也是效力最强的文字吗 云晴不解 老人洒脱道 且背背上轻宝告 少女只好回答道 居上清静 号灵宝君 祖节化生 九万九千余泛气 赤书焕发 六百六十八正文 因混沌赤文而开 九霄 纪元洞玉立而分五节 天经地位 微乎造化之宗 书因激扬 卓尔雷霆之祖 大悲大怨 大圣大祠 欲成道君 灵宝天尊 慢慢地 云晴似乎明白过来 老者抚须平淡道 最初的六百六十八枚 太赤灵文 为道君所创 为诸道之先 具混沌之灵 文字本身便是神通 可勾连天地 赤令鬼神 又因威能过高而繁杂 又将其简练 开辟为九霄玉字 口含玉书 一言可谓天地法 在这之后 方才是你所知道的 最古云传的时代 道君以此两种灵文 记录道藏和法门 便传于天下 如此才可以使得道运可传递 可使文字承载神通 否则的话 寻常的言语文字 无法说出道 也无法承载道 那么大道和神通 也就无法传播 如此才有后来的诸道之兴盛 因此之功 方称之为道祖 他又指了指少女手中的玉书 温和笑道 便是你这个原点 其实也说不得原点 而是简略版的 真正的原点 也是以太赤灵文所写的 毕竟 这原点 都是大天尊 他自己看天地规则而道出的 云情正住 看看手中玉书 清阳妙道天君抚须 觉得这年少的弟子 是明白了 这原点的含义和厚重 少女下意识到 太赤灵文 可不可以教其他人 少女的话语 并无博杂欲念 反而让清阳妙道天君 微微一笑 道 若是你学会了 太赤灵文的话 自然无所谓传授出去的 不过小家伙 你可学会了云传 云传为 自然非玄之气 结空成文字 方一丈 照于诸天之内 生利一切 世间诸多法门 无不需要云传辅助 方可留存道运于文字之上 福禄 炼丹 炼宝 皆都要云传辅助 你学得怎么样 云情万万没有想到 只是稍微询问一下 太赤灵文 却让这位天君 询问自己的学习 声音都稍微小了些 道 就 还有一点点没有学会 老人抚须笑问 哪一点 少女视线微微下垂 中气不足道 这 这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老人一正 不禁忍不住大笑起来 道 你呀你 你娘当年可是苦学专心 放有大好修为你父 也是人间修士得道 步步升为护法神将 哪怕是因是被贬折在外 也能重修 最终抵达新军的实力 你倒是顽心如此之重啊 不过也好 天真自然 率性而为 却又不肆意过分 自合了三分道运 起来 起来 老夫考考你的云传 少女面色微白 就想要找个理由 直接溜掉 老者却是似笑非笑 若是让吴满意 传你一枚太赤灵纹 倒也无妨 于是 云情迈开的脚步就顿住 挣扎了下 也就只好老老实实地回来 乖巧行礼 请天君 少女抬头 满脸 为了朋友两肋插刀 行将就义的决然 道 手下留情 青阳妙道天君 不禁抚恤大笑 有趣的娃娃 旋即取出一份欲剪 递给了眼前少女 微笑道 起来试试看 云情手指倾出欲剪 看到里面那些变化莫测的文字 总觉得这些云传 大概率是认得自己的 但是自己 却是绝对不认得他们 一时间头都痛了 眼前的天君 是上青灵宝一脉的 经师 最喜传授指点上青一脉弟子 手段也最是高妙 寻常的学习云传 也只是云传而已 这一篇欲剪里面 却是以云传方式 写了一个修行上的问题 要同时考验云传的写法 阅读和对于大道的感悟 少女脸色煞白 看了看青阳妙道天君 又低头看了看欲剪 又抬头看了看天君 满脸挣扎和放我一马的恳欠 老天君温和笑着伸出手指 一眉太赤灵纹 声音顿了顿补充道 而且是位格最高的 那一批里面的那种 作为上青灵宝三师之首 他教导过太多的上青一脉弟子 伟师是因为 大天尊性格的散漫和随性 过于无为 若我性子来了 便是路边的草木都可以传道 可若是性子散漫起来 却是真传弟子都寻不见踪影 也如此天庭各路仙神里面 才唯独有 灵宝三师 这个名号 无他 自家大天尊广收门人 却不喜教导罢了 也因为如此 青阳妙道天君很明白 该如何去诱导弟子们学习 是以为 寻寻然善诱人 欲罢不能 云晴张了张口 挣扎几次 对于好朋友的承诺 压过了逃避的心思 叹了口气 只好任命般乖乖坐下 学习云转 当冬日的冷风散开的时候 阳光落下 其无或准时地睁开了眼睛 洗漱之后 做了小米粥 并一叠降烟的脆爽小菜 舒舒服服地吃完了 而后在阳光之下活动筋骨 随意打拳 却也没有什么套路和风格 只是漫无目的 觉得原神洞畜 便是打去 元气自然流转如意 元经紧随其后 气息呼吸 动作舒展 自然而然地呈现出 道门三才拳之后的道运 仿佛彰显出一种从容不迫 抬手的时候 顺势往后一拉 流风汇聚 一只鸟恰好飞来 便被这元气缠住 落在其无或掌中 振翅而不得脱困 周老先生正散步过来 远远看到了长空成澈 院落当中 少年道人穿蓝色道袍 左手抬起 一只鸟飞不起来 却又不害怕它 索性不飞了 就这样 窝在了少年道人的掌心里面 转过头来慢慢疏离羽毛 颇有两三分自然野趣 只是老爷子走来的时候 那鸟却却忽而警惕起来 一阵翅膀 就已经飞走了 啊 哈哈 这 这鸟还真的警惕呀 周老爷子 本来想要摸一摸 看鸟的手感 却没有想到 竟然如此的敏锐 只好无奈笑了几声 招呼道 小道长 睡得可舒服 嗯 睡得很好 哈哈 那就好 齐无或回答 和老人寒暄几句 忽而想到了一件事情 道 昨天夜里没有下雨吗 老人感慨道 是啊 没有下雨 雨云积累那么厚 却是一滴水 都没有落下来 齐无或心中微动 一滴水都没有落下来 也就是说 是没有下垢算命先生 算出来的雨水的 齐无或想到那位 不修蝙蝠的算命先生 那句话是他错了 心中盈盈有些好奇 有心再去城里询问 却又想到了云积所说 极难极难的法咒 想了想 决定在和他联系之后 看自己能不能学会 若是学不会的话 那就自己先吃完桂花糕 免得学会这神通 需要时间太长 桂花糕坏掉 然后等再去城里 买桂花糕的时候 再去询问一下 那位算命先生 不知他寻找 那悬坛法咒的原点 可还顺利吗 少年道人 下意识抬了抬头 天上避空如洗 难 好难啊 太难了 上清藏书阁之中 这样的意念 几乎要渗透出来 云秦老老实实 在这里学习云传 足足做了三个时辰之后 老者才说要教导他 一枚太赤灵文 而因为太赤灵文 是诸多云传的始源 在教导这一枚太赤灵文的时候 又很自然地延伸到了 其他的云传之上 把以这一枚太赤灵文为核心 延伸出的所有文字 都讲述完 云秦才晕乎乎地离开了 上清藏书阁 清阳庙道 天君抚恤孝道 有趣的孩子 天赋也不错 只怕是被那黄牛和牛秀 新君惯坏了 修行可也 却没什么耐心 不喜钻研云传之类的学说 可既是上清门人 不通小灵文云传 就仿佛是太上一脉 不通炼丹一般 说出去 难免坠了名头 丹华福应 你的这弟子 可要好生去教导才是 灵光流转 云秦的老师 丹华福应援军 夺步走出 足踏云邪 身披飘带 眉宇虽是伶俐 却极为恭敬行礼 道 还要多谢天君指点他 声音微顿 又道 不知天君觉得 云秦的天赋如何 老人回答 修行吐纳归属于上城 天智烂漫 没有博杂之念 但是也因此颇为喜欢玩耍 需要堪尽些 至于云传 天赋寻常了些 老人直言不讳 道 指五地震天真文中 一个意思的云传 就有五种写法 更不必说其他的典籍 道门云传 并非是后天文字 并无造字规律 其写法 或以运河 或以之类相参 或以上下四会 以成字 不加以拘束 其实说到底 所有的云传 都只是一个含义而已 这个含义便是元气 不同的写法 代表了不同的 像和景 若是要一个个去记 那哪里能够学会呢 只是死记硬背罢了 云传可有一元之数 有十二万九千六百枚 而每一枚 都没有各自的固定写法 最多可有一元之变化 又是十二万九千六百变种 死记硬背 纵然能够全部记下来 也终究是后天 不入上乘 为不明而心动 无为而有为 方是上乘 眼中所看到的 并非是一个个云传 而是万物之相 是天地之景 而后顺势而为 落笔 这才是真正学会了呀 到时候都不需要去看 见到一番风景 顺手写下来一个字 便是云传 老人摇头铠叹 道 可惜 上清门人虽然多 大多也和外面的人 没有区别 只是有为而学 落入了下城罢了 记住了某些变种 可以施展出法术 能够读懂道藏 如此而已 虽然说是上清门人 其实根本算不得真传 丹华福音援君无言 想了想 又道 只是 天君传达太赤灵文 无妨吗 太赤灵文 处于空洞自然之中 升天立地 开化神明 每一枚太赤灵文 本身就是一道大神通 老人抚恤笑道 哈哈 你的性格总是如此 怎么 老夫传给你的弟子 你还不高兴吗 夫又安慰道 不过 你也放心 他连云转都只是 寻常的悟性 我也不会传达 太危险的太赤灵文 这些文字自然勾动灵域 一不小心 反倒是伤了自己 故而所传的 是那一枚最特殊的 丹华福音援君道 最特殊的 老人点头道 是啊 是最开始的第一枚 太赤灵文 使用苛刻 非常人所能领悟 那孩子也只是靠着一股劲 死记硬背而已 不过一日时间 就会彻底遗忘 而哪怕是领悟了 他也根本用不出来 毕竟 就连你我 都没有身份和资格 去用这个字 丹华福音援君文言 微有亚义 是那个字 是啊 自然是那个字 老者感慨 抚须垂谋 自语道 上尉之灵 师振五月 安国长存 下尉之宝 灵宝玄妙 万物之尊 其名为 赤 其无惑和周令仪 周老先生寒暄片刻 自然而然地前去莲淑兰家中 去看望这位失去女儿后 哭瞎了双目的女子 少年道人仍旧以气行针 傅又让周令仪老先生的两个儿媳妇 按住了莲淑兰的头 自己则是以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 分开女子眼皮 冬日阳光微澄澈 也不刺目 落在那女子的眼睛 周令仪和她的两个儿媳 终于看到了她的眼睛 那两位年轻女子 都被微微吓到 即便是周令仪 抚须的动作都顿了顿 无她 是因为她的眼睛都微微泛白 如以非人一般 不必说什么澄澈剔透 只是看着 都会让人心中稍微发毛 这 这是 她及时指住了话语 又以视线看了两个儿媳妇眼 主意她们 误要说出来 以免让病患伤心 少年道人道 无妨 不是太大的问题 只是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她们让那女子安心静养 等到了出来的时候 周令仪感慨道 双目浑浊白衣 难怪目不见物 小道长慈悲 若是方才直说的话 她可能会承受不住吧 其无惑想了想 没有说自己有一定把握 可以将她的眼睛治好 但台轩的《成仙录》之中 记录了她一百余年的经历 她也曾经是年少的剑仙 也曾经在人间游历红尘 曾经记录了自己见过的事情 其中医术也有些 少年道人又写了些药方 让周令仪老先生帮忙去找来煎药 自己则是背起了一个竹篓 前往附近的山川之中 她想要彻查当年家乡发生的事情 而如今的线索只有三条而已 其一是先前那位老先生 曾经以神通降雨于锦州之中 且受伤 结合那位算命先生 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消息 毫无疑问 锦州的事情 远远比起其无惑猜测的还要大些 第二条线索是 那位算命先生 可以他的性格 其无惑对于他告诉自己 那件事情的真相 不抱太大的希望 第三便是明真道盟了 现在知道如何进入明真道盟 也手持信物 只是明真道盟 四世 以物换物 其无或不确定 自己想要知道当年锦州之事的情报 需要多少东西 所以才来山中 找些灵药 一路徐行 到了山间的时候 便按照去年自己 在赫连山中 摘彩黄金的法子去找 很快便可以找到 少年只取一定年限之间的部分药材 放入了自己背后的被篓 这个被篓 是他在村子里面买来的 很合算 比起中州府城里面 价钱少缺三分之一 那边被篓的老婆婆 还很热情地拍着她的手说 自己编的被篓 都是很好用的 非常的结实 可以用一辈子 不用再买 还给其无或是了是 少年道人想着 这样的话 在有些商人那里是听不到的 他们大抵是恨不得用的东西天天坏 这样才能买来他们的东西 抬手将一株草药 放在被篓里面 少年道人心中琢磨 可以换取多少东西 又想着 要不要开炉炼丹 然后去拿着丹药换呢 老师虽然教导他炼丹 但是却也告诉他 不必执着于负担 愚合要负担这件事情 学道之人 不可不通 若不通者 无以助道 不可执着 否则有损于阴工 外摊财货 内费修真 但是 丹药因是比起药材本身 更容易换取情报的 至少价值会高些 而且 其无或也想要在明真道蒙里面 交换些神通法门 不是为了修行 只是为了去看看 别人走出来的道路和方向 他翻看着 成仙路 里面许多的小法术和神通 让他非常的喜欢 觉得很有趣味 原来信灵和元气元经的组合 结合人的奇思妙想 竟然可以做到如此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此刻 成仙路 看完了 便一边走着 一边翻看玉妙师姐 混缘见点 之中 开辟人之七窍的法门 见仙七窍者 玄通 灵根 妙药 统真 通书 寒神 洞幽 左辅元龙 右辅白虎 这自然是极玄妙的法门 其无惑若有所思 一边俯身 去检视着药物 一边心中默默看着修行法门 玄通俏开 则甘露每夜子时生于泥丸 每日午时 流贯周深 这是指 得命宝元经的变化流转 使其活泼 不至于化作死气沉沉之枯木吗 当少年道人若有所思 自身元气元经 自然而然地流转变化 只需要持之以恒 自然而然可以打开玄通俏 而后看到了后面的蚊子 则皮肤鲜嫩 少年道人 动作顿了顿 他想了想 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庞 似乎确实变了些 然后才慢慢把药材 放在背楼里面 彻底打开了这一篇 七窍玲珑见心篇的全篇 零根窍开 则先天之今 刻漆一粒 日夜升九十六粒 流走上下 同样是命保元经 且是日夜升出变化 游走于周深 江阳身躯 九则光眼清爽 永无生字 虽树叶不眠 亦无倦怠 少年微微汗手 见先最重目力 需要做到 一片通明九中天 的境界才是 而后看到了 接下来的一句话 九则皮润则生 少年道人沉默 确认自己打开了的 是叫做 七窍玲珑见心篇 才谨慎翻看下一个 妙要撬开 则心性寒香 阳和遍体 而立主宰 外则方弃习人 生活如眠 发招结束 方弃习人 少年道人看着这些文字 忽而有一种荒谬的想法 想出来 玉妙师姐创造出 哪怕沉睡和闭关的时候 也能够让元经凝聚 可不需要 以神玉器 以神炼经 就可以持之以恒 自然而然 淬炼元经的法门 只是为了让 命宝 流转周身 让自己的皮肤光滑细腻 心性寒香 外则方弃习人 目力敏锐 洞穿九重天 元气元经 时时刻刻 运转不停 生活如免 发招迅捷 阳和遍体 尔力主宰 这样见仙都渴求的神通 都只是顺带的吗 少年道人 想到那千年仍旧如少女般面容气质的师姐 看了看自己 为了寻找药材来创造的法门 想到去年 自己只是为了多找两颗黄金 能吃点好吃的 创造了这个小小的神通 觉得自己和师姐也没有什么不同 想来师姐年少的时候 创造出了这样的法门 然后拿去给老师看 老师也只是会抚恤大笑地说 好 好啊 是我的弟子 法术神通 本该如此才是 何必要高高在上 法术神通 不过是自然而然罢了 心中有所求 力所不能及 方才会渴求于神通 其无或看到后面的蹊跷部分 却是极正统的剑仙路数了 要修行至 周身三万六千毛孔揭开 通天地之气 功夫至此 周身气候 节之运行 与天地无为 以师姐的要求 需要先做到这一步 才有资格握剑 才能去修行剑诀 分为心剑 弃剑 行剑三大篇 心剑可以斩断 七情六欲 弃剑纵横于天地之间 而行剑可与天下一切剑可交锋 七窍之法 其无或自己是要修行的 可也觉得 不知道能不能把师姐的那些小心思 给删减去掉 再说起来 前面几窍所带了的那些特性 倒是适合云情这样的女子 更多些 不知可不可以 将这些特性的部分学习一下 而后重新编撰创造一个 只有这些皮肤润泽 芳香席人的特性 却又不涉及到 剑仙敌传心法的神通修持法呢 毕竟虽然起因 是为了给她贵花糕 但是云情毕竟会给自己 看一卷法术的原点 自己也该有回礼 如此一来一回才是对的 其无或心力想着 随意捏了一个法觉 寻找药灵之气 这一次性灵扫过 下意识用了师姐见点中的法门 自带了三两分剑修风韵 只是寻要的神通 少年道人 却听到了很细微的 啊呀一声轻响 微微一震 伸出手拨开了树枝 看到在灵循的山岩之间 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小人坐着 眉目 生得很是秀气 四肢都很纤长 穿着树叶编织的衣服 似乎是被什么撞击了下 正在扶着额头 蹲在地上 微微吸着冷气 搓搓搓 揉揉揉 痛痛飞 飞飞飞 飞不掉啊 眼睛含着两大包的眼泪 蹲在地上揉着额头 看到其无惑的时候 他抬起头 一愣 然后似乎反应过来 眼睛一瞪 伸出手指指着少年道人 咿咿呀呀地大喊起来 要灵 这小家伙 痛痛快快地伸出手指 指着其无惑大喊了一会儿 听到这两个字 才意识到自己的跟脚 身子一僵 又抬起头 看到少年道人已经蹲下来 和自己没有多远的距离 咿呀 小家伙发出一声喊叫 然后两眼一翻白 直接朝着后面巴唧一下倒下去 昏厥了过去 小妖灵晕晕呼呼了好一会儿 才慢慢恢复了意识 下意识地想要打个哈欠 伸个懒腰 可瞬间就意识到了 自己在哪里 躺倒在地上 四肢硬挺着 一动不动 只是悄悄地睁开了眼睛的缝隙 瞥了其无惑一眼 然后又瞬间闭上眼睛 似乎觉得自己 装死还不够 小脚小手还努力地抽了抽 他已经非常努力地装死了 但是却只是听到了那边少年道人 终于忍不住似地发出一阵的倾笑声音 小人脸上一红 直到自己失败 一下坐起来 又是满脸愤怒 一只手捂着额头的包 一只手指着其无惑 咿咿呀呀地大喊着 少年道人伸手入秀 要灵一顿 屁股着地蹭蹭蹭后退 拉远距离 继续伸出手指喊着 直到其无惑展开手掌 里面是一枚桂花糕 他带了些放在随身的包囊里面 要灵的动作一顿 然后更是愤怒似乎的 乱糟糟的头发都炸开了 伸出手指着其无惑 咿咿呀呀地大喊着 一边大喊着 一边靠近 然后伸出手 抱住桂花糕 转身 哒哒哒 跑远坐在一块大小约末 是会被孩子们拿来打水漂的石头上 回头看了一眼其无惑 满脸狐疑地低下头 看了一眼桂花糕 似乎在山中没有见过 而后迟疑着舔了一口 巴唧巴唧地砸了砸嘴 没啥味道 又张大嘴巴 狠狠咬了一大口 腮帮子像是仓鼠一样 慢慢咀嚼 一边吃 一边怒目其无惑 慢慢地 慢慢地 他脸上的表情 逐渐松缓下来 咀嚼起来的动作 也慢慢柔和下来 最后 他指着桂花糕 满脸的喜欢 咿咿呀 少年盗人坐在石头上 刚刚应该是我用法术的时候 不小心撞到了你 实在抱歉 这个就当作赔罪 那耀灵瞪大了眼睛 想了想 把手里面的桂花糕都吃完了 然后心满意足地拍了拍肚皮 凑近过来 做了个人世间力士 拿着石锁锻炼身躯 展示力量的姿势 挺起胸膛 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然后黑压一声 做了个马步 少年盗人看出了这个动作的意思 忍不住笑出声来 盗 你是说 你很结实 我可以多来两下 但是打你一下 要给你一块桂花糕吗 小家伙用力点头 不忘展示力量 左右看了看 眼睛一亮 转过身看到一个大拇指指度大小的石头 用力抓住 黑幽一声 石头纹丝不动 小家伙反倒是脸庞胀的通红 少年盗人忍不住大声笑起来 让那小家伙浑身害臊 转身坐着不动了 其无惑伸出手 取出剩下的桂花糕 放在他旁边 小家伙欢呼一声 转过身来 努力爬起来 顺着口袋往上爬 他的大小可以 做在少年盗人掌心 这个口袋对他来说 就是如小山坡一样 满满当当的桂花糕 一下跳进去 左吃一口 又吃一口 无比幸福 吃饱喝足 少年盗人顺手把他捞出来 头发仍旧是乱糟糟的 索性指了指旁边石头 笑道 你却坐在那里去 冬日山林 此山中 却又和赫连山不同 仍旧有苍翠之意 少年盗人坐在后面 而一个小小的人 乖巧坐在前面 任由其无惑给他梳头发 竖好头发之后 其无惑看到那小人 面容秀美 五官极纤细美丽 皮肤白皙 双眸紫色 只是吃得太多 肚皮鼓鼓的 少年问道 你把头发梳成什么样子 小药林想了想 指了指旗无惑的头发 一一压压地形容 少年盗人笑一声 道 盗计吗 我可还没有资格给你竖解 不过竖发还是可以的 药林转开心笑起来 坐在石头上 两个小脚晃啊晃 少年盗人极柔软的湿力 把他头发竖好 想了想 取出了老松树公 送给他的那一枚松针 对于这小药林来说 做个发际的簪子 却是正好 少年并无不舍 只是随手一插 将他的头发都竖好了 这才笑着道一声 可以了 那药林爬起来 跑到了旁边 蹲下来 在一滴露水前面 看着自己倒影 无比开心 少年盗人陪着玩闹了下 正要离开 药林一下跳在奇无或腿上 往上爬 道人伸出手 让他坐在掌心 然后抬起来 将他放在肩膀上 笑着道 嗯 你说要我跟你走 药林用力地点头 然后往前指着道路 示意奇无或往前走 奇无或跟着他 来到一个很隐蔽的山路 药林跳下来 直接顿入土地里面 不片刻 竟然抱着一个很大的蛋出来 递给奇无或 拍着胸脯 咿咿呀呀的大喊着 奇无或道 是你找到的蛋 送给我 你还会爬树吗 药林守五足导的解释 奇无或慢慢才弄懂 他是说 这一座山很深很深的地底下 有一个奇奇怪怪的屋子 就藏起来 里面有床 有蒲团 有莲花台 还有个光头正在打坐 已经死了 但是里面却还有这样一颗蛋 里面似乎还有一点生机 药林就把它拖出来了 三百年 足足三百年才拖出来 本来想要孵化出来一只大鸟 那样的话 就可以拖着它飞来飞去 但是就是孵化不出来 它指了指其无或 开心大喊着 少年道人微微笑道 你是要我试试看吗 说能孵化出来的话 可以拖着我到处飞 到处玩 它看到这一个鸟蛋 不过只是拳头大小 猜测最多只是如大雁般的鸟 拖着药林起飞是可以的 但是自己却绝不可能了 况且修行者到了一定层次 学会了成云驾雾之术 是可以飞的 但是这是小药林的宝贝 他送给自己 自己自然不会说不好 于是温和笑着道谢 当听到他要找药材的时候 小药林也跟着一块玩耍 当其无或寻到了约莫一贝楼药材的时候 也已经走过了树重山脉 远远望去 互见到天边云霞变化 灵气冲天起 有人交谈的声音顺着风传来 少年好奇走到靠近的地方 往过去看 却看到是有数十人都穿道袍 这云鞋手持法宝 正于这群山之中做法 其中有一名年轻的剑客抱着剑 正百无聊赖地四下打量 便是看到了 正在不远处的少年道人 眼眸微亮 笑着抬手打招呼道 哦 原来还有道友在这里吗 哈哈 我等在祭山神 道友不妨也来 众多道人看过去 其乌祸微微想了想 走了过来 众人看到这山林深处 走出了一名少年道人 神色温和 背着背篓 年岁不过十五六岁 看上去倒像是个来 山间攀云采药的道童 微微汗手而已 道是那剑客 似乎颇为自来熟 笑呵呵地和他打了个起手 在下王屋山剑修月极 哎呀 难得见到有陌生面孔呢 道友是何师城 在何处清修啊 少年道人回答 平道其无惑 现在正在师门外历练 这位王屋山剑修了然点头 哦 历练 是伞修啊 很多伞修都是这样的 因为没有具体师城 以历练为名说出来 至少好听些 月极大笑道 伞修也很好啊 到处玩耍 四处云游 不像是有师城的 这样的约束 那样的要求 很不痛快的 他拍了拍 其无惑的肩膀 只是声音过大了些 惹来前面之人的不渝 有中年男子呵斥到 月极 那青年剑客 于是晋升 只是冲着其无惑 无奈一笑 其无惑注意到 剑客的腰间 还有一枚腰牌 义是 明真道蒙 只是年老 但台轩 藏匿起来的东西 这样年少 意气风发的剑修 却是随意放在外面 年老年少 毕竟是两般意气 月极注意到 其无惑的视线 微微笑了下道 是明真道蒙 怎么 兄弟有兴趣去参与吗 少年道人 点了点头 然后提了提背后的贝勒 想了想 我就是希望能够换些 简单神通的 所以才准备了些药材 月极你在里面的话 可以帮忙看看 这些能够换些什么吗 月极看了看少年的贝勒 遗憾道 不行的 这些都是简单的药材 明真道蒙那里不收 而且年份太少了 看起来 你对明真道蒙了解不够啊 其无惑点了点头 月极很热情地介绍着 明真道蒙的一些常识 而这番交谈 也让前面年长的道人们 放松下来 心中指道 看来确实只是一个散修 来此山间采药而已 不过一群常道人 月极似乎很少有机会 来教导旁人这些常识 于是颇为有弹性地 聊了大半个时辰 藏匿在少年道人秀袍里的 药林都睡着了 才意犹未尽地指住话题 看了看天色 感慨道 看来 今日这一次是没什么用啊 前面的道人们 气氛已经越来越压抑了 都没有人在意 月极和那少年散修道人的 闲聊声音变大 其无或疑惑道 这是 月极道 是每十年一次的山神祭 他颇感觉道 为人师的愉悦 道 兄弟该知道 山神地址实力极强 如那大城 每一方之地 或者石树里 便有一方土地 若是有山便有山神 有河便是水神 是以这地址的数量几乎数之不清 地在天赋 其实天地分量一并的重 许多的山神地址 根本不屑去领受天地和天庭的福照 我道门尊神 三清四域 三清为道祖 四域便是最高无上者 所有地址都是归属于 成天效法后德光大后土皇地址 为四域之一 居 蕊诸公 中 其麾下也有三省三府 为皇帝指都府 上府 中府 各由援军真君执掌 放眼四眼 还有执掌各名山大岳的山川帝君 并以此执掌整个山川地址之名 后土皇帝指娘娘还在 是四域之一 位格最高 地址们自是懒得去领受天庭的福照 所以人间大忌 一般都有两类 合起来称呼为皇天后土 今日便是祭山神地址的 月集视线扫过 道 此你所见 这中州府城左近的各大道门都来了 为得便是祭祀 这辽阔区域的地址之首 中州方圆 大圣大祠 聚于林妙宫 只是往年他老人家都会出来见见面 寒暄几句 喝一杯茶的 可今日却不出来 就总是让人觉得 会不会是做了什么事情 惹怒了这位林妙宫 也难怪师叔他们这样担忧了 这再不出来 他们心里面只会更加担忧的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难道林妙宫真的生气了 也或许 林妙宫他老人家不在家呢 水云香的门口 几个孩子 正在拿着笔直的树枝玩耍着 抬起头 愣住 看到一名穿着宝蓝色断圆外斧的老人 站在村子门口 似乎想要进来 却又似乎极为犹豫 看到孩子们 招手让他们来 然后取出几块糖果 温和笑着道 孩子们 老伯伯问你们个问题 不知道 这里可有一位年轻的道长吗 几个孩子对视一眼 道 有的哦 他很厉害 老伯伯是来见他的吗 我们给你带路 老人的神色微正重了些 道 见 不不 不能这样 老伯伯就在这里等着吧 只好托孩子们 给我带一句话 他抬手抚了抚发际之处 神色正重 拱手道 林庙前来拜访 赔罪 不知道道长 可方便一见吗 几个孩子答应了几声 虽然说 他们也不知道 老者为何要在村口等候 以及那一句 赔罪提的份量是有多大 又有多么的正重 但是孩子很单纯 有糖果吃 就会很开心 答应之后 转过身就朝着村子那里跑过去 很快跑远了 林庙宫则是独自站在村口 见到有一条小河蜿蜒 从村中流淌而入 村子斜衣青山 绿水环绕 又见到吹烟阵阵 看上去祥和宁静 但是这样宁静祥和的村落里 竟然潜藏着如此可怖的真羞吗 老者下意识 抬手拂过发际 对于昨日的那一件渔波 仍是有三分心有余悸 他以地址之身 又以太上法脉的推斩之术 补算那少年道人的跟脚和下落 本来是万无一失 却被反手一剑 那剑气和剑意顺着地脉而来 斩断了他手中香炉 去世不绝 连他发际都斩断 这才徐徐散去 这样敏锐的感知之力 和性灵之澄澈 已是极端不凡 而在剑气掠过发烧的一瞬间 林庙宫还感应到了 蕴含于剑气和剑意之中的灵力和浩瀚 那一股剑意 纯粹而明镜 似乎辟腻天下见修 是要剑指天公 正道混源无上境界一般的锐利锋芒 这样澄澈的性灵 这样苍茫的剑意 二者结合 再加上只是一败 那集清正纯粹的念头 便可以压下老土地吸收而来的人心欲念 林庙宫越想越是不对 越想越是坐立难安 他却不知那少年道人 眉心有一卷见点 只是觉得自己失礼过甚 今日一早 就已经带上了山中宝物前来拜访 其中有灵狱 宝晴 庙丹 朱灵财书卷 不必言说 诸多礼数 何乎规范 所带之宝 亦是何事 以对待盗门阳神大真人的态度而来 以他的地位和身份 盗门大真人也只平辈相见 寻常真人 尚需得奉上拜帖 那一箭虽强 可他也不在山中 未曾提防 只因是自身失礼 故而才自降身份 只在村口等候 且令顽童传信 以斩诚意 几个孩子一路小跑着走远了 本来只是传一句口信的 可是这几个顽童 不知怎么的 就又彼此地叫上劲了 就当作是跑步鄙视 卯足了劲的 一路跑到了其屋或居住的院子前面 可是那大门紧锁着 也就一边大口喘着气 一边敲着门 大哥哥你在家吗 大哥哥 呼 我喘口气啊 大哥哥 有人来找你啊 喊了好一会儿都没有反应 几个孩子反倒是累得气喘吁吁 一边扶着膝盖弯着腰 一边敲门 还要胀红了脸地去争执 谁才是第一个来这里 把自己的手掌按在了门上的 忽然传来苍老声音 然后三个小男孩 头顶各自挨了一下脑瓜崩 吵吵吵 吵什么呀 有这功夫和精神 回去给你爹娘干点活 要么就去认两个子 不知道这边 还有人要敬仰吗 他们抬起头 看到周令怡老爷子 老人正握着一卷书 在这里散布晒太阳 看到这几个顽皮孩子 都老实下来 这才问道 怎么了 这样着着急急的 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孩子道 是有人 外面有人来了 找大哥哥 有客人 周令怡微正 而后道 客人呢 孩子回答 老先生说 他要在村口 等着就行了 让我们来这里 给大哥个喊一声 曾经做过官员的老者 微微皱眉 心底似乎察觉到 些许的不对 但是回忆起 那个一身道跑朴素的 少年道人 却又觉得 是自己想多了 对方今天还在村子里面 买了一个结实的被篓 方才还背着被篓 踢着一个小药锤 去了山上采摘药草 看去朴素可轻 摇了摇头 将脑海中的脖杂想法扔掉 道 他去山上采药了 现在不在 再说了 那位客人只是客气 你们却不能真的让人家在村口等着 至少要邀请进来喝一杯茶 否则传出去 还让人觉得 咱们水云香的高傲自大 怠慢客人呢 啊 那 那我们现在就去 好 看谁第一个过去 把老人家带进来 那必是我 几个孩子三言两句 就又争上了 这个年岁的孩子 本就是如此 风风火火的 谁也不服气谁 一路跑过去 周令仪无可奈何 自己年老 腰腿也不是很好 年轻时也是曾经走过山川湖海的人啊 年老了却连质子顽童都追之不及 只看着那些年幼活泼的孩童 从自己身边奔跑离开 超过自己远去 不知为何 心中凯然 笑叹两句老了 也就慢慢走去 水云香外 林妙宫仍旧等待着 因为之前的经历 倒是没有用神通去看这个村落 只是安静站着 远远见到几个孩子过来 这才抬眸 那几个孩子 将周令仪的话说完 林妙宫凯探 对方竟然能够察觉到 自己连番用了 地脉之气和 太上妙法的推战 今日自己并没有用丝毫的遮掩 以那人的手段 岂会算不得 自己将会过来拜访吗 这是不愿意见 我的意思啊 道门真人总是如此 不愿意将事情做绝 风轻云淡 荣耳自退 林妙宫心中凯探 只是在摇头的时候 忽而看到那三个顽童之一 手中拿着一根树枝 有三分眼熟 微微一顿 再一辨认 却回忆起 昨日那少年于烟气之中 回身一剑 说是剑 其实不过只是 一根树枝 心中微顿 微微浮身辨认了下 看向那孩子 神色温和道 孩子 你这树枝很好啊 孩子听到有人夸赞自己的宝剑 毛子一下亮起来 道 啊 老伯伯你也这样觉得 林妙宫笑呵呵道 是啊 看看这树枝 笔枝光滑 真是好见啊 这是哪里来的呢 老伯伯 我也想要有一个呢 那顽童疑惑道 这个很简单的呀 这个只是 村子里面的树枝 哪哪都是 真的 他似是怕那老人 觉得自己在说谎 强调道 我们亲眼看到 那个道士大哥哥 随手从树上折了一根树枝下来 然后随手就挥了一下 就这样 孩子学着当日少年道人的动作 拿着那树枝反手一下 林妙宫的神色微有变化 连抚须的手掌都顿住 随手折下的树枝 随手一挥 这般形容 实在是不能够和那一日 察觉到太上妙法 且一箭反斩 可循地脉 斩烟火香炉 毫无丝毫烟火气的一箭联系起来 老人神色不变 心底似有浪潮 微微俯身 笑着道 老伯伯给你点糖果 可以让我看看这一箭吗 孩子非常大方的 不用糖果哦 他随手对过去 老人退后两步 微弓身 双手伸出接过此箭 它是土地 且可被称之为 弓得那种 所以能够清晰地感知到 这一株树枝 确确实实是在这一片土地滋润下长出来 被折下也不过一日的时间 而上面也没有附带有丝毫的剑气 灵妙宫正正施神许久 道 随手折下树枝 便是随手一箭 一箭斩 一箭收 一箭生 一箭亡 可循地脉而斩香火 可树枝之上 也不带丝毫剑气剑意 还可以送给质子顽童玩耍 是举重若清之境界啊 真是了不得的剑仙 那孩子听不懂这些话 只是好奇道 老伯伯 倒是大哥哥的剑术很厉害吗 灵妙宫心悦而成福 道 极高 那孩子们对视一眼 呼气气笑起来 道 哪里啊 大哥哥明明说了的 我们问他 会不会剑术 他说只会一点点 灵妙宫抚须之手顿住 再看树枝 已是长久无言 周令仪慢悠悠走出来的时候 看到了孩子们和一位气质温和大气的老者交谈 而那老者却是摇了摇头 转身欲走 周令仪一正 顾不得失礼 便是患道 老先生 且留步 祈道长虽然不在 但是很快就会回来 老先生若是不嫌弃 可以喝杯茶 稍等一会儿 灵妙宫却是摇头 叹息道 不必了 今日是他不见我呀 我等多久 他都不会回来的 随手摘下一剑 就可以循着地脉逆斩 这样的剑术 却说只会一点点 灵妙宫手中抚摸着一个木匣子 叹道 道门真人之礼 是我准备的礼数太薄了呀 他转过身离开了 周令仪想要换住他 急急追赶 可是那老人的脚步不紧不慢 却是和自己越来越远 周令仪追出村落门口 在一条河流前 看到了有一整个队伍 前面是八位骑乘着骏马的甲氏 后面也是如此 中间则是一台轿子 更有举着两个立士举着行经 行经垂落下来 上面的文字古谱 队伍的整体肃穆 威严而正式 显得极为正重 老人坐在了轿子里面后 这一支队伍 转身走入了山间 雾气不知为何浓郁起来 见看不见了 周令仪正正失神 如此理朔 如此理朔 太薄 天色渐渐地晚下来 在山间的道人们 脸上的神色 都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甚至于隐隐有了 一丝丝的忐忑之心 聚云灵妙宫 一直到现在了都没有来 他们心中开始担忧 是否是这些年来的某些举动 惹恼了这位灵妙宫 在少年道人 和月吉闲聊的时候 他们已经将这十年来 做过的每一件错事 都从脑海中过了一遍 月吉站着的地方颇远 看着天色暗淡下来 感慨道 看来 今日是见不到 这位灵妙宫了 齐乌霍看到天色渐晚 向月吉告辞 后者将他送到山坡之处 又笑道 乌霍你想要去 明真道门换神通 打算是什么时候去 我明天开始 基本每过三五天 都会去中州府城的 明真道门 要不要一起 齐乌霍道 明天 月吉笑道 是啊 明真道门 在没有腰牌的人那里 是很难进入 但是有了腰牌的话 时时都可以去 是一处交换 论道 讲法 得所在 其无惑 心底 微有疑惑 这似乎 和那位算命先生 所说的不同 他明明说 要进入明真道门 需要在月圆之日 以静照月 而出道路 现在距离月圆 还有约摸半个月的时间 少年道人没有表露出异常 只是回答道 我只有这些药材 还换不到我想要的东西 可能会多等一段时间才会去 月吉了然 笑起来道 原来如此 道也对 那就希望 无惑你能够如愿以偿 本该要送你下山的 只是今日这样子 我家师门长辈 怕是心情忐忑又担忧 我还是不触他们的眉头了 他们不高兴了 我这座小辈的 也难免被牵连 只能够送你到这里了 少年道人拱手道谢 诚心地祝愿道 希望你们 能够等到那位灵妙公 月吉大笑 回礼道 多谢 他目送着少年道人 转身一步步走下山去 隐于山林之中 再看不见了 这才折返回来 步步登上来 见到师长们 面色都流露出担忧的神色 正在低声地交谈 有的说 会不会是这些年门下弟子 所做的诸多事情 有不合适的地方 也有的有些担忧 扫了扫周围的礼物 低声道 莫不是 今日礼数太薄了吗 正字众人担忧的时候 忽有雾气流转 有车程数十而出 前方八旗郡 却是林妙公真身而来 众道人松了口气 甚至于因为林妙公如此的郑重 而心中稍有些惊恶起来 为月季遗憾 扶长长叹息 可惜 可惜 实在是不凑巧 无货若是能挽走片刻 就可以看到 这山神真身出巡的景致了 实在是运气不行啊 其无货下山来 和药林分别 那个药林站在一个树木上 很是依依不舍地 朝着少年道人挥手 然后一步三回头 最后等到了看不到 其无货的时候 才一下钻入地里面 顿跌而去了 而少年道人背着被篓 往水云香的方向而去 回到村镇之中 天色微微暗淡了 而周令仪老爷子 就在他院子外面的老树 下面坐着 老人看到其无货的时候 脸上神色颇为复杂迟疑 寒暄了几句 忽而问道 其道长 在这里住着 无妨吗 其无货回答道 住着很好啊 啊 这就好 就好 若是有什么需要的话 便是提前和我们说一声 周令仪迟疑了下 道 对了 今日还有一位老先生来拜访你 只是你不在 他就又走了 他自称是 灵妙 其无货道 灵妙 这两个字实在是耳熟 今天其无货才刚刚听到过 正是月吉等人要祭祀的山神 只是山神地址 来找他做什么 少年道人忽而想起了在中州城楼之上的巢峰 焦图 这两尊雕塑说过似乎有土地在寻找他的踪迹 说起来 作为赫连山子的山神 他来到这里还没有拜访过本地的土地 或许是本地土地察觉到由外来地址前来 故而来寻他 少年道人若有所思 道谢道 原来是这样 多谢周老先生了 他邀请周令仪进来坐一会儿 但是老者却只是感慨笑着 说家中还有些其他的事情还要忙 今日就不进去了 其无货目送老者离开 而后回了家中 将被楼里面的药材都拿了出来处理了一遍 又走到院子里面 去将回来路上买来的猪肉清洗过 毕竟是中州府城附近 猪肉坐价八文一金 比起赫连山下 稍微贵了一些 但是因为是靠近河流 所以水产很便宜 冬日水结冰 在冰面上开一个窟窿 会有鱼儿出来透气 那个时候 找个棒小伙子拎着棒锤 朝着浮出水面的鱼头上 就是一下子 往往就可以有所收获 其无货蒸了一条鱼儿 又将猪肉切成小块 以肥肉煸炒出油 后又有青辣子切长条 和肉片一并翻炒 做了一餐 先是将这些菜盖到了米饭上 用筷子横三竖三地拌开来 慢慢地吃着 最后还拿出之前剩下的窝窝头 这窝窝头又在蒸笼上热了热 重新松软起来 不像是先前那样 足够用来砸死人的硬度 而后用窝窝头 沾着菜盘子上的汤汁 将最后那一小块 浸润了汤汁的窝窝头放到嘴里 少年道人呼出一口气 有一种吃饱的满足感 四下无人 轻轻拍了下自己的肚皮 稍微摊在了椅子上 一动都不想动 好一会儿之后 少年道人才起来 去洗过了盘子 又给自己洗了一个果子 一边吃着 一边坐在床上 后面垫了一个枕头 认真翻阅着 成仙路 修行笔路 笔照着这两卷书上的内容 尝试辨认出 要灵送给自己的 这一个鸟蛋 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品种 他说 花了三百年时间 才用遁地的方法 慢慢把这个鸟蛋拖出来 三百年 还有生机的话 应该不是寻常的鸟类 至少是零鸟 嗯 我看看 成仙路的记录 从大小来看 基本可以排除掉 最常见的飞鹊类 其无或若有所思 伸手抚摸着这个鸟蛋 看到上面若隐 若现有金色纹路 比对着弹台轩的记录 尝试从弹壳的纹路 大小判断种类 翻过另外一页 到 大雁篇 成仙路上说 大雁若是有灵性的那些 大多都有其特性 弹壳上也是 有特殊纹路的 这个没有 鸾缝篇 嗯 可靠着温度辨别 具备一丝鸾缝血脉者 大多就都有火焰神通 哪怕在鸟蛋之中 也可以有阵阵暖意释放出来 其无或伸出手 将这个鸟蛋托举在掌心 也感觉不到丝毫的温度 摇了摇头 没有像是托举着火焰的温度 应该不是火鼠的卵鸟一类 也感知不到风的气息 可以排除掉青鸟一类的血脉 放入水中 尘底 并非是水形之类 少年道人一一比对下来 有灵性的鸟类别有许多 竟然只剩下寥寥几种可能 若有所思到 要么就是鹰笋之类的灵兽 要不然就是蓬类的猛禽 当然 也有可能是孔雀之类的观赏类鸟 是鹰 还是蓬鸟 不过但台轩在《承仙路》上说 蓬鸟和鹰笋 似乎没有很厉害的血脉 在修行界中 还是以鸾缝更厉害些 要么就是仙鹤也不错 蓬鸟也只在凡俗的鸟类里撑雄而已 若是孔雀的话 就只能好看了 鱼战斗无用 而且 如果说太长时间都没能孵化 这些灵鸟的蛋会消耗掉本身的灵性 以维持生机 直到最后 灵性都耗尽了 才化作了死蛋 灵性越弱 孵化的可能越低 对于这种情况 成仙鹿的建议是 少年道人翻过这一页 看到最后蛋台轩的评价 做成炒蛋 滋味非凡美妙 如吞丹药 有助于圆精 不可以浪费 他下意识看向那鸟蛋 旋即他的性灵察觉到了 鸟蛋之中 潜藏的一缕生机 释放出了一丝丝挣扎 少年将 成仙鹿 放在旁边 温和道 放心 不会吃了你的 他想了想 索性仪老师 教给自己的炼丹法门 将采来的药材 都炼化成了 有助于元气的灵液 而后取了一部分 灵洒在鸟蛋上 这是最为纯粹的元气 这一枚鸟蛋之中的 微弱灵性 努力尝试 吸收这些元气 似乎是数百年 未曾孵化出来 也没有让他放弃 出生的渴望 先到贵生 少年道人 将已经看完了的 成仙鹿放下 正打算修行的时候 那一面古镜 忽而微微亮起 其无或有些惊讶 因为云晴说 今天询问老师之后 才去找玄坛法术 他觉得 少女就算是能够找到 也该是几天后 才会和自己联系 其无或将其他东西收起来 而后施展 元光显形之法 古镜上泛起流光 化作了云晴的模样 少女低着头 嘴唇快速开合 似乎呢喃自语 不断在重复着什么 见到其无或的时候 眸子亮起 而后抬起手 做出打断的姿势 叽叽道 你先不要说话 先听我说 我学会了一枚 很厉害的太赤灵文 只是我觉得 我快要忘记了 你不要说话 先听我背完 警察 说话 听我说话 感谢观看